第五卷蛮荒时刻,第一章报警千惠,剑神肯定已经知晓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马上就能回到天界了。 有年轻天才激动地说道,终于可以回到天界了,他们才不想继续待在剑神大世界。 反正已经没有希望得到人皇剑,留在剑神大世界只会耽误他们的静静。 在剑神大世界修炼,显然没有在天界修炼快。 剑神大世界的天地灵气浓度和本源浓度,和天界压根没法比。 幸亏他们下来的时候,带着大量的灵石,要不然即便他们以前压制着境界,突破都没有这么快。 反正长辈早就许诺他们,即便此番没有得到人皇剑,也会奖励他们。 你跟我一起回去,要不然大清圣庭的强者,不会放过你。 我灵家有大帝坐镇,即便是大清圣庭的强者要对付你,也要掂量掂量。 一尊活着的大帝,自然比帝兵有阵哲力。 若是灵道独自打通两界通道,前往天界,被大清圣庭的强者发现,他肯定死路一条。 灵道才通天境巅峰,境界实在太低太低,大清圣庭能够杀他的强者,数不生数。 好,我跟你走,灵道点了点头,反正有剑魔在下界,他自然可以放心离开。 早一点到天界,对他没有什么坏处,千惠点了点头,他们下来的时候,见神便是答应过他们,等事情结束,便以接引之光,将他们全部拉回天界。 你先去天界吧,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前往天界,以后有的是见面机会。 我相信以我们的天赋,即便到了天界,也会大放异彩。 可惜,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比试,等到了天界,必须要打一场。 大魔神,奥龙和曹天纷纷开口,蝶舞仅仅是笑了笑。 奥龙和曼三刀其实天赋不低,主要是大魔神,灵道和蝶舞太耀眼。 等到了天界,奥龙和曼三刀很有可能于月化龙。 毕竟曼三刀修炼的功法,连帝经都不是,能够有现在的实力,已经很不错。 可笑,一群下界土著,还想在天界大放异彩。 你们当天界是你们下界这种小地方吗? 有天界年轻天才忍不住耻笑道,可惜被曹天和奥龙狠狠地瞪了一眼后,他便是将剩下的话吞到了肚子里。 现在真不适合得罪曹天等人,要是大魔神他们联手,完全可以将他杀死,毕竟他现在已经没有福转。 要是大魔神等人对他出手,其他天界的年轻天才,肯定不会救他。 就算以后他所在的实力,有强者为他报仇,他也是不知道了。 其他年轻天才也都是眼观鼻,鼻观口,没有谁愿意在这个关头,和剑魔等人作对。 我好像被什么束缚住了,又不能动了,应该是接引之光,人黄剑的事情已经结束,我们也该回去了。 一道道光之锁链落下,将来自天界的年轻天才,纷纷捆住。 剑神亲自助手,将他们拉回天界,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剑神大世界属于独孤世家,而剑神又是独孤世家的家主,自然可以改变剑神大世界的规则。 抓住我的手,千惠对领导说道,想要带领导回去,自然要靠接引之光。 如果不是长辈的命令,他才懒得搭理领导。 毕竟,在天剑决定内部的时候,领导就调戏过他。 以前他欣赏领导,也是因为领导在剑道方面的成就不错,可是现在领导竟然抛弃了剑道,让他着实不爽。 没问题,领导点头,然后便是抓住了千惠的左手。 柔弱无骨的御手,被领导抓着,千惠的眼中,也是闪过一丝羞恼。 从第一次见到领导,他便明白,领导不是什么老实人。 果然,领导抓着他的手,便是不断地靠近他。 好像这样没用,那些光之锁链,依旧在你身上,恐怕无法带我前往天界。 经过领导这么一提醒,千惠也是发现了问题。 要是接引之光将他拉回天界,他总不可能就这么拽着领导,必须要让光之锁链将领导也锁起来。 可惜,光之锁链不受他控制,剑神肯定不会专门来帮他们。 我有个提议,让我抱着你,这样光之锁链就能将你我一起捆起来了。 如果是剑魔,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一提两分后,剑魔和领导的区别越来越大。 剑修身体就像是领导冷酷的一面,五修身体则像是领导热情的一面。 尤其是修炼蛮荒诸仙境,领导那方面的需求,也远不是寻常舞者能比。 滚,千惠狠狠地瞪了领导一眼,然后便是不再搭理领导。 不远处的奥龙则是笑了起来,没想到这个时候,领导还在想着占千惠便宜。 叠武则是哼了一声,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领导只能善善地笑了笑,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借影之光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一个个年轻天才腾空而起,光之锁链将会把他们全部拉回天界。 只要是来自天界的年轻天才,全都是被光之锁链束缚了,一个也没有落下。 千惠想要拉着领导一起前往天界,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 哼,你要是敢动手动脚,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千惠冷冷地说道,是到如今,他只能按照领导先前的提议做。 若是他现在不带领导前往天界,以后领导打通两界壁垒,到了天界后恐怕就是死路一条。 长辈让他下来,最主要的任务便是保护领导,四要任务才是争夺太古时大神兵之一。 为了在关键时刻起作用,他更是始终装成衣服要杀领导的样子。 现在都到了最后关头,能帮领导,他自然不会不帮。 紧紧给领导抱着,只要领导不动手动脚,那便是可以忍受的。 反正接引之光的速度很快,他就当作了一个噩梦好了。 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也知道,我不是故意占你便宜,实在是没办法。 领导黑黑笑道,便是便是毫不犹豫地,从前面抱住了千惠。 就连千惠都是没有想到,领导竟然如此色胆包天。 他只是让领导抱着,可没让领导抱得这么紧,他们两人距离实在太近。 千惠身材高挑,只要领导再前进一点,肯定能清到千惠的脸。 混蛋,仅仅是瞬息间,领导便是感觉到四周温度急剧下降,千惠整张脸都是冷了下来。 就算是领导自己,都是呆了一下,以前的他,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难道说,一体两分还有弊端吗? 还是说蛮荒朱仙境深深地改变了他,还不放手,从后面抱着吧。 领导深深地嗅了一口千惠身上的香气,就在千惠准备拔剑的时候,他瞬间便是松开了双手。 千惠满脸怒涩,如果不是长辈一定要他保护领导,他现在绝对要领导好看。 从小到大,还没人敢如此轻薄他,色胚,蝶舞催了一口,便是不再关注领导,转身离开了天元城。 他的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要是领导能够和千惠在一起也好,因为他和领导之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是到了天界,领导和他走到一起,那领导恐怕没有活路。 让你一直对付我,就算是庄的,我也要报仇。 领导自然不是喜欢千惠,只是猪弄千惠罢了,千惠关键时刻救了他们一命,他自然只能以其他方式报仇。 好在他有份寸,双手仅仅是放在千惠的衣服上,身体也没有贴得太紧。 千惠看领导这般老实,自然也不好发作。 让千惠满意的是,光之锁链终于有所反应,将他和领导捆在了一起。 很快,千惠和领导便是腾空而起,领导和大魔神暴龙,瞒三刀,曹天一一道别,然后便是在他们的注视下,缓缓地升上了高空,直至消失不见。 蝶舞同样在远处望着领导,看到领导对他招手,他仅仅是点了点头。 看来,领导还算没有忘了他,如果不是一直在找他,领导根本不可能在高空上发现他,还算领导有点良心。 只是他不知道,领导先前占千惠便宜,也是为了试探他,结果也让领导颇为满意,看来蝶舞并非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冷漠。 你再找死吗,信不信我把你扔下去,到了无尽高空后,领导忽然用力,千惠惊呼一声,然后便是被领导紧紧地抱住了。 即便在恼怒领导的所作所为,千惠也没有失去理智,他只是扭动身体,小幅度地挣扎。 领导始终是他的族人,他自然不可能让领导摔死。 不是我,是光之锁链的问题,我根本没动。 领导就算捉弄千惠,也是有底线的,现在真不是他动的手。 经过他这么一提醒,千惠也是注意到,光之锁链正在不断地蠕动,让他和领导的身体越来越贴近。 领导本来就写其方刚,现在千惠又是在他的怀中乱动,他自然是有了反应。 我没动手动脚,真没有,还没等千惠说话,领导便是赶紧辩解道。 此时的千惠,脸颊通红,他已经后悔带领导前往天界了。 虽然他未惊人事,但男女之事,并非完全不懂。 千惠咬着牙,恨不得将领导痛揍一顿,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你越扭动,对我的诱惑变越大,你是在诱惑我,你知道吗? 第二章玄明道主,见神独孤站在天界神剑狱,施展皆影之光,下界所有来自天界大势力的年轻天才,都是已经被光之锁链束缚。 只需要片刻时间,那些年轻天才便是可以全部回到天界。 各大势力已经派遣强者前来,说是来揭晓被回去,真实目的自然是为了人皇剑。 以前,他们只知道是太古时大神兵之一,可是人皇剑出世后,他们便是得到了消息。 各大势力肯定都想得到人皇剑,故而前来的强者全部都是道军。 以大帝的身份地位,自然不可能和他们争夺一箭帝兵。 天界的种种争斗,大帝一般都不参与,否则三千疆域恐怕早就乱套了。 他们的心思都在人皇剑上,剑神独孤亲自出手。 那些年轻天才从下界到剑神域,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 他们现在要防备的,便是在场的其他道军,一旦开始争夺,必然是腥风血雨,毕竟那可是太古时大神兵之一的人皇剑。 距离他们三万里外,有着一位笼罩在黑袍内的爵士强者始终死死地盯着剑神独孤。 他的气息已经完全收敛,即便那些道军有心探查,也是根本不会察觉到他的存在。 到了他们这样的境界,三万里距离根本不算什么。 仁皇宫当年将我族灭绝,可曾想到今天。 只要我玄冥道主还活着,你们仁皇宫就别想好过。 当年,仁皇宫将玄冥所在的族群灭绝的时候,玄冥只有八岁而已。 族内强者以密法,将玄冥送走,这才保住玄冥的性命。 他永远也无法忘记,仁皇宫大肆屠杀,使得他的家族血流成河。 他活着,就是为了报仇,可惜仁皇宫太过强大。 哪怕现在的他,已经是道主,贸然冲进仁皇宫,也是死路一条。 此次仁皇剑出世,仁皇宫想要赢回仁皇剑,他自然不会让仁皇宫如愿。 见神域那些道军是想要抢夺仁皇剑,他的目的则是毁灭仁皇剑。 我偷学过幽冥生死轮,虽然没法学到精髓,但因此既练出的玄冥生死轮, 绝对能给你们仁皇宫一个惊喜。 玄冥道竹满脸冷酷之色,一双眸子里尽是恨意。 他以自身心血济炼的玄冥生死轮,一旦施展出来,连道军都能瞬间击杀。 如今用来对付仁皇剑,想必不会有什么问题。 仁皇剑早就已经破碎,现在的人皇剑剑魂实在是太过虚弱了。 K77的玄冥生死轮已经被他祭出,他双手不断递打在玄冥生死轮上, 使得玄冥生死轮的表面,出现了一根根尖刺。 他倾尽所有力量,贯注到玄冥生死轮内部, 紧接着玄冥生死轮便是仿佛化成一道红光,向着人皇剑轰去。 你们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人皇宫吧。 各大势力的年轻天才,已经穿过两界壁垒, 只需要眨眼时间,就可以到达神剑狱。 可惜,玄冥生死轮速度太快,就在他们距离神剑狱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玄冥生死轮撞在了人皇剑上。 玄冥道主早已算好时间,自然知道那些年轻天才会因此遭殃, 但他不在乎。 反正那些年轻天才和他非亲非故,是死是活,和他没关系。 更何况,那些年轻天才当中,肯定有人皇宫弟子, 甚至他还打听过,此次下届的人皇宫弟子还拥有人皇血脉。 现在灭不掉人皇宫,能够杀死人皇后人也不错。 发生了什么,糟糕,该死,谁敢在这个时候乱来。 陈剑狱的一个葛道军,根本来不及阻止玄冥生死轮。 前往下界的年轻天才来自各个不同势力, 不而他们都是认为,没人敢对那些年轻天才动手。 无论哪个势力,都不会得罪那么多的大势力。 就算拥有大地坐镇的势力,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动手。 玄冥道主本就比那些道军厉害,又是以有心算无心, 自然是成功地攻击到了人皇剑剑魂。 连带着,那些年轻天才,全都遭了殃。 全民生死轮的目的,当然不是他们,而是人皇剑, 可仅仅是鱼泊,也不是他们一群天人尽小辈可以承受的。 一个个强大的道军,纷纷出手, 他们救的当然是自家势力的年轻天才。 剑神独孤也是在第一时间出手,能救极个是极个。 全民道主的疯狂做法,他们全都没有料到, 慌乱之下出手,还真的不一定能够救到人。 更何况,并非所有道军都在救人, 有一部分道军则是对人皇剑出手了。 人皇剑早已破碎,人皇剑剑魂更是虚弱不堪, 现在人皇剑剑魂又是遭到了如此可怕的攻击, 肯定没法挡住他们的擒拿。 不是他们冷血,而是他们明白, 独孤家族肯定会负责救人。 巨大的玄冥生死轮,足足有着百丈高, 手持人皇剑的人皇剑剑魂, 在玄冥生死轮面前,显得非常渺小。 若是全盛时期, 人皇剑一剑便能劈碎玄冥生死轮, 可惜现在的他根本做不到, 玄冥生死轮已经砸在人皇剑上, 顿时让人皇剑四分五裂。 看来,想回人皇宫, 我自己是做不到了。 人皇剑剑魂自然没法逃走, 被玄冥生死轮狠狠地碾压着。 本就虚幻的身影, 此时更是化成了一个葛光点, 分别没入了人皇剑的各个部分理念。 人皇剑本来就没有修复, 裂痕还在, 如今被玄冥生死轮如此生猛地冲击, 自然是不行了。 必须离开了, 否则大地降临, 我必死无疑, 全民到主连全民生死轮都不要了, 直接撕裂虚空, 开始逃命。 他自然知晓大地的可怕之处, 要是大地道场, 他在逃命,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反正已经看到人皇剑四分五裂, 他是彻底地满足了。 本就虚弱的人皇剑剑魂, 更是分散了开来, 比苏醒前更加不如。 群星之门, 给我献, 独孤家族有强者降临, 他第一时间, 开启了星空之中, 所有的新门。 就算他亲自出手, 也不可能救走所有年轻天才。 所以, 他开启了群星之门, 每一个新门, 都是通向天界不同的疆域。 这样一来, 那些年轻天才顶多下落不明, 不会惨死当场。 全民生死轮还在肆虐, 凡是被全民生死轮碾压过的年轻天才, 直接粉身碎骨, 魂飞魄散, 连渣都不剩。 独孤家族的强者开启群星之门, 更是让每一个新门散发犀利, 将一个个年轻天才吸进群星之门, 总算是保住了他们的命。 太可怕了, 那样的攻击, 要是落在我身上, 恐怕我也死定了。 林道和千惠都是亲眼目睹了先前发生的一切, 凡是被玄冥生死轮碰到的年轻天才, 直接就死, 根本没有半点活路。 幸亏他们距离玄冥生死轮很远, 要不然他俩面对玄冥生死轮, 也没法保命。 那玄冥生死轮可是玄冥道主以心血计恋, 用来对付人黄剑的。 完了, 我们完了, 千惠突然惊恐地叫道, 玄冥生死轮的确距离他们很远, 可是一位道军的攻击, 竟然冲着他们轰了过来。 由于距离太远, 领导和千惠都不知道谁要对付他们, 或许是误伤, 或许是有意为之。 反正以他们两人的实力, 肯定无法阻挡道军一级。 关键时刻, 领导没心处的道主印记, 主动飞出。 仅仅是一枚印记, 想要挡住道军一级非常困难。 道主是比道军强, 可印记只是印记, 并不是道主清零。 可是现在, 领导和千惠都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指望道主印记。 嗯, 这个气息, 先前千惠使用符转, 领导能够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现在道主印记飞出, 千惠自然也能够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来不及多想, 道军一级已经轰在了道主印记上。 剧烈的轰鸣, 恐怖的震动, 仅仅是鱼泊, 都不是林道和千惠能抵挡的。 千惠和林道身上的光之锁链, 已经完全消失。 关键时刻, 林道将千惠拉到了自己的身后, 主动挡住了所有的冲击。 即便如此, 千惠还是被轰飞了出去, 嘴角一血, 手当其冲的林道, 下场自然更惨。 扑林道脸色一白, 一口溺血喷出, 整个人的气息, 都是弱了不少。 如果仅仅是寻常伤势, 以莲池胜水的效果, 早已痊愈。 可是, 道军亲自出手, 非比寻常, 哪怕是莲池胜水, 也无法恢复他的伤势。 悲剧的是, 林道好巧不巧的, 朝着玄冥生死轮所在的方向飞了过去。 他当然想要远离玄冥生死轮, 可惜先前的渔波, 将他不断避向前冲击。 就好像是一道道大浪, 将他推向了玄冥生死轮, 就算他再怎么反抗, 都是徒劳的。 杀我大清圣庭的皇子, 还想活着来天界。 先前对林道出手的道军, 正是来自大清圣庭的明远道军。 下界发生的事情, 明远道军早已知晓, 人皇见他可以不强, 但林道他必须要杀。 林道看不见他, 而他却能看到林道, 能够亲眼看到林道被玄冥生死轮压而死, 他也是极为快意。 没想到你的身后, 竟然还站着一位道主, 不过没关系, 试问哪位道主, 敢对我大清圣庭动手。 林道眉心飞出的道主印记, 挡住明远道军的一级后, 便是消失了个干前进进。 明远道军想要得知那位道主的身份, 明显是不可能做到了。 第三章第零, 林道, 千惠大声喊道, 先前如果不是林道帮他挡住了最主要的冲击, 林道根本不会受到重创。 而且, 他的肉身强度, 根本不如林道, 就连林道都是遭到了重创, 换成他可能已经生死。 他没有想到, 生死关头, 林道竟然愿意为他如此牺牲。 他一直和林道作对, 虽然是为了帮林道, 但林道心里恐怕是有怨言的。 先前, 林道更是趁机占他便宜, 让他觉得林道是个流氓。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人, 竟然愿意用自己的命来换他的命, 他自然没有想到。 眼见林道即将被玄冥生死轮延死, 他自然是担心了起来。 他想要去救林道, 可他距离林道太远。 退一万步说, 就算他能够赶过去, 肯定也是死路一条。 以他的实力, 想要在玄冥生死轮面前就走林道, 没有半点可能。 怎么办, 怎么办, 长这么大, 千惠还没有如此焦急过, 可惜任凭他想破脑袋, 都不知道怎么救林道。 除非林家的那一尊大帝出手, 对道君来说不可力敌的玄冥生死轮, 在大帝眼里肯定不值一提。 但是, 千惠没法联系林家的大帝, 毕竟他只是个小辈而已。 死吧, 死吧, 能够死得这么痛快, 你就偷着了吧。 明远道君丝毫没有一点老一辈强者的觉悟, 以他的身份地位, 对付一个通天境小辈, 简直丢脸至极。 好在林道是死在玄冥生死轮下的, 先前应该没什么人注意到他的小动作。 在场的道君, 要么在救年轻弟子, 要么在争夺四分五裂的人皇剑。 大清圣廷夏节的甘雨和临日天, 已经死在剑神大世界, 明远道君自然不用救人。 其他大势力的年轻弟子, 死得越多越好, 反正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就算是道君出手, 恐怕都救不了林道, 更何况林道只是个下界武者, 根本不会有道君救他。 要死了吗, 还没到天界, 就稀里糊涂地死了, 真惨。 面对死亡, 林道的脸上, 没有任何聚色。 反正剑魔还在剑神大世界, 一体两分后, 死一个身体, 另外一个身体完全可以将其复活。 反正天都战袍, 逍遥剑那些东西, 全都在剑魔身上。 对林道来说, 极为重要的道主印记, 也是已经消失。 地,地,地, 零,零,零, 恰在这个时候, 星空深处, 有着一道模糊的声音响了起来。 时间仿佛静止了下来一般, 林道只觉得眼前的玄冥生死轮滚动得越来越慢。 他的脑海中, 回响着星空深处的声音, 即便非常模糊, 他依旧能够感受到那种君灵天下的威严。 全民生死轮真的停了下来, 让林道欣喜的是, 前方的全民生死轮已经停止滚动。 他不知道是其他道军制住了全民生死轮, 还是全民生死轮后继无力。 反正他现在能够做的, 便是赶紧后退, 唯有最大距离地远离幽民生死轮, 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嗯, 什么情况, 就在他后退的时候, 眼角余光发现, 其他舞者一个个竟然和幽民生死轮一样不动了。 尤其让他在意的是, 千惠一脸的交集, 可是同样一动不动。 他没有多想, 直接背起千惠, 带着千惠远离玄民生死轮。 千惠, 千惠, 连续喊了好几次, 千惠都没有什么反应, 林道经过一位年轻天才身边的时候, 更是忍不住踢了一脚, 结果那位年轻天才却保持着原来的姿势飞了出去。 现在发生的事情, 已经超出他的想象, 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种猜测。 时间静止了, 除我之外, 其他人都不能动。 别看叠舞掌握的是时间本源, 可是他根本没法让时间静止。 更不要说, 让在场所有道军, 甚至连幽民生死轮也静止下来。 即便是一尊大帝, 都未必能够做到如此大范围的时间静止。 林道不知道时间静止会持续多长时间, 他只能尽快做完自己的事情。 本来他们距离天界的神剑狱就不远, 林道自然是将千惠送到了神剑狱。 可惜, 他不知道先前是哪位道军对他出手, 要不然趁着时间静止, 道是可以报仇。 当然, 他顶多是羞辱一下对方, 一位道军就算站着给他杀, 他都拿道军无可奈何。 千惠可以待在神剑狱, 林道自己却不能。 他不知道是哪位道军对他出手, 要是他留在神剑狱, 那位道军肯定还会动手。 时间静止这样的奇迹, 能够出现一次, 就很难得了。 要是那位道军再度对他动手, 他恐怕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地, 林, 地, 林, 威延的声音, 不断递在星空深处回响, 林道很想明白葛究竟, 可他也清楚, 以他现在的实力, 什么都做不了。 既然神剑狱不能呆, 那他只能选择一个新门, 前往其他疆狱。 他想回紫薇狱, 也不知道前世所在的林家, 现在怎么样了。 要是没有前往紫薇狱的新门, 那前往天灵狱,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逍遥王很有可能就在天灵狱, 到了天灵狱他们一家就有可能团圆。 然而, 他根本不知道每个新门通往哪里, 最终, 他只能随便选择一个新门。 唯有离开神剑狱, 远离那位道军, 他才能保住性命。 地灵, 星空深处的声音, 越来越连贯, 林道猜测, 时间静止的效果恐怕 要结束了。 本来他还想抢一下人黄剑的, 现在看来, 还是算了。 他走到一扇新门面前, 然后便是踏步走了进去。 天界广袤无边, 三千疆域, 那位道军肯定没法找到他。 地灵到底是什么, 是地兵吗? 还是人民, 自始至终, 林道也就只听到地和灵两个字, 代表什么意思, 他当然不知道。 好在他的猜测没错, 就在他踏进新门的时候, 他发现不远处的年轻天才, 已经微微动弹了一下。 幸亏他没有贪心, 去抢什么人黄剑, 否则他恐怕逃不掉了。 他才通天境巅峰, 想要在一位道军面前逃命,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千惠早就告诉他, 神剑狱有着一大批道军, 准备抢夺人黄剑。 别说是如今的他, 哪怕是前世的他, 在道军面前, 也是不堪一击, 道军一根手指便可以将他撵死。 啊, 我的腰怎么有点疼, 先前那位被淋到一脚踢飞的年轻天才, 皱着眉头,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他年轻天才的位置没动, 自然不知道时间静止的事情, 他们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 别说他们, 就连道军们, 都是没有察觉到异常。 灵道呢, 千惠四处张望, 根本没有发现灵道, 甚至他连玄冥生死轮都看不见了。 先前他毫无直觉, 灵道将他被盗神剑狱, 他自然不知道。 他的眼中, 满是担忧, 双手更是忍不住钻了起来。 难道说, 灵道已经被玄冥生死轮碾死了吗? 我怎么会在神剑狱, 随后, 千惠便是发现自己站在神剑狱, 先前他明明还在星空之中。 从见神大世界打破两界壁垒, 便会进入见神大世界的星空, 然后到达神剑狱。 天人静武者在见神大世界的星空行走是没有问题的, 换成天界星空的话, 那只有死路一条。 那小子呢, 难道已经死了, 明远道君下意识地看向了玄冥生死轮, 可惜已经没了灵道的身影。 他没有多想, 就是以为灵道死在了玄冥生死轮下。 就算是他, 也无法抗衡玄冥生死轮, 更别提灵道一个通天境小家伙了。 只要灵道生死, 那他来神剑狱的目的, 也就是达到了。 已经走进新门的灵道, 自然不会知道神剑狱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反正他已经将千惠送到神剑狱, 想来千惠不会有什么危险。 只是他不知道, 千惠以为他已经生死, 正准备帮他报仇呢。 现在的千惠, 的确不是道军对手, 可他还年轻, 可以不断地突破, 总有一天可以报仇。 虚空风暴, 我怎么这么倒霉, 灵道怪叫一声, 然后便是一头扎进了虚空风暴中。 他的运气实在太差, 因为他选择的新门, 是有问题的。 独孤家族的强者开启群星之门, 那些完好的新门拥有犀利, 可以将年轻天才吸进去。 出了问题的新门, 则是没有任何犀利, 刚好临到选择的新门, 就是没有犀利的, 也就是坏的。 从新门走出后, 他便是遇到了虚空风暴。 天界可不同于见神大世界, 这里的虚空, 比见神大世界稳固千倍万倍。 他能打碎见神大世界的虚空, 却不可能打破天界虚空。 天界和见神大世界不一样, 白天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轮又一轮太阳。 只不过, 有一轮太阳最大, 散发着无穷的光和热。 最大的太阳, 就好像是君主一般, 所有太阳以其为尊。 晚上的时候, 月亮和星辰更多, 密密麻麻, 醋都数不过来。 管他呢, 反正总算到了天界, 是死是活, 只能听天由命。 他已经感觉到, 身上出现了一道道伤口, 问乱的虚空, 才有可能形成虚空风暴, 以他的实力, 想要安然离开, 自然没法做到。 他的身体被虚空风暴包裹着, 越飞越高, 本来他就受了重创, 现在更是不堪折磨, 直接晕了过去。 第四章, 赤云周第一美女, 剑神大世界的五品势力, 最强的也就是天人进巅峰舞者。 可是天界的五品势力, 却能有天兵进舞者, 甚至是天将进舞者。 赤云周雪佳, 便是一个五品势力, 雪佳家主便是天将进舞者。 若是雪佳家主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便是可以让雪佳成为四品势力。 可惜, 雪佳现在没有任何机会晋升, 因为雪佳已经覆灭, 连雪佳家主都战死了。 有四品势力出手, 自然是将雪佳移为平地。 雪佳的人, 要么投降, 要么被杀, 只有极少错人逃了出来。 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是被四品势力的强者, 不断地追杀。 他们的任务, 就是保护雪佳家主的独生女, 也就是雪佳大小姐, 雪玲瑶。 雪佳家主就这么一个女儿, 以前她就是几万千宠爱于一生。 好在她并非什么刁蛮大小姐, 反而对雪佳的所有人都很好。 要不然, 他们现在也不会为雪玲瑶拼命。 小姐, 等一下我们施展秘法, 然后你尽力逃命吧。 以小姐的天赋, 必然可以成为万福宗和心弟子。 能不能报仇不重要, 只要小姐能够活着, 我们雪佳便不算灭族。 我们已经逃出赤云州地界, 没想到他们还穷追不舍。 既然他们这么想我们死, 那便和我们同归于尽好了。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一共有二十一人, 现在仅仅剩下九人, 而且格格带伤。 即便是雪玲瑶, 也不例外, 她坚持要和那些四品势力的武者厮杀, 自然免不了受伤。 她仅仅只有十八岁, 比起其他人年轻得多, 境界也低得多。 如果不是带着一个葛福传, 她的伤势肯定更重。 周淑、李淑、张淑, 你们别这么说, 如果要用你们的命, 来换我的命, 那我就算活着, 也心里有愧。 反正雪佳已经覆灭, 爹娘都死了, 我夺活又有什么意义? 雪玲瑶, 号称赤云州第一美女, 不知道多少年轻无者仰慕。 她就像是雪中精灵, 画中仙子, 偏偏又行走于人间, 待人和善, 温柔似水。 染血的白裙, 不仅没法掩盖她的美貌, 反而增添了一番异样的风采。 她肌肤圣雪, 双眸犹如一红清水, 固盼之间, 自有一股圣洁高雅之气。 红扑扑的脸蛋, 娇媚可人, 如星月生云, 如花束堆雪, 美艳得不可放物。 缆头黑色长发, 用一根白色丝带轻轻挽住。 她肚语如猪, 声音清脆婉转, 像是大猪小猪落玉盘, 动听至极。 小姐,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们受家主所托, 保护你的安全。 要是你也出了意外, 那我们到九泉之下, 又有何脸面见家主? 剩下的九人, 除了雪灵瑶外, 其他八位都是天兵境巅峰舞者。 如果使用秘法, 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 将自身实力, 提升到天将境。 只是他们一旦施展秘法, 便不会有什么活路, 秘法会耗尽他们的精血。 我们已经使用秘法, 必死无疑, 小姐你忍心我们一个个死不瞑目吗? 八位天兵境巅峰舞者都是没有任何犹豫, 纷纷使用秘法, 他们的气息也是在瞬息间暴涨。 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因为追杀过来的舞者, 实在太多。 三十六位天兵境舞者, 再加上十七位天将境舞者, 他们自然不是对手。 我, 雪灵瑶也是慌了, 从小到大, 她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她要是逃命, 感觉对不起那八位长辈, 可要是不逃命, 同样对不起他们。 她身上的福转, 已经越来越少, 以她天人境巅峰的实力, 压根不是那些追杀者的对手。 你们一个都别想逃, 我亲自出马, 要是让你们逃了, 那我回去怎么交代。 为首的天将境舞者冷笑道, 以她和她手下的本事, 对付八位天兵境巅峰舞者和一位天人境巅峰舞者, 不可能出现意外。 即便那八位天兵境巅峰舞者使用秘法, 将实力强行提升到天将境, 结局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除了雪灵瑶外, 全部宰了, 好歹是我们赤云周第一美女, 自然不能就这么死了, 怎么也得我想用一番, 嘿嘿嘿, 她看向雪灵瑶的目光, 充满了侵略性, 放在以往, 雪家大小姐可不是她能够染指的。 可是现在雪家被灭, 而雪灵瑶刚好被她追到, 那她自然不会放过雪灵瑶。 如此美人人, 要是直接杀了, 那多可惜。 大哥, 等你想用完, 是不是也让兄弟们乐乐乐乐? 要是能够玩一次赤云周第一美女, 就算是折兽几百年也值得啊。 一群追杀者放肆地大笑着, 雪灵瑶仿佛已经被她们压在胯下似的。 赤云周第一美女, 对她们都有莫大的吸引力。 可惜上面要雪灵瑶死, 那她们自然不敢留着雪灵瑶的命, 可是在杀雪灵瑶之前, 她们肯定都能够好好地爽一下。 大小姐, 走啊, 快走, 雪家的八位舞者如同风了一般, 冲向了那群追杀者。 她们都是看着雪灵瑶长大的, 自然无法忍受那些追杀者的话语。 被雪灵瑶称作周熟的, 更是使用全身力量, 将雪灵瑶推了出去。 她们八位就像是血肉城墙, 誓死也要挡住所有的追杀者。 若是今日不死, 来日我必定为你们报仇, 冰凉的泪水, 划过雪灵瑶的脸颊, 可是现在她只能咬紧牙关, 头也不回地逃命。 她取出一枚枚可以加快速度的浮转, 以最快的速度, 向着燕云周万福宗的方向飞奔。 赤云周和燕云周相邻, 万福宗则是燕云周最强的三大四品势力之一。 燕云周的四品势力, 自然远远不止三个, 可是只有两大四品势力, 可以和万福宗相提并论, 其他的四品势力, 就比不上万福宗了。 雪家家主和万福宗一位长老交情不错, 那位长老曾经到过雪家, 并且发现雪灵瑶在福道上的天赋极高。 那位长老当时叫了雪灵瑶一段时间, 也被雪灵瑶的天赋震惊到了, 要不是雪灵瑶舍不得雪家, 恐怕早就是万福宗弟子了。 好在雪家家主答应, 等雪灵瑶到十八岁后, 便准许雪灵瑶前往万福宗。 雪灵瑶身上的福传, 有他自己炼制的, 也有万福宗长老赠送给他的。 雪家大小姐, 你不要逃了, 乖乖就范吧。 有八位天兵境巅峰武者使用密法拼命阻拦, 那群追杀者也是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然而, 为首的天江境武者, 还是追了上来。 境界的差距太大, 即便雪灵瑶使用加速福转, 也是无法逃离他的魔爪。 我知道你有福转, 可惜你境界太低, 没有半分战胜我的可能。 拳脚无眼, 要是伤了你, 我可是会心疼的。 他肆意地迎笑着, 一双眼睛不断递在雪灵瑶的苏兄上瞄着。 在他看来, 拿下雪灵瑶, 心而易举, 赤云周那么多年青才俊, 都想得到雪灵瑶, 没想到竟然让他得逞了, 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会有如此美好的一天。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你如意。 雪灵瑶将所有攻击的福转, 全都是拿了出来, 然后全部激活。 即便是天兵敬武者, 恐怕都要被他杀死。 可惜, 那位天将敬武者根本不在意, 仅仅是一掌拍出, 便是粉碎了他的所有攻势。 他在那位天将敬武者面前, 真的是没有半点反抗能力。 在我面前, 你就算是想死, 恐怕也做不到。 那位天将敬武者陡然击射而出, 瞬间便是来到了雪灵瑶的面前。 他的双手连连拍出, 哪怕雪灵瑶不断倒退, 他的掌印, 也是拍在了雪灵瑶的身上。 足足八道掌印, 便是将雪灵瑶彻底制住, 就算雪灵瑶想要自杀都不行了。 虽然雪灵瑶身上的福转, 有解开封印的, 但需要时间。 而且, 那位天将敬武者已经向着他走了过来, 就算他破开封印, 结果也就是再度被封印而已。 你别想着咬蛇自尽, 否则你就算死了,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身体。 本来准备咬蛇自尽的雪灵瑶, 却是脸色大变, 没想到那位天将敬武者竟然如此变态。 他是真的绝望了, 以他的实力, 根本不是天将敬武者的对手。 现在雪家已经覆灭, 根本不会有人来救他。 就算是死, 他也没那么惧怕, 可是他不想在死前饱受摧残。 怎么会有虚空风暴? 让雪灵瑶惊喜的是, 那位天将敬武者的头顶, 有着一团虚空风暴降下。 不管是天人敬武者, 还是天将敬武者, 遇到虚空风暴, 都是死路一条。 若是那团虚空风暴降下, 不仅那位天将敬武者要死, 他同样会死。 或许, 同归于尽, 便是最好的结果了。 啊, 哪里来的虚空风暴? 混蛋, 那位天将敬武者惊恐地大叫着,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虚空风暴已经将他淹没。 雪灵瑶笑了, 他知道那位天将敬武者死定了, 即便不久之后, 他也会被虚空风暴淹没, 他也不在乎了。 然而, 虚空风暴并没有将他淹没, 而是缓缓地消散了。 与此同时, 他看到一道身影坠落,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他大着胆子走了过去, 若是那位天将敬武者没死的话, 他肯定会补上几刀。 第五章雪灵瑶, 你们杀我雪家那么多人, 要是你不死, 我就亲手杀了你。 以前的雪灵瑶非常善良, 很少杀人, 可是现在雪家覆灭, 让他看清了现实的残酷。 保护他的族中长辈, 一个接着一个被杀, 先前八位天兵竟巅峰长辈, 更是施展秘法, 给他制造逃命的机会。 如果不是虚空风暴突然出现, 他的下场肯定极为悲惨。 死亡, 对他而言, 恐怕都是一种奢求, 先前那群追杀者的对话, 他自然听得清清楚楚, 不仅为首的天将近武者想要得到他的身体, 其他追杀者同样想得到他。 他已经使用符传, 破开体内封印, 虽然他只有天人近巅峰, 但对付一位失去知觉的天将近武者, 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雪家之所以灭族, 便是和一件地品兵器有关。 雪家家主和别的武品势力之主前往上古一击探险, 得到了一柄血神刀。 后来, 不知道是谁, 将消息传到了雪刀盟。 雪刀盟盟主派人前往雪家, 说是少盟主要迎娶雪灵瑶, 而雪神刀便当嫁妆。 雪刀盟少盟主是什么人, 雪家家主自然早有耳闻, 他当然不会同意。 本来, 雪家家主还想求助别的势力, 可惜雪刀盟动作太快。 他刚刚拒绝, 雪刀盟便联合其他武品势力, 将雪家移为平地。 作为四品势力, 雪刀盟自然不缺天将敬武者。 想要晋升为四品势力, 最差都得拥有天王敬武者。 而雪刀盟还不是比较弱的四品势力, 因为雪刀盟拥有天君敬强者。 有天君和没天君的四品势力, 完全是两个层次的, 更何况雪刀盟还不止一位天君。 对雪刀盟来说, 雪家只是一个很小的势力罢了, 灭掉雪家自然不算什么。 之所以联合其他武品势力, 只是懒得派遣那么多武者前去罢了。 雪家那些长辈之所以让雪灵瑶别报仇, 便是因为雪刀盟太过强大, 不是雪灵瑶能够对付的。 现在雪神刀,便是在雪灵瑶的手中, 虽然他无法发挥出地品兵器的全部威能, 但仅仅以雪神刀的锋利, 杀死昏迷的天将近武者, 便不会有什么问题。 以后他肯定还要杀很多人, 雪家那么多人自然不能白死, 现在便当成他复仇的第一步吧。 怎么回事, 他是谁, 就在雪神刀距离地上那的男人 只有一尺距离的时候, 雪灵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躺在地上的是个少年, 他浑身染血, 衣衫破碎, 就像是一块快破布粘在身上, 根本就不是先前那位天将近武者。 虚空风暴已经将那位天将近武者的身体绞碎, 连扎都不剩。 他是从虚空风暴里面掉出来的, 难道说他无意间闯进虚空风暴, 而且还活着出来了? 尽管灵道的伤势很重, 但他毕竟还活着, 雪灵瑶能够感受到他强有力的心跳。 灵道的岁数应该不大, 境界也只是在天人境前期。 雪灵瑶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灵道能够活下来, 要知道先前那位天将近武者可是片刻间就死掉了。 雪灵瑶之所以能够看出灵道的境界, 便是因为灵道在昏迷中, 突破到了天人境前期。 也是在他昏迷的时候, 天界的天地灵气和本源力量, 对他的身体进行了彻彻底底的洗礼。 一般而言, 从剑神大世界到天界的武者, 会慢慢地将自身的天地灵气和本源力量, 转化为天界的。 剑神大世界的天地灵气和本源力量, 自然比不上天界的。 正因为这样, 那些年轻天才到了剑神大世界后, 实力才有所下降。 天界的灵气和本源, 品质极高, 本来这个转化过程需要一段时间, 灵道也算因祸得福,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转化过来了。 到底该不该救他, 我的速度本来就慢, 要是带上他, 我还有希望逃到万福宗吗? 灵道深受重创, 按照雪灵瑶的估计, 没有半年的休养, 恐怕是无法恢复过来。 他现在是在逃命, 要是带上灵道这么个累赘, 肯定很容易被那群舞者追到。 可是, 如果他不救灵道的话, 荒郊野外的, 灵道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不管怎么说, 你也算是间接地救了我一命, 就当是报恩吧。 最终, 雪灵瑶咬咬了咬牙, 也不顾灵道身上的脏乱, 直接将灵道背了起来。 如果没有虚空风暴降临, 那位天将近舞者就不会死, 那他肯定要遭受百般摧残。 先前的虚空风暴, 声势太小, 恐怕就是因为灵道的坠落, 才带下来一小部分的虚空风暴。 雪灵瑶并没有发现, 灵道身上的伤口,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他现在只想着逃命, 尽快赶往万福宗。 若是连他也死了, 那雪家的大仇, 就真的没人能报了。 万福宗的综合实力, 要高过雪刀蒙一筹, 要是成为万福宗核心弟子, 以后还是有可能报仇的。 不行了, 必须休息一下, 始终以最快速度飞奔, 真气的消耗, 也是极为惊人的。 可惜, 他掌握的兵之本源, 没法加快速度。 天界的虚空, 比剑神大世界稳固太多, 哪怕是天人境巅峰舞者, 也只能贴地飞行。 好在天兵境舞者和天将境舞者也是如此, 这样一来, 雪灵瑶就不用担心, 有人站在高空上窥视他们。 他将灵道放下, 让他靠在大树上, 然后为了灵道一粒疗伤丹药, 便是修炼了起来。 在他想来, 灵道短时间内不会醒来, 因此他根本没怎么关注灵道的情况。 什么时候到万福宗, 什么时候才安全, 他自然不敢有半点懈怠。 现在的他, 不是为自己活着, 而是为雪加上上下下而活。 深夜, 修炼中的雪灵瑶, 根本没有注意到, 灵道的眼瞼颤动了几下。 在虚空风暴内, 灵道的身体, 一次又一次重伤。 可是由于莲池圣水的效用, 使得他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地恢复。 当然, 他的肉身自愈能力, 本身就是极强。 糊里糊涂的, 他便是已经脱胎换骨, 肉身强度比起以前起码提升了一倍。 即便在他昏迷的时候, 蛮荒诸仙境也是在自行运转。 不管是天地灵气, 还是本源力量, 甚至就连虚空风暴内的能量, 他的身体都吸收。 我竟然突破到天然静了, 能够大难不死, 已经是运气, 没想到醒来后, 还发现各个方面都有所提升, 自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虽然这一次到天界出了意外, 但他依然还活着, 只要活着, 那便一切都好。 只是当他睁开眼睛, 看到不远处坐着的雪灵瑶时, 明显地愣住了。 难道我没有苏醒, 而是在做梦, 银色的月光下, 雪灵瑶盘膝而坐, 就像是嫦娥下凡一般。 灵道见过的美女已经不少, 然而她不得不承认, 雪灵瑶不比千惠蝶舞她们差, 尤其是那种圣洁的气息, 将她衬托得宛若女神一般, 可远观而不可亵渎。 反正是做梦, 灵道自然不用担心什么, 直接走过去, 伸手在雪灵瑶的脸上捏了一下。 不得不说, 灵道的恢复能力, 实在是太过变态。 如果是别的天人敬舞者, 受到她那样的伤势, 半个月内都别想自由行动。 手感真不错, 谁? 修炼中的雪灵瑶陡然惊醒, 直接伸出如玉的手掌, 向着灵道拍了过来。 灵道倒是没有在意, 做梦就算被击中, 也没多大事情。 然而, 很快灵道便是明白自己误会了, 雪灵瑶的手掌打在她的胸口, 让她感受到了一阵阵撕裂般的疼痛。 她的伤势, 毕竟没有完全恢复, 而雪灵瑶又是天人境巅峰舞者, 即便是仓促肩出手, 也是不容小觑。 灵道的身体倒飞了出去, 将她身后的鼓术撞断, 才停了下来。 雪灵瑶看到是灵道后, 则是糊涂了起来, 重伤成那个样子的灵道, 怎么恢复过来的? 她为灵道的疗伤丹药, 效果不可能有那么好吧。 竟然不是做梦, 究竟是怎么回事? 灵道摸了摸胸头, 然后便是向雪灵瑶询问道, 就连她自己都怀疑, 是不是用做梦为借口, 故意摸雪灵瑶的脸。 好在雪灵瑶还在想 为什么她能够恢复得这么快, 并没有注意到她心虚的表情。 你能够自己走路了, 那么重的伤, 怎么可能这么快恢复? 不管是雪灵瑶, 还是灵道, 都是有着诸多疑问。 灵道解释说, 自己曾经服用过天才地宝, 肉身恢复力远超寻常舞者。 雪灵瑶没有深究, 毕竟她和灵道不熟, 灵道的秘密, 她自然不会多问。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反正你是从虚空风暴里掉下来的。 雪灵瑶没有说灵道救她的事情, 先前灵道摸她的脸, 她便是觉得, 灵道是个流氓, 不是什么好人。 要是灵道侠恩图报, 救命之恩, 她还真不知道怎么偿还, 毕竟雪家已经覆灭, 她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雪家大小姐。 糟糕, 有人过来了, 忘了告诉你, 我正在被别人追杀,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是一群比我境界还要高的舞者。 就在灵道想要询问他们所在的地方时, 雪灵瑶脸色一变, 因为她已经听到了脚步声。 她来不及跟灵道解释太多, 只能示意灵道赶紧逃命。 灵道比她的境界还要低, 自然不可能是那群舞者的对手。 第六章本少爷看上她了, 你现在已经恢复行动能力, 那你就自己逃命吧, 他们要杀的是我, 应该不会为难你。 雪灵瑶只是天人境巅峰舞者, 自然没有把握从那些天兵境舞者 和天将境舞者手底下逃命。 要是灵道还在昏迷中, 她肯定会带着灵道, 因为将灵道留下, 灵道指不定就被什么凶兽吃了。 可是灵道能够走动, 以她天人境前期的境界, 根本不怕什么寻常凶兽。 要是灵道跟着她, 被那群追杀者当成雪茄子壁, 那灵道反而没有活路。 雪灵瑶身上的福转, 越来越少, 尤其是圣下的福转, 仅仅只有一张福转, 是万福宗长老留给她的, 剩余的都是她自己炼制的。 她毕竟只是天人境巅峰舞者, 哪怕在福道上的天赋极为惊人, 炼制的福转也是不如万福宗长老给的。 恐怕不行, 有强者已经看到我们了, 灵道皱了皱眉, 倒不是因为那群追杀者, 还是因为雪灵瑶被一群舞者追杀, 雪灵瑶竟然还在荒郊野外生活, 甚至专心修炼。 难道雪灵瑶不知道, 她这样做, 很容易引来追杀者吗? 杜书兄大无脑, 难道是因为雪灵瑶的胸太大? 她忍不住看向了雪灵瑶的苏兄, 双风挺立, 波涛汹涌。 号称赤云周第一美女的雪灵瑶, 身材自然不差。 其实, 并非雪灵瑶美脑子, 而是她身为雪家大小姐, 从小养尊处优, 真的没有过逃命的经历。 她以为逃得已经够远, 而且只要恢复好, 便可以继续赶路。 不可能, 我都没有看到, 你怎么可能看得到? 以雪灵瑶天人静巅峰的修为, 仅仅只是听到脚步声, 而灵道仅仅天人静前席, 却说看到了追杀者, 她自然不信。 可是, 仅仅片刻后, 雪灵瑶便是看到有天兵静舞者追了过来。 现在追上她的, 并不是白天那些舞者, 而是另外一批。 血刀蒙图灭雪家, 还让其他武品势力出力, 追杀雪灵瑶的事情, 那些武品势力的舞者自然极为用心。 血刀蒙要的是雪灵瑶的脑袋, 在砍下雪灵瑶脑袋之前, 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得到雪灵瑶的身体。 走, 他们人多是重, 我不是对手, 雪灵瑶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直接拉着灵道的手, 便是飞奔了起来。 她的速度, 本来就不如那群追杀者, 现在又带上一个灵道, 自然更慢。 可是, 灵道算是她的救命恩人, 即便灵道是得流氓, 她也不能放下灵道不管。 你能跟我说下情况吗? 为什么他们要追杀你? 从昏迷中醒来, 便是看到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孩, 本来以为运气不错, 没想到转眼间就开始逃命了。 那群追杀者起码有八人, 连境界最低的, 都是天兵境。 就算灵道能够跨境界杀敌,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的家族被一个四品势力联合一众五品势力剿灭了, 现在他们要斩草除根。 却神刀的事情, 雪灵瑶自然不会告诉灵道, 毕竟她和灵道不熟, 谁知道灵道会不会起什么改心。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间, 她自然是长话短说, 好在灵道已经明白大概情况。 前世灵道所在的家族灵家, 就是四品势力, 她当然知晓五品势力和四品势力的差距有多大。 对了, 你是哪里人, 是云州还是燕云州, 你知道万福宗吗? 雪灵瑶可没有去过万福宗, 她只有地图。 以前还有其他雪家长辈带着她走, 现在让她独行, 她真担心迷路。 若是灵道认识路的话, 就在好不过, 雪灵瑶自然不可能想到, 灵道是从剑神大世界上来的, 当然她也不知道什么剑神大世界。 不知道, 我并非赤云州和燕云州的, 只是不小心遇到虚空风暴, 等我醒来, 就到这里了。 赤云州和燕云州, 灵道听都没有听说过, 自然不知道什么万福宗。 雪灵瑶的眼中, 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看来只能依靠地图。 从未出过远门的她, 要是迷路, 那可就真惨了。 唯有感到万福宗, 她和灵道才能保命。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竟然还有心情闲聊, 真当我们是摆设吗? 一位天兵敬舞者出现在了雪灵瑶和灵道的前方, 他们两位的后方, 则是有着八位天兵敬舞者追了上来。 九位天兵敬舞者已经将雪灵瑶和灵道包围, 他们唯有打败或者杀死九位天兵敬舞者, 才有可能活命。 挡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位天兵敬后期舞者, 另外八位则是有三位天兵敬中期和五位天兵敬前期。 而雪灵瑶和灵道, 一个天人敬巅峰, 一个天人敬前期, 怎么看也不是他们九位天兵敬舞者的对手。 尤其是为首的天兵敬后期舞者, 还掌握着风之本源, 速度比雪灵瑶快出一大截。 抱歉,连累你了。 雪灵瑶歉意地说道, 如果灵道不是跟他在一起, 而是被别人救走, 肯定不会被这群天兵敬舞者追杀。 没事, 要不是你救我, 恐怕我已经死了。 灵道耸了耸肩, 无所谓地说道, 他和雪灵瑶不一样, 作为雪家的掌上明珠, 雪灵瑶没受过什么苦。 可他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危机, 甚至连道军都要杀他, 那样大的阵仗都见识过, 自然不怕九位天兵敬舞者。 则则, 我还以为咱们赤云州第一美女有多圣洁, 没想到都到了这个时候, 竟然还和一个男人勾勾搭搭。 为首的天兵敬后期舞者看到灵道和雪灵瑶牵在一起后, 便是阴阳怪气地说道, 雪灵瑶可以说是赤云州很多年轻舞者的女神, 就连他也不意外, 现在看到雪灵瑶竟然和灵道拉拉扯扯, 他当然是羡慕嫉妒恨。 大哥, 等一下我们杀了那小子, 然后便将咱们赤云州第一美女送给你玩。 其中一位天兵敬前期舞者迎笑着说道, 为首的天兵敬后期舞者立马肆意地大笑了起来, 他们辛辛苦苦追杀雪灵瑶, 不就是为了得到雪灵瑶的身体吗? 现在好不容易遇到雪灵瑶, 他们怎么可能直接杀了雪灵瑶? 雪灵瑶尴尬地看了灵道一眼, 然后便是松开了灵道的大手。 灵道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然后便是暗中传音, 询问雪灵瑶有哪些武品势力追杀他? 反正已经被追上, 想要再度逃走, 明显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是王家的, 还有阎武宗以及寒冰楼, 都对我雪家下手了, 剩下的我就不清楚了。 即便是暗中传音, 说起王家, 阎武宗和寒冰楼的时候, 雪灵瑶也是紧紧地咬着牙。 王家以前和雪家的关系, 其实还不错, 可是竟然帮着血刀蒙覆灭雪家。 至于阎武宗和寒冰楼, 本来就和雪家关系不怎么样? 我想各位误会了, 其实我是阎武宗弟子, 只是我境界不如他, 只能想办法骗取他的信任, 然后再刺激下手。 灵道急忙远离雪灵瑶, 仿佛生怕雪灵瑶要对付她似的。 雪灵瑶只是没什么社会经验, 而并非真的愚笨。 灵道根本对燕云洲和赤云洲完全不了解, 先前就特地问他哪个势力在对付雪家。 现在灵道说他是阎武宗弟子, 自然是为了骗取那九位天兵进武者的信任。 李说你是阎武宗弟子, 难道我们就会信? 李当我们是傻子不成, 为首的天兵进后其武者冷冷地瞥了灵道一眼, 压根没将灵道放在心上。 一位天人进前其武者, 他随手可杀, 炎武宗和王家的关系, 向来不好。 不管灵道是真的炎武宗弟子, 还是假的炎武宗弟子, 他都不会放过灵道。 我炎武宗的天将进强者很快就到, 若是你们杀了我, 恐怕也活不了。 说话的同时, 灵道更是以原始本源演化火之本源, 灼热的气息散发了开来, 使得整个场中的温度, 都是缓缓地升高。 一株株骨树干枯, 就连地面都是均裂了开来。 既然叫炎武宗, 想来和火之本源有关, 那他只能抱着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心态试试。 想让我们相信你, 你总得拿出点证据吧。 他们九位都只是天兵进武者, 要是天将进武者前来, 杀他们真的不费事。 灵道表情镇定, 眼神没有半分慌乱, 根本不像是撒谎的样子。 说实话, 即便是为首的天兵进后期武者, 都是有点心虚, 更别说其他八位天兵进武者。 你们既然要杀我, 那便动手吧。 雪灵瑶不知道灵道到底要做什么, 可他不想灵道穿帮, 故而直接对那八位天兵进武者动手。 本来为首的天兵进后期武者还想继续问灵道的, 可是现在, 只能先出手拿下雪灵瑶。 反正在他看来, 仅仅只有天人进前期的灵道, 根本玩不出什么花样。 本少爷警告你们, 要是伤了他一根汗毛, 等我言武宗天将进强者赶到, 必然饶不了你们。 灵道副手而立, 以他的境界, 应该不会前来追杀雪灵瑶, 毕竟在别人看来, 他连雪灵瑶都打不过, 更别说是和雪灵瑶的长辈交战。 他现在只能装成颜武宗的大人物, 吓唬一下王家的九位天兵进武者。 你们一群蠢货, 只知道洞粗, 本少爷要得到他的心。 眼看就要成功, 没想到你们竟然破坏了我的好事。 第七章惨烈血拼, 你要是再废话, 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舌头。 其中一位天兵进中旗武者恶狠狠地说道, 其实他心里已经相信, 灵道就是颜武宗弟子, 而且身份肯定很高。 要不然, 就以灵道那天人进前旗的本事, 哪里敢对他们一群天兵进武者大吼大叫, 甚至是出言威胁。 灵道都说, 颜武宗有天将近强者很快就到, 要是他说假话, 肯定很快就会穿帮。 然而, 即便相信他是颜武宗弟子, 王家的九位天兵进武者也不会怕他。 王家和颜武宗综合实力差不多, 等拿下雪灵瑶后, 他便要将雪灵瑶带走, 就算颜武宗天将近强者赶到, 肯定也找不到他们。 速战速决, 拿下, 为首的天兵进后其武者大手一挥, 八位天兵进武者便是全都向着雪灵瑶冲了过去。 雪灵瑶的注意力, 自然释放在为首的天兵进后其武者和另外三位天兵进中其武者身上。 剩下的五位天兵进前其武者, 可以稍后解决。 雪灵瑶毕竟是年轻天才, 跨越一个境界, 对付天兵进前其武者, 自然没有问题。 可惜, 他修炼的功法不行, 若是他修炼必经, 那么就算堂堂正正地和为首的天兵进后其武者对决, 他都有可能取胜。 他的战斗经验倒是不少, 可是生死决战并没有怎么经历过。 好在有福转能够帮他弥补这方面的劣势。 他还有最后一枚万福宗长老留下的福转, 一旦激活, 杀死天兵进后其武者, 恐怕都没有问题。 可惜, 白天的时候, 遇到的那群追杀者当中, 天将进武者太多。 哪怕他使用这枚福转, 也是没用, 对付天兵进后其武者, 已经是极限。 倘若用来对付天将进武者, 并多是让天将进武者吃个小亏, 根本没有多大用处。 寒冰绝杀, 雪灵尧以最快速度, 冲向了为首的天兵进后其武者。 那三位天兵进中其武者则是追了上来, 恰恰是雪灵尧想看到的。 剩下的五位天兵进前其武者, 倒是没怎么在意, 在他们看来, 一位天兵进后其武者再加上三位天兵进中其武者, 拿下雪灵尧绰绰有余, 一根根寒冰凝结而成的长矛, 向着为首的天兵进后其武者刺了过去。 可惜那位天兵进后其武者仅仅是不断挥拳, 便是粉碎了一根根寒冰长矛。 境界的差距摆在那里, 不是雪灵尧能够无视的。 如果灵道是天人进巅峰, 对付那位天兵进后其武者或许就没有问题了。 雕虫小记, 也敢在我面前献丑, 你还是乖乖就饭吧, 要是不小心在战斗中毁了戎, 我可就对你没兴趣了。 三位天兵进中其武者仅仅是站在了其他三个, 他们仅仅是为了防止雪灵尧逃走。 反正雪灵尧不可能是天兵进后其武者的对手, 他们要是出手, 或许还有可能引起那位天兵进后其武者的不满。 此吧, 就在雪灵尧距离为首的天兵进后其武者不足一丈距离的时候, 陡然激活了万福宗长老留给他的最后一枚福转。 一根根寒冰长毛凝聚而成, 只是比起雪灵尧以自身兵之本源凝聚的寒冰长毛锋利的多, 威力也大得多。 为首的天兵进后其武者实在是太大意, 根本没有注意雪灵尧的小动作。 他依旧认为, 现在的寒冰长毛和先前的寒冰长毛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 当他的双拳砸在一根寒冰长毛上的时候, 他便是感觉到了拳头一阵剧痛, 紧接着他的拳头便是爆碎了开来。 与此同时, 一根根寒冰长毛刺向了他的身体, 围经面前, 他的速度也是暴涨, 想要避开。 但是, 寒冰长毛的速度太快, 一根又一根刺进了他的身体, 然后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一个葛血窟窿。 他死死地睁大双眼, 没想到竟然会死在雪灵尧手里。 大哥, 另外三位天兵进中其武者惊呼一声, 其中一位天兵进中其武者冲向了为首的天兵进后其武者尸体, 另外两位天兵进中其武者则是纷纷对雪灵尧出手。 雪灵尧的福转威能,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 剩下的寒冰长毛, 依旧是重创了其中一位天兵进中其武者。 万福宗那位长老极为欣赏雪灵尧, 留下的福转, 也是和兵之本源有关, 好让雪灵尧使用。 现在雪灵尧利用最后一枚福转, 杀死一位天兵进后其武者, 重创一位天兵进中其武者。 可惜, 还剩下两位天兵进中其武者和五位天兵进前其武者, 他依旧没有什么胜算。 我现在和他们拼了, 你赶紧逃吧, 能逃多远逃多远, 记住, 以后不要去赤云州。 雪灵尧明白, 今日恐怕难逃一死, 他只能传音给灵道, 让灵道逃命。 虽然灵道是个流氓, 但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 反正他都要死了, 不如给灵道一个逃命的机会。 让他未知细节的事, 灵道竟然点了点头, 头也不回地逃跑了。 不是应该英雄救美吗? 他就这样抛弃我了, 太不像话了吧。 他不禁回想起以前追求他的那些年轻人, 平日里信誓旦旦地说可以为他上刀山下火海。 可是雪家灭门的时候, 那些年轻人一个都没来, 甚至王家家主的儿子, 亲自参与了覆灭雪家的行动。 灵道和他认识还不到一天, 现在逃走, 实属正常。 再说, 他传音给灵道, 不就是希望灵道能够活命吗? 反正已经不想活, 雪灵摇下手, 自然是不再留情。 甚至, 他还取出了血神刀, 尽管他的刀法并不怎么样, 但地平兵器的锋利, 依旧让剩下的两位天兵镜中其武者忌惮不已。 当然, 忌惮归忌惮, 他们联手依然可以占据上风。 一番血战, 两位天兵镜中其武者都是受伤颇重, 好在雪灵摇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两人对视了一眼, 都是远远地退后, 和先前那位遭受重创的天兵镜中其武者坐在一起。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消耗雪灵摇, 打伤雪灵摇, 剩下的便交给其他五位天兵镜前其武者解决。 雪灵摇浑身是血, 右手持血神刀, 左手取出一枚枚符转, 不要钱般地洒出。 反正都要生死了, 留着符转自然没什么用。 正因为如此, 那五位天兵镜前其武者虽然占据上风, 但想要拿下他, 不费一番功夫是不行的。 一次又一次交锋, 雪灵摇的伤势越来越重。 好在那五位天兵镜前其武者, 不管是谁, 被他劈上一刀, 都要血液四剑。 地品兵器的锋利, 王家的八位天兵镜武者都是亲眼看到了, 他们的眼中, 都是闪过了一抹贪婪。 要是能够得到地品兵器雪神刀, 他们的实力, 绝对能够提升一个层次。 即便是交给王家家主, 他们也能够得到重赏。 不管是为了得到雪灵摇, 还是雪神刀, 他们都得全力以赴。 只要不是重伤, 依旧要和雪灵摇动手, 雪家大小姐, 你连站都站不稳了, 难道还要和我们动手吗? 其中一位天兵镜前其武者讽刺道, 先前雪灵摇被他击退, 连连退后了十三步, 才稳住身形。 现在的雪灵摇就像是狂风暴雨中的一片叶子, 不管是风还是雨, 都能对他造成无情冰冷的打击。 剩下的天兵镜武者也是笑了起来, 总算是快拿下雪灵摇了。 就算他们全部受伤, 只要能够得到雪灵摇的身体, 能够得到地品兵器雪神刀, 一切都是值得的。 唯独可惜的, 便是阎武宗的那个少年跑了, 要是阎武宗的天将近强者赶过来, 他们恐怕救得不到雪灵摇和雪神刀了。 还跟他废话什么, 赶紧出手, 要不然我们将人刀两空。 坐在远处的一位天兵镜中旗武者提醒道, 他们三位伤势最重的, 连一成实力都发挥不出来了。 就算是其他两位, 也顶多发挥出三四成实力。 等阎武宗的强者赶到, 不仅雪灵摇和雪神刀要被抢走, 恐怕他们的命都保不住。 此时, 他们当中有一位, 已经悄悄地向着雪灵摇走去。 爹、娘、女儿也要下来陪你们了。 雪灵摇轻声说道, 现在已经走到绝路, 他能够做的, 便是自曝。 要是落到王家这些天兵镜武者的手里, 他的下场, 肯定彼此还要踩。 要是自曝的话, 还可能让离他比较近的五位天兵镜前旗武者陪葬。 想自曝是吧, 可惜你做不到, 先前那位偷偷靠近雪灵摇的天兵镜中旗武者, 突然出现在了雪灵摇的身后, 一掌拍在了雪灵摇的后背。 他早就猜到, 最后关头, 雪灵摇会想着自曝。 现在他一掌震散雪灵摇体内的本源, 短时间内, 雪灵摇根本没法自曝。 本少爷先前所说的话, 你们没听到是吧, 现在我延武宗的天将镜强者已经赶来, 你们的死骑到了。 领到大摇大摆地向着雪灵摇和王家的天兵镜武者走了过去, 先前他只是藏了起来, 准备在关键时刻出手。 可惜, 雪灵摇已经打算自曝, 他只好改变计划。 不管怎么说, 雪灵摇都是救了他一次, 他自然不可能看着雪灵摇被杀死。 什么, 延武宗的天将镜强者到了, 该死, 我们怎么这么倒霉, 现在就算想逃, 恐怕都来不及了。 第八章强势出手, 他怎么回来了? 雪灵摇当然知晓灵道根本不是什么延武宗弟子, 现在灵道回来, 和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灵道回来救他, 就算没有成功的可能, 他也是觉得灵道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 然而, 理智上来说, 灵道的做法是错误的。 灵道的谎言, 或许能骗到王家的天兵镜武者, 可顶多也就只能欺骗片刻, 对大局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只要等下没有延武宗的天将镜强者赶来, 那灵道的谎言, 便是不攻自破, 就连雪灵摇都觉得灵道的想法太天真。 小子, 你最好不要骗我们, 否则等下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远处, 和雪灵摇血战受伤的天兵镜终其武者, 冷声说道, 灵道耸了耸肩, 不仅不在乎他的威胁, 反而是龙行虎步, 向着他走了过去。 反正他已经说延武宗天将镜强者很快就到, 自然要装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让我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灵道走到那位天兵镜终其武者身前, 话音还没有完全落下, 便是陡然出拳了。 延武宗有天将镜武者即将到来, 自然是谎言, 他现在要做的, 是打死那位天兵镜终其武者。 一开始没有出手, 他就是担心引起王家天兵镜武者们的注意。 他只有天人镜前旗, 不出手的话, 别人根本不会在意他。 可是一旦出手, 他的战力便会暴露, 就算他再能跨境界杀敌, 和全盛时期的天兵镜终其武者交战, 也是不可能获胜。 现在王家的天兵镜后旗武者身死, 三位天兵镜终其武者一个重伤, 另外两个伤势也不轻, 正是领导出手的好时机。 突破到天人镜后, 领导的肉身力量, 也是直接暴涨到一千条飞龙之力。 就算是王家的五位天兵镜前旗武者, 单单论肉身力量, 也是比不上领导。 更何况, 领导还使用了九转蛟龙镜, 肉身力量暴涨到了原来的六倍。 就算是死去的那位天兵镜后旗武者, 也就六千条飞龙之力。 如果那位天兵镜终其武者没有受伤还好, 现在一身实力只能发挥出三四成, 领导又是突然出手, 他自然无法抵挡。 谁都是没有料到, 领导竟然会突然出手。 找死, 那位天兵镜终其武者的第一反应, 便是领导找死, 就算他受创不清, 也不是区区天人镜前旗武者能够对付的。 可是当他抬手抵挡领导双拳的时候, 便明白自己错了, 而且大错特错。 领导肯定隐藏境界了, 绝对不止天人镜前旗。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紧紧一拳, 领导便是打碎了那位天兵镜终其武者的手骨。 已经占据绝对优势, 领导自然不会放弃大好机会, 他左手抓住那位天兵镜终其武者的肩膀, 右手则是一拳接着一拳, 轰在了那位天兵镜终其武者的胸口。 我, 我肯定是眼花了吧, 幻觉, 幻觉, 一定是幻觉, 王家的其他七位天兵镜武者, 全都是神色呆滞, 天兵镜终其武者被天人镜前旗武者暴打, 别说没有看过, 连听都没有听过。 尤其是领导那种凶残的态势, 促食拳下去, 一位天兵镜终其武者就被他活活打死了。 什么时候, 天人镜前旗武者这么厉害了? 难道真是我孤陋寡闻? 别人或许会怀疑灵道的境界, 雪灵瑶则不会, 因为他就灵道的时候, 灵道突破没多久, 散发的气息不会有错。 本来他觉得灵道回来是送死, 可是看到灵道打死一位天兵镜终其武者后, 他的双眼又是恢复了神采, 或许他还是有希望活命的。 还愣着干什么, 咱俩联手, 杀了他们, 要不然死的就是我们。 灵道传音给雪灵瑶, 然后便是向着另外一位遭受重创的天兵镜终其武者杀了过去。 他被寒冰长矛重创, 只剩下一成战力, 比起被灵道杀死的天兵镜终其武者还不如。 现在看到灵道要对他出手, 他自然是连连后退。 这天大手印, 锦绣山和朱天星辰, 全都是向着那位遭受重创的天兵镜终其武者镇压了过去。 雪灵瑶得到他的提醒, 自然也是不敢怠慢, 当即便是和身边的天兵镜终其武者大战了起来。 剩下的五位天兵镜前旗武者, 看了看雪灵瑶, 又看了看灵道, 然后兵分两路。 其中两位天兵镜前旗武者杀向了灵道, 剩下三位天兵镜前旗武者则是和雪灵瑶站在了一起。 不管是雪灵瑶, 还是王家的那些天兵镜武者, 经历过先前的血战, 都是极为疲累。 唯有灵道养精绪锐到现在, 龙精虎猛, 气势惊人。 没想到我竟然会死在一个天人镜前旗小背手中, 简直是耻辱啊。 遭到寒冰长矛重创的天兵镜中旗武者, 已经明白难逃一死, 只能施展出最强杀招, 想要在死前给灵道造成极大的伤害。 他没法拉灵道垫背, 可是王家的其他天兵镜武者可以杀死灵道, 帮他报仇。 你们一定要为我报仇, 一定要。 他的双手仿佛煮熟了一般, 散发着滚滚热气, 通红的皮肤像是要裂开一般。 他掌握的也是火之本源, 而是第四个层次, 现在碎裂本源星辰, 将所有本源力量聚集到双手之上, 施展出最厉害的掌法, 便是要拼死一搏。 要是让他们联手, 肯定会给我造成极大的麻烦。 灵道的眼中, 闪过一丝胸利, 随后便是任由那位天兵镜中旗武者的双掌, 拍在自己的胸口上。 他要做的, 便是以伤患命, 胸口被拍中的同时, 他的拳头已经打穿了那位天兵镜中旗武者的肉身, 一拳毙命。 然而, 他的胸口, 也是留下了一道极深的掌印。 好在他的肉身恢复能力惊人, 对别人来说, 这样的伤势起码要休养促天, 才能恢复。 可是对他来说, 仅仅片刻便是恢复了过来。 只是, 莲池胜水越来越少, 以后他恐怕就无法指望莲池胜水了。 两位天兵镜前旗武者, 来吧, 和我一战, 就算是全盛时期的天兵镜前旗武者, 现在的灵道也是不惧, 更何况是两位受伤的。 他们虽然是天界武者, 但修炼的功法, 也就是人品、 地品, 和灵道修炼的蛮荒诸仙镜, 根本没法比。 如果他们修炼的同样是底精, 那灵道就没有战胜他们的把握了。 可惜, 雪灵瑶那边的情况, 并不是很好。 灵道不仅要杀死眼前的两位天兵镜前旗武者, 还必须速战速决, 要是雪灵瑶被抓, 那他肯定会束手束脚。 他只能强行使用九转蛟龙镜, 让自身力量暴涨六倍, 才能在短时间内杀死对手。 持用本源星辰, 两位天兵镜前旗武者对视一眼, 都是纷纷祭出本源星辰。 剑神大世界的武者不知道本源星辰的妙用, 他们两位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他们的本源星辰可不是哪来砸灵道的, 而是用来限制灵道, 压制灵道。 精知本源星辰散发着金色光芒, 像是一道道金色剑芒, 不断递刺着灵道的身体。 不仅如此, 灵道周遭的其他本源力量, 也是被驱逐了一部分。 火之本源星辰则像是一轮小太阳, 让周遭温度暴涨, 使得灵道仿佛置身大火之中。 自作孽, 不可活, 如果他们两位不用本源星辰, 那灵道要收拾他们, 还要费一番功夫。 可是他们取出本源星辰后, 灵道便是能在短时间内, 将他们杀死。 原始本源顶陡然飞出, 就像是一头凶兽般, 将精知本源星辰和火之本源星辰, 全部吞吃了下去。 什么情况, 我们的本源星辰呢? 两位天兵镜前旗舞者都是傻眼了, 原始本源顶吞吃本源星辰后, 便是以最快速度, 回到了灵道的体内。 灵道能够感受到, 原始本源顶内两颗本源星辰的挣扎。 只要他能够杀死眼前的两位天兵镜前旗舞者, 那原始本源顶内的本源星辰便会安静下去。 失去了本源星辰的两位天兵镜前旗舞者, 实力大减,自然不是灵道的对手。 扑天盖地的掌印, 一掌接着一掌拍下, 他们连连抵挡, 最终还是死在了漫天掌印之下。 没有本源星辰源源不断地支持他们战斗, 他们死在灵道手下, 也是理所当然。 等我们拿下你, 便去杀了那小子, 你要是指望一位天人镜前旗的小辈救你, 那真是脑子有问题。 一位天兵镜中旗舞者和三位天兵镜前旗舞者 联手对付雪灵瑶, 自然是游刃有余, 那位天兵镜中旗舞者甚至还有空嘲笑雪灵瑶。 可是, 当他们的眼角余光, 撇到远处的情况时, 便是神色大变。 要杀我, 是吗? 灵道淡淡地笑着, 可是那四位天兵镜舞者却觉得浑身发冷。 若是一般的天人镜前旗小辈, 他们自然不在意, 可是灵道表现出来的战力, 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天人镜前旗舞者为什么可以如此强势, 难不成灵道来自一品势力不成? 四品势力, 便至少拥有天王坐镇, 一品势力的强者,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 像灵道这样的年轻妖孽, 恐怕只有那样的大势力, 才能培养出来吧。 第九章写到蒙司徒寇, 速战速决, 这边动静太大, 要是再引来一批追杀者, 你我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现在仅仅剩下一位天兵镜中旗舞者和三位天兵镜前旗舞者, 而是格格带伤, 灵道和雪灵瑶联手, 完全可以战胜他们, 甚至杀死他们。 当然, 灵道和雪灵瑶的交流, 都是意志传音, 要是王家剩下的四位天兵镜舞者逃跑, 灵道和雪灵瑶还真没法将他们全部杀掉。 好, 联手杀了他们, 本来雪灵瑶都快绝望了, 没想到现在局势逆转, 他不仅能够活着, 还能将王家追来的舞者, 全部杀死。 连续大战, 他已经身心疲惫, 可是精神上的亢奋, 使得他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 雪灵瑶二话不说, 便是向着那位天兵镜中旗舞者杀了过去。 和雪灵瑶相反, 王家的四位天兵镜舞者气势汹汹而来, 结果现在已经死掉一位天兵镜后旗舞者两位天兵镜中旗舞者以及两位天兵镜前旗舞者。 他们都是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事实, 气势低落, 本来就有伤在身, 现在发挥出来的战力更低了。 反观灵道, 连续斩杀两位天兵镜中旗舞者和两位天兵镜前旗舞者后, 浑身气势暴涨, 越战越猛。 即便是同时大战三位天兵镜前旗舞者, 他也是不落下风, 甚至还压着三位天兵镜前旗舞者打。 可惜, 三位天兵镜前旗舞者并没有祭出本源星辰, 要不然他们已经死了。 蓝荒诸仙镜轰然运转, 到达天界后, 领导的功法能够发挥出的威能明显更强。 他就像是一头人形真龙, 体魄强横, 力量过人。 他的一拳一掌, 都是带动了滚滚本源, 反正先前原始本源鼎吞吃两颗本源星辰, 现在已经将本源力量反馈给他。 他正愁体内本源太多, 自然要痛快地大战一场。 连番攻击, 终于让领导抓住机会, 一拳轰在了其中一位天兵镜前旗舞者的脑袋上。 可怕的拳镜, 渗透到那位天兵镜前旗舞者的脑袋内部, 直接倒在了地上。 以一敌三, 领导都占据优势, 剩下的两位天兵镜前旗舞者, 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以真龙图剑护体, 领导疯狂地猛攻, 无休无止。 两位天兵镜前旗舞者越打消耗越大, 加上心中恐惧, 实力大不如前。 仅仅是片刻后, 又是一位天兵镜前旗舞者死在灵道的拳头之下, 最后一位天兵镜前旗舞者, 自然也不可能逃走。 扑天盖地的掌印, 轰然落下, 最后一位天兵镜前旗舞者浑身都是伤口。 和先前那些天兵镜舞者的死法都不一样, 最后一位天兵镜舞者是失血过多而死。 到了他们这样的境界, 戏血何等旺盛, 失血过多而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扑步远处, 雪灵瑶吐血, 脸色苍白, 身形遥遥欲坠。 起初的亢奋过后, 迎来的是深深地疲惫。 那位天兵镜中旗舞者全力防守, 尽管伤势越来越重, 但他能够看得出来, 雪灵瑶的状态不会长久。 果然, 当他发现雪灵瑶的状态改变时, 便是发动了猛攻。 叫到最后的人, 只会是我, 哈哈, 那位天兵镜中旗舞者明显极为开心, 是云洲第一美女即将落入他的手中。 可是, 当他不小心看到那三位天人镜前旗舞者的惨状时, 便是吓得亡魂进帽。 那个他从来没有在意国的小辈, 竟然杀死了一个又一个天兵镜舞者。 你笑吧, 因为以后你没得笑了, 灵道甩了甩手, 鲜红的血液四处飞溅。 不管是最后一位天兵镜中旗舞者, 还是雪灵瑶, 都是忍不住大量起了灵道。 就是这么个天人镜前旗舞者, 前前后后, 一共杀死了王家七位天兵镜舞者, 其中两位天兵镜中旗舞为天兵镜前旗。 本来王家一共有九位天兵镜舞者追来, 现在仅仅只剩下他一位。 自始至终, 他们最大的错误, 便是忽略了灵道。 没错, 灵道的确不是炎武宗弟子, 可他表现出来的战力太过可怕。 早知道如此, 他们就先不管雪灵瑶, 集体对付灵道。 以灵道天人镜前旗的境界, 面对一位天兵镜后旗三位天兵镜中旗舞为天兵镜前旗, 自然不是对手, 只有死路一条。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要, 就算最后一位天兵镜中旗舞者再怎么后悔也是毫无用处, 他现在要做的便是逃命。 想逃, 晚了, 天兵镜中旗舞者的速度是快, 然而, 灵道已经施展出昆蓬变。 昆蓬, 本就是蛮荒时期, 速度第一的存在, 化身昆蓬后, 灵道的速度, 不仅不比受伤的天兵镜中旗舞者慢, 反而还要快上一线。 九位天兵镜舞者的最后一位, 伤势太重, 又急于逃命, 根本不是灵道的对手。 昆蓬的双翅, 就像是最为锋利的刀刃, 直接将最后一位天兵镜中旗舞者劈死。 如今场中仅仅只剩下两个人, 一个是雪灵瑶, 一个是已经恢复人身的灵道。 抱歉, 我境界太低, 先前只能躲一下。 灵道走到雪灵瑶身边, 献一笔说道, 不管怎么说, 让雪灵瑶留下, 先和九位天兵镜舞者交手, 终究有点不光彩。 不过, 雪灵瑶根本没有听清她的话, 而是愣在了当场, 直到灵道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雪灵瑶才回过了神来。 没事,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怎么可能怪你? 雪灵瑶之所以发愣, 便是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灵道这样的绝世天才。 他已经是雪家天才, 可是他在天人静前期的时候, 战力完全不如灵道。 即便是现在的他, 都不敢说稳胜灵道。 如此大战, 灵道身上都是没有留下什么伤势, 他根本不知道灵道的极限战力有多强。 那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谁知道会不会有其他追杀者赶过来。 以你现在的状态, 恐怕没法和那些舞者交手。 灵道能够看出, 雪灵瑶连战都站不稳, 要是再和天兵进舞者交手, 结局只有死。 他也没管雪灵瑶的意见, 直接将雪灵瑶背在了身上。 要是其他追杀者赶来, 不仅雪灵瑶要死, 他同样会死。 别看他这次大发神威, 强势斩杀八位天兵进舞者。 他从来不会盲目自大, 要不是雪灵瑶先前的血战, 伤了那八位天兵进舞者, 他根本不可能杀死他们。 既然雪灵瑶疏感到万福宗安全, 那么他就将雪灵瑶送到万福宗好了。 反正现在已经是在燕云州, 想来距离万福宗不会太远。 你,雪灵瑶想要反抗, 可惜没有足够的力气, 只得收起血神刀, 老老实实地趴在灵道的身上。 先前的大战, 使得他对灵道的观感改变了不少, 无论是相貌, 还是天赋, 灵道比他以前见过的那些年轻天才, 都要杰出。 尤其是, 灵道能够在他绝望的时候, 为他打生打死, 救他性命。 不像以前那些追求者, 只知道花言巧语, 雪茄大难, 一个出头的都没有。 至于流氓, 是男人都好色, 要是完全无视他的美貌, 那才不正常。 将地图给我, 正在发呆的雪灵瑶, 愣了一下, 明显没有听清灵道说了什么。 灵道还以为雪灵瑶因为受伤太重, 导致神志不清, 故而将先前的话重复了一遍, 并且说明情况。 雪灵瑶从乾坤界内取出地图, 上面已经标记好怎么从雪茄走到万福宗, 就在他们离开后的半个时辰, 一位年轻刀修赶到了灵道和那些天兵境舞者的战场。 他是雪刀蒙的年轻天才, 仅仅二十岁, 便已经是天兵境巅峰舞者, 只差一步, 便是可以突破到天将境。 他爹是雪刀蒙大长老, 拥有极大的权势。 自从见过雪灵瑶一面后, 便是对雪灵瑶恋恋不忘。 可惜, 还没等他下聘礼, 雪刀蒙已经联合其他无品势力, 将雪茄灭门。 他赶到雪茄的时候, 已经晚了, 此次追来, 当然是为了得到雪灵瑶。 从小到大, 我想得到的东西, 就没有得不到的。 雪刀蒙的少爷想要娶雪灵瑶, 他当然不同意, 可他的身份, 终究比不上盟主之子。 现在雪茄被灭也好, 只要他找到雪灵瑶, 便将雪灵瑶金屋藏交, 以后谁也不知道雪灵瑶在他手里。 现在他要做的, 便是找到雪灵瑶, 反正以雪灵瑶的实力, 不可能是他对手。 比实力, 我或许不是天兵境巅峰当中最强的, 可是比追踪能力, 别说其他天兵境巅峰舞者, 就算是天将境舞者恐怕都比不上我。 刺图扣, 从小便是嗅觉过人, 他站在场中仔细地嗅了嗅, 便是分辨出了雪灵瑶和灵道的气味。 雪灵瑶他见过, 以雪灵瑶的实力, 不可能杀死王家的九位天兵境巅峰者。 他真正在意的是灵道的气息, 不过他没有见过灵道, 自然不知道是谁, 能够杀死九位天兵境巅峰者, 想来实力不差, 这样的追杀, 才不算太过无趣。 将王家九位天兵境巅峰者的尸体毁掉后, 司徒扣便是沿着雪灵瑶和灵道留下的气味追了过去。 他之所以毁尸灭机, 便是不想其他人追来。 赤云周美女就应该让他得到才对, 其他人通通滚到一边去。 第十章生死危机, 放我下来吧, 灵道背着雪灵瑶, 已经飞奔了足足五个时辰, 一刻都没有停留过。 幸亏他修炼的是蛮荒猪仙境, 吸收天地灵气和本源的速度, 远超一般功法。 灵道自身速度就不慢, 再加上风之本源, 自然让他的速度比雪灵瑶还要快。 不过, 雪灵瑶并不知小灵道的情况, 在他想来, 现在的灵道肯定非常疲累。 他已经遭受重创, 要是现在遇到什么危险, 他和灵道恐怕都没有办法应付了。 他们所在的荒郊野岭, 难免遇到什么意外, 要是灵道跟着倒下, 即便避开追杀者, 他们也有生死的可能。 不, 直觉告诉我, 还有强者在追杀我们。 伺徒寇能够通过气味, 一直在后面追踪, 灵道则是靠直觉, 始终有心筋肉跳的感觉。 灵道能够做的, 便是尽早将雪灵瑶送到万福宗。 反正那些舞者要杀的是雪灵瑶, 只要雪灵瑶到了万福宗, 他便可以安心地离开。 那你不累吗? 雪灵瑶的脸上, 浮现了两抹红韵, 从小到大, 还没有和年轻男子如此亲密接触过。 偏偏是逃命时期, 灵道也是为他好, 他自然不好说灵道什么。 要是灵道不背着他, 速度肯定能够更快, 没事, 你现在伤势极重, 我将你背到万福宗好了。 灵道看了看地图, 距离万福宗, 还有很远, 就算以现在的速度, 起码也要七八天才能到。 雪灵瑶不是他, 想要痊愈, 七八天时间都不一定足够。 单单以灵道天人进前期的境界, 在赤云州和燕云州完全不够看。 若是继续留在剑神大世界, 灵道根本找不到什么对手。 可是到了天界, 对手就太多太多, 别说大帝开创的势力, 就算是四品势力, 都有很多比他厉害的舞者。 不仅老一辈舞者能杀他, 就连年轻一辈都可以杀他。 说到底, 还是因为灵道修炼太晚, 别人从小就修炼, 他从小肉身孱弱, 根本没法修炼, 直到十五岁才开始修炼。 有的爵士天才, 十五岁的时候, 已经是天人进舞者, 甚至超过了天人进。 要是灵道自幼修炼, 现在肯定远远不止天人进。 到底是谁在帮雪灵瑶, 难道是雪家的老一辈强者? 境界会比我高吗? 司徒扣追到现在, 都是没有看到雪灵瑶的影子。 他没看到灵道, 只是通过先前的战场, 猜测灵道的实力, 不会太强。 王家的九位天兵进舞者明显和灵道以及雪灵瑶, 大战得非常激烈, 若是灵道已经是天将进中旗或者后旗, 杀死那九位天兵进舞者应该轻而易举才对。 他猜测, 雪灵瑶身边的舞者最多天将进前旗, 甚至有可能和他一样, 仅仅是天兵进巅峰。 不管是前者, 还是后者, 他都有把握获胜。 雪家的功法和武学, 肯定比不上血刀蒙, 更何况他的人品战刀, 即便在人品兵器中, 也是顶尖的。 就连雪家家主修炼的, 也不过是顶尖的人品功法, 司徒扣修炼的却是顶尖的地品功法。 写刀蒙可不是那种只有天王坐镇的四品势力, 而是拥有一群天军强者。 若是写刀蒙有人可以突破天军, 到达下一个境界, 写刀蒙完全有可能晋升为三品势力。 又是一天后, 司徒扣终于是追上了灵道和雪灵瑶, 要是再追不到, 恐怕他都要疯了。 司徒扣追杀的人, 没有五十, 也有三十。 可是从来没有人, 让他追这么长时间, 足足一天半, 毫不停歇。 要是中途耽误的话, 指不定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追上。 灵道和雪灵瑶, 一人靠着一个大树, 坐在地上。 雪灵瑶需要停下来疗伤, 灵道倒是无所谓, 就算再跑隔两三天, 也没有问题。 司徒扣并没有急着杀上来, 而是躲在远处恢复真气。 反正已经发现灵道和雪灵瑶, 他自然不用着急。 嗯, 怎么如此年轻, 本来司徒扣以为跟在雪灵瑶身边的人, 是雪家的老一辈武者, 可看到灵道后他便是愣住了。 能够杀死王家九位天兵进武者的人, 怎么可能是这样一位年轻男子? 难道说, 王家九位天兵进武者并非灵道杀的, 而是雪灵瑶靠服赚杀的? 司徒扣看不出灵道的境界, 不过可以肯定, 灵道的境界不高。 赤云州的年轻天才, 司徒扣不说全部亲眼见过, 起码也看过所有人的画像。 他可以肯定, 没有灵道这么一号人物。 原本他还以为有一场恶战, 现在看来, 拿下雪灵瑶根本就是轻而易举。 雪姑娘, 我们出发吧, 以免夜长梦多, 只要没到万福宗, 灵道就不会掉以轻心。 要不是雪灵瑶非要停下来疗伤, 灵道根本不会歇息。 当然, 雪灵瑶也是出于好心, 只要她的伤势好上一点, 实力便能够恢复几分。 她不想做个累赘, 时时刻刻突灵道后腿。 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 只要不和我在一起, 他们也不会杀你。 要是他们追不到我, 以我现在的状态, 走到万福宗不会有任何问题。 要是他们追上来, 就算你在, 也只是跟我一起死罢了。 雪灵瑶不觉得灵道欠她什么, 毕竟要不是虚空风暴突然出现, 她早就已经被抓到了。 灵道恢复后, 又是帮她杀王家的天兵进武者, 可以说是又救了她一次。 要是灵道真的因她而死, 那她可过意不去。 我既然说要将你送到万福宗, 那便不会食言。 灵道刚刚说完, 便是挡在了雪灵瑶的身前。 即便雪灵瑶境界比她高, 灵爵也是不如她。 刺图寇已经够小心, 依旧让灵道发现了。 刺图寇本来隐秘得很好, 可是听到灵道说要走, 她的气息有了变化, 从而没有逃过灵道的感知。 谁, 既然已经来了, 何必躲躲藏藏? 刺图寇诧异地看了灵道一眼, 没想到灵道不仅知道有人在暗处, 竟然还能发现她所在之地。 灵道的一双眼睛, 就直直地看着司徒寇, 若是司徒寇继续隐藏, 也就是徒增笑柄罢了。 当司徒寇出现在灵道面前时, 雪灵瑶一双好看的眉毛都是紧紧地皱了起来。 她是血刀蒙的司徒寇, 我们完了, 血刀蒙的司徒寇在整个赤云州, 都非常出名, 雪灵瑶自然知晓司徒寇的厉害。 如果灵道和司徒寇一个境界, 她相信司徒寇肯定不是灵道的对手。 可灵道才天人静前期, 司徒寇已经天兵境巅峰, 差距实在太大。 本来雪灵瑶想说司徒寇是血刀蒙的天才, 可是想到灵道天人静前期, 便能杀死三位天兵境中期武者, 便不好意思说司徒寇是天才了。 即便三位天兵境中期武者有伤在身, 也是没法掩盖灵道的风采。 你赶紧走吧, 我恢复了一点, 等下我帮你缠住他, 你有多远走多远, 以后千万别去赤云州。 雪家已经覆灭, 她的父亲母亲, 叔父婶婶之类的, 已经全部生死。 她的结局, 大不了是和雪家的其他人一样, 可灵道和他们雪家半点关系都没有。 每等灵道回应, 雪灵瑶便是手持血神刀, 杀向了司徒寇。 原来这就是你们雪家得到的雪神刀, 没想到我今日不仅能够得到赤云州第一美女, 还能够得到雪神刀。 看到雪神刀, 司徒寇的双眼都是亮了起来, 能够得到雪神刀, 绝对是意外之喜。 天人静巅峰的雪灵瑶, 她实在不放在眼里, 真正让她在意的, 反而是灵道, 为之最让人恐惧。 雪灵瑶没有发现她, 灵道却发现了她, 又有王家的九位天兵敬武者被杀, 由不得她不小心。 雪灵瑶挥舞着雪神刀, 冲到了司徒寇的面前。 司徒寇也是毫不犹豫, 举其手中战刀, 赢了上去。 只是, 就在两柄战刀即将碰撞在一起时, 司徒寇诡异地笑了一下, 她手中的战刀, 从侧面披在了雪神刀的刀身上。 雪灵瑶右手一抖, 雪神刀脱手而出。 一来, 雪灵瑶根本不是什么刀修, 刀法自然不如司徒寇。 二来, 雪灵瑶只有天人境巅峰, 比司徒寇低了整整一个大境界。 雪灵瑶不是司徒寇的对手, 再正常不过。 司徒寇没有打算杀死雪灵瑶, 而是以刀背, 将雪灵瑶拍飞了出去。 牺牲一个女孩, 让我逃命, 我可没法接受。 灵道说得轻松, 蛮荒朱仙境却是疯狂地运转了起来。 以天人境前骑战天兵境巅峰, 没有一丝一毫的胜算。 若是只有她一人在场, 明知到打不过, 她肯定会先逃走再说。 可是, 她不忍心雪灵瑶送死, 还不如她牺牲自己, 成全雪灵瑶。 你走吧, 我帮你挡住她, 雪灵瑶要是生死, 那就是真的死了, 而灵道生死, 起码还有剑魔可以将她复活。 可是, 雪灵瑶并不知道什么一体两分, 现在灵道竟然愿意牺牲, 从而让她逃命。 雪家长被为她牺牲, 她可以理解, 然而, 灵道为什么要这样? 以灵道的天赋, 只要不死, 日后必然能够成为天王, 甚至天君。 即便在四品势力, 天君也算是真正的强者了。 不管是燕云州, 还是赤云州, 都没有超过天君的强者。 第十一章神秘少女, 我没有看错吧, 你竟然只是天人静, 就这样的境界, 也敢和我动手。 灵道准备拦住司徒寇, 自然是释放出了自己的气息。 司徒寇本来还觉得灵道高深莫测, 可得当他感应出灵道的境界时,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是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区区天人静前期舞者, 他随手就可以拍死。 看来,王家的九位天兵静舞者, 真的是靠雪灵瑶的符传杀死的。 司徒寇总算是放下了心来, 先前雪灵瑶和他战斗, 直接取出血神刀, 便意味着雪灵瑶没什么符传可用了。 他连血刀蒙的天将静前期舞者都可以战胜, 对付灵道和雪灵瑶, 自然没什么问题。 别说是杀一个灵道, 就算是杀十个杀一百个, 他都觉得是小菜一碟。 快走啊, 我肯定打不过他的, 你要是不走, 我的牺牲有什么意义。 灵道将血神刀捡起, 放到雪灵瑶手中, 然后便是将雪灵瑶推了出去。 就算他爆发出极限战力, 也不可能打得过天兵静舞者。 他现在能够做的, 便是痛痛快快地和司徒扣打上一场, 就算死在这里, 也是无所谓。 反正剑魔在剑神大世界活得好好的, 他死之后, 剑魔便可以将他复活。 等他突破到足够境界, 便是可以前往士云周写刀蒙, 找司徒扣报仇。 想要在四品势力肆无忌惮的杀人, 最好还是先成为天君。 真龙图剑, 九转蛟龙镜, 神像拳, 以真龙图剑防御, 以九转蛟龙镜增强力量, 最后施展的神像拳, 则是灵道根据神像变, 演化而来。 到目前为止, 灵道都没有将神像变修炼成功, 可他已经根据神像变三物出一门拳法。 神像拳势粗陋, 可能给将他的权益最大程度激发出来。 他的双拳, 就像是两只幼年神像, 以极为凶悍的态势, 向着司徒扣冲击而去。 即便是使用九转蛟龙镜, 灵道的力量和司徒扣也没法比。 天人镜巅峰武者的极限力量是9999条飞龙之力, 而天兵镜武者拥有一万条飞龙之力后, 便可以将之凝聚成一条天龙之力。 天兵镜巅峰武者的极限力量是九条天龙之力, 司徒扣并非五修, 也不是体修, 掌握的力量, 仅仅只是七条天龙之力。 即便如此, 也比领导的力量大了太多, 七条天龙之力比七万条飞龙之力还要恐怖, 试问领导如何抵挡。 就好像是一个成年人, 欺负三岁小孩一样, 根本没有可比性。 就算领导的武学厉害, 也是无法弥补二者间的巨大差距。 正因为如此, 司徒扣连拔剑的意思都没有, 仅仅是竖掌为刀, 以一记手刀, 向着领导横空斩来。 刀盲斩在领导的双拳上, 顿时血液似箭, 他的一双拳头都是血肉模糊, 甚至连森森白骨都露了出来。 刀盲来势不解, 狠狠地劈在了真龙图鉴上, 真龙仿佛背吼了一声, 烟消云散。 就连一个个古老的文字, 都是轰然暴碎。 碰被刀盲劈中, 就像是战场上的肋骨声响起, 领导的身体倒飞而出, 撞断了一棵棵鼓树。 最终, 他狠狠地砸在地上, 就连地面都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仅仅是一招而已, 他便是败下了阵来, 而且伤势极重, 脏腑都出现了裂痕。 不堪一击, 司徒扣冷笑道, 一记手刀, 便是能够将灵道重创, 他要杀死灵道, 自然不成问题。 之所以没有下杀手, 只是他想折磨灵道一番。 至于雪灵瑶, 想要逃走,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别说雪灵瑶有伤, 就算雪灵瑶全胜时期, 想在他眼皮子底下逃走,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来, 灵道缓缓地站了起来, 尽管嘴角还在一血, 但他神色坚定, 眼中没有半点畏惧。 司徒扣得强大, 只会激发出他的战意, 让他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可以战死, 却不能失败, 要么被司徒扣斩杀, 要么和司徒扣一直打下去。 不自量力的东西, 和先前一样, 司徒扣又是一记手刀斩出, 灵道依然不敌。 决心是决心, 实力是实力, 哪怕灵道的决心再大, 也没法无视天人境前骑 和天兵境巅峰之间的差距。 又一次被击飞后, 灵道一句话也没说, 便是爬起来, 再次冲向司徒扣。 司徒扣觉得好玩, 故此每一次都没有下杀手。 灵道没有死, 即便伤势再重, 也是没有停止攻击。 一次又一次出拳, 一次又一次倒下, 就算灵道走路都颤颤巍巍的, 也是没有停手的意思。 他体内的廉池胜水, 越来越少, 已经没法让他在短时间内痊愈。 灵道现在所依仗的, 只是自身的恢复能力。 他修炼蛮荒朱仙境, 本身就是绝顶的炼体功法, 而且他还拥有极为强盛的血脉力量。 他就像是不死凤凰一般, 拥有极为旺盛的生命力量。 就算是司徒扣, 都是皱起了眉头, 我已经玩够了, 便送你上路。 这一次, 司徒扣尽管没有拔刀, 但他已经全力以赴, 巨大的掌刀, 狠狠地踢向了灵道。 然而, 此时的灵道, 双眼已经模糊, 只能凭借本能挥拳。 依然是神像拳, 力量不及先前, 本源不及先前, 真气不及先前, 唯有气势远超先前。 咔擦咔擦灵道手骨断裂, 臂骨断裂, 胸骨断裂, 腿骨断裂, 整个人就像是没有骨头一般, 倒飞了出去。 他的身后, 已经没有一株骨树, 有的仅仅是一条宽阔的血路。 他的意识, 都是模糊了起来, 换成其他人, 恐怕早就惨叫起来, 可他已经无视疼痛。 跟我斗, 你还差得远, 司徒扣一脸傲益, 在他看来, 灵道已经必死无疑。 那样的重伤, 除非是能够生死人肉白骨的天才地宝, 才能救活他。 可是现在场中仅仅只有他和雪灵瑶, 他不会救灵道, 雪灵瑶没有那样的宝物, 那么灵道只能在痛苦中死去。 灵道, 雪灵瑶收起血神刀, 冲到灵道身边, 将灵道扶了起来。 现在的灵道, 看起来比当初从虚空风暴出来还要惨。 即便如此, 自始至终, 灵道也是没有喊过一句痛。 他实在不明白, 灵道为什么要为他牺牲如此之大。 他和灵道非亲非故, 而且才刚刚认识。 可灵道比赤云州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年轻人, 好上千倍万倍。 赤云州那些年轻人不管是送他天才地宝, 还是功法武学, 他从来都是不予理睬。 原本, 灵道刚醒便捏他的脸, 他还以为灵道和那些年轻人一样。 要不是灵道间接地救过他性命, 恐怕他当时就对灵道出手了。 可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他明白, 灵道和那些年轻部。 灵道从来没有说过喜欢他之类的话, 甚至都没有夸他漂亮美若天仙什么的。 但是, 灵道为他做的, 足以让他感动一辈子。 为了他, 灵道可以和八位天兵进无者血战, 要知道灵道只有天人进前期而已。 为了他, 明知道不是司徒寇的对手, 灵道却依然和司徒寇决战, 就算不是对手, 灵道也没有放弃过。 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 才能支撑灵道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 难道说, 那就是爱情的力量吗? 灵道已经昏迷, 自然不知道雪灵瑶在胡思乱想什么。 可他依旧能够感受到, 一滴滴冰凉的泪水, 落在了他的脸上。 那是美人之泪, 划过他的嘴角, 酸酸的, 瑟瑟的。 雪灵瑶以为灵道死定了, 所以他也不打算毒活。 既然没有活路, 那你我便死在一起吧。 雪灵瑶已经做好了自爆的心理准备, 有了前面的经验, 他自然不会和司徒寇废话。 要是让司徒寇有所察觉, 司徒寇必然会阻止他的自爆。 可惜, 他依然被阻止了, 不是司徒寇出手, 而是另外一人。 楼椅尚且偷生, 你为什么要自爆? 一位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的小姑娘, 出现在了雪灵瑶的身后, 并且置住了雪灵瑶。 他副手而立, 明明看起来只是葛罗利, 偏偏摆出一副威严的模样, 看起来极为沉稳。 要不是他面容稚嫩, 还真以为是什么酒居高位的大人物。 灵动的双眼, 忽闪忽闪, 精灵古怪, 他和雪灵瑶说话的时候, 还满脸笑意, 一对小酒屋均匀的分布在脸颊两侧。 洁白的背齿, 晶莹剔透, 就像是白玉一般。 他的身高, 不到一米五, 看起来始终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在装成熟。 你是哪家的孩子, 没你什么事,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不要说雪灵瑶, 就连司徒寇, 都是没有发觉那位小姑娘的到来。 也不知道那位小姑娘有什么手段, 竟然可以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雪灵瑶的身后。 好在他岁数实在太小, 司徒寇自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只是司徒寇担心, 那位小姑娘的父母长辈, 就在附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司徒寇自然不会和他动手。 可惜, 他不想动手, 不代表那位小姑娘也不想动手。 尤其是那位小姑娘的口气, 更是大的吓人。 混账小子, 竟敢和老娘这么说话, 你家长辈没叫过你礼貌吗? 你是写刀蒙弟子吧, 就连你们盟主在我面前, 都得装孙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 第十二章 紫衣小姑娘, 写刀蒙盟主本身就是一位强大的天君, 又掌控着写刀蒙这样的四品势力, 就算在整个赤云州, 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可是, 紫衣小姑娘逼逆四方, 压根没将写刀蒙盟主放在心上。 他说话的口气, 更是大到眉边, 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说出这样的话, 紫衣小姑娘要么在吹牛, 要么就是真有大背景。 试图扣眉头紧簇, 不知道紫衣小姑娘到底是前者, 还是后者。 反正整个赤云州, 他都是没有听说过紫衣小姑娘这么一号人物, 难道是上面来的吗? 不管是赤云州, 还是燕云州, 其实都是隶属于荒云府。 赤云州和燕云州, 最强的势力, 也就是四品而已。 可是偌大的荒云府, 不仅拥有三品势力, 甚至还拥有二品势力。 要是紫衣小姑娘来自三品势力或者二品势力, 别说司徒扣惹不起, 就连写刀蒙盟主都不敢招惹。 不知道阁下来自哪里, 司徒扣小心地问道, 若是招惹到不该招惹的存在, 那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被三品势力或者二品势力的强者杀死, 写刀蒙不可能为他报仇。 三品势力随便走出一位天尊, 便是可以将四品势力移为平地。 问话的同时, 司徒扣更是以意志探查四周, 以他第七重意志力量, 完全可以搜索方圆八百丈。 要是没人的话, 他完全可以杀死紫衣小姑娘, 然后擒拿雪玲瑶, 以最快速度离开这里。 毁尸灭机, 在逃离现场, 就算紫衣小姑娘的长辈有心追查, 肯定也不知道凶手是谁。 老娘的来历是你能问的, 赶紧滚, 别在这里碍眼, 紫衣小姑娘不耐烦地说道, 场中让他在意的人, 只有灵道。 本来他以为灵道受到那样的重伤, 需要他出手救治, 可当他查清灵道的情况后, 他是惊讶地移了一生。 灵道肉身的自愈能力, 比起寻常舞者, 好上太多。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先载了你再说。 司徒扣的眼中, 胸光闪烁, 已经动了杀星。 他手握战刀, 以最快速度冲向了紫衣小姑娘, 然后便是一刀斩下。 开弓没有回头剑, 他已经对紫衣小姑娘动手, 那么自然不可能让紫衣小姑娘活着离开。 在他心里, 灵道已经是个死人, 只要将紫衣小姑娘杀死, 有伤在身的雪灵瑶, 自然逃脱不了他的魔爪。 就连对付灵道, 他都没有拔刀, 现在对付紫衣小姑娘, 他不仅使用战刀, 还施展了引以为傲的刀法。 十字斩, 方圆百米, 都充实着浓郁的血腥味, 血色的雾气更是将紫衣小姑娘和雪灵瑶以及灵道, 全部笼罩在内。 司徒扣手中的战刀横批竖斩, 血色的十字, 就像是最为锋利的两道空间大裂斩, 要将紫衣小姑娘批成四半。 就算是寻常天兵镜巅峰舞者, 都挡不住司徒扣的十字斩。 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的紫衣小姑娘, 就算天赋再高, 有个通天镜就不错了。 他那样的境界, 怎么可能挡得住司徒扣的成名杀招? 小心, 血灵瑶连忙喊道, 尽管他不认识紫衣小姑娘, 但看起来紫衣小姑娘对他没有恶意。 可惜, 司徒扣出刀太快, 就算他有心阻拦, 也是来不及。 更何况, 他根本挡不住十字斩, 只会被十字斩劈死。 滚, 紫衣小姑娘依旧是副手而立, 没有半点出手的意思。 可是司徒扣的所作所为, 明显引起了他的不满。 他张开嘴巴, 大声地喊道, 滚滚声浪, 粉碎了血色刀芒, 冲散了满天血雾, 更是将司徒扣轰飞了出去。 啊, 扑, 司徒扣惨叫一声, 仿佛有一座山岳, 砸在了他的胸口, 让他喘不过气来。 紧接着压力一松, 他便是一口溺血喷出, 量呛倒退。 他惊恐地发现, 体内情况极为糟糕, 就连本原星辰, 都是出现了裂纹。 他的意志世界, 原本是一片血海, 现在海浪翻腾不止。 尽亏紫衣小姑娘没有杀意, 要不然司徒扣的意志世界肯定粉碎, 本原星辰同样如此。 仅仅是一个字, 便能取司徒扣性命, 司徒扣就算再蠢, 也明白遇到了一位绝顶强者。 晚辈有眼无珠, 狗眼看人低, 有眼不是泰山, 求前辈饶命。 司徒扣没有继续出刀, 也没有逃跑, 而是跪在了紫衣小姑娘的面前, 惶恐地求饶。 现在他终于明白, 紫衣小姑娘不是说大话, 而是真的足够厉害。 要是紫衣小姑娘想杀司徒扣, 那和杀意之机没有什么区别。 饶命可以, 你现在滚出我的视线便可, 记住, 试滚。 紫衣小姑娘眨了眨眼睛, 以一种极为温柔的语气说道, 他越是如此, 司徒扣越是害怕, 平白无故招惹这样一位强者, 实在是倒霉到了极点。 本来他就要拿下雪灵瑶了,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绝顶强者。 他们是我写道蒙的要饭, 晚辈斗胆问一句, 他们和前辈是什么关系? 若是没什么关系的话, 可否将他们交给晚辈? 司徒扣的脑袋已经贴在了地上, 就连身体都是站抖了起来。 他是真想得到赤云周第一美女雪灵瑶, 要不然根本不会在这个时候多嘴。 更何况, 雪灵瑶还有地挺兵器血神刀, 值得冒险。 嗯, 我说的话难道你听不懂? 紫衣小姑娘加重语气, 司徒扣则是问恒一声, 整个人都是趴在了地上。 先前, 司徒扣感觉到一股伟力, 压在她的身上, 使得她脊椎, 都是碎裂了大半。 司徒扣明白, 她已经激怒紫衣小姑娘, 因此, 她二话不说, 便是滚向了远处。 现在司徒扣是真的不敢多嘴了, 眼前的紫衣小姑娘实力太过恐怖, 不是她能够抗衡的。 即便是面对天王甚至是天君, 她都没有如此大的压力。 难道说, 紫衣小姑娘比他们写道盟的盟主, 还要强大不成? 不对, 应该是写道盟的天君, 对我都没有恶意, 所以我才感觉不到他们的可怕。 区区一个小姑娘, 怎么可能比我们盟主还厉害? 司徒扣想什么, 紫衣小姑娘不知道, 当然她也没兴趣知道。 现在碍眼的司徒扣已经走了, 紫衣小姑娘自然是直接来到领导身边, 将手按在了领导的手腕上。 先前检查了一遍, 她还有点不放心, 现在近距离诊断一下, 恳请前辈救她, 只要前辈能够救活她, 让我做牛做马都行。 先前发生的一切, 完全超出了雪灵瑶的想象。 她还在为紫衣小姑娘担心的时候, 司徒扣已经被重创。 紫衣小姑娘的境界, 恐怕已经超出她的想象, 她对紫衣小姑娘的事情不感兴趣, 只想救活灵道。 老娘要你做牛做马, 又有何用? 紫衣小姑娘撇了撇嘴, 明显对雪灵瑶的提议没兴趣。 雪灵瑶争了争, 先前的事情, 已经让她明白, 眼前的紫衣小姑娘拥有极高的境界。 就算她将血神刀送给紫衣小姑娘, 恐怕紫衣小姑娘也不会在乎。 那不知道前辈有何吩咐, 只要前辈能够救活她, 让我做什么都行。 雪灵瑶不知道怎么让紫衣小姑娘满意, 只好任凭紫衣小姑娘提条件。 紫衣小姑娘点了点头, 然后走到雪灵瑶的身边, 伸手扶起了雪灵瑶的嫩白的下巴。 雪灵瑶的眼中, 闪过一丝慌乱, 这个小姑娘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 长得不错, 挺标志的,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美女。 紫衣小姑娘的话, 使得雪灵瑶原本就苍白的脸色, 更加苍白了。 眼前这个不知道多大岁数的紫衣小姑娘, 果然有那种癖好, 要是紫衣小姑娘让她献出 洁白无瑕的身子才就临到, 那她如何是好? 唉, 老娘空有一身征服女人的本事, 可惜自己是个女人。 让雪灵瑶松了一口气的是, 紫衣小姑娘收回了自己的小手。 可惜雪灵瑶不知道, 紫衣小姑娘心里已经笑开了花。 先前那样做, 紫衣小姑娘纯粹就是为了 斗雪灵瑶丸, 尤其是雪灵瑶神色惊慌, 差点让紫衣小姑娘忍不住笑出声。 你放心吧, 她没事, 只要休养一段时间, 便可以痊愈。 紫衣小姑娘是有疗伤胜药, 若是给灵道服用, 灵道的伤势, 短时间内便可以恢复。 可她没有这样做, 因为她发现, 灵道在疗伤的时候, 蛮荒诸仙进一次又一次地运转, 不断地改造着灵道的身体。 对别人来说, 受伤肯定是不好的事情, 然而灵道不同, 每一次受伤, 她的肉身都会增强。 蛮荒诸仙进的变态之处, 紫衣小姑娘总算是见识到了。 她早就听说过蛮荒诸仙进的厉害, 可惜以前没有见识过。 多谢前辈, 要不是紫衣小姑娘的出现, 雪灵瑶要么已经自爆, 要么被司徒扣拿下。 紫衣小姑娘摆了白手, 然后便是一步踏出, 消失在了场中。 司徒扣已经解决, 接下来的事情便交给雪灵瑶和灵道自己解决吧。 果然是蛮荒诸仙进的继承者, 可惜境界太低, 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第十三章 东剑玉玉主, 剑神大世界, 自从天界的年轻天才全部离开后, 整个中央主疆域便是宁静了下来。 各大五品势力, 都是需要修整一番, 天剑绝地的破碎, 人黄剑的出现, 使得每个势力的综合实力都是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地府, 更是已经被解散, 争夺人黄剑的时候, 天府夺命楼、天机阁, 都显得非常逼调。 现在天界下来的年轻天才, 已经全部回去, 他们自然是放心了下来。 那些沉浮于天界年轻天才的五品势力, 多多少少都有所损失。 人黄剑的事情结束后, 地府解散的事情, 便是传遍了整个中央主疆域。 本来还有人不信, 可是亲自赶往地府后, 便是不得不信了。 偌大的地府, 已经空无一人, 地府的舞者要么已经投靠其他势力, 要么已经隐姓埋名。 灵道是前往天界了, 可是奥龙没走, 满三刀没走, 剑魔也没走。 尤其是剑魔这个妖地传人, 实力强得离谱, 即便只有天人静前骑, 寻常天人静巅峰舞者, 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地府的其他舞者要是现在冒头, 很可能被他们诛杀。 一众追杀过灵道的武品势力, 也都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没想到, 灵道竟然那么急着前往天界, 好在对他们而言是天大的好事。 可是追杀过大魔神和蝶舞等人的武品势力, 都戒备了起来, 担心他们报仇。 大魔神和蝶舞等人突破得太快, 如今已经是天人静中奇舞者, 寻常天人静巅峰舞者, 同样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些得罪过他们的武品势力, 现在都是尽量的收缩势力, 要是他们不择手段的报仇, 那真的太可怕了。 我现在可以恢复真面目了, 以后继续叫灵道吧, 到时候就说上次前往天界, 只是故意用来欺骗所有人的而已。 剑魔取下面具, 开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气息。 要是他就这么现身于中央主疆域, 肯定有人能够认出他就是剑魔。 一般而言, 吴哲想要改变自己的气息, 很难很难, 可是他的情况不一样, 他只是将自己的气息调整得和另外一个身体一样, 难度不是太大。 幽明格、圣光门、吴剑门、 玄音楼、天刀山庄等武品是 理事力, 都对付过他, 他当然没有忘记。 只是, 他没有打算就这样单枪匹马杀到各大武品势力去, 因为他有别的计划。 以前他在东剑狱, 创立了剑宗, 现在他便要将剑宗的优秀弟子, 全部接到中央主疆域。 他通过一个个传送门, 来到了东剑狱和中央主疆域的交界处。 以他如今的实力, 回到东剑狱, 绝对可以横扫所有势力。 当初他离开东建狱的时候 偌大的东建狱便是找不到什么敌手了 天人静武者不得前往东建狱 就在领导准备通过传送门 前往东建狱的时候 一位老者挡在了他的面前 天人静巅峰武者的气息释放了出来 比地福福主借助大地龙脉后的气息还要强盛 领导没有想到 中央主将狱还有这样的强者 李氏和人即便没有动手 领导都能看出眼前的老者极强 他正愁对手难寻 没想到现在就遇到一个 反正前往东建狱也不差这么一点事情 要是能够和眼前的老者一战 应该能够让自己的剑道有所精进 老夫自然是狱主 东建狱的狱主 凡是超过乾坤境巅峰的武者 除非特殊情况 否则都不得前往东建狱 以前领导就听说过 东建狱各大六品势力的通天禁武者 前往中央主将狱后 便是再也没有回去 见神大世界的规则 他自然知道 只是没有想到 竟然有狱主专门负责处理这件事情 要是通天禁武者和天人禁武者 全都前往东建狱或者西枪狱 亦或是南全狱和北刀狱 那么早就乱套了 你或许不知道 东建狱西枪狱南全狱和北刀狱的空间 还没有中央主将狱稳定 经不得天人禁武者肆意战斗 所以你还是请回吧 你这么年轻 突破到天人禁巅峰 是迟早的事情 你需要更广阔的舞台 或许天界才适合你 要是回到东建狱 你的确是最强的 没人是你对手 但你一辈子恐怕就没有什么突破了 东建狱狱主根本不认识灵道 只是天人禁前旗的境界 到了东建狱依旧是无敌的存在 以往 想要通过传送门 回到东建狱的舞者比比皆是 可惜都被他拦了下来 以他的境界 对付一个天人禁前旗小辈 简直小菜一碟 前辈 我回东建狱不是要称王称霸 也不是要和谁动手 只是想接部分舞者来中央主将狱 还请行得方便 亲礼后兵 领导不可能上来就和东建狱狱主动手 要是和东建狱狱主闹将 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建神大世界不能没有规矩 可是 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 便可以无视规矩 甚至破坏规矩 不行 要是都和你一样 那我这个狱主还有什么用 要是仅凭一句话 东建狱狱主就放领导回到 那等他回到天界 恐怕就要受罚了 他可不是建神大世界的土著 而是独孤世家的子弟 不仅是他 建神大世界的其他狱主 和他也一样 他们资质太差 想要成为独孤世家的中流砥柱 没有半点可能 要是他们甘愿守护建神大世界数百年 那么回到天界后 便是能够得到更好的培养 数百年时间 对天人禁武者来说 并不是太长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不如我和前辈打得赌 要是我能战胜前辈 那前辈就让我回东建狱 接一部分武者来中央主将狱 要是我输给前辈 那我愿意给前辈一百万块 集品灵石赔罪 如何 灵道可不知晓东建狱御主的来历 独孤世家虽然没有出过大地 但毕竟也是独孤家族的分支 在神建狱发展那么多年 也算是一品势力当中数一数二的 东建狱御主身为独孤世家子弟 就算资质差 他修炼的功法和武学 也不是下界武者可比 当然 就算灵道知晓东建狱御主的来历 依旧会和东建狱御主打赌 东建狱御主对上剑神大世界绝大多数武者 在功法和武学上都有优势 可惜对上剑魔 他只有劣势 剑魔修炼的势底经 单单这一点 便是远胜东建狱御主 可惜 东建狱御主常言闭关修炼 只要没人破坏规矩 他才不会管中央主将狱发生什么事情 要是他见识过灵道的实力 或许还会犹豫一下 不像现在他觉得必胜无疑 区区一个天人进前期小辈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既然你想打 那老夫便陪你 战吧 一百万块极品灵石 自然不是什么小数目 当初 地福福主要是使用一百块极品灵石催动大阵 灵道就没有那么容易破阵了 只不过地福福主心疼灵石 导致十八层地狱杀阵危能大减 你这么年轻 便已经是天人进前期 想必年轻一辈你含有敌手 或许也因为如此 你才不知道天高地厚 今日我便让你明白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东建玉玉主导也是没有什么乐意 灵道这样的年轻天才 要是放在独孤世家 肯定能够大放异彩 建神大世界这样的环境 想要修炼的天人进前期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有意培养灵道 出剑自然是有份寸的 第一剑 东建玉玉主仅仅使用了异常实力 因为灵道比他低了三个小境界 上古时期的剑神独孤 是一位极为强横的道主 寻常道主根本不是他的一剑之敌 要不然 他也没有资格开创独孤世家 毕竟他本身就只是葛庞系 灵道仅仅是看了东建玉玉主一眼 便是猜到了东建玉玉主的意思 他无奈地笑了笑 看来被东建玉玉主小瞧了 那他只能强势出剑 唯有让东建玉玉主知晓他的厉害 东建玉玉主才会全力以赴的和他一战 坑双剑交锋 灵道占据绝对优势 东建玉玉主挑了挑眉 即便仅仅只用异常实力 寻常天人进前期剑修 也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看来 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修炼速度快 自身实力也是极强 你不要得意 先前老夫只用了一成实力 接下来 你可要小心了 第二剑 东建玉玉玉主使用了三成实力 在他看来 先前领道那一剑 也就比他两成实力强上一点而已 他现在使用三成实力 绝对能够战胜灵道 只可惜 他根本不知道 灵道同样压制了实力 让东建玉玉主惊喜的是 第二次交锋 灵道依旧占据上风 看来 灵道比他想象的环耀杰出 要是等灵道突破到天人境巅峰 然后他将灵道引荐给独孤世家 或许他还能得到赏赐 灵道能够战胜三成实力的他 极为难得 毕竟境界的差距摆在那里 前辈 你能不能认真点 要是你在这样 我可要赢你了 灵道颇为无奈 只是他的话 在东建玉玉主听来 太过猖狂 东建玉玉主气的吹胡子瞪眼 明明是想培养一下灵道 结果灵道竟然毫不领情 难道说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急躁 第十四章战而胜之 老夫只用了三成实力 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东建玉玉主气呼呼地瞪着灵道 压制实力 只是为了让灵道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要是他一上来 便全力以赴 以压倒性的优势 打败灵道 或许灵道就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而且什么都学不到 你肯定不知道 老夫来自天界的独孤世家 传承比你强出千倍 境界又比你高 虽然中央主将域的年轻一辈 绝大多数都不如你 但比起老夫来 你还差得远 老怒之下 东建玉玉主直接使用了七成实力 别说是对付天人境前期舞者 就算是普通的天人境巅峰舞者 也绰绰有余 他先后两次压制实力 都被灵道压着打 自然也是打出了火气 尤其是灵道言语猖狂 完全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灵道越发无奈了 你说你觉得自己实力强 那你倒是全力以赴啊 偏偏非要压制实力 装前辈高人 说得实话 怎么就自以为是了 难道说 陪你压制实力打起来 有什么意思不成 第三剑 东建玉玉主使用七成实力 就连虚空 都是被他一剑展开 他的剑 锁过之处 地面崩开 剑芒锁止之处 进阶破碎 虽然他只使用了七成实力 但因为灵道的狂妄 他直接动用了灵力的剑意 你还是全力以赴吧 否则不是我的一剑之敌 没想到东建玉玉主还在压制实力 灵道摇了摇头 直接挥动人王剑 震荡虚空 披在了东建玉玉主的剑上 东建玉玉主只觉得右手一震 人品剑气差点脱手而出 灵力的剑意不仅没有伤到灵道 反而倒眷而回 让他脸色为变 中央主将于什么时候出现这么厉害的剑修了 东建玉玉主表面震惊 心里却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气成实力连普通的天人镜巅峰舞者 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眼前的天人镜前旗舞者 竟然能够胜过他 如此年轻天才 就算在独孤世家 也不多见吧 他最看重的不是境界 而是战力 像独孤世家那样的一品势力 有的是办法让家族子弟提升境界 灵道才天人镜前席 便有如此战力 要是他晋升到天人镜巅峰 他绝对不是灵道的对手 好 是老夫小瞧了你 既然如此 那老夫便不再留守了 事到如今 东建玉玉主已经不再将灵道当成一个小辈 而是能够和他平起平坐的人物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便是不再压制实力 天人镜巅峰的气息彻底释放了出来 就算灵道表现得在天才 他也觉得如今的灵道不是他的对手 幻物十三世 东建玉玉主所施展的剑法 一共有十三世 一世比一世迅疾 一世比一世诡异 从他的骑手势开始 他和灵道所在的方圆五百米内 都是被浓浓的云雾笼罩 朦朦朦朦 看不真切 就算是天人镜舞者 身陷云雾之中 也是会受到极大影响 他对灵道没有杀意 故此每一件都不是杀招 第一是刺向灵道左肩 第二是刺向灵道右手手腕 第三是刺向灵道左手掌心 第四是刺向灵道右小腿 第五是刺向灵道左脚 一世接着一世 没有丝毫停顿 笼罩方圆五百米的云雾 对他自然没有任何影响 他相信 十三世过后 灵道必然浑身是伤 谁让灵道不知道天高地厚 必须要给灵道一点颜色瞧瞧 让灵道知晓他的厉害 阵剑是 灵道手中人王剑猛地刺出 剧烈的震荡 连虚空都承受不住 别说笼罩方圆五百米的云雾了 东剑玉玉主的云雾 可以影响别人的视线 却影响不到灵道 他的至尊黄金铜哪怕没有开启 也不是其他人的双眼可比 东剑玉玉主的幻物十三世 竟皆被灵道挡下 不管他的剑招有多迅疾 也不管他的剑招有多诡异 都没法逃脱灵道的双眼 就好像灵道早就知道 他下一剑要刺向哪里 不是慌慌张张抵挡 而是好整以暇地等着他刺过去 怎么可能 老夫从来没有见过你 你也肯定没有见识过我的幻物十三世 为什么老夫觉得你对幻物十三世了如指掌 从最开始的毫不在乎 到后来的认真对待 再到现在的不可思议 东剑玉玉主觉得灵道就像是个谜一般 越是和灵道交手 越是能够发现灵道的厉害之处 他都施展出幻物十三世了 依旧没有占到丝毫便宜 前辈 该轮到我出剑了 灵道没有解释什么 而是将所有的力量 就汇聚到了人亡剑上 东剑玉玉主比灵道见过的大多处天人 竟巅峰武者都要强横 他自然不敢大意 和东剑玉玉主的战斗 只是为了魔力剑道 不是生死决战 自然没有必要血拼 蹦剑是 他双手握剑 高举人王剑 然后猛地斩下 一道惊天剑王 像是上古剑神在挥剑 将大海劈成两半 让瀑布断成两截 他的气势 不断生腾 就像是一位年轻帝皇 皇威浩荡 高高在上 俯视人间 绷剑是 最重要的便是气势 能够碾压一切的气势 九大剑义 同时初级 东剑玉玉玉主的剑义 在九大剑义面前 不堪一击 即便是人黄剑出世 东剑玉玉主都是没有掺和 他的剑义 自然敌不过九大剑义 这么强 东剑玉玉主眼皮狂跳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灵道 如此强横的一剑 必须要全力以赴 才有挡住的可能 身为独孤世家的天人境巅峰武者 面对一位天人境前期剑修的剑招 他自然不能退后 否则家族荣耀何在 最重要的是 崩剑是碾压一切 横扫千军 即便他想躲避 也是必无可避 唯有权力抵挡 他已经尽可能地高看灵道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灵道 尤其是灵道的剑义 强地超出他的想象 雾影剑身 好在东剑玉玉主是独孤世家死地 他的传承自然不是中央主将域和东剑玉的武者可比 所谓的雾影剑身 便是以云雾和剑气 凝聚化身 抵挡灵道的崩剑式 以东剑玉玉主现在的实力 可以凝聚出两个剑身 然而 和灵道一战 使得他超水平发挥 此次竟然凝聚出三大剑身 每一个云雾剑身 都可以帮他抵挡对手的攻击 现在三大剑身其出 想来挡住灵道的崩剑式没有问题 他只要刺激出洞 必然可以战胜灵道 刚刚用出崩剑式 趁着灵道就立刚取 心力尾声的时候 东剑玉玉主使出最强攻击剑法 灵道肯定没法挡住 东剑玉玉主的想法是好的 可惜现实非常残酷 和他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 他还是低估了崩剑式 崩碎一切 碾压一切 毁灭一切 才是崩剑式 即便有三大剑身挡路 崩剑式也是将三大剑身完全摧毁 崩剑式的威能 的确有所减弱 可是灵道的气势 不减反增 人王剑势如破竹 就连东剑玉玉主都是吓了一跳 本来东剑玉玉主还打算使用最强攻击剑法 可惜现在根本来不及 只得横剑挡在自己身前 他右手握着剑柄 左手按着剑身 然而人王剑斩在他的人品剑气上后 使得他双臂俱阵 虎口裂开 九大剑一强势出击 湮灭东剑玉玉主的剑意 灵道的气势则是仿佛化作一顶巨锤 砸在东剑玉玉主的胸口 使得东剑玉玉主横飞了出去 灵道没有追击 只是比斗而已 胜负已分 没有继续出手的必要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东剑玉玉主从地上爬了起来 擦了擦嘴角的血液 赞赏地说道 他望向灵道的眼神 没有半点恨意 有的只是欣赏而已 如此绝世天才 要是引荐给独孤世家 肯定是大功一剑 各大势力掌握着一个个世界 不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天才吗 独孤世家毕竟只是一品势力 能够掌握剑神大世界 已经很不错了 像奥家掌握的冥界 比剑神大世界便是要大上很多 就连独孤家族掌握的世界 也要比剑神大世界大 大地开创的势力 终究不是一品势力能比的 侥幸获胜 前辈承让了 发现东剑玉玉主没有生气 领导也是松了一口气 别看他先前战胜东剑玉玉主很容易 其实只是因为打了东剑玉玉主一个措手不及而已 要是想杀东剑玉玉主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 东剑玉玉玉主背后站着的是独孤世家 以领导现在的实力 和独孤世家作对 绝对是死路一条 能够和东剑玉玉主打好关系 绝对非常重要 想要接见宗的人来中央主疆域 自然需要东剑玉玉主帮忙 愿赌服输 既然你赢了 那你便前往东剑玉 将那些人接到中央主疆域吧 不过你要注意 在东剑玉和别人动手 尽量压制实力 反正东剑玉不会有人是你的对手 东剑玉玉主倒是爽快 领导还没有开口 他便是说道 领导对东剑玉玉主抱了抱拳 以示感谢 随后便是通过传颂阵 回到了东剑玉 第十五章剑宗危机 剑神大世界 东剑玉 领导从食品势力列天剑宗走出 先后灭了众剑门 大罗王朝 血剑宗等势力 一步步走到东剑玉巅峰 即便他离开 也留下了剑宗 当年东剑玉前十的势力 要么被领导收复 要么不敢招惹领导 如今 东剑玉最强的势力 便是剑宗 曾经的奥剑宗 魔剑宗 万剑宗和龙剑宗 都是剑宗的附属势力 即便领导离开东剑玉 剑宗的霸主地位 依然无法动摇 只是 剑宗缺乏一个 真正正的驻全宗弟子的强者 要不是当初领导离开前 给魔剑宗宗主 魔剑宗宗主 奥剑宗宗主 无剑门门主和龙剑宗宗主 种下奴应 恐怕他们早就判出剑宗了 即便如此 如今的剑宗 也是内忧外患 他们五位宗主 的确不可能被判 可是他们所在的宗门 已经有很多剑修 准备将他们取而代之 离开东剑狱前 领导的确给剑宗留下了巨额财富 只是剑宗的发展需要时间 现在剑宗的自身实力 除缺各大副庸宗门 只能勉强算是六品势力 那些副庸宗门有反叛之心 实属正常 让他们闹吧 我们都待在自家势力别动就行 万剑宗宗主 魔剑宗宗主 奥剑宗宗主 无剑门门主和龙剑宗宗主已经商议好 因为他们五大剑宗 已经有乾坤晋王者 赶往剑宗 准备杀死领武 只要领武一死 那他们的奴硬就会消失 到时候他们就不会受到限制 反正他们就说被其他乾坤晋王者软禁了起来 领武自然没理由对付他们 就算领武在死之前 利用奴硬 杀死他们 他们也认了 臣服剑宗他们也是心有不甘 要是领导为宗主 他们起码还能接受 领导是杀了不少乾坤晋王者 可是万剑宗 魔剑宗 暴剑宗 龙剑宗和无剑门 依旧还有厉害的乾坤晋王者 他们在领导面前 的确不够看 可是用来对付领武 绝对足够了 就好比魔剑宗 被领导杀得仅仅只剩下一位半部大能 也就是现在的魔剑宗宗主 可魔剑宗还有乾坤晋巅峰王者 如今的领武 仅仅只是乾坤晋后期王者 此次为了将他杀死 一共出动了八位半部大能和十位乾坤晋巅峰王者 他们当中有万剑宗 魔剑宗 奥剑宗 龙剑宗和无剑门的强者 还有其他势力的剑修 剑宗一家独大 其他势力早有想法 现在他们联手 为的就是除掉领武 将剑宗移为屏蔽 从剑宗成为东剑御霸主后 便是招收了大量的弟子 可惜那些弟子还没有成细后 乾坤晋王者的战斗 他们完全插不上手 更何况 有龙剑宗 魔剑宗 奥剑宗 万剑宗和无剑门的乾坤晋王者带路 他们轻轻松松的便是赶到了剑宗的宗主大殿 领武认真修炼后 境界提升的已经很快 可是以他乾坤晋后期的实力 依旧不是八位半步大能和十位 乾坤晋巅峰王者的对手 没想到 你们五大宗门 还是不甘心臣服 领武站在大殿内部 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十八位剑宗 他们没有急着动手 主要还是忌惮领导 只要领导没死 那他们便不想亲手杀死领武 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想除掉领武 真到动手的时候 他们反而害怕了起来 他们距离通天境 已经不远 一旦突破到通天境 便要前往中央主疆域 以领导的资质 现在想必已经是乾坤晋巅峰 甚至已经是通天境武者 领导想杀他们 绝对轻而易举 对付领武和亲手杀死领武 绝对是两码事 不能怪我们 实在是你们见宗禅弱 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东建狱霸主 没错 东建狱由我们十大建宗变构了 自从领导将我们纳入建宗 其他人说起十大建宗 便不算我们万建宗了 要是你愿意放手 对外宣布我们不再是建宗附属势力 我们就放你一条生路 他们没有将领武放在眼里 真正让他们忌惮的 自始至终都是领导 那个少年 崛起于帷幕 却拥有横扫整个东建狱的实力 他们岁数都不小了 比境界提升速度 肯定远远不及领导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和领导之间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要不是担心领导以后报复 他们才不会和领武废话 早就将领武一箭批死了 他们都想让其他人做出头鸟 可是在场的没有一个傻子 当然 要是领武压根不合作 那他们只能杀死领武 大不了以后不去中央主疆域就是 除非我死 否则 剑宗不会妥协 领武强硬帝说道 领导打下的基业 他当然不会败掉 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可他毕竟是军武出身 就算是死 他都不会退让 八位半部大能和十位 乾坤境巅峰舞者都是脸色一变 没想到领武如此坚决 既然你非要找死 那便怪不得我们了 反正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法突破到通天境 自然不用去中央主疆域 就算杀了你 领导也没法帮你报仇 只要领导突破到通天境 那便别想回来 你死了也是白死 在他们看来 领武实在是不适向 唯有杀死领武 万剑宗宗主 魔剑宗宗主 暴剑宗宗主 龙剑宗宗主 和吴剑门门主 才能恢复自由 已经有乾坤境巅峰王者 打定主意 就算终身不踏入中央主疆域 也要杀死领武 你们已经决定 那便动手吧 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便是赚了 领武手持一柄上挺剑气 独队八位半部大能和 十八位乾坤境巅峰王者 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因此 十三亿 李清和江人等人 早就被他远远地支开 要是他出了意外 那么十三亿 李清和江人等人 便会被他安排的人隐藏起来 就你还想杀一个两个 你觉得可能吗 有乾坤境巅峰王者 吃笑道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 那说话自然不需要客气 当下 便是有乾坤境巅峰王者出手 可惜 仅仅一个人 并非领武对手 仅仅是一次交锋 那位乾坤境巅峰王者 便是受了轻伤 没想到我们竟然低估了你 幸亏我们来得早 要是让你成为半部大能 恐怕我们救治不了你了 又有乾坤境巅峰王者出手 甚至连半部大能都拔剑了 他们先拿下领武 最后再由一个人杀死领武 到时候他们便舒适 那个人独自杀死领导 反正没人知道真相 当然 他们肯定会给那个人足够好处 要不然没人愿意冒这么大风险 不知道大哥最近一段时间 搏得怎么样 这次回来 想必能够给大哥一个惊喜吧 前往中央主将狱后 领导先是参加封王之战 然后便是去了天剑绝地 再之后便是争夺人皇剑 现在终于能够回来 和领武江仁 李清 十三亿等人相聚 他的心情非常不错 只是当他感知到 建宗主殿发生的事情后 脸色便是冷了下来 幸亏他回来得及时 要是晚一点 恐怕领武就被那些 乾坤境巅峰王者和半部大能杀死了 领武天赋也是不错 仅仅乾坤境后期便能战胜 乾坤境巅峰舞者 可惜他的对手人多是重 不是他能够应付的 完了 我们建宗完了 要是宗主被杀 我们接下来恐怕只有被屠杀的份 我们建宗可是东建狱霸主 他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对我们建宗动手 我早就知道 万建宗和魔建宗那些宗门居心叵测 现在他们终于动手了 建宗主殿内的动静太大 自然有建宗弟子看到了里面的情况 那些前来诸杀领武的乾坤境巅峰王者和半部大能 就是故意让建宗弟子看的 他们才是站在东建狱金字塔间的人物 区区一个灵武算什么东西 尤其是看着建宗弟子一个个露出绝望的神色 他们觉得极为畅快 建宗弟子这些年来 实在是太猖狂 就算是十大建宗的弟子 遇到建宗弟子都得矮上一头 他们早就想除掉建宗 只是担心领导杀回来而已 当初领导离开东建狱的时候 距离乾坤境巅峰还有一大截 现在他们已经得到消息 领导已经成为通天境武者 他们自然是放下了心来 只要领导无法回来 建宗他们想怎么蹂躏 就怎么蹂躏 建宗算什么东西 也配做东建狱的霸主 今日 我们便要他评建宗 将建宗移为平地 一位乾坤境巅峰王者忍不住冷笑道 他的声音极大 建宗的所有弟子 恐怕都听到了 同样 赶回来的领导 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领导原本以为 赴年之内 建宗不会有什么问题 没想到这些人现在就对建宗动手了 要将我建宗移为平地 你们问过我没 现在领导才明白 当初的他 还是太过心词手软 就不该让万建宗 魔建宗 傲建宗 无建门和龙建宗 成为建宗的附庸势力 而是应该将他们直接灭掉 建宗就是建宗 不需要任何附属势力 你们真是好大的狗蛋 第十六章宗主神威 一声冷喝 气冲云霄 威压盖世 灵道的声音 就像是一柄神剑 刺破天穷 若非他回来及时 不仅灵武要死 就连整个建宗都要覆灭 他离开东建狱的时候 没有对万建宗 魔建宗 龙建宗 傲建宗和无建门大开杀戒 仅仅灭了部分半部大能而已 建宗主殿内的八位半部大能 和十位乾坤境巅峰王者 真的让灵道动怒了 以灵道现在的实力 别说是对付他们 就算是一人一剑 都可以将各大建宗移为平地 本来沉闷的建宗 却是因为灵道的一句话 热闹了起来 他是谁 难道是我们建宗弟子 为什么他的胆子这么大 主殿内的一位乾坤境巅峰王者 刚刚说完 灵道便是接话了 而且更加不客气 建宗弟子大部分都是后来招收的 认识灵道的并不多 现在看到灵道背着剑 又非常年轻 自然将他当成了建宗弟子 宗主 是宗主回来了 我们的宗主回来了 有老者激动地喊道 因为他是建宗的长老 认出了灵道 灵道走之前 将宗主大位传给了灵武 可是他走后 灵武便说自己是代宗主 真正的宗主 以前是灵道 现在是灵道 以后依然是灵道 宗主不是在主殿里吗 不对 长老 你是说 他是我们建宗真正的宗主 建宗能够招收到那么多年轻弟子 一方面是因为建宗是东建狱霸主 另一方面便是因为灵道的个人魅力 从使品势力走出 一步步成为称霸东建狱的爵士人物 灵道的岁数 别说和长老比 就算和弟子比 都算年轻的 拜建宗主 一个个长老陆续行礼 紧接着在场的所有建宗弟子 都是恭敬帝喊道 不管是亲眼见过灵道的 还是只听说过灵道的 都是打心里承认灵道的宗主身份 只有灵道 才是建宗的灵魂人物 其他人都无法替代 灵道回来了 怎么可能 不是说他已经成为通天境武者了吗 他为什么能回东建狱 灵道仅仅是站在主殿外 便有乾坤境巅峰王者害怕了起来 尤其是开口说话的两位 他们曾经亲眼见过灵道初见 自然知晓灵道的厉害 当初的灵道他们就打不过 更不要说现在的灵道了 当然 主殿内的舞者 也有没见过灵道的 只是听说过灵道而已 现在看到灵道如此年轻 和他们势力的年轻弟子差不多 要说灵道能够打败 他们18位乾坤境王者 他们肯定不幸 八位半步大能和十位巅峰王者 连起手来 会有多强 突破境界哪有那么容易 想必他现在顶多乾坤境中后席 称死了乾坤境巅峰 我们合作 要杀他还不是一如反掌 一位半步大能轻松地说道 其他乾坤境王者都是点了点头 他们都知道 成为通天境大能后 便没法回到东建狱 灵道能够回来 自然不会是通天境武者 只要境界不比他们高 那他们自然没什么好担心的 传言肯定夸大其实 都说灵道是东建狱第一建修 可你们觉得他这样一个矛头小子 有资格得到这样的称号吗 今日 我们便斩了他 让东建狱的所有建修明白 灵道只不过是被吹嘘出来的而已 即便他们的岁数已经很大 现在也是颇为激动 身为建修 他们自然在乎第一建修的称号 要是他们能够战胜灵道 岂不是说 他们才是第一建修 要是他们能够杀死灵道 以后东建狱的建修 岂不是都要崇拜他们 小弟 你怎么回来了 灵武看到灵道 自然极为欢喜 可是主殿内的18位乾坤境王者 让他极为头疼 他不知道现在的灵道有多强 能不能应付他们 要是灵道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灵道现在回来 就是极为不治 大哥 稍等片刻 待我解决了他们 再和你说 以灵道如今的战力 绝对是东建狱第一建修 毕竟他可是天人静前席 别说是东建狱的建修 哪怕是中央主将狱的建修 也没几个人敢说能够胜他 18位乾坤境王者联手就想杀他 未免太低估他了吧 灵道龙行虎步 仅仅是说话的功夫 便是已经来到灵武的身前 18位乾坤境王者倒是没有拦他 一来 他们想要仔细地打量一下灵道 二来 反正灵道和灵武他们都要杀 让灵道和灵武走到一起 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小子突破到乾坤境的时候 根本没有经历星光洗礼 以前得到消息 说他突破到了通天境 我便不信 事实证明我才是对的 当初灵道在大庭广众下突破 没有接受星光洗礼 到了中央主将狱 可是被嘲笑了好长时间 就连中央主将狱的舞者都知道 东建狱的建修自然更加清楚 众所周知 不经历星光洗礼 根本没法突破到通天境 懒得跟你们废话 说你们分别来自哪个势力 灵道已经动了杀心 主店内的18位乾坤境王者 他没有打算放走一位 就连他们背后的势力 都要遭殃 以前的他太过心慈手软 现在不会了 以后更加不会 可惜 18位乾坤境王者没有一个合作 只是冷眼看着他而已 不说 那便死 根本不需要使用人王剑 灵道仅仅是看了距离 他最近的乾坤境巅峰王者一眼 九大剑一席卷而出 就像是九柄神剑 洞穿了那位乾坤境巅峰王者的身体 使得他当场死亡 连半点挣扎的情况都不存在 斯 主店外的剑宗弟子 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灵道仅仅是看了那位乾坤境巅峰王者一眼 那位乾坤境巅峰王者便是直接生死 别说拔剑 灵道压根就没有出手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杀乾坤境巅峰王者就是如此简单 他不说 自然有人说 你觉得呢 灵道看向了另外一位乾坤境巅峰王者 使得那位乾坤境巅峰王者双腿一抖 差点栽倒在地 一个眼神 就能杀死一位乾坤境巅峰王者 灵道的强大 已经超乎他们的想象 现在灵道问话 他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已经给你机会 看来你是不打算说了 就在那位乾坤境巅峰王者准备辩解的时候 九大剑一猛地冲击他的意志世界 轰碎了他的意志 让他倒在了地上 灵道可没有时间和他们扯淡 要么老老实实地说出他想知道的事情 要么直接在了 你 说还是不说 当灵道看向下一位乾坤境巅峰王者的时候 主殿内的十六位乾坤境王者都是忍不住拔剑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 或许灵道会将他们一个得斩杀 他们唯有联手 才有杀死灵道的可能 否则只会死在灵道剑下 无耻 这么多人对付我们宗主一人 简直不要脸 以多欺少 以大欺小 你们所在宗门的脸面 都是被你们丢尽了 剑宗的长老们都是义愤填膺 要是灵道没有回来 他们只会沉默 可是 现在灵道已经归来 可以说灵道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正是因为有了灵道 他们才敢呵斥那些乾坤境王者 他们不知道灵道有多强大 然而 八位半步大能和八位乾坤境巅峰王者联手 实在恐怖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灵道一个人 又怎么和十六位乾坤境王者斗 他们恨不得拔剑帮灵道 只是他们如果真的出手 恐怕只会帮到忙吧 你们非要找死 那我便送你们上路吧 灵道缓缓地伸出右手 并指围剑 向着前方滑了过去 剑之本源凝聚出一道道剑器 分别刺向了一个葛乾坤境王者 就算他们联手 就算他们一起出剑 也是根本奈何不了灵道 甚至都进不了灵道的身 仅仅是成百上千道剑器 便是挡住了他们的剑招 甚至还粉碎了他们手中的上品剑器 他们就算施展最拿手的剑法 在灵道面前 也仅仅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他们刚刚腾空而起 便是犹如下饺子一般 全部掉了下去 一个个乾坤境王者被杀 他们的身上满是伤口 原本气势汹汹的十八位乾坤境王者 现在要么成了死尸 要么遭受重创 灵道的强大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抗的 到现在为止 灵道都是没有靶剑 就算还活着的两位乾坤境巅峰王者 也不是灵道杀不了他们 而是灵道想要问他们话 当灵道走到他们身前的时候 他们便是明白了灵道的意思 要么说出他们来自哪个势力 要么灵道直接杀死他们 都到了这一步 他们自然不敢有半点隐瞒 将他们十八位乾坤境王者的来历 全部说了出来 即便如此 灵道也没有放过他们 而是将他们痛快地杀死 从他们走进建宗主殿的那一刻起 便注定了他们的死亡 宗主神威 宗主无敌 第一建修 第十七章建宗崛起 不管是建宗弟子 还是建宗长老 都是激动到了极点 本来他们以为 建宗就要在今天覆灭了 谁曾想到 灵道竟然回来了 更没有想到的是 灵道对付八位半部大能和十位乾坤境巅峰王者 就和娃尔一样 从头到尾 灵道不仅没有拔剑 而且仅仅只是伸手一画 主殿内的战斗就结束了 灵道不费吹灰之力 便是将八位半部大能和十位乾坤境巅峰王者杀死 现在的他在建宗弟子和长老眼里 简直就是无敌的剑神 小弟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了 灵武深吸了一口气 让心情平静下来 才忍不住开口问道 灵道表现出的战力 实在是太过害人 当初在大陆王朝的时候 灵道的实力还不如他 现在灵道的实力 比他强出太多太多 目前天人进前期 应该快到天人进中期了 灵道的话 让灵武大吃一惊 其他建宗长老和弟子 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大多促人 岁数比灵道还要大 可他们还在本元进 星辰进和乾坤进的时候 灵道已经是天人进强者 怪不得那些乾坤进王者 在灵道面前不堪一击 差距实在太大 都散了吧 好好修整一番 明天开始 我们要让先前那些建宗 一个个除名 两位乾坤进巅峰王者死前 已经将他们18位的来历 全部交代了出来 灵道本来就是想要将建宗 培养成一个极为强大的势力 现在的建宗 相对中央主将域 那些武品势力来说 弱了太多 正好从东建域开始磨砺 唯有一次次战争 经历战火的洗礼 建宗弟子才可以不断地变强 现在的建宗 明显跟不上他的步伐 好在他不急着前往天界 有的是时间栽培建宗的所有建修 他最痛恨的便是背叛者 那么自然要先拿摩建宗 无建门 傲建宗 龙建宗和万建宗开刀 是 宗主 整齐划一的声音 无比洪亮 就连天上的白云 都是被滚滚声浪震散了 灵道是建宗的灵魂 唯有他在 建宗所有舞者才能拧成一骨绳 灵魂的管理能力的确不差 自身天赋也不错 可惜建宗的弟子和长老 崇拜的永远都是灵道 大哥 江爷爷和十三亿他们人呢 好不容易回来了 自然要痛饮一番 灵魂笑了起来 不管灵道强到什么程度 也不管灵道境界有多高 始终都是他的兄弟 他将以前的安排告诉了灵道 然后便是让人将将人 十三亿李清他们请回来 有灵道这的天人敬强者坐镇 现在建宗绝对是最安全的地方 当天晚上 灵道 零五 十三亿 李清 石横宇 执法店长老等人 便是聚在了一起 能够再度重逢 所有人都是极为开心 自然要好好庆祝一番 尤其是得知灵道 已经是天人敬强者后 他们更是一杯 接着一杯灌酒 话说 突破到通天静后 不是就不给回东建狱了吗 怎么你都天人静了 还能回来 执法店店主忍不住问道 再怎么说 天建宗也是东建狱 曾经最强的建宗 即便后来远不如从前 执法店店主的见识也是不差 后来建宗成立 零到依旧让他做执法店的店主 反正他的境界在建宗内也算高的了 突破到通天静后无法回来 只是因为东建狱狱主阻拦 东建狱狱主已经是天人静巅峰 比起中央主将狱那些武品势力的天人静巅峰武者还要强横 我也是战胜了东建狱狱主 才能魄力回到东建狱 听到灵道能够战胜天人静巅峰武者 他们一个个更是惊讶的何不拢嘴 天人静巅峰已经是剑神大世界的最高境界 灵道连那样的强者都能战胜 岂不是说灵道已经站在中央主将狱的金字塔间了吗 我这次回来 便是要让建宗搬到中央主将狱 到时候你们都跟我去 中央主将狱排行前三的武品势力 地府都被我覆灭 如今可没有多少人敢惹我 在中央主将狱建宗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你们觉得呢 本来他们觉得灵道说的事情已经够震撼了 可是在得知灵道连地府都能消灭后 一个个都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能够排在整个中央主将狱前三的武品势力 那得多强 灵道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早就认识灵道 自然明白灵道不会胡说 既然灵道有能力庇护整个建宗 那他们自然没有任何意见 中央主将狱的修炼环境 肯定比东建狱好 到了中央主将狱 建宗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大哥 你要是全下有之 也会为他自豪吧 江人喝着酒 却是想起了江中 江中去世前 唯一放不下的便是灵道 江中怕灵道被大罗皇室除掉 要是他能够活到现在 肯定不知道得意成什么样子 别说是小小的大罗王朝 就算是整个中央主将狱的武品势力 灵道都能挥手灭掉 第二天 所有建宗弟子和长老 都是前往了斗剑场 灵道这个宗主已经回来 不管是见过灵道的 还是没有见过灵道的 都是非常兴奋 尤其是灵道还说 要带他们踏平万建宗 魔建宗 奥建宗等势力 灵道他们是高高兴兴地 喝了一晚上酒 可是东建狱的其他势力高层 却是坐立不安 尤其是万建宗宗主 魔建宗宗主 无建门门主 龙建宗宗主和奥建宗宗主 他们得到建宗的消息后 便是吓得亡魂静茂 就算灵道掌握着他们的奴硬 他们也是从来不怕灵道 可是灵道不同 就算灵道没有奴硬 也能将他们轻松灭杀 昨天的事情 灵道没有刻意隐瞒 各大势力的探子 自然是将情况报了上去 一大早上 万建宗宗主 魔建宗宗主 无建门门主 奥建宗宗主和龙建宗宗主 便是附近请罪来了 他们一个个跪在斗剑场 别说是说话 连大气都不敢喘 他们的那点小心思 肯定满不过灵道 参见宗主 当灵道来到斗剑场的时候 他们五位全都是匍匐在地 不仅他们的命掌握在灵道手中 他们后辈的命 同样掌握在灵道手中 就连他们所在宗门的所有弟子的生死 都在灵道的一念之间 还请宗主恕罪 是我们监管不利 是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只是被囚禁了 他们才敢对付建宗的 要是我们能够掌握大权 肯定不会对建宗动手 毕竟我们已经被肿下奴印 不可能背叛建宗 就算宗主要罚 也恳请宗主放过那些无辜的人 只罚我们好了 亲眼见到灵道后 他们五位便是一点反抗的心思都没有了 如今的灵道 给他们的感觉 就是高深莫测 他们就算联手 也不会是灵道的一招之敌 更何况他们的奴印 还在灵武手中 你们的小算盘 本宗清楚得很 一个个赶紧自裁吧 省得看着心烦 灵道根本懒得和他们废话 要不是他回来的及时 灵武会死 建宗会被灭 现在想让他手下留情 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万建宗宗主 魔建宗宗主 无建门门主 奥建宗宗主和龙建宗宗主 抬头看了灵道一眼后 便是纷纷拔剑自杀了 他们在死前 给灵道磕头 不是为了求灵道饶他们性命 只是想让灵道放过他们的后背 现在灵道不给他们解释的时间 他们也明白 无论说什么都不顶用 自裁好歹能有个痛快 总比折磨的声不如死要强 建宗所有弟子听令 现在便随我杀到魔建宗 先让魔建宗除名 然后我们再对付龙建宗 奥建宗 无建门等等 一个都不要放过 万建宗宗主 魔建宗宗主 无建门门主 奥建宗宗主和龙建宗宗主 都是东建狱的大人物 可是他们在灵道面前 只能跪着自裁 所有建宗弟子和长老 都是见识到了灵道的强势 他们一个个都是热血沸腾 浑身仿佛拥有使不完的力量 本来 建宗的实力 远不如那些宗门 要是以前让他们攻打万建宗 魔建宗和无建门等宗门 他们绝对害怕 因为他们明白彼此的差距 但是现在 灵道让他们杀到魔建宗 他们一个都不怕 反而觉得战役高昂 建修 当勇猛精进 无惧无畏 唯有邪与火 才能磨砺出我们的锋芒 不久后 本宗将带你们前往中央主疆域 但我们建宗不要废物 不要懦夫 我们建宗弟子都是铁血男儿 傲骨争争 灵道站在高空之上 慷慨激昂 下方的建宗弟子全都是忍不住握紧了拳头 他们现在要对付的 是东建玉曾经的十大建宗 可他们不怕 因为他们的宗主在 他们心中的剑神在 当灵道拔出人王剑 向着魔建宗所在方向挥出时 所有建宗弟子便是带着满腔战役 向着魔建宗前进 就连十三亿和李清等人 都是觉得战役冲销 不和魔建宗 万建宗 龙建宗等宗门强者大战一场 他们都觉得浑身不舒坦 终有一天 建宗锋芒所到之处 势如破竹 无物可倒 第十八章万福宗 天界 荒云府 燕云州 雪姑娘 我们到了 自从上次遇到紫衣小姑娘后 灵道和雪灵瑶就没有见过追杀者了 雪灵瑶有伤在身 前两天都是灵道碑找的 后来才自己走的 如今 他们终于赶到万福宗 也就是燕云州最强的三大四品势力之一 只要有天王坐镇 便可以称为四品势力 可那样的四品势力 和万福宗根本没法向提并论 天王在万福宗 压根不算什么 毕竟万福宗的天君都多着事 燕云州的四品势力 肯定远远不止三个 只是其他四品势力 比不上万福宗和其余两个罢了 嗯 我们到万福宗了 安全了 雪灵瑶的脸色 依旧带着一丝病态的苍白 伤势还没有痊愈 幸亏后来没有强者追来 要不然以他和灵道的实力 真的没法应付 别说天将近强者 就算是天兵近巅峰的武者 都能置他们于死地 万福宗 比剑神大世界中央主将域所有的五品势力 都要气派 伏修 本来就难缠 更何况还是一个伏修组成的四品势力 燕云州和万福宗并列的两大势力 便是双剑门和银枪盟 据说 双剑门门主和银枪盟盟主 都是天君巅峰 唯独万福宗宗主 只是天君近中习 比双剑门门主和银枪盟盟主 低两个小境界 即便如此 双剑门门主和银枪盟盟主 都是不敢小觑万福宗宗主 因为万福宗宗主练制服转的手段极强 要是他们和万福宗宗主单打独斗 万福宗宗主随手扔出一枚又一枚服转 他们也会非常头疼 万福宗宗主练制出来的服转 已经足以对巅峰天君造成伤害 如果他不计代价的使用服转 双剑门门主和银枪盟盟主 都得退避三射 既然你已经到了万福宗 那我们就此分开吧 我不是福修 没必要进万福宗 燕云州和赤云州两州之地 最强的福修势力 便是万福宗 要是成为万福宗核心弟子 完全可以在赤云州和燕云州横着走 当然 想要成为核心弟子 难度非常之大 万福宗的核心弟子 从来不会超过五位 累了那么多天 不如你就在万福宗歇息一下吧 雪佳覆灭 如今雪灵瑶无亲无故 出来万福宗 他肯定不适应 尽管认识灵道的时间不长 但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雪灵瑶自然非常信任灵道 甚至雪灵瑶的内心深处 还对灵道生出一种依赖 只是灵道和雪灵瑶都没有发觉而已 你看我还有伤在身 要是有人对我不利 恐怕 说到这里 雪灵瑶便是可怜兮兮的望着灵道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仿佛随时都会绝体一般 那好吧 灵道点了点头 雪灵瑶这样的大美女装可怜 故意卖萌 任谁都受不了 反正她也没有什么急事 就在万福宗耽误两天好了 单单是以雪灵瑶的美貌 在万福宗肯定就能引起极大的麻烦 以雪灵瑶现在的状态 还真的没法应付 其实 你要是留在万福宗 也不是不行 万福宗分为内宗和外宗 内宗才是福修 外宗有五修的 只有福修 才能成为万福宗内宗弟子或者长老 如果不是福修 哪怕成为天君 也仅仅只是外宗长老罢了 外宗长老的身份地位 自然不如内宗长老 同样的境界 福修对万福宗的贡献 肯定更大 福转 不仅福修可以使用 武修 剑修 刀修等等 都可以使用 万福宗拥有惊人的财富 便是因为他们出售福转 燕云州和赤云州的其他势力 想要福转 都是在万福宗购买的 外宗 算是内宗的保障 由一群强大的武者组成 不管是武修 还是剑修 亦或是公修什么的 都可以 福修 对其他势力来说 都是相拨拨 要是有强大的福修 给自家宗门炼制福转 不仅能够省下大笔财富 还能增强自家宗门的整体实力 福修是强 手段多样 可是激活福转 终归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有武者在瞬息间施斩杀招 很有可能在福修激活福转前 就将福修斩杀 要是有其他武者守护着福修 那福修在战场上发挥出的作用 便是极大 就好比如果万福宗和双剑门交战 外宗武者守护着内宗福修 到时候一枚枚福转激活 肯定能够给双剑门造成极大伤害 万福宗之所以成立外宗 自然也是为这一方面考虑 甚至内宗弟子和长老 还可以在外宗选择守护者 还有一点 福修使用大量的时间炼制福转 便导致他们的武道静静漫上许多 万福宗宗主的资质 比起双剑门门主和银枪门盟主 都是不差 甚至有有过之 要是一门心思修炼 万福宗宗主现在肯定也和双剑门门主 以及银枪门盟主一样 为巅峰天君 可现在他只是天君忠习而已 雪佳的丫头终于来了 万福宗的聂长老 和雪佳家主交情不错 也是他发现雪灵瑶在福道意图上的造诣极高 可惜 雪佳家主就雪灵瑶这么一个掌上明珠 再加上雪灵瑶不想离开雪佳 他只得答应雪灵瑶的要求 让他18岁再来万福宗 如今 雪灵瑶已经18岁 就算没有雪佳覆灭的事情 他也会来万福宗 叶长老早就在雪灵瑶身上留下过一道印记符传 只要雪灵瑶到达万福宗境内 他便能够感应到 这么多年来 他都没有收图 便是因为心里早就有了人血 雪灵瑶 是叶长老见过天赋最高的福修 雪佳那样的势力 竟然能够出现雪灵瑶这样的福道天才 的确是个奇迹 每一位长老 都可以收很多徒弟 可他只想一门心思地培养雪灵瑶 只要不出意外 雪灵瑶将来必然可以成为万福宗的顶梁柱 我们怎么进去灵道和雪灵瑶站在万福宗的宗门外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以他们的实力 自然不能强闯万福宗 否则只会被打死 就算是守在万福宗门口的外宗武者 也是天将近 比他们两个的境界高得多 等吧 涅移应该会出来接我们 雪灵瑶口中的涅移 自然就是万福宗的涅长老 守在门口的外宗武者 也是看到了灵道和雪灵瑶 只不过他们两位境界太低 那些舞者压根没有将他们放在心上 就算是来捣乱 也不可能让这么两位天人敬舞者来 灵瑶 你终于舍得来了 没过多久 涅长老便是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身为万福宗期长老 他的名头自然极大 守在万福宗门口的那些舞者 都是赶紧过来行礼 涅长老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不要声张 然后便是走到了雪灵瑶的身前 这么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已经成了大姑娘了 以你的美貌 恐怕追求你的年轻人数不胜促吧 先前 雪灵瑶一直戴着面纱 就是担心她的样子引起麻烦 现在已经看到涅长老 自然不用有什么顾忌 取下了面纱 守在万福宗门口的天将近五者 都是看呆了 世间竟然有如此美人人 身为赤云州第一美女 雪灵瑶的美貌 自然不必说 就算在燕云州 恐怕也没几人可比 要是雪灵瑶早点取下面纱 他们肯定不会对灵道和雪灵瑶 不闻不问 起码要献一番殷勤 只是期待新的可能性更大 李爹和你娘怎么样了 他们竟然没有派人送你吗 从赤云州到燕云州可不太平 要是雪家家主还活着 肯定会派一批天将近五者 护送雪灵瑶前往万福宗 甚至雪家家主都有可能亲自出马 毕竟雪灵瑶是她的宝贝女儿 从小就宠爱到了极点 灵道虽然站在雪灵瑶的旁边 但涅长老直接将她无视了 只要灵道没有特意隐藏境界 那么以涅长老的境界 一眼便能看穿她的境界 雪家家主就算在糊涂 也不可能让一位天人 竟前其舞者护送雪灵瑶 涅宜 你不知道 我们雪家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我爹和我娘都已经去世 涅长老 和雪灵瑶还算亲近 现在她问起雪家的事情 雪灵瑶自然是悲从心来 雪灵瑶双眼通红 一滴滴泪水滑过脸颊 她将雪家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一时的告诉了涅长老 什么 李爹和你娘她 原本涅长老只是客气地问两句 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雪家家主和家主夫人 早年便和她认识 关系不错 没有想到 雪刀蒙竟然联合其他五品势力 将雪家灭门 雪家毕竟只是五品势力 自然挡不住雪刀蒙的强者 孩子 解爱顺便 你也受苦了 雪家覆灭 雪灵要一个人长途跋涉 还要应付雪刀蒙和其他五品势力的追杀 能够活着来到万福宗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涅长老的眼中 有着一丝怒意闪过 没想到雪刀蒙竟然如此的欺人太甚 要是雪灵瑶出世 她到哪里找这样的天才弟子 第十九章 涅长老 可惜 仅仅是我 没法帮你报仇 涅长老常常地叹了一口气 雪刀蒙怎么说 也是赤云周数一数二的四品势力 单单凭她一个人的力量 不可能对付得了雪刀蒙 要是万福宗肯对雪刀蒙出手 倒是有可能报仇 只是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她是万福宗长老不嫁 可想要说服万福宗宗主 帮雪灵瑶报仇 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万福宗宗主的性格 她非常了解 一切都以宗门利益为重 万福宗宗主不尽人情 就算她跪下来求宗主 都是无用 当然 不仅是万福宗宗主 就算换成双剑门门主和银枪蒙盟主 也不可能为雪灵瑶报仇 对付雪刀蒙 肯定损失极大 甚至有可能在两败俱伤的时候 被其他四品势力作收渔翁之力 为了一个弟子 谁都不可能做出如此不理智的事情 更何况雪灵瑶现在还不是万福宗弟子 我知道的 涅移不用为难 想要报仇 只能靠自己 雪灵瑶来万福宗 为的是强大自己 若是有一天 她能够成为万福宗宗主那样的扶修 那她肯定能够找写刀蒙算账 只是想要覆灭血刀蒙 还得她超越天君才行 你明白就好 现在跟我进去吧 雪灵瑶乖巧懂事 涅长老自然喜欢 要是她非逼着涅长老帮她报仇 那不仅是无理取闹 还会招来涅长老的反感 以涅长老和她爹的交情 要是能报仇 涅长老肯定不会推辞 涅怡 这位是我朋友 不知道能不能让她也进去 直到这个时候 涅长老才是仔细地打亮了灵道一眼 灵道又年轻 境界又低 先前涅长老只是瞥了一眼 便是没有在意 如果不是因为灵道就站在雪灵瑶旁边 恐怕他瞥都不会瞥灵道一眼 像灵道这样年纪的天人 近前其舞者 在见神大世界的确极为罕见 称之为爵士天才 自然不畏过 可是在天界 算不得什么 就算是万福宗的外宗 也有和灵道年龄差不多 境界比灵道还要高的年轻弟子 更何况 万福宗最重要的是内宗 不管是内宗弟子还是内宗长老 心里都是瞧不起 外宗弟子和外宗长老的 涅长老还算好的 有的长老直接将蔑视和不屑挂在脸上 偏偏扶修给万福宗带来的利益最大 外宗弟子和长老也不好说什么 丫头 人心险恶 你经历的太少 可不要被人蒙骗 怎么说 涅长老也是活了上百年 自然能够看出雪灵瑶对灵道友情 这种感情 现在只是友情 可一男一女 又都是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以后很容易发展成爱情 涅长老想要培养一位超越自己的扶修 自然不想雪灵瑶受到爱情的羁绊 涅疑 要不是灵道帮我 我根本走不到万福宗 恐怕早就死在路上了 雪灵瑶的解释 不仅没有让叶长老对灵道刮目相看 反而让叶长老更加怀疑灵道 一个天人静前旗舞者 连雪灵瑶都不如 是问灵道如何帮雪灵瑶带到万福宗 随便一个天兵静舞者 就将灵道杀了吧 在她看来 雪灵瑶设事不深 从小就是雪家的掌上明珠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知人知面不知心 肯定是灵道 使用什么手段 让雪灵瑶相信她 甚至渐渐地喜欢上她 赤云州第一美女的魅力 自然不是灵道这样的年轻人可以抵挡的 想要俘获美人心 肯定要在美人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下手 叶长老已经在想 灵道会不会是赤云州其他四挺势力的弟子 或许灵道早就看上雪灵瑶 只是以前没法下手 现在雪家被灭 灵道的机会终于到来 那好 就让她跟来吧 叶长老点了点头 没有和雪灵瑶说灵道的问题 因为她明白现在和雪灵瑶说什么 雪灵瑶都不会相信 以她的身份地位 想要整治一位天人静前旗舞者 实在是简单至极 看来 万福宗也不是那么好近的 灵道跟在叶长老和雪灵瑶身后 心里暗暗警惕了起来 她不是雪灵瑶 早已见冠尔与我诈 人心险恶 叶长老看她的眼神 明显有问题 要不是因为雪灵瑶 她才懒得近万福宗 以她现在的实力 在万福宗里连自保都做不到 不说别人 单单是眼前的叶长老 便是一位天君 她现在只有天人静 可前世她就是天君 自然对天君的气息 极为熟悉 天人静之上是天兵静 再是天将静 紧接着是天王 然后才是天君 差距如此之大 若是真打起来 自然无法抗衡 好在已经一体两分 反正见修身体再见神大世界 没有什么危险 就算现在死了 也能复活 正因为如此 她才不怕 顶多是付出点代价复活而已 她也想看看 聂长老到底想搞什么鬼 灵瑶啊 明天我就让你成为万福宗内宗弟子 以后你就跟我住在一起吧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做我徒弟 天君进前期的福休 在万福宗的地位自然极高 再加上雪灵瑶本身就是福休 聂长老让她成为万福宗内宗弟子 自然不难 当然内宗弟子 也是有区别的 分为普通弟子精英弟子和核心弟子 现在的雪灵瑶 只能做普通弟子 也就是内宗最底层的弟子 想要成为精英弟子 起码要在20岁前炼制出人品福传才行 若是能够炼制地品福传 那便可以成为内宗长老 以雪灵瑶的天赋 只要念长老稍加指点 成为精英弟子不会有半点问题 福传和兵器功法一样 也分等级 从低到高一次是 下品福传 中品福传 上品福传 集品福传 人品福传 地品福传 天品福传 可惜 整个万福宗 也没人能够单独炼制天品福传 当然 同样是地品福传 肯定也是有区别的 地品福传的下等货和上等货 肯定没法比 这一点和兵器以及功法 也是一样的 吃腹在上 请受徒人一拜 列长老刚回到住处 便是和雪灵瑶摊牌 开门见山 没有半点拐弯抹角 雪灵瑶也是欣然同意 成为列长老徒弟 必然能够得到更好的培养 这样一来 他才有可能报仇 雪家的大仇 只有靠他报了 好 好 好 你是我唯一的徒弟 我肯定会将毕生所学 全部交给你 能够收雪灵瑶为徒 列长老明显颇为开心 就连看灵道都是觉得顺眼多了 幸亏万福宗的其他长老 都不知道雪灵瑶的福道天赋有多高 要不然他们恐怕会格格争抢 列长老本身资质就不差 要不然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 可他明白雪灵瑶的资质起码比他好十倍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进来后 就浑身不对劲 临到表面平静 心里却是充满了疑问 走进万福宗后 他便是感觉到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他 他不仅这辈子没来过万福宗 就连上辈子也没来过万福宗 既然如此 那万福宗又有什么东西会呼唤他 南荒诸仙境的运转速度都是逐渐加快 他现在就像是普通人饿肚子一般 想要饱餐一顿 而他要吃的东西便是万福宗深处的东西 这么说仅仅是一种比喻 因为他对万福宗深处的那件东西极为渴望 师父你看领到也没地方去 能不能也让他成为万福宗弟子 已经成为孽长老的徒弟 那他成为万福宗弟子自然是铁板钉钉 这段时间他也问过领导的情况 领导只是含糊其词 并没有说明自己的来历 却领瑶没有追问 可他也明白 领导并非赤云州和燕云州的人 现在领导无依无靠 境界还没他高 他自然希望领导也能成为万福宗弟子 他是福休嘛 以孽长老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 领导根本就不是什么福休 却领瑶可不知道他是明知顾问 只是认真地摇了摇头而已 然后 雪凌瑶便解释 说领导和他一路 已经得罪了血刀盟和其他无品势力 要是领导不留在万福宗 便会有性命危险 罢了 就让他做外宗弟子吧 雪凌瑶希基的眼神 终于是打败了孽长老 反正招收一个外宗弟子 比招收内宗弟子 要简单得多 万福宗宗主对外宗的重视 远远不如内宗 最重要的是 聂长老认识一位外宗的长老王 那个人可以说是个疯子 要是把领导交给他 绝对能够让领导吃不了兜着走 万福宗的长老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普通的长老 另外一种便是长老王 想要成为长老王 最起码的是天君 聂长老便是内宗的长老王 领导敢骗取他徒弟的信任 自然要好好地惩罚领导 领导 我师父答应让你做外宗弟子了 你就留下来好不好 雪凌瑶的话 让聂长老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怎么感觉 好像是他们求着 让领导成为万福宗弟子一样 算了 反正等明天将领导交给那个疯子 什么仇都报了吧 第二十章 癞蛤蟆想吃天饿肉 本来 领导是不打算留在万福宗的 反正雪凌瑶已经拜孽长老为师 别说是云州那些无品势力 就算是血刀蒙武者 也不敢到万福宗内杀人 雪凌瑶明天就会是万福宗内宗弟子 再过一段时间 便是可以成为精英弟子 然而 先前的事情 让他改变了主意 万福宗深处的东西 对他的呼唤越来越强烈 要不是实力不济 恐怕他现在就已经闯过去 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对他的吸引如此之大 要是我能练制服转 岂不是能够赚取大量的灵石 修炼蛮荒诸仙境 需要海量的天才地宝 零到以前境界低 这一点表现的不是很明显 再加上开始的时候 还有体内的剑气可以炼化 他的静境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现在已经是天人境前期 现在到了天界 灵气和本源的浓度 都远超见神大世界 即便没有天才地宝 他的修炼速度 比起一般天才 也是毫不逊色 毕竟蛮荒诸仙境吸收灵气和本源的速度 都是极为吓人的 只是 想要更快的突破 就需要天才地宝了 若是能够拥有大量的灵石 他便可以购买天才地宝 然而 灵石不是那么好赚的 他乾坤界里是有大量的极品灵石 可惜极品灵石对四品势力来说 根本算不得神吗 灵石 同样分等级 和功法武学兵器和福转都一样 从下道上依次是下品灵石 中品灵石 上品灵石 集品灵石 人品灵石 地品灵石 天品灵石 眼前就有一个转取灵石的机会 那便是学会炼制福转 剑道和武道有冲突 而福道和武道 则没有矛盾 灵道不可能一门心思扑在福道上 要是无法成为福修 那他便不会浪费时间 要是侥幸成为福修 武道也是重点 他顶多会拿出空间时间炼制福转 一味的修炼 并非最好的办法 要不然武者只要闭关隔几千年 不说天下无敌 起码也能称霸义府 在见神大世界时 灵道便是在生死之间牟利自己 使得他的提升速度 远超同辈武者 或许炼制福转 也有那样的效果 好吧 那我就先留再万福宗 灵道点了点头 不管能不能成为福修 他都不会再万福宗停留太长时间 现在已经身在天界 自然要想办法 前往紫薇玉看一看 前世的他太过冲动 也不知道紫薇圣地后来有没有报复灵家 还有 逍遥王和那兰柔人早就到了天界 灵道还要找到他们 一家团圆 他们两人的安全 灵道倒是不担心 不仅因为逍遥王高深莫测 还因为灵家也是天界的大势力 据说灵家还有一尊大帝坐镇 天色已矮 你们先休息吧 明天让你们成为万福宗弟子 列长老不冷不淡地说道 灵道的态度 的确让他有点不爽 再怎么说 万福宗也是燕云州最强的三大四品势力之一 他让灵道成为万福宗外宗弟子 怎么灵道一点都不感激他 难不成灵道不知道想成为万福宗弟子 非常困难吗 他竟然愿意成为万福宗弟子 难道我猜错了 原本 列长老以为灵道是赤云州其他四品势力的弟子 答应让灵道做万福宗外宗弟子 其实也是试探灵道 如果灵道拒绝 那他肯定有问题 可他现在虽然答应得很勉强 但终究是答应了 如果灵道是赤云州其他四品势力弟子 成为万福宗弟子后 被查出来 肯定会被万福宗的执法长老处死 反正列长老想不出各所以然 还是将灵道交给那个疯子吧 要是灵道被那个疯子挽死 也是灵道命薄 怪不得他 一日 灵长老便是带着雪灵瑶和灵道 前往内宗传宫长老所在处 偌大的万福宗 也就只有三位传宫长老 要不是他带着 灵道和雪灵瑶可没有资格见到传宫长老 执法长老在外宗 传宫长老在内宗 传宫长老的地位 自然要比执法长老高 莫长老 我昨天刚收了一个土地 麻烦刑格方便 万福宗宗主也就天君尽忠习而已 以涅长老天君尽前期的境界 在万福宗混得自然不差 只是莫长老和他一样 都是万福宗的长老王 他自然要客客气气的 莫长老不仅负责传授内宗弟子练福 还给内宗弟子发放衣物 零食 扶纸等必需品 不 列长老竟然收徒了 莫长老从座位上站起来 仔细地打亮着雪灵瑶 列长老收徒 出了名的挑剔 到现在为止 没有收过任何一位徒弟 雪灵瑶由他亲自带进宗门 天赋肯定很高 即便如此 他依旧要按照规矩办事 我是真的不会叫徒弟 怕耽误小辈 他父母刚好和我交情不错 我就收他为徒了 虽然他的确是个好苗子 但比起莫长老那些的一门生 他要走的路还长着呢 列长老嘴上谦虚 眼中却是闪过一丝得意 莫长老那些弟子 他自然见过 有的已经可以练制地品福传 成为内宗长老 那些人境界是高 能够练制出的福传 也是不差 可他们的资质 真的不如雪灵瑶 公事公办 小丫头 你就当场炼制一枚福传 让老夫看一下 雪灵瑶点了点头 莫长老递给他一张福纸 便是仔细地看了起来 列长老的得色 莫长老自然看得出来 只是雪灵瑶刚来万福宗 应该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学习 整个燕云周 说起炼制福传 万福宗必然是首屈一指的第一 现在的情况 列长老昨晚便是已经告诉雪灵瑶 雪灵瑶自然不会却场 福传便是以自己的力量 在福纸上刻画福阵 小小的一张福纸 因为福阵的不同 可以有千变万化 他现在刻画的便是一种攻击福传 等级是极品 要是催发这枚福传的话 便是可以出现九柄兵剑 就算是通天境大能使用 也可以伤到天人静全其舞者 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 靠的只是自身经验和天赋 不得不说 雪灵瑶在福道上的天赋 真的很高 福阵的一笔一画 从头到尾 没有半点错乱 他的眼神极为专注 一双玉手也是没有半分颤抖 从头到尾 都是没有出现什么错误 当他完成最后一笔时 福传上方便是有着五颗小星辰一闪而眉 同一格品阶的福传 自然有高低之分 五颗小星辰便代表着雪灵瑶炼制出的是五星极品福传 莫长老眼中的羡慕 一闪而逝 即便是涅长老都没有注意到 他先前给雪灵瑶的仅仅是最普通的福纸 要是换成好一点的福纸 雪灵瑶炼制出的极品福传肯定品质更高 不错 小丫头很有天分麻 希望你早日炼制出人品福传 成为内宗精英弟子 普通弟子的待遇 自然不如精英弟子 更不要说和核心弟子相比 当然 即便是内宗的普通弟子 比起外宗弟子也是很有优越感的 万福宗宗主始终最重是内宗 外宗得到的修炼资源 还不如内宗的十分之一 都谢前辈夸奖 雪灵瑶毕竟是五品势力雪家的大小姐 礼节方面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莫长老点了点头 然后便是将内宗弟子服饰 令牌之类的全部交给了雪灵瑶 顺便还赠送雪灵瑶一枚乾坤戒 里面装的便是福纸和零食 就算是送给内宗普通弟子的零食 也是人品零食 雪灵瑶刚刚成为万福宗内宗弟子 便是得到了一千块人品零食 可想而知 万福宗是多么的财大气粗 毕竟出售那么多的福赚 想不发财都难 灵瑶 以后我会好好教你 让你早日成为精英弟子 至于核心弟子 你就不要抱太大希望 太难了 列长老明显极为高兴 雪灵瑶在莫长老面前 给他极为长脸 莫长老撇了撇嘴 懒得看列长老的意的样子 而是将看向了雪灵瑶旁边的灵道 灵道看起来和雪灵瑶差不多大 不会也是一位福道天才吧 列长老 不知道这小子是什么人 难道也是你徒弟 莫长老的话 引来列长老的一声痴笑 列长老之所以带灵道前来 只是为了让灵道看一下 内宗弟子在万福宗的地位有多高 更何况 雪灵瑶还是注定要成为精英弟子的 而灵道顶多是一位外宗弟子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只是吃人说梦而已 他就是要让灵道明白 雪灵瑶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 要是灵道能够知难而退 他倒是可以放灵道一马 可惜 灵道从头到尾 脸色都是没有任何变化 莫长老太抬举他了 他连福转是什么 恐怕都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收他为徒 要不是灵瑶求情 我早就将他赶出万福宗了 现在只得将他送到外宗去 谁让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呢 列长老的话 没有给灵道半点面子 要知道附近除了莫长老 还有其他内宗弟子 他这样做 分明就是故意羞辱灵道 第二十一章九福时刻 原来是靠关系才进我们万福宗的 而且还是靠女人的关系 真丢脸 先前那位姑娘的福道天赋 连师父都夸赞 哪里是区区一个外宗弟子 能够攀附的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以莫长老的身份 自然不可能嘲笑领道 可附近的其他内宗弟子 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是内宗精英弟子 在普通弟子面前都有优越感 更何况还是在外宗弟子面前 而且 灵道现在还不是外宗弟子 靠聂长老的关系 才能成为外宗弟子 如果聂长老对灵道赞赏有加 他们肯定不敢讽刺灵道 可他们都能看出来 聂长老分明也是极为厌恶灵道 现在他们羞辱灵道 指不定还能得到聂长老的青睐 最重要的是 雪灵妖实在太漂亮 就算和万福宗第一美女弟子相比 都是略胜半酬 万福宗第一美女是核心弟子 他们也就只能仰望 毕竟万福宗的每一个核心弟子 都是宝贝 在宗族眼里 比精英弟子重要得多 核心弟子在万福宗的地位 比一般的长老还要高 基本上和聂长老以及莫长老 这样的长老王差不多 要是他们得罪核心弟子 就算核心弟子愤怒的将他们杀死 宗主也会将事情压下 不会惩罚核心弟子 也就是说 核心弟子对普通弟子和精英弟子 拥有生杀与夺的大权 至于外宗弟子的地位就更低下了 万福宗有史以来 核心弟子从来都不会超过五位 比长老王的数量都要稀少 可是 任何一位核心弟子成长起来 都能成为万福宗的顶梁柱 换做以前 聂长老和其他内宗弟子的话 可能会激怒林道 可是现在 林道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 聂长老一位天君 还用如此手段对付他 真是够无耻的 此时说什么豪言壮语 都是苍白无力 还不如什么都不说 你不要在意 我们走吧 林道没有生气 雪玲瑶反而是气呼呼的瞪了那些内宗弟子一眼 他的心里对聂长老 都是颇有怨言 可惜 聂长老是他师父 就算他不满聂长老的说法 也是不好说聂长老什么 雪玲瑶主动伸手 挽住了林道的胳膊 他不知道怎么安慰林道才好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表明他的立场 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林道 反正雪茄覆灭后 在他心里林道就是最亲近的人 他不会忘记 林道为了他 以天人静前起的境界 和一群天兵静武者血拼 他不会忘记 林道为了他 敢和天兵静巅峰的司徒寇决一死战 他不会忘记 是林道背着他 一步一步赶往万福宗 他和林道非亲非故 林道完全可以不管他 让他自生自灭 可是 林道愿意为他的罪写道蒙 愿意为他置生死于度外 愿意为他留在万福宗 愿意为他忍受种种嘲笑 臭小子 还不赶紧收回你的胳膊 否则我杀了你 一位内宗弟子愤怒地说道 明明是雪灵瑶主动挽住林道的胳膊 可他没有说雪灵瑶任何不适 而是满脸目意地盯着林道 除了他之外 其他内宗弟子 望向林道的眼神中 也是满含嫉妒之色 和雪灵瑶这样的美女亲近 他们每一个都是梦寐以求 可惜 他们才第一次见到雪灵瑶 和他完全不熟悉 而且雪灵瑶是念长老的徒弟 他们根本不敢对雪灵瑶有半点不敬 长老王级别的师父 不是每个内宗弟子都有这样的运道 狗咬我一口 我总不能反咬回去 罢了 我们走吧 不惹事 不代表林道怕事 丢下这么一句话后 他便是不管暴跳如雷的万福宗内宗子弟 而是和雪灵瑶离开了末长老所在之地 列长老皱了皱眉 本想让林道松开 可明明是雪灵瑶主动的 他也不好多说 混账 你说谁是狗 我要杀了你 当那位内宗弟子反应过来后 便是气得暴跳如雷 可惜 林道已经走远 其他人看他也都像在看傻子一样 林道顶多是一位外宗弟子 以他们内宗精英弟子的身份 以后要玩死林道 还不是轻而易举 何必现在和林道一般见识 林瑶 先前你问我怎样才能成为核心弟子 那我现在便告诉你 只是你别抱多大希望 在我万福宗 有着九福十克 只要能够得到其中一福十克的认可 便可以成为核心弟子 万福宗的先辈们 早就已经验证 不是说天赋好 就能得到十克的认可 谁也不知道如何得到十克的认可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只要能够得到其中一种十克的认可 便可以炼制出更为厉害的福传 就连在福道上的天分 都会逐渐拔高 在福道上的成就也会越来越高 据说 九福十克是万福宗的开派祖师 在一处太古遗迹内所得 他老人家也才得到其中三福十克的认可 因此开创出万福宗这样的四品势力 并且传承至今 现任宗主当年和我差不多 可是后来他得到其中一福十克的认可 便将我甩在了身后 却灵瑶专心的听着 没想到万福宗核心弟子 竟然是靠九福十克判定的 他若想成为核心弟子 最少也得得到九福十克当中的一福认可才行 列长老则是长须短叹 如果他也能得到其中一福十克的认可 现在的成就肯定更高 零到表面上镇定 体内气血确实沸腾了起来 如果不是他强行镇压 恐怕浓郁的气血之力已经散发出来 略是接近九福十克 蛮荒朱仙境运转的越快 他甚至感觉自己快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非要往九福十克靠近 九福十克 其实就是九种极为古老的福阵 单单是三物其中一种福阵 都可以让福道上的造诣不断地提升 只可惜 若是无法得到他的认可 便没法三物 即便其他人跟你说 你也不懂 列长老每次看到九福十克 都是觉得遗憾 雪灵瑶是他见过天赋最高的福道天才 可是即便如此 他也不觉得雪灵瑶就能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谁知道九福十克有着什么样的口味 万一九福十克都不认可雪灵瑶呢 要是雪灵瑶抱太大希望 等以后无法获得九福十克的认可 肯定会非常失落 列长老担心雪灵瑶太过年轻 经受不住打击 所以从一开始 他便让雪灵瑶别抱希望 就算得不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有他叫雪灵瑶 以后雪灵瑶肯定会成为一位极为厉害的俯修 师父 那我可不可以去试试 九福十克被列长老说的神乎其神 雪灵瑶自然是好奇心大增 一脸的跃跃欲试 列长老看到雪灵瑶 就像是看到年轻时候的自己 那时候他就是抱着获得九福十克任何的希望 可惜一次次失望导致了最终的绝望 那你去试试吧 反正无法获得认可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要在乎 一而再再而三叮嘱了雪灵瑶后 列长老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唯独让列长老皱眉的是 到现在为止 雪灵瑶都是挽着领导的胳膊 他嘲笑领导可以 只是让他亲手对付领导 他实在拉不下脸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走 我们去看看 雪灵瑶挽着领导的胳膊 一起走向了九福十克 领导没有注意到自己和雪灵瑶有多亲密 而是尽全力压制着体内的躁动 九福十克对万福宗 实在是太过重要 如果因为他导致九福十克出现什么意外 那么就算是一百个他 恐怕都不够杀的 九福十克周围 聚集了万福宗大量的弟子 不管是外宗弟子 还是内宗普通弟子 亦或是内宗精英弟子 都想撞大运 若是能够得到其中一福十克的认可 那他们的身份地位便会暴涨 直接成为核心弟子 就连外宗长老和内宗长老 都是偶尔前来 可惜 想要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太过艰难 如今的万福宗 也就仅仅两位核心弟子而已 而且都是仅仅得到一福十克的认可 他们两位便是下一任宗主的候选 听师父说的那么玄乎 估计我也没法得到认可 那就随便找一个试试吧 雪灵瑶松开灵道的胳膊 一路小跑着 来到一福十克前 灵道眉头一挑 人面扬身 胡齿人爪 起目在腋下 正是饕餐时刻 雪灵瑶将手放在饕餐时刻上 什么反应都没有 他失望地叹了口气 果然没有得到认可 一福不行 就换一福试试 灵道拉着雪灵瑶的手 将雪灵瑶带到了另外一幅时刻面前 姬头 燕汉 蛇颈归备 鱼尾 五彩色 正是凤凰时刻 灵道之所以过来 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帮助雪灵瑶 具体能不能成功 还得实验一下 得到灵道的鼓励后 雪灵瑶伸出玉手 放在了凤凰时刻上 有了第一次失败 他本没有抱什么希望 可是 事实和他想的又不一样 因为 仅仅是片刻后 凤凰时刻便是光芒大放 正是得到时刻认可的标志 第二十二章地位最高的核心弟子 天哪 有人得到时刻的认可了 我万福宗终于又有一位核心弟子 天佑我万福宗 从今天开始 便有三位核心弟子 不知道是谁这般好运 火红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万福境地 九福时刻 是万福宗的立宗之本 对万福宗来说 自然是极为重要 要不然也不会放在万福境地 只有万福宗的武者 才有资格进入万福境地 其他人不行 只是 他们都不知道 是万福宗第一代宗主 将九福时刻放在此处 然后此处才变成了万福宗的境地 不是万福宗历代宗主 不想将九福时刻藏起来 而是他们根本没法移动九福时刻 每一福时刻 都像是扎根于虚空 巅峰天军都是奈何不得 他 他成功了 即便以孽长老的心性 都是激动的结巴了起来 却灵瑶再福到意图 天赋极高 要是再得到时刻的认可 前途真是不可限量 却灵瑶能够得到凤凰时刻的认可 真是让他兴奋的不得了 我得到认可了 却灵瑶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得到凤凰时刻的认可 就意味着成为万福宗的核心弟子 如此一来 他便是下一任宗主的候选人 要是能够成为万福宗宗主 他自然能够找血刀蒙报仇 听说 另外两位核心弟子 都是获得了一福时刻的认可 这么说我和他们一样了 万福宗现在的两位核心弟子 分别是柳青梅和方寒宇 雪灵瑶来之前 柳青梅便是万福宗第一美女 可惜柳青梅是核心弟子 就算那些内宗精英弟子 都是没法得到他的亲心 原本 雪灵瑶的到来 不仅可以抢博万福宗第一美女的称号 还让内宗精英弟子有了下手的目标 没想到 雪灵瑶刚刚成为万福宗内宗的普通弟子 便是得到了凤凰时刻的认可 如此一来 雪灵瑶在万福宗的地位便不比柳青梅差 万福宗内宗的精英弟子们 无法得到柳青梅 自然也没法得到雪灵瑶 一旦得到九福时刻任意一福的认可 便是愉悦画龙 还能得到宗主的重视 没想到 又有人得到了一福时刻的认可 天要心我万福宗 万福宗宗主立刻停下了手中动作 向着万福境地赶了过去 别的事情他可以不管 可是每一位核心弟子的出现 对万福宗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 若是当年他没有获得石刻的认可 那么现在的宗主恐怕就不是他了 以往 有一个两个核心弟子 就已经非常不错 没想到 他当宗主期间 万福宗竟然出现了三位核心弟子 柳青梅和方寒宇得到石刻的认可后 炼制服转的能力 都是远超从前 你和他们不一样 因为你还有七个石刻 没有接触 别人都以为雪灵瑶是运气好 才得到凤凰石刻的认可 只有灵道明白真相 雪灵瑶接触凤凰石刻的时候 凤凰石刻根本没有什么反应 是灵道将自己的力量 传递到雪灵瑶的手上 才引起了凤凰石刻的变化 既然核心弟子地位那么高 万福宗对核心弟子又那么重视 灵道自然要好好的帮雪灵瑶一把 另外两位核心弟子 都只是获得一副石刻的认可 要是雪灵瑶获得两副石刻的认可 地位岂不是更高 能够得到凤凰石刻的认可 已经是万幸 还想得到其他石刻的认可 我估计是不可能了 得到一副石刻的认可 雪灵瑶已经满足 不过事事也没坏处 蛇身 鹿角 鱼鳞 施尾 长须 四足 正是真龙石刻 这一次 灵道没有帮雪灵瑶 真龙石刻也是没有半点反应 雪灵瑶笑了笑 并没有在意 人要知道满足 已经得到一副石刻的认可 还想得到第二副石刻的认可 未免太过贪心 他离开真龙石刻 走向了昆蓬石刻 结果一样 昆蓬石刻 同样没有半点反应 难道他还想得到两副石刻的认可 未免太不知足了吧 能够得到凤凰石刻的认可 已经是天大的幸运 难不成他以为他是开派祖师 在场的万福宗弟子 忍不住低声嘟闹 雪灵瑶得到凤凰石刻的认可 他们自然颇为嫉妒 可惜 现在雪灵瑶的身份摇身一变 从普通弟子直接提升到核心弟子 他们连大声辱骂雪灵瑶都不敢 别说亲手对付雪灵瑶了 灵瑶 到我身边来吧 得到凤凰石刻的认可足矣 列长老忍不住瞪了领导一眼 要不是领导提议 雪灵瑶也不会如此贪心 偌大的万福宗 已经很多年 都是没有出现过得到两副石刻认可的弟子了 他希望雪灵瑶保持平常心 不要被灵道迷失本性 再是最后一个 兴许成功了呢 不知不觉 雪灵瑶和灵道已经来到下一副石刻面前 雪白的狐狸 长着九条长长地尾巴 赫然是妖狐石刻 饕铁石量最为惊人 凤凰恢复能力最强 真龙肉身最强 昆蓬速度最快 九尾妖狐意志最强 每一副石刻上 雕刻的凶兽 都在某个领域达到了极致 九伏石刻 想必就是代表着 九种强大的凶兽 灵道忍不住看向了另外四伏石刻 其中一伏石刻上雕刻着威猛的神像 因为神像力量最强 还有一伏石刻上 雕刻着的是金色猿猴 想必是圣元 蛮荒时期 圣元一族最为好战 也是战役最强的种族 另外一伏石刻雕刻的则是鲜玲珑 蛮荒时期寿命最为悠久的种族 其他种族都无法相提并论 最后一伏石刻 才是最古怪的 因为上面雕刻的是一个人 只是 这个人非常奇怪 长发飞扬 身材挺拔 只是脸上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 没有嘴巴 甚至连耳朵都没有 到底是没雕刻好 还是他原本就是这个样子 人族 也有一点是最强的 那便是繁衍能力 从太古时期开始 人族变成了天界之主 其他种族 都是无法和人族争雄 就好比龙族虽然强大 但是和人族打起来 最终败的肯定是龙族 就算一百条人命 换一条龙的性命 人族都不吃亏 人族十几岁就能繁衍下一代 龙族十几岁还是葛又龙 而且龙族想要孕育下一代 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 打消号战的话 龙族只能哭死 好吧 雪灵瑶乖巧地点了点头 当夜长老和领导的要求 发生冲突时 他想都没想 便是站在了领导这边 远处的聂长老 脸色阴沉 没想到雪灵瑶如此信任领导 如此依赖领导 看来 等这边事情结束 他就要立刻将领导送给那个疯子 他将右手放在妖狐时刻上 心情放松得很 反正他也没想着成功 只是 他没有感觉到 领导已经将力量 传递到了他的手上 仅仅是瞬息后 妖狐时刻便是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 虚空之中好似出现了一只巨大的九尾妖狐 咔嚓 一位正在练制服转的长老 因为看到妖狐时刻的变化 竟然乱了阵脚 功亏一篑 明明已经快成功了 没想到最后关头 画错了关键性的一笔 然而 他没有丝毫愤怒 反而一脸的震惊 竟然真的得到了第二符时刻的认可 原本偷偷嘲笑雪灵瑶的内宗精英弟子 此时却是仿佛被失了定身术一般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其他万福宗弟子和长老 也是死死地盯着妖狐时刻 雪灵瑶明明已经得到凤凰时刻的认可 怎么又在短短时间内得到妖狐时刻的认可了 我我 堂堂万福宗的长老王涅长老 如今都是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得到一符时刻认可 已经是气运过人 没想到雪灵瑶竟然拥有如此大的运道 得到了第二符时刻的认可 也就是说 雪灵瑶不仅可以成为核心弟子 而且地位比柳青梅和方寒宇还要高 早知道这样 我才不管他父母的意见 应该从小就将他接到万福宗才对 这么多年来 涅长老都没有收徒 可是现在 他可以肯定地说 一切都是值得的 雪灵瑶本身的福道天赋就很高 现在又得到两福时刻的认可 只要不出意外 他必然是万福宗下一任宗主 能够亲手培养一位宗主 涅长老自然是兴奋莫名 只是当他看到雪灵瑶身旁的灵道时 脸色便是冷了下来 雪灵瑶以后便是万福宗地位最高的核心弟子 灵道顶多是一位外宗弟子而已 试问灵道怎么配得上雪灵瑶 好 很好 没想到我万福宗 竟然又出现了一位得到两福时刻认可的核心弟子 就算是万福宗宗主 都是显得非常激动 仅仅是得到一福时刻的认可 他便有现在的成就 而雪灵瑶得到了两福时刻的认可 岂不是说 雪灵瑶将来的成就 会比他更高 从今天开始 你便是我万福宗的内宗核心弟子 你需要什么炼制福传的材料 我万福宗全部免费提供给你 你需要看什么福传方面的古籍 我让人全部送给你 若是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万福宗所有长老 你随便问 第23章段封字 万福宗宗主向来以利益为重 若是雪灵瑶没有得到九福时刻的认可 他见都不会见雪灵瑶 可是现在 他不仅对雪灵瑶和颜悦色 而且还许摸了雪灵瑶大量的好处 获得两福时刻认可的雪灵瑶 完全值得他如此栽培 拜见宗主 凡是在场的弟子和长老 都是恭敬的行礼 整个万福宗除了两位太上长老外 没人的身份地位可以比得上宗主 只要两位太上长老不现身 那么万福宗宗主便是拥有绝对的掌控权 其他内宗弟子都是一脸的羡慕 可惜他们没法得到九福时刻的认可 万福宗每个月发给他们的材料有限 若是想要更多 要么用临时买 要么用宗门积分换 所谓宗门积分 便是为宗门做事 从而得到的奖励积分 莫长老 以后给他提供核心弟子的待遇 明白没 先前的动静太大 莫长老自然也是赶了过来 现在听到万福宗宗主的吩咐 莫长老连忙点头答应 就算万福宗宗主不说 他也明白雪灵瑶对整个万福宗来说 有多重药 雪灵瑶在福道上的天赋 他已经见识过 如今又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以后只要不死 必然能够成为万福宗的领君人物 李叫什么名字 可有师父 向来严肃的万福宗宗主 和雪灵瑶说话的时候 就像是一个和蔼的长辈 认识万福宗宗主的一众弟子 都是觉得陷入幻境了 什么时候 万福宗宗主对年轻弟子 竟然这么客气了 当然 也就雪灵瑶有这样的待遇 以前柳青梅和方寒宇是最得宠的弟子 以后则要换成雪灵瑶了 得到两福十克认可的雪灵瑶 自然不是得到一福十克认可的柳青梅和方寒宇能比的 回宗主 他叫雪灵瑶 是我的徒弟 列长老赶紧说道 一来他怕雪灵瑶不懂规矩 冲撞了万福宗宗主 二来他担心万福宗宗主抢人 好不容易收到这么个天才徒弟 他当然不会拱手相让 他当年和万福宗宗主的竞争败了 现在起码要让徒弟挣回脸面 方寒宇就是万福宗宗主的徒弟 要是没有雪灵瑶的话 方寒宇很可能就是下一任宗主 柳青梅毕竟是个女子 而且只是其他长老的徒弟 想要胜过方寒宇登上宗主大位 可能性很小 可是雪灵瑶的出现 使得方寒宇和柳青梅多了一位竞争对手 他同样是女子 如果仅仅只是得到一福十克的认可 那他成为下一任宗主的可能性 也是不大 好在他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那么他成为下一任宗主的可能性 便要超过方寒宇了 知道了 万福宗宗主点了点头 没想到孽长老下手这么快 看来他是抢不到雪灵瑶 这么的好徒弟了 反正不管雪灵瑶是谁徒弟 只要是万福宗核心弟子就行 然而 当他发现雪灵瑶和领导的亲密关系后 忍不住打亮了领导一眼 你又是谁 他对领导 远远没有对雪灵瑶客气 要不是雪灵瑶挽着领导的胳膊 他肯定不会搭理领导 首先 领导没有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其次 领导也不是内宗精英弟子 最重要的是 领导连万福宗弟子都不是 谁带你来的 万福境地是你能够擅闯的吗 万福境地 不允许万福宗之外的人进入 要不是因为领导和雪灵瑶关系亲密 恐怕万福宗宗主已经让人除掉领导 万福宗的规矩不能废 即便领长老身为长老王 也得给他一个交代 启禀宗主 他对灵瑶有救命之恩 因此我答应灵瑶 让他成为外宗弟子 只是时间仓促 还没来得及让他前往外宗断长老储 领长老前面的解释 没有让万福宗宗主满意 万福宗宗主才不管领导 是不是对雪灵瑶有救命之恩 好在领长老的后面一句话 让万福宗宗主笑了起来 段长老 人称段疯子 领长老让领导跟着段疯子 自然是不安好心 看来 领长老的想法 应该和他一样 既然如此 万福宗宗主便是放心了 只要将领导交给段疯子 那么只有两种结果 要么领导生死 要么领导退出万福宗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 对他们来说 都是好事 之所以被称为段疯子 便是因为他训练 外宗弟子的方法 太过残酷 虽然他的实力很强 曾经也有弟子愿意跟着他 但一段时间后 不是死了 就是主动退出万福宗 外宗弟子学不到万福宗练制服传的方法 退出宗门自然没什么大问题 慢慢地 主动跟随段疯子的弟子越来越少 到的后来 更是一个都没有 要是某个外宗弟子 得罪了万福宗的高层 或者犯下什么过错 便会被送到段疯子手中 他们的结果 无一例外 不是死就死退出万福宗 明白聂长老的想法后 万福宗宗主便是离开了万福境地 只要将灵道交给段疯子 那他便放心了 他和聂长老一样 都不希望灵道耽误雪灵瑶 得到两福十克认可的雪灵瑶 和灵道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灵道 你要不要试试 雪灵瑶忍不住说道 只要得到九福十克任意一福的认可 灵道在万福宗的地位 便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外宗弟子在万福宗 地位算是最低下的 而核心弟子在万福宗的地位 可是非常高 他的话 使得一个葛内宗弟子 都是忍不住翻了翻版眼 要不是因为他已经是核心弟子 恐怕已经有人开口讽刺 灵道连福休都不是 又怎么可能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都说兄大无脑 难道雪灵瑶真的没脑子吗 好了别闹 他不可能得到九福十克任何一福的认可 我还是先送他前往段长老的住处吧 列长老的话 使得一个个内宗弟子 都是幸灾乐祸了起来 就连外宗弟子看向灵道的眼神 都是充满了同情 段长老的大名 不管是内宗弟子还是外宗弟子 都是有所耳闻 让灵道前往段长老住处 分明就是让灵道送死 雪灵瑶不仅倾国倾城 还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内宗弟子和外宗弟子早已动心 只是他的地位太高 他们根本没什么机会 现在灵道和雪灵瑶那么亲密 他们自然是心生忌妒 要是灵道被断疯子折磨死 他们肯定会觉得极为快意 我压根不懂福道 没有必要事 要不以后你教我 灵道不是怕丢人 而是怕出问题 雪灵瑶能够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完全是因为他的帮助 偏偏他对福道一窍不通 要是得到一福福十克的认可 肯定会引起万福宗高层的疑心 要是他们将灵道抓起来 严刑拷打 询问原因 那可就真的麻烦了 雪灵瑶本身天赋就高 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其他人只会觉得惊讶 而不会胡思乱想 灵道的情况不一样 现在他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自然要小心一点 再说 雪灵瑶有孽长老撑腰 他能依靠谁 好呀 只要你有兴趣 以后我教你 只要灵道愿意学 雪灵瑶自然愿意叫 当下雪灵瑶便是开心的答应了 一众内宗弟子和外宗弟子 更加嫉妒灵道了 要是眼神能杀人的话 他们起码将灵道活寡了千万遍 现在才想着学福道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你以为你是万年不出的天才啊 真是不知廉耻 为了接近他 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鬼才信你要学福道 李旧的色把 等你到了断疯子那里 有的你哭 一个个弟子在心中咒骂着 唯有想着灵道将有数不尽的苦头吃 他们的心情才会好上很多 据说 到了断疯子那里 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以后灵道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 还想勾搭雪灵瑶 吃人说梦 灵道自然不知道那些弟子在想什么 不过就算知道 他也无所谓 本来雪灵瑶还想跟着去的 只是聂长老给雪灵瑶 布置了一个葛炼制服传的任务 将他打发了回去 反正灵道也在万福宗 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 倒也不急于一时 我都快要得到柳青梅的芳心了 没想到现在竟然杀出葛雪灵瑶 既然如此 那我便得到你雪灵瑶吧 暗楚 一个左手握箭的年轻男子 深深地看了雪灵瑶一眼后 便是离开了万福境地 他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 即便只是穿着内宗精英弟子的服饰 也是掩盖不住他的鹦鹉不凡 他在万福宗也算是颇有名气 不仅在福道上天赋很高 而且在剑道意图 也有着不错的天赋 别看他只有天兵进后期 寻常天兵进巅峰舞者 压根不是他的对手 甚至 据说他曾经杀死一位天将进前期舞者 只是无从考证 大小子叫灵道士吧 希望他被断疯子弄死 要是落到我手里 只会死得更惨 柳青梅只是得到一福时刻的认可 价值自然没有雪灵瑶大 可是雪灵瑶明显对灵道有情 他唯有先除掉灵道 然后才好下手 第二十四章 拉他老头 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我倒是要看看 你打算怎么对付我 先前万福静地那么多弟子的反应 灵道已经看在眼里 说到段长老 那些弟子要么幸灾乐祸 要么神色惊恐 叶长老本来就对他有意见 现在将他送到段长老处 摆明了不安好心 万福宗宗主本来还想责问灵道 可是当灵长老说将灵道送给段长老后 他便是不再管灵道的事情 段长老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只是灵道刚来万福宗 又并非万福宗弟子 自然对段长老没有任何了解 治开雪灵妖后 灵长老便是一脸的冷漠 压根不搭理灵道 他和灵道倒是无仇无怨 只是觉得灵道会耽误雪灵妖罢了 现在雪灵妖得到了两福十克的认可 对整个万福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如果因为灵道耽误雪灵妖的静静 那灵长老真的不介意除掉灵道 现在雪灵妖对灵道的感情 还处于萌芽阶段 要是灵道承受不住断长老的折磨 主动退出万福宗 那么雪灵妖肯定会渐渐地忘掉灵道 你可知道 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代表着什么 即将到达段长老住处时 灵长老忍不住问起了灵道 要是灵道逝去 他可以放灵道一马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可以成为核心弟子 地位远超其他弟子 灵道无所谓地说道 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对其他人来说千难万难 可是对他而言毫无难度 要不是对福到一窍不通 生怕万福宗高层对他下黑手 他先前就可以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甚至是三福四福 死亡他不怕 真正让他担心的是 如果万福宗高层拥有记忆福转 得到他的记忆 问题就大条了 不管是蛮荒诸仙境 还是万古青天圣连经 都是古往今来 最为顶尖的地精之一 灵瑶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本身天赋又是极高 未来很可能成为万福宗宗主 而你只是一个外宗弟子 和他的身份 相差十万八千里 要是你愿意离开万福宗 永远不见他 我可以给你一万块人品灵石 甚至更多 一万块人品灵石 已经相当于一千万块集品灵石 对天人尽前其舞者来说 绝对是巨额财富 叶长老笃定 灵道肯定没有见过这么多灵石 反正就算灵道留在万福宗 也不可能得到雪灵瑶 还不如换取大量的灵石 可惜 灵道根本不会答应 一来 他看不上一万块人品灵石 他又不是穷鬼 一万块人品灵石 难道就能将他打发了不成 二来 灵道不想做的事情 别人威逼利诱 都是徒劳的 要是他想离开万福宗 那不需要 孽长老一块人品灵石 相反 就算孽长老给他 十万块人品灵石 甚至一百万块人品灵石 也是没有任何作用 不用说了 继续带路吧 灵道摇了摇头 孽长老实在是太小区他了 他留在万福宗 并非为了得到雪灵瑶 虽然他对雪灵瑶有好感 但要说爱上雪灵瑶 明显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雪灵瑶是核心弟子 是未来宗主候选人 那又怎么样 难道他还需要靠一个女人 崛起不成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会后悔的 列长老怒恨一声 便是静止地走向了段长老住处 他就是觉得 灵道是小白脸 是吃软饭的 现在的雪灵瑶是最有可能成为 下一任万福宗宗主的 想要得到雪灵瑶芳心的万福宗弟子 数不生数 他认为灵道不是台举 那便给灵道苦头吃好了 反正将灵道送给段长老后 他便不会再来 灵道是死是活 与他无关 就算雪灵瑶怨恨他 他也认了 要是任由雪灵瑶和灵道发展下去 谁知道会变成什么情况 段长老 这个年轻人便送给你了 你看如何 没多久 涅长老便是带着灵道 来到了段长老的住处 不管是外宗长老 还是内宗长老 都有独立的院落 可是段长老竟然住在山洞里 而且山洞上方还刻着两个大字段辅 就算身为万福宗内宗的长老王 涅长老也是不敢在段辅放肆 整个外宗也就段疯子最没有规矩 得罪了他 才不管你是内宗弟子还是外宗弟子 也不管你是内宗长老还是外宗长老 反正他想打就打 想揍就揍 偏偏段疯子的实力 强得离谱 不仅外宗的长老拿段疯子没办法 就连内宗的长老 都对他无可奈何 正因为他的强大 以前才有那么多弟子 愿意投到他的门下 可惜 他训练弟子太过残酷 如今的段辅 已经没有任何弟子 年轻人在哪 整个山洞就像是晃动了起来 如雷鸣般的声音 从山洞里传了出来 一个极为邋遢的老头 从山洞里跑了出来 满头白发乱草草 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洗过 一身长老服更是破破烂烂 比乞丐都不如 除了段疯子 万福宗没有其他长老 如此不在乎自身形象 然而 林道一改先前无所谓的态度 在他的感知中 段疯子就像是一头人形凶兽 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尤其是那一双苍老的毛子 没有半点浑浊 凌厉的吓人 段疯子的眼神 像是要责人而是一般 这个老头绝对不简单 不是现在的我 能够应付的 就在林道打量段疯子的时候 段疯子也是看向了林道 段疯子的双眼 像是刀子一般 刮在林道身上 若非林道肉身强横 换成寻常天人 近前其武者 恐怕已经受伤 甚至浑身上下都行伤口 万福宗祈士四品是利 段疯子自然只是天君而已 林道前世就是天君 而且战力极强 可是 即便是前世的他 都没有把握战胜段疯子 他没有和段疯子交过手 甚至只是第一次见到段疯子 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他留下 你走吧 段长老没有和聂长老客气什么 而是伸出一只苍老的手掌 抓在了林道的肩膀上 哪怕林道早有心理准备 也是忍不住闷横一声 段疯子随手一抓 便是让他的肩骨裂开了 要是他再用点力气 他的五根手指便是可以动穿林道的肩膀 段疯子真是越来越可怕了 不过这样也好 那小子要么被折磨死 要么主动退出万福宗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 对那个丫头来说都是好事 换成其他外宗长老 肯定会对聂长老极为客气 可是段疯子不一样 要不是聂长老带着林道前来 恐怕他连看都不会看聂长老一眼 聂长老也没有和段疯子生气 反正他早就知晓段疯子的脾气了 段疯子和聂长老 以及现任万福宗宗主是一个辈分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段疯子看起来那般苍老 论炼制服传的本事 他们三人肯定是万福宗宗主最强 毕竟段疯子压根不会炼制服传 然而论真正战力 万福宗宗主和聂长老加起来 都不一定打得过断疯子 小子你是怎么得罪那婆娘了 这么多年来 他可是从来没给我送过年轻弟子 他当然认识聂长老 只是懒得搭理而已 林道先前的表现 让他刮目相看 所以他才会主动问林道问题 要是林道先前的表现 没有让他满意 那他才懒得和林道废话 直接扔进雷池好了 前辈 你快把我肩骨捏碎了 让我怎么说话 真正走进山洞 林道才发现内部别有洞天 通过一条小路后 里面是一个巨大的空旷地带 他之所以和断疯子说话 便是因为他觉得断疯子 对他没有什么恶意 万福宗那些弟子 为什么惧怕断疯子 他可不知道 少废话 断疯子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然后便是将林道扔了出去 也不知道断疯子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棒薄的力量 直接让林道砸在了石壁上 还好林道修炼的是蛮荒诸仙境 肉身强度远超同境界武者 我和他徒弟关系不错 可他徒弟不仅是个福道天才 而且还得到了两福十克的认可 据说有可能成为下一任万福宗宗主 他觉得我会耽误他徒弟的虔诚 甚至认为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所以就把我送到你这儿来了 林道耸了耸肩 仅仅是片刻时间 裂开的肩骨便是已经愈合 断疯子下手 明显颇有份寸 要是完全捏碎林道的肩骨 想要痊愈就难了 然而 林道打完后 断疯子便是没有任何回应了 断疯子自顾自的忙了起来 林道倒野乐的清闲 坐在场中修炼了起来 只是 仅仅半天后 断疯子便是大吼大叫了起来 他的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就凭现在的你 的确配不上他徒弟 除非你能扛得住我的训练 他没有征求林道的意见 而是再度伸手 将林道抓了过来 好在这一次他没有下重手 可是林道还没反应过来 便是被扔进了雷池之中 林道顿时一个机灵 浑身汗毛倒数 成千上万道雷电 批在了他的身上 第25章 你是个小疯子 这个雷池原本是给天人 镜巅峰舞者用的 念在你肉身强度过人 便让你先享受一下 断疯子的声音 从雷池外转来 使得林道直翻白眼 一道道雷电批在身上 哪里有半点享受 换成其他天人镜前期舞者 有可能被活活劈死 难怪那些外宗弟子 惧怕断长老 他才刚来 便有这样的训练 开始的时候 林道非常不适应 好在他掌握原始本源 现在演化雷池本源 还可以吸收雷池里的雷电 他的身体 也是逐渐适应了雷劈 毕竟他的肉身强度 比起普通的天人 竟巅峰无辙指强不弱 李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 不坏不坏 一个时辰后 段疯子将林道抓了出去 从头到尾 林道都是没有发出一声惨叫 让段疯子颇为满意 从段疯子见到林道开始 便是发掘出林道的超长之处 只是训练才刚刚开始 能够承受得住第一步训练的年轻弟子 大有人在 怎么拉我出来了 我还想在里面多戴惠尔 林道不是开玩笑 雷池不仅能够锤炼他的肉身 还可以壮大他的本源力量 他能够抗住第一步训练 段疯子并不惊讶 只是段疯子没想到 林道出来后竟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好 如你所愿 段疯子嘿嘿冷笑 然后便是将林道扔进了旁边一个雷池 现在这个雷池以前是给天兵镜舞者用的 天兵镜前期和中期舞者 都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住 好不容易遇到一位有趣的年轻人 他自然要好好玩玩 先前的雷池 根本就没伤到林道 可是现在这个雷池 已经将林道批的浑身浇黑 林道连忙运转蛮荒诛仙境 并且继续用原始本源演化雷池本源 吸收雷池里的雷电之力 雷池对其他年轻弟子来说是折磨 对林道来说反而是机缘 修炼蛮荒诛仙境 之所以需要服用天才地宝 便是因为天才地宝蕴含庞大的能量 只是蛮荒诛仙境可以炼化万物 并不需要拘泥于天才地宝 雷池同样蕴含巨大的能量 完全可以加快林道的修炼速度 又是一个时辰后 段疯子将黑乎乎的林道抓了出去 林道的模样看起来有点七彩 可是他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 他不仅没有受伤 反而生龙活虎 浑身血气更胜从前 就连段疯子都不能理解 难道说林道适合这样的训练 你怎么又把我抓出来了 我还想继续被雷劈呢 以前都是段疯子让别人进雷池 没想到现在竟然遇到一位主动要求进雷池的 段疯子恼怒的哼了一声 然后便是不管林道能不能承受得住 直接将林道扔进几天兵 进巅峰弟子锤炼肉身的雷池里了 好好享受吧 我要去睡觉了 希望等我睡醒 你还没死 以往有年轻弟子被训练致死 便是因为段疯子有时候很疯狂 没有理智 就好比他现在将一个天人进前期舞者 扔进几天兵进巅峰舞者淬炼肉身的雷池里 分明就是不给林道活路 更可恶的是 他竟然还去睡觉 谁知道他是要睡几个时辰 还是几天 他和那些年轻弟子无冤无仇 自然不会故意害死他们 只是他始终认为 修炼本就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 若是不能勇猛精进 还不如死在半路 他的训练方式的确残酷 然而要是有人能够扛得住 必然会愉悦化龙 可惜 他的话就算说出去 也没人性 至今为止 他没有成功过一次 被他训练过的年轻弟子 要么生死 要么退宗 他是觉得林道不错 只是林道能不能活到他醒来 都是个未知数 要是林道死在雷池里 他同样不会管 才净雷池片刻时间 林道便是已经被劈得皮开肉绽 天人境前骑和天兵境巅峰 相差太远 好在他赶紧运转起了蛮荒诛仙境 对他威胁越大的雷池 蕴含的能量也是更加庞大 现在段风子已经呼呼大睡 他可以尽情地吸收雷霆力量 一个时辰后 林道已经麻木 浑身上下都像是失去了知觉一般 两个时辰后 雷池对他的威胁越来越小 不是他的承受能力变强了 而是雷池里的雷霆力量 被他吸收了大半 三个时辰后 偶尔才有几道雷电劈在他的身上 对他毫无威胁可言 四个时辰后 林道走出雷池 因为里面已经没有雷电 让他欣喜的是 不仅肉身强度有所增加 就连力量也是有所增长 他才突破到天人境前期没多久 可是现在已经达到宝盒 下一步便是可以突破到天人境中期 远处的段风子打着呼噜 根本没有注意到林道的情况 段风子训练弟子的方法的确残酷 要是林道死在雷池里 也是白死 可是林道对段风子没有任何恨意 段风子的目的就是让他变强 而他现在也的确是变强了 没有去管段风子 林道直接跳进了下一个雷池里 先前的雷池 已经是给天兵境巅峰武者使用 现在这个雷池 自然就是给天将境武者使用 林道的肉身是强 可还没有强到超过天将境武者的程度 一道道雷电劈在他的身上 就好像置身于雷海中 他的身上 已经没有一块好的地方 剧烈的疼痛 使得他紧咬牙关 先前那些雷池 顶多锤炼他的皮肉 现在这个雷池 已经开始锤炼他的骨骼 他的血肉被劈开 露出白森森的骨头 雷电劈在上面 使得他的骨头更加坚韧 他的胸口血肉模糊 焦黑一片 连五脏六腑都是得到了雷电的锤炼 不得不说 修炼起来 他也是一个疯子 好在他的肉身恢复能力远超常人 可以勉强支撑下去 可惜 他体内的廉池胜水 在虚空风暴内消耗太多 要不然 现在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番 当他适应疼痛后 修炼速度便是快了起来 一个时辰后 他的身体一阵 竟然突破到了天人境中期 疯狂修炼的好处 也是体现出来了 原本他想要突破到天人境中期 起码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可是现在 他竟然就这么突破了 就连肉身恢复能力都是大大增强 突破到天人境中期后 各个方面又是有所提升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就算被批得再惨 只要提升得快 一切都是值得的 万福宗那些弟子看不起他 嘲笑他 就是因为他的境界太低 实力太差 如果他是天君 即便不是扶修 内宗弟子也不敢嘲笑他 外宗长老的身份地位 的确不如内宗长老 可是外宗的天君 也不是内宗弟子可以取笑的 就好比万福宗宗主 就算炼制服转的能力再强 可他敢嘲笑天尊吗 竟然才睡一天时间 也不知道那小子怎么样了 按理说 天君就算几年不睡觉 都没有问题 可是段疯子经常睡觉 好在他没有忘记灵道 只是看向那个雷池时 一脸的诧异 不管灵道是死是活 他都觉得正常 但是雷池里的雷电 怎么没有了 就算将那小子披成灰烬 也不至于消耗掉所有雷电啊 就在段疯子疑惑的时候 却是听到旁边一道声响 一个比他还要邋遢的人影 从雷池里钻了出来 揽头黑发倒树 浑身衣衫尽碎 皮肤黑漆漆 可有的部分 却露出森白的骨头 看起来极为吓人 嗯 怎么是你小子 你怎么没死 认出灵道后 段疯子更加惊讶了 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看灵道 而是走到给天将近五者锤炼肉身的雷池旁 检查了起来 和先前那个雷池的情况一样 李念的雷霆力量消耗一空 一双白色眉毛紧皱 现在发生的事情 完全超出他的预料 李没醒 我就自己跳进去了 谁知道你的雷池不经用 真是可惜了 灵道咧嘴笑道 黑漆漆的脸上 雪白的牙齿极为耀眼 他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段疯子更加疑惑 段疯子围着灵道走了几圈 一双眼睛上上下下打亮着灵道 恨不得将灵道仔仔细细的研究一遍 别人都叫我段疯子 我看你也是个小疯子 告诉我你的名字 直到现在 段疯子才问灵道的名字 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灵道撑不了多久 没必要知道名字 可是现在 灵道的所作所为 颠覆了他的认知 或许 灵道会是第一个 被他训练成功的年轻弟子 灵道只有天人进前期 或不 现在已经突破到天人进中期 雷电萃体 算是段疯子训练的第一步 灵道算是彻底完成 毕竟灵道才天人进中期 段疯子不可能将他扔进几天 将近巅峰舞者锤炼肉身的雷池 当然 要是灵道突破到天人进后期 指不定段疯子就扔了 晚辈灵道 见过前辈 不管怎么说 灵道也是因为段疯子 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 而且 段疯子后面的训练 肯定对他也有帮助 先前那样的训练 不宜长久 你现在出去 玩隔几天再回来 到时候 我让你享受其他训练 保证你爽到极点 第26章方韩语 蒙祭堂 雪师妹 辅导方面有什么不懂的吗 只要是我知道的 全部可以告诉你 别听她的 她的水平还不如我 只要雪师妹愿意 我可以倾囊相受 自从上次雪灵瑶得到 两伏十克的认可后 她在万伏宗的地位 便是直线上升 以前的两位核心弟子 柳青梅和方韩语 明显都不如雪灵瑶 毕竟她们只是获得一符十克的认可 更何况 雪灵瑶只是出自五品势力 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 对福道的了解 远远不如万伏宗内宗精英弟子 她们可以叫雪灵瑶 却没能力叫柳青梅 再者 柳青梅心高气傲 根本看不上她们 核心弟子的身份地位 根本不是精英弟子能比的 更别说普通弟子 雪灵瑶不一样 她只是不愿意搭理她们 不会和柳青梅一样 对她们不客气 多谢好意 雪灵瑶但莫弟说道 为了能够早日报仇 她没日没夜的刻画符传 莫长老送给她的符纸 已经用掉大半 毕竟一开始的时候 她只是普通弟子 莫长老给她的符纸 自然不够挥霍 列长老是她的师父 不是她的下人 如此小事 列长老自然不会帮她 反正她已经是核心弟子 就算莫长老都会给她面子 区区福祉而已 当然不成问题 她和其他两位核心弟子 还不一样 因为她最有希望 成为万福宗下一任宗主 莫长老只是长老王 依旧要听命于宗主 要是雪灵瑶成为宗主 便相当于她的顶头上司 你就是雪灵瑶 一位年轻男子走了过来 其他内宗弟子 都是不自觉的后退 她不是别人 正是核心弟子方寒宇 雪灵瑶得到两幅十颗的认可 对大多醋万福宗的福修来说 都是好消息 然而 同样有人不高兴 方寒宇便是非常不高兴的一个 她是宗主徒弟 又得到了一幅十颗的认可 如果没有雪灵瑶 那她有很大可能成为下一任宗主 嗯 雪灵瑶点了点头 然后便是继续前进 没有丝毫和方寒宇交谈的意思 方寒宇天赋出众 又是未来宗主候选人 万福宗内不知道多少女弟子 对她心生仰慕 没想到雪灵瑶竟然完全不将她放在眼里 难道你就这么走了 听说你得到两幅十颗的认可 想必练制服转的水平不错 不如和我切磋一番 如何 方寒宇的目的已经曝露 以她的水平和雪灵瑶较量 分明就是要雪灵瑶出丑 雪灵瑶对她的威胁太大 现在当众羞辱雪灵瑶 打击她的信心 要是她逝去 自然最好不过 如果雪灵瑶非要和方寒宇斗的话 那方寒宇也会奉陪到底 核心弟子间的争斗 只要不出人命 万福宗宗主是不会管的 方寒宇不能杀死雪灵瑶 却可以摧毁雪灵瑶的自信 不管是伏修 还是伍修 亦或是剑修 一旦失去自信 便是很危险的事情 可惜 雪灵瑶依旧没有搭理方寒宇 不是她怕 而是她觉得没有必要 叶长老以前到雪家 是叫过雪灵瑶 可是雪灵瑶想要胜过方寒宇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她的天赋是高 可是岁数太小 方寒宇不仅比她年长 而且从小就生活在万福宗 万福宗内宗年轻一辈 论炼制服赚的能力 方寒宇自称第二 恐怕只有柳青梅敢称第一 倒不是说柳青梅比方寒宇强 只是柳青梅颇为自傲 就连方寒宇在她眼里 都要逼她一筹 我输了 你赢了 让路吧 让方寒宇没有想到的是 雪灵瑶竟然回应了这么一句话 就好像全力挥出一拳 结果打在了棉花上 原本就算雪灵瑶不应战 她也会羞辱雪灵瑶 说雪灵瑶胆小怕事 不足以担当大任 可是现在 雪灵瑶直接认输 而且还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方寒宇真的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雪灵瑶不和她比试 难道她还能拿刀架在雪灵瑶的脖子上 逼迫雪灵瑶和她比试不成 你放心 我不会仗着境界欺负你 你什么境界 我就将自己压制到什么境界 你能够练制什么级别的福转 我便练制和你一个级别的福转 方寒宇没有让路 而是继续纠缠 她已经豁出脸面 要是在没有和雪灵瑶较量上 那真的亏大了 只要雪灵瑶输给她 那她便赢了一局 或许能够让雪灵瑶的心里 永远留下失败的阴影 嘖嘖 什么时候 你方寒宇已经沦落到欺负一个 刚刚入宗的弟子了 又是一个年轻男子走了出来 雪灵瑶得到两幅十克的当天 她便是隐藏在人群之中 也就是她 想方设法得到柳青梅 而且现在她已经成功了大半 她炼制福转的本事 的确不如方寒宇 可她的名气 并不比方寒宇小 如果说方寒宇是万福宗年轻一辈 炼制福转最厉害的人之一 那她便是万福宗年轻一辈 战力最强的人之一 左剑蒙继唐说的便是她 因为她是剑修 而且只会左手剑 据说她的右手根本不会剑 也是斩不出什么厉害的剑法 有人说她是左撇子 偏偏她炼制福转 主要靠的还是右手 忘了说了 你欺负的还是一个女子 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王继唐和方寒宇向来不和 她与柳青梅才是一路的 以前万福宗就柳青梅和方寒宇两个核心弟子 他们两人自然是争来争去 蒙继唐想要得到柳青梅的芳心 自然要在各个方面帮助柳青梅 我做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三到四了 方寒宇冷冷地看了蒙继唐一眼 虽然她炼制福转的本事 比蒙继唐厉害很多 但是真正打起来的话 她说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就算她使用大量福转 也是没有三成胜算 柳青梅心高气傲 王继唐要是没点真本事 别说是得到柳青梅的芳心 就算是接近柳青梅 恐怕都做不到 王继唐和方寒宇也算是知己知彼 他们都不会轻举妄动 也就是耍耍嘴皮子而已 你不是要做柳青梅的护花使者吗 怎么现在看到更漂亮的 你就心动了 你用情如此不专一 柳青梅知道吗 王继唐的战力就算再强 在万福宗的地位 也是不如方寒宇和柳青梅 万福宗宗主最重视的是 弟子炼制福转的能力 而不是自身战力 两位要是你们没事的话 还请让一下 本来只有方寒宇一个挡在前面 现在可好 蒙继唐也挡在了雪灵瑶的前方 不管是蒙继唐还是方寒宇 都不是那么好应付的 如果雪灵瑶不是核心弟子 他们两人就算杀了他 问题都不大 雪师妹 我在炼制福转方面 也是颇有心的 不知道可否赏光设下 王继唐笑盈盈帝说道 现在摆在雪灵瑶面前的选择有两个 要么和方寒宇比试 要么和蒙继唐前往他的住处 不论是哪一个 雪灵瑶都不想选 所以才为难了起来 其他万福宗弟子都是站在远处看笑话 蒙继唐何方寒宇的事情 他们要是胆敢乱插手 肯定会死得很惨 只是 凡事总有例外 仅仅片刻后 便是有人前来搅局 瑶人 跟我走吧 雪灵瑶的窘况 灵道自然明白 正因为如此 他才一改常态 故意喊瑶人 灵道的出现 让雪灵瑶双眼一亮 他二话不说 便是来到了灵道身边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叶长老不是说要将他送给段长老吗 我亲眼看到叶长老将他带到段府的 难道说他已经主动退出万福宗 道段疯子那里 从来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生死 要么退宗 现在灵道出现在他们眼前 那只能是第二种情况 难道说 灵道要带着雪灵瑶退宗不成 听师父说 他给你找了一个很厉害的长老 怎么样 师父他没害你吧 雪灵瑶又不是傻子 自然能够看出 涅长老不喜欢灵道 只是 他依旧低估了涅长老 如果不是灵道 换成其他天人 进前期舞者 早就死在段疯子手里了 没事 你要做什么 我陪你一起 然后你教我练制服转就行 就练 同样需要劳易结合 一味的苦修 效果并不是很好 偶尔练制一下福转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反正就算学不会 也没有什么坏处 好呀 雪灵瑶当即便是牵着灵道的手 向着墨长老的住处走去 王继堂和方寒宇对视一眼 都是纷纷让开了道路 他们没有想到 关键时刻 竟然给灵道破坏掉了 他们两人都是对灵道动了杀意 只是没有搞清楚灵道的来历前 他们都不愿意贸然出手 再说 僵持下去 他们两人恐怕也分不出胜负 下次见面 便是你的死期 王继堂和方寒宇同时想到 前者想要得到雪灵瑶 自然不希望雪灵瑶和其他男人走得太近 后者则是觉得灵道一个外宗弟子 要是和雪灵瑶在一起 简直就是对核心弟子的侮辱 第27章 福道真姐 师兄 你找我来 不知道有什么吩咐 于华晨 万福宗内宗弟子 方寒宇最信任的手下 方寒宇连忙将他叫过来 肯定是有事要他办 身为核心弟子 方寒宇能够得到的资源 不是于华晨能比的 随便送一点给于华晨 对于华晨来说 帮助都是极大 你想办法 让柳青梅知道 王继堂已经移情别恋 看上雪灵瑶了 仅仅是一个柳青梅 根本不可能斗得过方寒宇 不仅因为柳青梅是个女子 还因为柳青梅太傲 不会拉拢人心 不管是明争还是暗斗 都比不上方寒宇 愿意帮柳青梅的年轻弟子 绝大多数都是想要得到柳青梅 雪灵瑶来万福宗之前 柳青梅便是万福宗年轻一辈最漂亮的女弟子 再加上他核心弟子的身份 对他有想法的男弟子实在不少 单单是一个蒙祭堂 同样都不过方寒宇 蒙祭堂在其他方面 比起方寒宇都不差 甚至还更加优秀 可惜万福宗宗主最重视的 还是炼制服传的本事 这一点蒙祭堂不如方寒宇 再说方寒宇得到了一福时刻的认可 更是万福宗宗主的徒弟 身份地位都要超过蒙祭堂 真正让方寒宇头疼的 便是蒙祭堂和柳青梅联手 蒙祭堂和柳青梅单独一个 都斗不过方寒宇 可他们要是走到一起 便可以弥补对方的不足 方寒宇正愁着如何挑拨离箭 没想到机会就来了 就算我将消息传到柳青梅那里 他会相信吗 无凭无据的 有什么用 于华晨疑获帝问道 很多事情 方寒宇不适合出面做 都是他帮方寒宇完成的 就算别人知道是方寒宇的意思 都不要紧 只要方寒宇不出面 便没人感知他的罪 以不了解柳青梅 我们要是说蒙祭堂喜欢上别的女子 他肯定不信 甚至不屑一顾 唯独雪灵瑶不同 不管是美貌 还是福道 雪灵瑶都要胜过柳青梅 雪灵瑶的出现 不仅威胁到了方寒宇 还让柳青梅浑身不自在 一个在美貌和地位上 完全超越柳青梅的女子 肯定早就被柳青梅记恨上了 王继堂的事情 并多算得导火索 反正柳青梅肯定要找雪灵瑶麻烦 好 我现在就去办 方寒宇对柳青梅的了解 自然不是于华晨能比的 于华晨领命后 便是着手不自去了 既要让柳青梅得到消息 又要和他撇清关系 自然要好好计划一番 少主 不知道你找老奴过来 有什么命令 万福宗外 一处隐秘的山林中 猛祭堂覆手而立 一位看起来五十多岁的老者 躬身站在他的身前 他很少和外界接触 就是担心引起万福宗高层的怀疑 王继堂怎么说也是万福宗内宗精英弟子 虽然不至于学到万福宗的核心传承 但也能够练制不少福传 要是让万福宗宗主知晓他是别的势力的奸细 恐怕会将他错骨扬灰 最近万福宗来了一位年轻女子 名字叫雪灵瑶 不仅倾国倾城 而且还得到了万福境地内九福时刻 其中两福的认可 他已经是万福宗核心弟子 而且地位比柳青梅和方寒宇都要高 你帮我查一下他的来历 还有他的喜好 生活习惯什么的 我要得到他 他前段时间追求柳青梅 别人都以为他是看上柳青梅的美貌 想要得到柳青梅的芳心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他只是想帮柳青梅成为万福宗下一任宗主 从而掌控整个万福宗 方寒宇本身就占优势 他帮方寒宇只是锦上添花 帮柳青梅却是雪中送炭 再说 就算方寒宇成为万福宗下一任宗主 他也无法掌控方寒宇 因为方寒宇本身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柳青梅就不一样 别看他心高气傲 只要他沦陷 那蒙祭堂有绝对的把握掌控他 可惜 现在就算有蒙祭堂帮柳青梅 柳青梅想要成为下一任宗主的可能性 都是不大 反观雪灵瑶本身成为下一任宗主的可能性就很大 要是在有蒙祭堂相助 成为下一任宗主 根本就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与其在柳青梅身上下功夫 还不如追求雪灵瑶 蒙祭 蒙祭相貌堂堂 细语轩昂 又是年轻天才 不仅在见到上天赋不错 福道上天赋同样不差 要不是没有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恐怕他在福道上的成就 还要超过柳青梅和方寒宇 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好 这件事情便包在老奴身上 少主放心 老者公申说道 对雪灵瑶的事情 明显极为重视 王继堂从小就潜伏在万福宗 自然是为了得到整个万福宗 眼看着万福宗现任宗主一天天老去 方寒宇和柳青梅已经在暗中争夺 没想到半路杀出格雪灵瑶 那你去办吧 到时候将完整的资料交给我 若是能够得到雪灵瑶 我们家族掌控万福宗的日子便不远了 为了防止暴露身份 蒙祭堂顶多和眼前这个老者联系 而且 每次碰面的时间 绝对不会超过一炷香的时间 老者告退后 蒙祭堂便是消失在了场中 都怪我 害得你只能成为万福宗的外宗弟子 以你的天赋 要是到了其他势力 肯定地位极高 万福宗外宗弟子的地位 连内宗普通弟子都不如 更比说和内宗精英弟子 以及核心弟子比了 如果内宗核心弟子杀了外宗弟子 根本没什么事情 相反 若是外宗弟子杀了内宗核心弟子 别说是凶手本人 就连他的家族都要受到牵连 外宗弟子人命如草 内宗核心弟子身上把一根毛 都要比外宗弟子的大腿重要 雪灵瑶见过灵道出手 自然明白灵道在武道上的天赋 是何等之高 要是灵道前往武修势力 不说成为核心弟子 成为精英弟子 也是必然的事情 现在雪灵瑶都是后悔了 要不是他非要挽留灵道 灵道早就已经离开万福宗 都是我的私心 才害了你 要不你现在离开万福宗 最好也离开燕云州 然后前往其他势力 灵道只是万福宗外宗弟子 要是离开燕云州 万福宗肯定不会追究 万福宗在乎的是内宗弟子 外宗弟子大部分都是可有可无 雪灵瑶又不傻 自然明白灵道已经得罪方寒宇和蒙祭堂 列长老已经为雪灵瑶 介绍过方寒宇和蒙祭堂 雪灵瑶其实是认识他们的 一个核心弟子 一个年轻一辈实力最强 无论是谁 都不是灵道能够应付的 没事 我觉得万福宗挺好 他越是这么说 雪灵瑶越是心里有愧 雪灵瑶觉得灵道是在安慰他 毕竟区区外宗弟子 有什么好的 到现在为止 灵道恐怕连一门武学都没有学到吧 他当然不知道 灵道说的是真话 断疯子的训练方法是残酷 可是效果很好 灵道已经突破到天人境中期 所以他很期待接下来的训练 就算在痛苦 熬过去都会苦尽甘来 其实 我对炼制服传很感兴趣 可惜没什么天赋 不如你教我吧 灵道没法解释 只能转移雪灵瑶的注意力 断疯子的训练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痛病快乐着 雪灵瑶这么个雪家大小姐 肯定接受不了那样的训练方式 我上次就答应你了 只要是我知道的 都会教你 本来就有愧于灵道 雪灵瑶自然不会反悔 而且还会尽心尽力的教导 从若长老那里领取到足够的福祉后 他们便是来到了聂长老的院落里 叶长老在闭关 雪灵瑶没有打扰 而是带着灵道回到自己房间 开始叫起了福之一道 雪灵瑶的福道天赋是高 可惜叫人的水平不怎么样 就算灵道也是听得一知半解 所谓福 其实就是天地治理 凝炼而成的文字 我们利用这种文字 刻画阵法 便是福阵 将福阵刻画在福纸上 便是福传 雪灵瑶开始讲解 灵道时而皱眉 时而眉开眼笑 时而面色平静 时而眼皮一抖 很久很久以前的福传 本来是极为可怕的东西 后来为了传承 将福传的威能削弱了千万倍 才有了现在的福传 就比如雪灵瑶刻画的福传 使用的福 自然不会是天地治理凝炼而成的文字 它还没有那样的本事 别说是它 就连万福宗宗主都是远远不够看 这本福道真解你拿去看看 有不懂的地方 再来问我 它从我长老那里得到的福道真解 自己还没看 便是送给了灵道 福道真解 虽然是很基础的东西 但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灵道这样的福道白痴来说 更是有大用 我先给你一百张福纸 你没事练习下手感 反正开始的时候 肯定没法练成福传的 你不要灰心 身为万福宗核心弟子 雪灵瑶想要得到多少福纸 都没有问题 给灵道一百张福纸 自然算不得什么 就当给灵道是手 就算以他的天赋 当初也是消耗了上千张福纸 才练成了第一枚福传 第二十八张聚灵福传 就从最简单的聚灵福传 开始练起吧 顾名思义 聚灵福传就是用来聚集天地灵气的 对天人静武者来说 聚灵福传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天人静武者需要提升的是本源 是意志 是武学 天地灵气对本源静以下的武者 作用才大 聚灵福传便是以最简单的字符 刻画符阵 达到聚集周边天地灵气的效果 优点在于炼制简单方便 适用于刚刚接触福传的学徒 什么时候灵道能够练成句灵福传 便算是进入福道的大门了 一百张福指 雪灵瑶就是送给灵道练手的 也没指望灵道能够成功 灵道一体两分 剑道意图是天才 武道意图同样也是 天赋 不是他的最强项 他最厉害的是悟性 剑道需要悟性 武道需要悟性 福道自然也不会例外 本来 灵道对自己的信心很大 就算刚刚接触福道 想必要不了多长时间 便是可以炼制出巨灵福传 隔行如隔山 事实证明 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 当他开始刻画福阵的时候 便知道炼制福传 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了 巨灵福传仅仅只是九个字符 组合而成的福阵 让他单独写九个字符当中的一个 都没有问题 可是放到一起 他就写错了 更何况 九个字符组成的福阵 还不能出现半点错误 哪怕是错一笔一画 整个符转也就都毁了 第一张符纸出错 第二张符纸同样出错 第三张符纸还是出错 直到使用第十一张符纸 一切才有好转 他的每一笔每一画 都是极为标准 没有什么错误 只是 当他刻画好后 整张符纸都是废掉了 九个字符都没错 只是组合在一起后 完全乱套 他只能一次接着一次刻画 当他使用第三十一张符纸时 终于将完整的符纸 刻画成功 这么快 雪灵摇以一种看怪物的眼光 盯着灵道 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符道的人 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具灵符转刻画出来 实在是妖孽到了极点 他已经是念长老赞不绝口的天才 可是和灵道一比 他简直就是庸才中的庸才 刚接触符道 灵道仅仅练习三十一次 便是能够达到别人上千次练习的效果 只是 还没有等灵道得意 整张符纸便是废掉了 灵道愣了片刻后 便是继续刻画符阵 然而 结果还是一样 第三十二张符纸 同样废掉了 他没有停留 一张接着一张刻画 每次到最后一步 都是前功尽弃 直到第五十张符纸废弃后 他才没有继续刻画 雪灵摇送给他的一百张符纸 已经用掉一半 我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错了一次又一次 灵道也不明白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雪灵摇一直站在他的旁边 现在自然要问清楚 可惜 他没有得到想要的答复 因为雪灵摇同样不明白 灵道那么快就可以刻画 具灵符阵 按理说 符道天赋应该很高才对 可是 偏偏无法练成符传 雪灵摇也觉得 灵道的一笔一画 都没有错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符纸最后都变成了废纸 你仔细看看符道真解 或许里面有所记载 雪灵摇无奈地说道 涅长老看灵道不顺眼 肯定不会尽心尽力指导灵道 他能够做的便是翻阅古籍 或许以前也有伏修 和灵道的情况一样 他看的古籍 记载了一个个失败的案例 他更是找到了三个和灵道差不多的案例 然后让灵道一一实验 可惜 没有一个成功 又是浪费了十张符纸而已 灵道将符道真解看完后 将剩下的四十张符纸 全都用掉了 同样是每一笔每一画都没有错误 甚至雪灵摇还给灵道演示了一遍 和他刻画的没什么区别 只是 雪灵摇能够成功炼制初句灵符传 而灵道却只有失败 从来没有成功过一次 无论灵道多么认真刻画 都无法成功 索性只能先将符传的事情 放到一边 或许 我真的没法成为伏修 你去忙你的吧 没必要因为我耽误时间 一直失败 而且还不知道错在哪里 真是毫无头绪 就算继续刻画这灵符传 也不可能成功 除非知道问题出在哪 否则只能一直错下去 不要灰心 想要成为伏修 哪里是简单的事情 雪灵摇安慰道 而且还拿自己和别的伏修举例子 其实 灵道已经做得很好 毕竟其他伏修 可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具灵符正刻画的没有丝毫错误 不用劝我 我还没有那么脆弱 只是 段长老让我早点回去 我只是外宗弟子 可没有能力违抗长老王的命令 核心弟子的身份 比起一般的长老还要高 就算不如长老王 也不是长老王可以随便命令的 长老王是已经成长起来的强者 核心弟子则是潜力无限的小辈 那就好 雪灵摇点了点头 将灵道送走后 便是专注的炼制扶转了 叫灵道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有所提升 尤其是灵道刻画扶阵的方法 对他都有启发 能够让他更进一步 到底问题在哪 要不我去找几个长老问问看 叶长老认识他 也认识灵道 要是他询问关于灵道的事情 就算他隐瞒灵道的名字 聂长老恐怕都可以猜出来 换成其他长老 肯定就没有那么多怀疑 反正他是核心弟子 其他长老有为他解惑的义务 有聂长老的指导 还有用不完的练符材料 又得到了两幅十克的认可 雪灵摇进步快 也在情理之中 他的提升越大 受到的重视 便会越高 本来 以他的性格 对宗主大魏 根本没有什么兴趣 然而 唯有成为万福宗宗主 才好找写道蒙报仇 那小子竟然还没有死 雪灵摇毕竟在叶长老的住处 哪怕叶长老在闭关 只要在他院落里发生的事情 他都能知道 叶长老将灵道交给段疯子 自然是想整死灵道 原本 叶长老认为 灵道已经死在段疯子手里 没想到 灵道不仅没死 反而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看样子 灵道不仅没有吃亏 反而占了便宜 难道说 段疯子转性了 是不是段疯子已经明白 他的训练方式有问题 你回来了 当灵道回到段府后 段疯子便是兴奋的跳了起来 就算雷池出了问题 他都没有找灵道麻烦的意思 他已经大概猜到 雷池蕴含的能量 被灵道吸收链化掉了 嗯 我们进行接下来的训练吧 叶长老将他交给段疯子 就是为了让段疯子将他训练到死 不过 灵道顶多是怨叶长老 他对段疯子倒是没有任何恨意 段疯子的所作所为 只是为了提升万福宗外宗弟子 只是 段疯子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太过残酷罢了 他没有要对付灵道的意思 凡是进入段府的年轻弟子 都是公平对待 他的所作所为 同样是为了壮大万福宗 万福宗宗主觉得内宗的福修最重要 段疯子则是觉得外宗弟子同样重要 要是外宗能够出现更多的天王和天君 那么外宗的地位肯定会渐渐提升 如果外宗出现一位天尊 那么外宗的地位肯定要一举超过内宗 只可惜他只是一位外宗长老 地位远远比不上万福宗宗主 就连外宗 都是有其他长老王不服他 就算他的实力再强 也是没用 因为迄今为止 他没有训练出一位强者 如今领导的出现 倒是让段疯子看到了希望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领导 接受后面的训练 见过段长老不管怎么说 段疯子的雷池也是让领导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学会炼制服转而是提升境界 仅仅天人尽忠习在接下来的明争暗斗中 根本不够看 方寒宇和蒙祭堂都想对付领导 他们境界比领导高地位比领导高 想要对付领导真不是什么难事 幸亏领导在段斧 要是和其他外宗弟子在一起 恐怕已经被下毒手 雷池过后便是火域 你怕不怕 雷池蕴含万千雷电 进去后便会不断地被雷劈 火域则是火焰炼狱 承受熊熊烈火灼烧 断疯子的雷池分等级 火域同样也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火域比雷池还要危险 要是怕我就不会回来了 开始吧 灵道的态度 让段疯子极为满意 身为午修就该不惧危险 反正他掌握的是原始本源 又修炼蛮荒诸仙境 不仅可以吸收雷池里的能量 还可以炼化火域里的本源 很好 为了帮你 我已经将五大火域合一 下去享受吧 段疯子的话 让灵道脸色一变 五大火域合一 那该是何等恐怖 不怕危险是一回事 送死又是一回事 可惜段疯子根本没有给灵道 反抗的机会 直接将他扔进了火域 第二十九章郁闷的暗杀者 五大火域合一 别说是天人静终其武者 就算是天兵静终其武者 进去 也会被活活烧死 甚至天兵静巅峰武者 都没有活路 段疯子将灵道扔进去 同样没有什么把握 灵道的肉身 强横的根本不像是天人静武者 就连天兵静武者 都不一定比得上 可是 当他掉进火域后 便是感觉到了灼烧的疼痛 才刚进来 他的皮肉 便是一片焦黑 仅仅是片刻时间后 他就成了一块焦炭 反正已经身在火域 短时间内 想要出去 明显不可能 他能够做的 便是减少消耗 将所有力量 都聚集到关键部位 维持生命 以他强大的恢复能力 只要不是伤到关键部位 以强大的本源力量疗伤 很快便是可以恢复过来 火域里的火之本源 自然远超外界 好在他修炼的蛮荒诸仙境 完全可以炼化 只要灵道不死 他便是可以不断地炼化火之本源 五大火域合一 对灵道来说 的确有性命之忧 若是撑不过去 便是死路一条 要是能够撑过去 那他得到的好处 肯定极大 是龙是虫 就看你自己了 断疯子难难道 这么多年来 他看过的年轻天才 不在少数 只可惜 一个个要么被他的训练完死 要么被他的训练吓死 反正不是生死 就是主动退出万福宗 师兄让我除掉灵道 可是我怎么下手 断府外 一位万福宗外宗弟子 小心翼翼的隐秘在暗处 蒙祭堂让他来杀死灵道 他只能硬着头皮前来 他能够成为万福宗外宗弟子 也都是多亏了蒙祭堂 再怎么说 蒙祭堂也是万福宗内宗精英弟子 动用关系的话 拉一个外宗弟子进来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万福宗宗主真正重视的是内宗 蒙祭堂想要拉内宗弟子进来肯定极为困难 断疯子虽然疯疯癫癫 但实力深不可测 要是他强闯断府 兴许会被断疯子强势即杀 以他天兵敬的实力 在断疯子面前完全不够看 以他外宗弟子的身份 被断疯子杀了也是白杀 没人给他报仇 罢了 只能守猪带兔 等灵道出来 我再杀他 蒙祭堂已经调查过灵道 只是没有查清灵道的具体来历 就好像凭空出现的一般 不过 灵道的境界 他已经清楚 只有天人静中期而已 他让林金峰对付灵道 就是因为林金峰已经是天兵静后期武者 就算灵道天赋再高 也不可能打得过天兵静后期武者 让林金峰杀灵道 蒙祭堂放心得很 方寒宇和柳青梅 现在倒是没有派人暗杀灵道 前者只是反感灵道 反正灵道一个外宗弟子 和他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 没必要让人杀死灵道 后者要对付的是雪灵瑶 而不是灵道 雪灵瑶成为下一任宗主的可能性最大 蒙祭堂觉得灵道是他得到雪灵瑶的最大阻碍 所以才让林金峰杀了灵道 林金峰不是冒失之人 让他出手 让他出手 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惜 林道已经身陷火狱 林金峰在段府外等了一天 林道都没有出来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依旧没有林道的影子 就连林金峰都是等得不耐烦了 难道说 林道已经死在了段府里 林金峰恶意地猜测到 段疯子将外宗弟子训练死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整整四天四夜 都是没看到林道 林金峰自然是起了怀疑 林道要是死在段府里面 自然是最好不错 不会已经死了吧 段府内 段疯子已经一觉睡醒 火狱没有任何动静 他的心也是提了起来 其他人怎么知道 每一个年轻弟子的死 他都非常的痛心 非常的自责 他只是想要壮大外宗 为万福宗培养出极为强大的武者 万福宗的功法和武学 肯定比不上三品势力 更不要说二品势力和一品势力 唯有疯狂的方法 才有超越以往的可能 可惜 一个葛万福宗外宗弟子 被他训练到死 正因为如此 后来他才改变了主意 若是年轻弟子反对或者不愿意 他都不会强迫 让他们主动退出万福宗就好 林道能够从一个葛雷池里活着出来 而且还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已经不是寻常弟子可比 要是他也死在火狱里 那真的太过可惜 就连段疯子都开始怀疑自己 难道他的方法真的错了吗 段疯子打开火狱出口 里面的情况让他大吃一惊 原本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火狱 现在连一个火苗都没有 偌大的火狱里 仅仅只有一个黑漆漆的人影 仅仅是三天三夜的时间 林道便是将火狱给炼化了葛干净 剩下的一天一夜 他则是在疗伤 现在火狱出口打开 他终于是缓缓地动了起来 咔嚓咔嚓他身上的表皮 全部裂开脱落 看起来极为吓人 他身上的衣服 早就烧成了灰烬 现在黑乎乎的表皮掉光 古铜色肌肤没有一丝伤痕 云趁而又修长的身体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万幸 你竟然没死 太好了 断疯子忍不住手舞足道了起来 雷池火狱 林道不仅安全通过 而且每次都有所精进 雷池 让林道的境界 突破到了天人境中期 火狱 让林道的境界 突破到了天人境后期 林道前往天界的时候 只有通天境巅峰 虚空风暴 雷池火狱 让他足足提升了三个小境界 危险同样伴随着机遇 虚空风暴和雷池火狱 他都有可能丧命 他没有管断疯子 而是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走出了断斧 不是他不想和断疯子说话 而是他觉得 身体就像是火药桶一般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必须找个地方发泄一下 他没有留在断斧 而是冲了出去 断疯子愣了一下后 便是远远地追了过来 灵道能够通过雷池火狱 已经足以让断疯子上心 灵道的天赋和星星 绝对是上上之血 终于出现了 就算你跑得再快 我也不可能放过你 足足等了四天四夜的 林金峰 终于是来了精神 只要灵道现身 便是灵道的死骑 断疯子是跟在灵道身后 只是以灵金峰的实力 还没法发现断疯子 灵道现在想要做的 便是发泄 最好能够找个人痛痛快快的打上一场 可惜 断疯子是天君 灵道就算在发疯 也不可能和断疯子一战 那样只能被虐 他一路狂奔 直到出了万福宗 才松了一口气 他虽然来万福宗的时间不长 但已经得罪不少人 还是小心为妙 林金峰追在后面 发现灵道除了万福宗 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再怎么说 灵道也是万福宗外宗弟子 如果林金峰是内宗精英弟子 杀死灵道自然不怕什么 可惜 林金峰和灵道一样 只是外宗弟子 要是被上面发现 林金峰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跟踪了我这么长时间 难道还不打算现身 灵道的灵觉素来敏锐 哪怕林金峰再小心 也是没用 照样被他察觉到了 他的一双眼睛 就是盯着林金峰所在之地 林金峰只好站了出来 李道是有自知之明 竟然给自己选好葬身之地了 断疯子隐藏在暗处 不管是灵道 还是林金峰都不知道 林金峰发现四下无人 当然是暗喜不已 这样一来 杀死林道的事情 就不会有其他人知晓 想杀我 那还等什么 动手吧 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林道正打算找个人打架 没想到林金峰就送上了门来 林道才不管林金峰什么境界 反正先打了再说 要是真打不过 再逃跑就是 我 林金峰本来还有话说 只是 刚刚才说一个字 林道便是已经施展出遮天大手印 轰向了林金峰 一道道大手印 遮天蔽日 要是换成剑神大世界的虚空 恐怕早就被拍得粉碎 好像天界的虚空 稳固无比 林道的遮天大手印 别说拍碎虚空 连让虚空震荡的资格都没有 即便如此 他施展的遮天大手印 微能也是不可小觑 要是和他同境界的舞者 恐怕要被他活活拍死 好小子 脾气真是火爆 像我 不坏不坏 隐溺在暗处的段疯子 笑咪咪地说道 他就是火爆脾气 直来直去 说打就打 从来不讲什么规矩 也不讲什么道理 林道已经通过雷池火狱 现在段疯子想看的 便是林道的真正战力 天兵近后期的林金峰 便是最好的陪练 在段疯子看来 林金峰肯定能够示出 林道的极限战力 那样的话 他就能够知晓 林道的资质到底怎么样 金刀如风 林金峰也是恼怒了起来 明明是他来杀林道的 可林道连话都没有让他说完 便是狂猛地攻击了起来 再怎么说 他也要比林道的境界高得多 林道凭什么如此小看他 金之本源凝聚出一柄柄金色短刀 每一柄短刀 都是足以洞穿天人进武武者的身体 足足九十九柄短刀 像风一样吹向了林道 要是林道实力不济 肯定会被火寡 第三十章 昆鹏拳 每一柄短刀 都是轻弱红毛 狂风一吹 速度便是陡然暴增 他本来并不叫这个名字 后来掌握金之本源和风之本源 才改叫林金峰 能够同时将金之本源和木之本源修炼到第四个层次 自然不简单 短刀锐利 大风推动 要速度有速度 要锋芒有锋芒 王继堂让林金峰除掉林道 林金峰自然不敢怠慢 下手速度越快越好 要是让别人发现 终究是个麻烦 林道来自哪里 出自哪的势力 全都查不到 杀死他 也不知道会得罪谁 蒙继堂自然会小心一点 好在林道境界低 又愿意做万福宗外宗弟子 想来没有什么大来头 如果林道是道军后人之类的 蒙继堂可不敢下手 一道道大手印 拍在了九十九柄短刀上 锦绣山和朱天星辰 都是寸寸崩碎 九十九柄金色短刀 也是粉碎了大半 就算是剩下的 也是黯淡无光 锋芒锐解 真龙图鉴 要是灵道不出手 肯定会被剩下的金色短刀伤到 真龙盘住 龙银声响起 一条真龙将灵道护在了里面 每一个骨子都是闪闪发光 挡住了刺过来的金色短刀 暴雨梨花 以金之本源 凝练满天暴雨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一滴雨 都是足以洞穿寻常天人 敬舞者肉身 密密麻麻的雨点落下 一般的天兵敬舞者都没法抵挡 风往下吹 使得原本就急速下降的雨点 变得更快 凌晶风施展如此大范围的武学 就是不给灵道躲避 轻盆大雨落下 要是普通人经过 直接化为一滩血水 昆蓬拳 领到双拳紧握 拇指紧扣拳眼 五指根结有力 拳未出 拳翼便是破体而出 当他挥动双拳之时 满天暴雨都是为之一致 空气都是仿佛凝固了一般 他的身后 像是浮现了一只巨大的昆蓬 双翅翼盏 遮天蔽日 他的拳头 就像是昆蓬的翅膀 双拳打出 仿佛昆蓬双翅横扫出去 猝之不尽的雨点倒眷而回 金色光芒弥漫了整个天际 雄浑的血气 犹如滚滚狼烟 散发而出 灵道的身体 犹如离弦之剑 冲向了凌晶风 他肉身强横 境界不足 自然要扬长臂短 就算已经突破到天人境后期 灵道也要比凌晶风低了整整一个境界 尽亏他修炼的是蛮荒朱仙境 比凌晶风修炼的功法 强了远远不止一个档次 昆蓬拳撕裂了满天雨点 还轰在了凌晶风的身上 换成寻常时期 灵道施展的拳法 根本没有现在这般大的威能 怪只能怪凌晶风倒霉 刚刚选在灵道突破的时候对灵道下手 五大火域合一后 蕴含的能量实在是太多 现在灵道将之全部炼化吸收 身体就像是火药桶一般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发泄 最好的发泄方式便是大战 正好灵晶风想要杀他 那他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昆蓬拳攜带着风雷声 打在了灵晶风的身上 哪怕灵晶风连连后退 也是没有避开 不是灵晶风反应不够快 而是灵道的动作更快 灵道已经占据先机 自然不会让灵晶风扳回局面 他的攻势不仅凶猛 而且迅疾 不得已之下 灵晶风只能取出一枚护体浮转 抵挡灵道的昆蓬拳 灵晶风比灵道高出整整一个大境界 却被灵道逼得使用浮转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他可不是内宗弟子 根本不会炼制浮转 对他来说浮转都是极为珍贵的 护体浮转化为一面巨大的盾牌 挡在了他的身前 灵道的双拳一次又一次打在上面 将整面盾牌打得四分五裂 连扎都不剩 灵道就像是不知疲倦的机器 根本没有半点停顿 为什么他如此疯狂 灵道的表现 远远超出灵晶风的预料 要是早知道灵道如此难缠 他就得想办法将杀死灵道的任务 交给其他人 灵道的境界是低 可是自身战力 绝对不比天兵境前期武者弱 甚至还要更强 真是一块蒲玉 没想到刚刚突破到天人境后期 就有如此战力 雷池火域 先后让灵道提升两个小境界 段风子原本认为 灵道才突破 境界不稳 战力应该还不如同境界武者 谁知道 仅仅天人境后期的灵道 实力便不比寻常天兵境前期武者差 幸亏我跟来了 如此好苗子 要是死在这里 未免太过可惜 段风子已经决定 等下要是灵道有被杀死的危险 他便会暗中出手 反正以他的本事 除掉灵晶风 轻而易举 万福宗内的其他人就算想查 也查不到他的身上 退一万步说 就算查出段风子杀死一位外宗弟子 万福宗高层也顶多说他一下而已 外宗弟子的身份地位 就算不如内宗弟子 段风子和外宗弟子熟亲熟众 那些武者肯定明白 然而段风子等了半天 也是没有出手的机会 从头到尾 灵晶风都是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更别说杀死灵道 别看灵道只有天人静后期 可他却能压着灵晶风打 值得段风子注意的是 灵晶风的金之本源和风之本源 都被灵道不断地吸收掉了 雷池火域的事情 让段风子觉得灵道掌握了 雷之本源和火之本源两种本源力量 可是现在他真的糊涂了 难道说灵道还掌握了 金之本源和风之本源 传说中的七绝体 可是掌握七种本源力量 也不知道灵道是什么体质 竟然可以掌握四种本源力量 原始本源的奥秘 其他人自然不懂 毕竟原始本源还是灵道最先掌握的 难道说 我连区区一个天人静武者都搞不定 就连灵晶风都是怀疑起了自己 灵道才突破境界 自然没法掩盖 灵道只有天人静后期 灵晶风清楚得很 可惜 灵晶风拿天兵静战力 都除不掉灵道 境界是一码事 战力又是一码事 灵晶风见世过年轻天才 可是像灵道这样以天人静后期力敌天兵静后期的 他却没有见过 他已经不断地后退 只是灵道穷追猛打 他也没有办法 战道后来 灵晶风没有办法 只能取出乾坤借力的福转 只要能够杀死灵道 蒙祭堂肯定会好好地赏赏他 到时候多少损失 都能够补得过来 以灵道如今的状态 真的不需灵晶风这样的天兵静后期武者 然而 灵晶风一个个福转扔出 灵道根本没法打 仅仅是片刻时间 灵道身上便是出现了五道伤口 死吧 灵晶风右手不断挥旋 左手别在身后 足足取出九张福转 就是为了一举即杀灵道 只是灵道的直觉太过敏锐 已经在小心翼翼的倒退 激活福转 终究需要时间 当灵晶风将九张福转 同时使用出来的时候 断疯子已经挡在了灵道的身前 灵晶风连地品福转都用 断疯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能够杀死灵道这样的天才 灵晶风自然有很大的成就感 不过 断疯子的出现 让灵晶风脸色大变 灵晶风敢在断府外等灵道 然后杀灵道 自然调查过断疯子 正常来说 断疯子根本不会管灵道的事情 现在断疯子的出现 着实吓了灵晶风一跳 九张福转爆发出的威能 连灵晶风自己都杀得死 可惜奈何不了断疯子 断疯子仅仅是伸出右手 连连探出 将九张福转全部抓在了掌心 原本全部激活的福转 现在却是失去了所有的威能 就像是废纸一般 就连万福宗其他长老 都说断疯子深不可测 他的实力自然强的不像话 可惜 他不是福修 要不然 他有可能已经是万福宗的太上长老 不是说岁数大就能当太上长老 还得是福修 而且境界极高 断疯子是什么境界 其他人不知道 就连万福宗宗主都不清楚 不过 他不是福修 就算其他方面再达标 也是没用 断长老 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 林晶风小声问道 断疯子喜目无常 说杀就杀 他可以在灵道面前蛮横 甚至出手对付灵道都没事 但是 如果得罪断疯子 就算找其他长老说情都没用 更别说蒙济堂 毕竟蒙济堂只是一个内宗精英弟子 断疯子就算要杀蒙济堂 蒙济堂都没办法 更不要输林晶风了 林道本来还打算冒死一搏 是生是死 挺天由命 没想到 断疯子竟然帮他挡下了九张福转的攻击 这样一来 林晶风便是没有本事杀他了 只要断疯子想保林道 林晶风便是没有杀死林道的可能了 杀你 断疯子怪笑一声 然后便是病指为剑 向着林晶风站了过去 林晶风根本没有想到 断疯子说出手就出手 林晶风还没有反应过来 身体便是已经被劈成两半 我 王济堂 你害我 林晶风双眼暴征 悲愤的大吼道 王济堂和他说 杀死林道 是个很简单的任务 毕竟林道只是天人静武者而已 可是现在 断疯子竟然在暗中保护林道 他岂不是在送死 第31章灭魂山脉 林晶风只是天兵静后期武者而已 在断长老面前 毫无反抗之力 断疯子本身就不讲理 只要他想出手 谁也拦不住他 林晶风不恨断疯子 只恨蒙继堂 他没有想到断疯子竟然在暗中保护林道 只要是万福宗弟子 不管是内宗弟子 还是外宗弟子 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断疯子 本来林晶风是不想出手的 凡是和断疯子有关的事情 他都不想沾 可是 蒙继堂给他担保 说断疯子肯定不管林道的事情 杜谢段长老 断疯子的出现 让林道也是愣了一下 本来林晶风同时使用九张符传 他就算能够挡下 也会深受重创 没想到断疯子竟然帮他除掉了林晶风 可以说断疯子救了他一命 我救你 自然是有代价的 杀死林晶风后 断疯子便是将林晶风的尸体处理掉了 他背对着林道 将一张符纸扔到了林道的手里 然后便是静字回去了 他不是内宗长老 自然不会炼制符传 他的符纸上 写的是他给林道办的事情 灭魂山脉 杀魂佬 符纸上仅仅只有七个大字 每一个字都是铁化银钩 林道实在没法将这样的字 和拉他的断疯子联系到一起 断疯子没有说灭魂山脉在哪 也没有说魂佬是谁 反正就要他杀死魂佬 先去林瑶那里一趟 顺便打听下魂佬的事情 通过雷池 断疯子给林道放了葛架 现在林道活着从火域里走出 断疯子自然也让他出去一段时间 其实林道根本不知道 灭魂山脉就是断疯子给他安排的第三个训练之地 雷池火域 锤炼的都是林道的肉身 让他的肉身变得更加强横 灭魂山脉 锤炼的则是林道的意志 让他的意志远超以往 当然 若是林道无法杀死魂佬 反而死在灭魂山脉 断疯子也不会管 林精锋要杀林道 断疯子愿意出手 那是因为不在训练之内 肉身和意志锤炼后 断疯子才会让他经历生死之战 到时候那些强者前来急杀林道 他就不会出手了 你怎么来了 林道还没有走到雪灵瑶的房间 便是遇到了涅长老 雪灵瑶是全心全意的帮助灵道 涅长老则是完全相反 涅长老将灵道交给断疯子 为的是让断疯子将灵道训练到死 涅长老没有想到 竟然再度看到灵道 而且灵道还活得好好的 断疯子的训练方法 连外宗那么多杰出弟子 都承受不住 灵道是怎么撑过来的 难道断疯子一直在睡觉吗 我找灵瑶有点事情 其实灵道根本不想搭理涅长老 偏偏他是雪灵瑶的师父 听到灵道的话 涅长老的眼神都是阴沉了下来 以雪灵瑶的天赋 再加上得到两幅时刻的认可 成为下一任宗主 指日可待 要是因为灵道耽误了时间 没有争过柳青梅和方寒雨 那就太过可惜了 涅长老毕竟不是心狠手辣之辈 算计灵道可以 新手杀死灵道 他却是做不出来 他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为什么非要缠着他 说吧 你要什么好处 我都可以给你 上一次 涅长老便是说过类似的 只是临时无法打动灵道 这一次 涅长老更加有诚意 允许灵道提出任何好处 只可惜 涅长老注定要失望 因为灵道又是拒绝了 龙不羽蛇居 你难道还不懂吗 涅长老邪逆着灵道 百明了看不起他 万福宗内宗长老王 立位比外宗弟子 不知道高出多少 他比是灵道 其实也是正常的 但是 灵道看都不看涅长老一眼 让涅长老气得差点拍死灵道 师父 你和他说这些做什么 却灵瑶听到动静 急忙赶了过来 涅长老和灵道的事情 他能够看出一点 涅长老是他的师父 灵道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当然不想涅长老和灵道闹矛盾 偏偏他管不了灵道 也管不了涅长老 我们还有事情 师父您先忙吧 他拉着灵道 赶紧离开涅长老 只要离得远远的 灵道和涅长老便是争不起来 涅长老本来还有话说 可惜雪灵瑶和灵道已经远去 他就算想说 也是说不上了 不是抬举的东西 就算你的命再大 时早也要死 方寒宇和蒙祭堂 都想对付灵道 涅长老自然明白 他现在就要将灵道的行踪 告诉方寒宇和蒙祭堂 然后让方寒宇和蒙祭堂 杀灵道 他只会推波助澜 暗中兴风作浪 只要灵道一死 雪灵瑶便可以一心炼制服转 你不要和我师父计较 他也是为了我好 只是说话不好听而已 雪灵瑶为涅长老解释道 灵道仅仅是点了点头 没有赞成 也没有反对 他大概明白灵道的意思 便是再也没有 说念长老的事情 他赶紧转移话题 说起了福道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无法成功炼制服转 最后一步 必然失败 灵道郁闷地说道 如果完全无法炼制服转 也就罢了 可是 明明能够炼制成功 最后一步都要功亏一篑 他没有找出原因 雪灵瑶同样不知道 他现在和雪灵瑶说 就是因为雪灵瑶上次说要帮他问其他人 再怎么说 雪灵瑶也是万福宗的核心弟子 而且还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他要问其他长老 自然没有问题 可惜 依旧没有答案 其他长老同样不知道原因 你不要心急 或许是你接触福道的时间太短 或许以后就能成功了 雪灵瑶只能这样安慰 好在灵道本来就没有抱多大希望 自然不会失望 能够炼制服转最好 不能炼制服转也无所谓 反正他最在意的还是武道 这段时间 他的境界连连突破 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紧接着 雪灵瑶便是拿出一千张福纸 全部送给了灵道 反正普通福纸 对他来说 相当于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给灵道一千张福纸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对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灭魂山脉 没有在炼制服转的事情上纠结 灵道转而问起了灵魂山脉的事情 可惜 雪灵瑶来万福宗 没有多长时间 和灵道一样 他一心炼制服转 自然不知道什么灵魂山脉 我帮你问一下 无法在炼制服转的事情上帮到灵道 雪灵瑶本身就有所愧疚 现在自然是赶紧找人问灵魂山脉的事情去了 剩下灵道一个人在房间里 自然只能炼制服转 依旧是句灵服转 每一笔每一画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最后一步 依旧没有成功 整张福纸都是废掉了 不管是炼制多少次 结果都一样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该死 这丫头是喝了什么迷魂汤 怎么那么听臭小子的话 只要灵长老愿意 灵道和雪灵瑶说什么 他都知道 毕竟灵道和雪灵瑶都在他的地盘 他们的话 根本无法逃过灵长老的耳朵 难道说 那小子要去灵魂山脉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不要出手了 灵魂山脉 非常危险 稍有不慎 便会魂飞破散 身在灵魂山脉 无者自身的境界 并不是太重要 最重要的是意志 是心性 是灵魂 这里所说的意志 还不是单独指无者的意志力量 就好比有人是第八重意志 有人是第九重意志 若是前者心性坚定 在灵魂山脉存活的可能性 比后者还要大 我问过了 灵魂山脉就在我们万福宗东面 六千八百里楚 据说有无促魔魂 在里面飘荡 雪灵瑶回来后 便是和灵道说起了灵魂山脉的情况 灵魂山脉里的魔魂 可以相互吞噬 然后不断地壮大自身 略是厉害的魔魂 对舞者的威胁越大 如今 灵道已经是天人静后期舞者 掌握第六重意志 要是深入灵魂山脉 遇到太过厉害的魔魂 他的意志世界肯定无法承受 到时候意志世界被摧毁 他便会死在灵魂山脉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魂佬的事情 别人和雪灵瑶介绍灭魂山脉 想必说过魂佬 果然 雪灵瑶点了点头 开始和灵道说魂佬的事情 魂佬 是灵魂山脉里 非常厉害的一个魔魂 就算是天兵境巅峰武者 都有很大可能被魔魂杀死 段疯子说疯狂 其实还是有理智的 不管是雷池火狱 还是灵魂山脉的魂佬 都是对天兵境巅峰武者 有着很大危险 甚至是足以杀死天兵境巅峰武者 虽然活下去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但终究是有一线生机的 要是完全没有理智 给灵道安排天王级别的训练 那灵道将没有半点活路 雪灵瑶说完后 灵道也是心里有数 灵魂山脉是有危险 可对他来说 也是一场机缘 能够提升抑制力量 他能够在断疯子那里活下来 灵道是很硬 不一定会死在灵魂山脉 如果我将他即将前往灵魂山脉的事情 告诉蒙继堂和方寒宇他们 他岂不是必死无疑 第32章 柳青梅 林金峰竟然死了 难道是我小驱了灵道 天兵境后期的林金峰 暗杀灵道 应该万无一失才对 可是 灵道不仅没死 反而活得好好的 列长老已经使用手段 让蒙继堂知晓灵道即将前往灭魂山脉 蒙继堂了解林金峰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林金峰肯定都不会瞒着他 林金峰没有回来复命 只有一种可能 那便是他已经死在外面 林金峰的死 使得蒙继堂不得不重视灵道 以灵道的境界 根本不可能是林金峰的对手 林金峰的死 肯定是其他人出的手 只是蒙继堂实在想不到 到底是谁帮的林道 又为什么要帮林道 蒙继堂专门调查过林道 具体来历查不到 可是想必没有什么大背景 段疯子不仅不讲理 而且不管万福宗的事情 蒙继堂压根就没对段疯子身上想过 其他万福宗武者 会帮林道的 恐怕只有雪灵瑶 虽然雪灵瑶是内宗核心弟子 但他境界太低 一样不是林金峰的对手 林金峰自然不可能是雪灵瑶杀的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将你除掉 要怪你就怪自己和雪灵瑶走得太近吧 王继堂要掌握整个万福宗 最好的办法便是成为下一任宗主的夫君 如今 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宗主的便是雪灵瑶 林道和雪灵瑶关系亲密 蒙继堂自然不能容忍 方寒宇和蒙继堂不一样 他就算要对付林道 也是光明正大 即便是万福宗的很多弟子 对方寒宇都是有所误解 蒙继堂会派林金峰暗杀林道 方寒宇便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一次 蒙继堂没有找万福宗弟子出手 而是找的别人 林金峰被毁尸灭基 对他来说也有好处 起码别人不知道他和林金峰相熟 甚至林金峰就是他的下属 宗主 不知道你对雪灵瑶那的小丫头 可否满意 万福宗宗主大殿 两位父宗主恭敬地站在宗主面前 将雪灵瑶这段时间的表现 全部承报了上去 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漏 万福宗唯一一个得到两福十克的内宗弟子 他们自然极为重视 是个福道天才 只是 难以担当宗主大任 论天赋 论悟性 雪灵瑶都是极高 可惜 她终究是个女子 没有男人该有的魄力 不是说福道天才 就可以当万福宗宗主 但是 每一代万福宗宗主 都必须是福道天才 反正柳青梅是被万福宗宗主淘汰了 悟性和天赋 她不如雪灵瑶 魄力又不如方寒宇 下一任万福宗宗主 就应该在雪灵瑶和方寒宇之中选一个 继续看吧 万福宗宗主陈生说道 方寒宇毕竟是她的徒弟 要是方寒宇能够成为宗主 她也高兴 可惜 雪灵瑶表现出来的天赋 比方寒宇高出不止一个档次 本来柳青梅成为宗主的可能性 就没有方寒宇大 现在就没啥可能了 不仅万福宗宗主和富宗主明白 就连柳青梅自己都明白 雪灵瑶连相貌都能胜过柳青梅 现在已然成为万福宗第一美女 我福道天赋是不如你 可是我对你的了解 可能还要胜过你自己 感情的是 你一个小丫头 估计还在懵懂阶段吧 要是我抢了你心爱的男子 你肯定会崩溃的 王继堂调查过灵道 柳青梅更是连灵道和雪灵瑶都查了 只不过 王继堂和柳青梅关注的地方不一样 柳青梅在意的是灵道和雪灵瑶的感情 她可以肯定 雪灵瑶是喜欢灵道的 只是雪灵瑶没有什么经验 就连灵道 在柳青梅眼里 都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 她和别人不一样 没有想着杀死雪灵瑶 也没有想着杀死灵道 柳青梅要做的 是从雪灵瑶手里抢走灵道 别看雪灵瑶比她漂亮 可是论手段 雪灵瑶绝对不如她 雪灵瑶就像是青色的苹果 而她则是成熟的水蜜桃 要是她主动追求灵道 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 灵道就会败倒在她的石流裙下 她站在镜子前 精心打扮了一番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 才走出房门 前往灭魂山脉的事情 还是不要告诉灵瑶的好 得到灭魂山脉的消息后 灵道便是离开了雪灵瑶的房间 雪灵瑶只是天人境巅峰 如今的灵道 已经是天人境后期 论实力的话 雪灵瑶根本比不上灵道 前往灭魂山脉 灵道连自保的把握都没有 更不要说保护其他人 只是她刚刚离开灵长老的住处 便是被一群年轻弟子围住了 他们都对雪灵瑶有想法 可惜连和雪灵瑶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知晓灵道和雪灵瑶关系好 只是没想到 竟然好到如此程度 他们亲眼看着 灵道走进雪灵瑶的房间 现在从里面走了出来 如果灵长老不让他们看 他们当然看不见 只不过灵长老故意给灵道找麻烦 麻烦让一下 前路被倒 灵道皱了皱眉 来者不善 他也就是这么一说 估计眼前的年轻弟子们 不可能给他让路 雪灵瑶不仅漂亮 而且天赋还高 要是能够得到雪灵瑶 绝对是天大的姓氏 他们可都是万福宗的内宗弟子 而且大多错还是精英弟子 已经足以练制地品福传 反观灵道 只有天人境 而且还仅仅是万福宗外宗弟子 有什么资格和他们争夺雪灵瑶 小子 只要你答应以后别见雪灵瑶 我们就给你让路 如何 县礼后兵 其中一位万福宗内宗精英弟子冷笑着说道 其他年轻弟子 也是跟着点头 他们想要竞争 必须先将灵道排除 否则他们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雪灵瑶愿意主动挽着灵道的手臂 和灵道说话都是有说有笑 可是 他们和雪灵瑶说话 雪灵瑶顶多是点头示意一下 根本不和他们多说什么 我和他见不见面 和你们又有什么关系 如今的灵道 已经是天人境后期 就算对上寻常的天兵境舞者 也是有着足够的胜算 在场的内宗弟子 大多数都是天兵境 只有少数是天将境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以你外宗弟子的身份 根本配不上雪灵瑶 你还是赶紧滚蛋吧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另外一位万福宗内宗精英弟子阴阳怪气弟说道 外宗弟子的身份和内宗核心弟子的身份 起码差了八条街 他们怎么说也是精英弟子 还是勉强配得上核心弟子的 据说是你带着雪灵瑶来万福宗的 也不知道你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能够在我们之前和雪灵瑶认识 可惜你一个还要靠他才能进万福宗的外宗弟子 跟我们一比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 要说灵道是雪灵瑶的救命恩人 他们没一个相信 雪灵瑶怎么说也是天人境巅峰 当时灵道只有天人境前期 是问灵道是怎么救雪灵瑶的 难道靠打嘴炮吗 你也不想想 偌大的万福宗 除了雪灵瑶和你说话 还有哪个女弟子 愿意和你亲近 你们也太抬举他了 其他内宗女弟子 恐怕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怎么可能和他说话 两个内宗精英弟子 你一言我一语 尖酸地说道 他们就是故意奉刺灵道 给灵道难堪 不管是境界还是身份地位 他们都比灵道高 自然不怕灵道 要是能够激怒灵道 让灵道先对他们出手 那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死灵道 外宗弟子敢对内宗精英弟子出手 被打死也是活该 就算万福宗的长老们知道 也就顶多责罚他们一下而已 如果灵道打死一位内宗弟子 那后果就是非常严重了 被处死都是轻的 说吧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灵道不耐凡地说道 对他而言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提升境界 要不然 他根本没法回到紫微域 也没法回到天灵域 就连现在到底在哪个域 他都不知道 赤云州和燕云州 只是隶属于荒云府的地盘而已 州之上是府 府之上才是域 只要接触到荒云府的大势力 应该就知道现在到底在哪个疆域 天界的三千疆域 无边无际 根本不知道具体有多大 就连一个荒云府 都是大的出席 比起中央主疆域之大不小 万福宗毕竟只是四品势力 和大地开创的势力 相差十万八千里都不止 我们其实都很好说话的 只要有其他内宗女弟子 现在愿意搭理你 我们掉头就走 一位万福宗内宗精英弟子 阴险地说道 他们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 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是有内宗女弟子在场 可他们不可能为林道 得罪那些内宗精英弟子 林哥哥 你怎么在这里 我找你找的好苦 柳青梅身着一袭青色长裙 如相风一般 向着林道扑来 他特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便是为了拿下林道 那群内宗精英弟子为难林道 他刚好出来为林道解围 林道肯定会感激他 在场的内宗精英弟子 一个个脸色难看 仿佛吃了死苍蝇一般 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柳青梅 林道什么时候和柳青梅勾搭在一起了 第33章今晚你就留下吧 虽然雪玲瑶在容貌和天赋方面 都要胜过柳青梅 但柳青梅毕竟是老牌女神 在大多促万福宗弟子心里 柳青梅的地位都是极高 雪玲瑶想要完全取代柳青梅 甚至超越柳青梅 肯定需要一段时间 就好比一个男生 暗恋一个女生 当他遇到长得更漂亮的女生 即便他喜欢上后者 也不代表他就会忘记前者 柳青梅的出现 使得那些内宗弟子 全都是方寸大乱 他们就是来羞辱林道的 甚至扬言说 只要有女弟子愿意搭理林道 他们便放过林道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 不仅真的有女弟子搭理林道 而且还和林道关系很亲密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 这个女弟子不是别人 而是柳青梅 精心打扮一番的柳青梅 一举一动 一平一笑 都散发着极大的魅力 不知道多少万福宗弟子 幻想过和柳青梅花前月下 说柳青梅是他们的梦中情人 绝对不畏过 李氏 柳青梅的出现 不在林道的意料之中 他本来是想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 林道知晓万福宗有三位核心弟子 他认识雪灵瑶 也见过方寒宇 就是没有看过柳青梅 李怎么这样 昨晚还没没没没的叫 现在就装不认识我了 让林道大敢吃不消的是 柳青梅对他风情万种的抛着眉眼 他是见过不少美女 可是像柳青梅这样主动的 太过少见 妖姬是为了得到他的记忆 不知道柳青梅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他才来万福宗 身上应该没有什么值得柳青梅惦记的东西 蓝荒周先进的事情 柳青梅100%不知道 万福宗毕竟只是葛四品势力 应该不可能查出他的来历 全民道主作乱 林道通过新闻 不知道传送到了哪里 反正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在赤云周和燕云周界内 他自己都是糊里糊涂的来到了万福宗 别人就更加不可能知晓前因后果 梅梅 通过梅梅两个字和其他万福宗弟子的反应 林道大概猜出了柳青梅的身份 他们本来说只要有女弟子达里林道 便给林道让路 可是现在达里林道的竟然是哪宗核心弟子 核心弟子的地位 比精英弟子和普通弟子都要高 柳青梅既然已经搭理林道 那他们自然没脸继续找林道的麻烦 先前说的话 就好像一个嘎巴掌 打在他们的脸上 让他们感觉到火辣辣的疼痛 该死 这小子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和柳青梅这么熟 早知道 我就不说先前那样的话了 现在可怎么办是好 他们都没有想到 林道不仅和雪凌瑶关系亲密 就连柳青梅都和林道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柳青梅心高气傲 对其他男弟子 都是爱理不理的模样 可是现在 柳青梅竟然已经走到林道的身边 并且主动挽起了林道的胳膊 在他看来 林道就是个没有长大的男孩 对付林道 就得用魅惑的手段 雪凌瑶是比他漂亮 可是雪凌瑶不会展现自己的魅力 更加不会诱惑林道 想要从雪凌瑶身边夺走林道 对他来说并非多么困难的事情 林哥哥 我们先回去吧 柳青梅对林道眨了眨眼睛 林道也是立马会议 点头答应了柳青梅 尽管不知道柳青梅到底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但能够解决眼前的麻烦 怎么说也是好事 并来降挡水来吐掩 他自然不会怕了柳青梅这么一个女子 只是林道没有想到 柳青梅竟然将他直接带到了自己的住处 要知道 男女授受不清 柳青梅就算想要帮他 也不至于这样吧 林道和柳青梅非亲非故 雪凌瑶愿意帮林道 是因为林道救过他的命 不过林道和柳青梅以前根本没有什么交集 好在林道已经经历过妖姬的事情 柳青梅就算主动出击 效果也是不大 要是他对我头怀送抱 貌似也不错的样子 他捏着下巴想到 嘴角不自觉的上扬 柳青梅白了林道一眼 男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 他还没有出手 林道便已经在幻想了 但是这样也好 如果林道不尽女色 他还真没法则对付林道 柳青梅没有让林道失望 主动抱住了林道的腰部 他们早已含数不清 穿的衣服自然不会有多厚 林道能够感受到柳青梅的苏胸饱满 柔软而富有弹性 只是林道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难不成要抱住柳青梅 让林道松了一口气的是 柳青梅没有进行下一步 要是柳青梅宽衣解带 非要用身体来诱惑他 那他能不能守得住 还真不一定 他正是年轻气盛 写切方刚的岁数 有需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要是施展美人计 那我就将计就计 你说怎么样 林道笑着说道 脸上满是桌霞的意味 柳青梅又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林道并没有上当 他整了整衣服 然后便是松开了双手 站在了林道的对面 怎么样你个头 我特地跑过去帮你 你不敢激我也就罢了 竟然还想占我便宜 柳青梅扬怒到 红扑扑的脸上 好似写满了愤怒两个字 他当然不是真的生气 毕竟他本来真的有施展美人计的想法 只是现在他已经改变主意 原来是我误会了 柳小姐对不起 我还有其他事情 就先告辞了 他不说是人无数 起码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柳青梅这个女子 绝对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又漂亮 天赋又高 又有手段 这样的女子只能远观而已 据说 你要前往灭魂山脉 列长老已经将消息放出去 不仅蒙继堂得到了消息 柳青梅同样也是 蒙继堂想杀死林道 可是 柳青梅想要做的 是得到林道 只要林道是他的男人 那雪玲瑶以后在他面前 肯定抬不起头来 如此一来 雪玲瑶想要和柳青梅 争夺下一任宗主大位 便是没有半点胜算 柳青梅 方寒宇 蒙继堂三人的手段 或许不一样 但是目的都一样 柳青梅和方寒宇想要当宗主 蒙继堂则是想要掌握整个万福宗 没错 你问这个做什么 没想到 灭魂山脉的事情 已经传到柳青梅而里 身为万福宗内宗长老王 聂长老的本事着实不小 才没多长时间 万福宗一个个核心弟子和精英弟子 都已经得到林道将去灭魂山脉的事情 柳青梅知道 方寒宇和蒙继堂不可能不知道 蒙继堂想要做的 便是派人杀死林道 方寒宇和蒙继堂不一样 反正他要对付林道 肯定是直来直去 我想和你一起前往灭魂山脉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炼制福转 同样需要强大的意志力 以第九重意志刻画福阵 成功率都要比第七重意志高得多 灭魂山脉是危险 可是能够壮大舞者的灵魂 让其意志力量暴增 有美女陪同自然求之不得 林道本来想拒绝的 可是柳青梅就相当于一个护身符 万福宗其他弟子想要找他麻烦 只要有柳青梅在 他们出手便是需要分寸 要是激怒柳青梅 谁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反正女人肯定是记仇的 那你今晚就留下 怎么样 柳青梅故意扭动身躯 清解罗上 让林道不知所措 仅仅是一眨眼的时间 柳青梅的外衣便是扔到了床上 一双雪白的藕臂 已经完全裸露出来 就像是白玉雕气的一般 本就饱满的苏兄 失去外衣的束缚 就像是要破体而出一般 大片的雪白 映入眼帘 使得林道浑身燥热 要是柳青梅继续的话 林道真的要扛不住了 你不是不施展美人计吗 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 林道忍不住倒退了三步 可惜大门已经关上 面对强敌 就算胜算很小 甚至没有胜算 他都不会退缩 可是现在 他只能退 没法进 柳青梅的所作所为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你不知道 灭魂山脉非常危险 就算你我联手 都有很大可能死在里面 现在我想将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 你就别推辞了 柳青梅柔声说道 晶莹的背齿 轻咬着下唇 他的一双大眼睛 像是会说话一般 直勾勾的看着林道 本来林道就感觉吃不消了 现在更是感觉体内气血 直冲脑门而去 你我才刚认识 发展进度也太快了吧 林道产生道 就连他自己都是没有注意到 他的声音都是颤抖了起来 柳青梅的相貌 是比不上雪灵瑶 可是精心打扮一番后 比起雪灵瑶 也输不到哪里去 有什么快不快的 连小命都有可能随时丢掉 还在乎别的干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林道觉得柳青梅说的好有道理 他竟然无言以对 只是 他和柳青梅才第一次正式见面 这样做真的好吗 他难道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第34章描凤人 你还愣着干什么 扑衣服啊 柳青梅瞅了林道一眼 跌声跌气地说道 可惜 林道根本没有注意到 柳青梅的眼中 闪过一丝桌霞的笑意 他就是故意戏弄林道 让林道出丑 柳姑娘 我觉得天气有点冷 还是不脱衣服了 到了他们这样的境界 早已寒暑不清 说冷自然是扯淡 只是 林道一时间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 只能硬着头皮尴尬地说道 他如今血气方刚 眼前站着一位衣衫半漏的美人人 自然有点把持不住 你那点龌龊心思 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只是打算将天残软甲送给你 你不要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柳青梅将贴身软甲脱下 然后递给了林道 他先前故意说得非常含糊 就是要林道尴尬 让林道难堪 现在效果已经达到 他自然是正经了起来 原来如此 林道也是长呼了一口气 没想到竟然被一个年轻女子耍了 柳青梅娇笑着 将天残软甲放到了他的手上 感受到软甲上的体温 林道则是摇了摇头 天残软甲是给你保命的 如此珍贵的东西 我可不能收 他和柳青梅非清非故 又是第一次见面 自然不能收下天残软甲 万福宗宗主对内宗核心弟子非常重视 每一位核心弟子 都能够得到一件天残软甲 万福宗核心弟子使用的天残软甲 是用天王境的残土出的残丝 炼制而成 就算是天将境武者的攻击 天残软甲都能抵消五成威力 就连万福宗精英弟子 都需要很大的功劳 才能够获得 每一件天残软甲 都是非常珍贵 也就万福宗核心弟子 才有这样的待遇 天残软甲是给核心弟子保命用的 要是领导穿上了柳青梅的 那他就要欠柳青梅的了 柳青梅非要给领导 拉拉扯扯了半天 可惜领导始终坚持 他没有办法 只好收回了天残软甲 他是想得到领导 但并没有打算真的将天残软甲送给领导 他所做的 无非是让领导感激他 要是领导能够喜欢上他 自然是在好不过 先是帮领导解围 再是送领导天残软甲 两次下来 他和领导的关系 明显清静了许多 你不是要前往灭魂山脉吗 不如今晚就留在我这里 明天我们一起出发 已经拒绝过柳青梅一次 现在领导自然不好再拒绝 反正就是在柳青梅的住处休息一晚 柳青梅都不怕 难道他还能怕了不成 柳青梅又不是洪水猛兽 难不成还能吃了他 那好 明天咱们就出发 领导点了点头 随便找个地方 坐了下来 他没有和柳青梅说什么话 只是一门心思修炼 连续突破三次境界 自然要花时间 好好地巩固一番 好在有着前世的经验 他很快便是适应了如今的境界 只不过蛮荒朱仙静和凌家见点不一 一样 需要时间三物 要不然无法发挥出最强战力 天人静后期的他 对付燕云洲的同境界舞者 应该不费什么事情 一夜无话 第二天 凌道便是和柳青梅一同出发 灭魂山脉 充满了危险 同样也有一场场机缘 相传 灭魂山脉是一处古老的战场 每一个魔魂 都代表着一位曾经的强者 也不知道是上古大战 还是太古大战 反正一个个强者 死在了灭魂山脉 他们残存在天地间的意志 慢慢地演化为魔魂 只不过低层次的魔魂 没有灵制而已 燕云洲最强的三大四品势力 万福宗 双剑门 银枪盟 纷纷占据灭魂山脉的一个入口 其他势力则是共同占据第四个入口 灵道和柳青梅都是万福宗弟子 自然是从万福宗的入口 走进灭魂山脉 即便刚刚抵达灭魂山脉的外围 灵道便是注意到了 飘荡在虚空之中的魔魂 他看到的魔魂 都是没有任何意识的 只是浑浑噩噩的四处飘荡 当然 每一个魔魂 都有着吞噬其他魔魂的本能 当魔魂强大到一定程度 便有可能恢复诞生灵制 甚至是得到一位强者的记忆 灭魂山脉说是山脉 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小世界 内部自成一片空间 比起整个燕云洲都要大 曾经 燕云洲一个葛四品势力 都想着将灭魂山脉据为己有 得到灭魂山脉 比得到整个燕云洲还要赚 只可惜 每一个占据灭魂山脉的势力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相传 在万福宗 双剑门和银枪王 称霸燕云洲之前 燕云洲最强的势力 是一个叫拜月宗的三品势力 拜月宗开始的时候 是燕云洲最强的四品势力 后来宗主成为天尊 使得拜月宗一举成为三品势力 拜月宗当时是燕云洲的霸主 想要占据灭魂山脉 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 没过多少年后 拜月宗的强者 便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死 即便是天尊级别的拜月宗宗主 也是死在了灭魂山脉里面 万福宗 双剑门和银枪盟 不是对灭魂山脉不动心 而是不敢乱下手 在拜月宗前面 还有其他势力占据过灭魂山脉 可惜都已经断了传承 接下来 我们肯定会遇到其他势力的弟子 以你我的境界 可不足以在灭魂山脉称王称霸 我们还是低调一点的好 灵道是天人静后期 柳青梅是天兵静武者 可惜他是服休 战斗方面 不是太擅长 要是遇到天将静武者 他俩肯定有危险 就算他们两人联手 恐怕都斗不过天将静 要是遇到天王 那他俩肯定是有多远逃多远 天君则是更不用说 压根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 万福宗 银枪盟和双剑门始终矛盾不断 要是遇到双剑门和银枪盟弟子 肯定避免不了争斗 放心吧 我只是来杀魂佬的 不是来惹事的 只要你拳头够大 想打谁就打谁 要是实力不济 自然要小心谨慎 万一踢到铁板 能不能逃命都很难说 林道从来都不是什么惹是生非的人 肯定不会到处惹事 插魂佬 柳青梅挑了挑眉 不知道为什么 他听说过魂佬的事情 只是一时间怎么也想不起来 无论他多么努力回想 脑海都是一片空白 魂佬到底是谁 又有着怎样的实力 我们慢慢地进去吧 记住 一定要守住灵台清明 不要迷失了神智 他们现在遇到的魔魂 还很弱小 对他们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可是 当魔魂强大到一定程度 便会主动攻击他们 要是他们的意志世界崩碎 便有可能魂飞魄散 死在灭魂山脉里面 也不知道他们的运气是算好 还是算不好 一路走来 都是没有遇到什么强大的魔魂 可是 当在他们前面的 是三位天兵镜的银枪梦弟子 为首的天兵镜舞者 是一个年轻女子 相貌比起柳青梅 也是差不了多少 她看起来只有20岁 正是年龄估计也就只有30的样子 可她的境界 已经是天兵镜巅峰 跟在她身边的两位年轻舞者 一个是天兵镜中旗 另外一个是天兵镜后旗 他们三位的整体实力 怎么看 都要比灵道和柳青梅强横 只要灵道不是刻意隐藏境界 天兵镜巅峰舞者完全可以看出她的境界 哟 我当是谁 原来是万福宗的核心弟子柳青梅啊 为首的年轻女子 名为尿凤人 是银枪蒙一位长老王的孙女 她是银枪蒙的精英弟子 天赋还算不错 又大柳青梅几岁 自然不会怕了柳青梅 早听说柳青梅心高气傲 没想到还养了一个小白脸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啊 天兵镜中旗的银枪蒙弟子阴阳怪气底说道 银枪蒙和万福宗早就矛盾不断 两个门派的弟子见面 不是争吵就是大打出手 苗凤儿和柳青梅的争斗 更是早就有过 我和她只是朋友而已 倒是你们荒山野岭 两男一女性质很好 口味略重 柳青梅的话 使得苗凤人脸色一沉 如此露骨的调侃 明显让苗凤人非常不适应 苗凤人对着那位天兵 敬中旗的银枪蒙弟子使了一个颜色 对方点了点头 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这位小兄弟倒是面声得很 不知道是万福宗哪位长老门下弟子 遇到师兄怎么也不打嗝招呼 是不是要师兄妹教你一下规矩 那位天兵敬中旗的银枪蒙弟子笑盈盈地说道 意思已经很明显 要动手对付领导 正常来说 天兵敬中旗舞者对付天人敬后旗舞者 根本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不知道你想怎么叫 林道贤逆那位天兵敬中旗的银枪蒙弟子 到了天界后 除了前段时间被人追杀 倒是没怎么和别人动手 要是境界太高的舞者 他打不过 境界太低的舞者 又不够看 天兵敬舞者是最好的对手 眼前那位天兵敬中旗的银枪蒙弟子 既然想要动手 那么他便奉陪到底 他也想看看 自己的实力 现在到底是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是这么叫 街枪 第35章重创逢千流 银枪蒙和万福宗一样 都是燕云州最强的四品势力之一 银枪蒙弟子和万福宗弟子 素来不和 苗凤儿和柳青梅的争斗 又不是第一次了 只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出手 苗凤人对那位天兵敬中旗舞者有信心 柳青梅则是想要看看 灵道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一个能够得到雪灵要青睐 并且可以从段府活着出来的男人 总不至于一点用都没吧 正常来说 天人敬后旗舞者肯定是打不过天兵敬中旗舞者的 毕竟境界的差距摆在那里 柳青梅也没指望灵道能够抗衡那位天兵敬中旗舞者 只要能够撑个十几招 优脸的也就是苗凤人了 仅仅是苗凤儿和两位天兵敬的银枪蒙弟子 柳青梅还是有把握带着灵道离开的 如果不使用福转 柳青梅恐怕连苗凤儿都打不过 好在身为万福宗和新弟子 他身上的福转着实不少 冯千流 苗凤儿的爱慕者之一 可惜天赋和境界都比不上苗凤儿 也就是出身和苗凤人差不多 才能跟随苗凤人左右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表现机会 自然不能错过 他比灵道高出三个小境界 想来收拾灵道不费吹灰之力 之所以一上来便使用长枪 便是打算在一招内解决灵道 好让苗凤人出气 交手的是冯千流和灵道 丢脸的不是柳青梅便是苗凤人 一杆银色长枪 直到黄龙 向着灵道次来 明明只是一杆枪 却像是千军万马同时袭来 细事着人 冯千流没有留守 三千条飞龙之力 完全爆发了出来 冯千流的实力 就算在迎枪盟的天兵境中其武者当中 也算是不错的 对付区区天人境后其武者 自然不需要使用什么枪法 全力以赴的一枪足以 接你一枪就接你一枪 你又能如何 先后吸收了虚空风暴和雷池火域的能量 灵道不仅将境界提升到了天人境后其 各方面也都是有了突破 单单是力量方面 便是不弱于天兵境中其的冯千流 灵道修炼的蛮荒诸仙境 比冯千流修炼的功法 不知道厉害多少 而且 他的血脉力量 也要超出冯千流不知反击 他的肉身强度 比起冯千流 肯定也是只强不弱 就算冯千流使用的银枪是人品兵器 灵道也仅仅是赤着双手 一拳轰了过去 他抛弃剑道 一心一意钻研武道 自然早就领悟了权益 剑魔和他心意相通 九大剑意对他有着很大的启发 他现在使用的权益 便是毁灭权益 双拳打出 犹如两个巨大的虎头 撞击在银色长枪上 发出了沉闷的响声 毁灭权益倾泻而出 像是要毁灭整个天地一般 真是找死 境界本来就低 还赤手空拳和千流决战 站在苗凤人旁边的天兵境后期 无者冷笑着说道 同境界对决 五休就算赤手空拳 也不吃亏 可是 零到境界比冯千流低 这么做根本就是愚蠢 苗凤人得意的看了柳青梅一眼 仿佛已经看到灵道被打成重伤的模样 他以前和柳青梅的争斗 从来没赢过 现在终于可以赢柳青梅一次 自然是心情大好 没想到对方一上来就全力以赴 看来 灵道要倒霉了 柳青梅会救灵道 可是不会一开始救 等灵道有性命危险的时候再出手 灵道肯定更加感激他 天赋和相貌 是先天的 柳青梅不如雪灵瑶 也只好认命 若是连男人都抢不过雪灵瑶 那他岂不是太失败 只要灵道不死 一切都还在他的掌握之中 逢千流是强 可他不信灵道那么容易被杀死 毕竟灵道可是从段府走出来的 那么多杰出弟子都死在段府里面 灵道怎么可能没有过人之处 通双拳撞击在银色长枪上 没有苗凤人想象的血液横飞的景象 也没有灵道浑身燃血的情况出现 灵道的双拳 就像是足以碾碎万物的末盘 就连冯千流的银色长枪 都是出现了一个个祸口 灵道本身的力量便是不弱于冯千流 最后关头 还是猛地使用初九转蛟龙镜 六倍于自身的力量爆发出来 自然是极为恐怖 冯千流色变 脸上写满了亥然 一个天人静后期武者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力量 冯千流后悔了 后悔逞强 后悔对灵道出手 也后悔没有施展武学 他低估了灵道 本以为一招就可以解决灵道 谁知道灵道强的离谱 冯千流只觉得一股大力冲进他的身体 摧毁他全身经脉 他就像是一根木装斑 定在了地上 灵道则是连连倒退 看起来 冯千流占据绝对的上风 即便没将灵道打成重伤 起码也给了灵道一个下马威 可是 只有冯千流自己清楚 他的伤势有多重 三千条飞龙之力的六倍 便是一万八千条飞龙之力 天兵境巅峰武者的极限 才是九千九百九十九条飞龙之力而已 现如今 灵道体内已经没有什么莲池圣水 自然不可以无限制的使用九转交龙镜 好在仅仅是一拳 便是重创了冯千流 接下来 不管冯千流是战还是不战 灵道都是可以将他无视 真是废物 堂堂天兵境终其武者 竟然连一个天人境后期武者都解决不了 柳青梅先发之人 赶紧开口讽刺道 就算接下来的战斗 灵道败了 也不算太丢脸 冯千流全力以赴的一枪 起码灵道完好无损地接了下来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我宰了那小子 苗凤仁愤怒地吼道 可是冯千流并没有任何回应 不是冯千流不愿意搭理苗凤仁 而是他体内经脉破损 戏血翻腾不已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开口 要是使用意志传音 的确没有问题 只是冯千流实在不知道怎么和苗凤仁解释 难道他要告诉苗凤仁 他已经被灵道打成了重伤 真要如此说了 那他以后还怎么面对苗凤仁 看来你是叫不了我规矩了 还是让我来教你吧 灵道大啦啦的走到冯千流的身边 然后夺过银色长枪 在其他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将银色长枪扎在了冯千流的脚下 他的力量本来就大 现在又是故意报复 自然是将银色长枪的大半部分 都扎进了泥土中 啊 噗 冯千流实在忍不住 张嘴惨叫了一声 鲜红的血液顺着他的嘴角 不断滴滴落而下 直到这个时候 苗凤儿和柳青梅等人才反应过来 先前的交锋 不是冯千流占据上风 而是灵道大获全胜 他们只看到灵道倒退 却没有看到冯千流眼中的悔意 冯千流和灵道都没有施展武学 他们自然想不到 这次灵道 胜利的竟然会是灵道 三个小境界的差距 难道完全没有用吗 我们走吧 灵道来到柳青梅的身边 云淡风轻地说道 仿佛先前的对决 和他完全没有关系一般 柳青梅深深地看了灵道一眼 没想到灵道竟然可以赤手空拳打败冯千流 而是仅仅只用了一拳 可惜 灵道身在万福宗 如果他前往武修势力 最差都是精英弟子 万福宗最重视的从来都是福修 对武修的重视实在差劲 灵道留在万福宗 肯定会耽误发展 谁准你们走了 苗凤人脸色铁青帝说道 冯千流一个天兵敬忠其武者 被灵道一个天人敬后其武者打成重伤 丢脸的当然是他 本来还指望冯千流帮他淫柳青梅一次 没想到输得更惨 怎么打伤我淫枪蒙弟子 就想一走了之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在苗凤人说话的时候 那位天兵敬后其的淫枪蒙弟子 已经检查起了冯千流的伤势 他眉头紧皱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冯千流怎么会被灵道的一拳 打得如此凄惨 好手段 竟然能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 隐藏境界 只是不知道 阁下到底是什么境界的武者 能够一拳重创冯千流 不管是苗凤人 还是那位天兵敬后其的淫枪蒙弟子 都是不相信 灵道只有天人敬后其 他们淫枪蒙也有天才 可是从来没有听说 哪个天人敬后其 可以一拳重创天兵敬中其武者的 我隐藏境界 那我说我是天君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灵道忍不住笑道 不管是功法还是血脉 他都远超冯千流 要是连冯千流都打不过 那他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毕竟冯千流还没有拿出真正厉害的手段 少跟我扯淡 不管你是什么境界 今天你都难逃一死 苗凤人不敢杀柳青梅 因为万福宗的核心弟子 都是宝贝 除非是可以确保不会被发现 苗凤人才会将柳青梅彻底除掉 他现在敢拦住灵道和柳青梅 自然是因为有其他银枪蒙弟子赶了过来 苗师妹 不知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一位温文儒雅的年轻男子赶来 他的身上不带半点烟火气息 他看起来就像是手无伏击之力的书生一般 然而柳青梅看到他的时候 却是脸色狂变 第36章断枪张明远 是他断枪张明远柳青梅低声惊呼 张明远和他的身份相当 他是万福宗的核心弟子 张明远则是银枪蒙的核心弟子 银枪蒙和万福宗不同 万福宗核心弟子是因为得到了时刻的认可 银枪蒙的核心弟子则是靠的真本事 论战力的话 柳青梅肯定是不如张明远的 要是张明远没来 就算苗凤儿和另外一位天兵竞后期舞者联手 他也有把握带着林道全身而退 可是如果张明远出手 他就没有把握了 三年前张明远就挑战过天兵竞巅峰舞者 并且战而胜之 如今的张明远实力肯定更强 就连他本身的境界都要超过天兵竞 就算柳青梅使用福转都不是张明远的对手 很强吗 林道在柳青梅旁边低声问道 柳青梅很快就是恢复了平静 传音给林道介绍了一下张明远的厉害 反正他俩联手 肯定不是张明远的对手 张师兄 他们两个万福宗弟子欺负我们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苗凤人可怜兮兮地说道 逢千刘被林道打伤 张明远自然看得清楚 断枪张明远向来是帮亲不帮理 苗凤人正是看准这一点 才明白张明远肯定会帮他 苗师妹放心 敢伤我赢枪蒙弟子的 必须要付出代价 张明远冷声道 一根断枪坑枪作响 明显已经打算动手 逢千刘被林道钉在原地 他就算不杀了林道 起码也要将林道打成重伤 更何况他还对柳青梅有意思 要是能够得到柳青梅 自然再好不过 万福宗和银枪王是有矛盾 可要是他能够取柳青梅为妻 他的长辈肯定会点头同意 柳青梅和他一样 都是核心弟子 自然配得上他 只是万福宗肯定不愿意 将柳青梅嫁给张明远 虽然都是核心弟子 但万福宗的核心弟子 明显更加稀少 是你出的手 林道只有天人静后期 张明远自然没有怀疑他 而是认为柳青梅商的冯千流 他比柳青梅岁数大 境界比柳青梅高 自然有把握对付柳青梅 是我 就算明知不是张明远的对手 林道还是不愿意 让柳青梅替自己背黑锅 躲在女人背后 可不是他的作风 柳青梅的语气让他明白 柳青梅也不是张明远的对手 有胆色 既然如此 那我便将你钉在树上 一杆断枪 犹如猛龙过江 向着林道冲击而来 据说 张明远年幼之时 和一位同龄武者鄙视 被打断长枪 从此以后 他便使用断枪 再也没有用过完整的枪 枪本是长兵器 可是 他的断枪 还没有剑长 一寸短 一寸险 电光火石之间 张明远已经来到林道身边 断枪直刺林道左肩 张明远说要将林道定在树上 自然不是开玩笑 小心 柳青梅惊呼一声 然后便是取出一枚守护福转 挡在了林道的身前 连他都不是张明远的对手 林道自然更加不是张明远的对手 要是他不帮林道的话 林道肯定会被重创 我们走 柳青梅拉着林道的手 再度使用一枚极型福转 带着林道赶紧逃跑 张明远的断枪 撞在守护福转激发出来的光照上 使得光照寸寸破碎 可惜 柳青梅反应太快 已经带着林道 远离了张明远 林道更是以原始本源 演化风之本源 加快了他和柳青梅的速度 张明远一出手 林道便是看出 对方是天将近武者 林道才天人近 对付天兵近 还马马虎虎 对上天将近武者 没有任何胜算 柳青梅使用的福转 可以轻松挡下天兵近巅峰武者的攻击 可惜 在张明远面前 完全不够看 想逃 晚了 留下吧 张明远没有打算放过林道和柳青梅 打上林道 是为逢千流报仇 请拿柳青梅 则是为了自己 以他的速度 追上林道和柳青梅 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别管他 我们赶紧走 往灭魂山脉深处走 关键时刻 柳青梅也是故不得危险 只有往灭魂山脉里面走 才有可能从张明远手下逃生 灭魂山脉越往里面 遇到的魔魂越厉害 死在里面 也实属正常 毕竟他们的境界还低 该死 他俩不要命了吗 张明远眉头皱了一下 林道和柳青梅是逃命 才往灭魂山脉里面跑 他又没有任何危险 还往灭魂山脉深处逃 百明了就是找死 他猛地握紧断枪 然后将断枪狠狠地直了出去 断枪如长虹 凶猛无双 林道和柳青梅都是脸色一变 张明远离他们本来就不远 以张明远的速度 追上他们 还需要一段时间 可是 张明远投掷断枪的速度 比自身速度快上很多 林道连连出手 一道道大手印 有的壮弱锦绣山河 有的壮弱猪天星斗 想要挡下断枪 山河破碎 星辰崩叶 林道出手 并没有挡下断枪 仅仅是稍微减缓了断枪的速度 柳青梅诧异地看了林道一眼 林道的境界比他低得多 可反映速度竟然比他快 一朵朵梅花绽放 可惜 张明远没有怜香席玉 断枪所过之处 所有梅花全部破碎 林道和柳青梅相继出手 都是没有挡下断枪 最后时刻 还是林道用身体挡住了断枪 林道只觉得一股大力 撞击在胸口处 使得他五脏一震 断枪终于是停了下来 幸亏林道肉身强横 要不然 他的身体恐怕已经被冻穿 现在这点伤势 对他而言 并不严重 也没事吧 柳青梅关切地问道 现在他和林道是一条绳子上的马扎 自然不想林道出事 他是陪林道出来的 要是林道死在灭魂山脉 那他先前的所作所为 便是徒劳务工 还好 林道刚刚说完 便是眉头一挑 就在刚才 他感应到了一股极其强横的气息 可惜那道气息一闪而眉 他没有捕捉到 断枪式伤到了他 可也帮到了他 拉大了他们和张明远的距离 不行 你们都不怕死 难道我还能怕了不成 张明远的绝脾气上来了 自然是管不了那么多 他捡起断枪 以更快速度追了上来 就算到灭魂山脉深处 他存活下去的可能 也要比林道和柳青梅大 翁就在林道和柳青梅逃跑 张明远追击的时候 一股庞大的灵魂波动 向着他们侵袭而来 林道柳青梅和张明远 都是身体一颤 他们的速度太快 短短时间 已经追击到灭魂山脉内部 站 站 站 一道庞大的黑影 挡在了林道和柳青梅的前面 林道和柳青梅赶紧停了下来 前面那道黑影带给他们的威胁 肯定比后面的张明远还要大 你们怎么不跑了 知道逃不出我的五指山了吗 张明远长笑一声 已经追到林道和柳青梅的身后 可惜 柳青梅和林道看都没看他一眼 因为前方的黑影 已经向着他们走了过来 黑影不是舞者 而是灭魂山脉里的魔魂 力 黑影力笑 方圆五百米大地 都是跟着震动了起来 林道和柳青梅都是忍不住到退了一步 就连追上来的张明远 眼底深处 都是闪过一丝恐惧之色 还没等林道柳青梅和张明远有所反应 黑影已经出手 一条条黑漆漆的手臂 向着他们三人打来 每一条手臂都是有着披山断月的本事 林道对着眼前的一条手臂 施展出遮天大手印 万里山河砸在手臂上 使得整条手臂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他的锦绣山河 是废掉了一条手臂 可惜更多的手臂伸了过来 柳青梅的一双玉手 连连结出手印 一朵朵梅花砸在手臂上 使得他眼前的手臂 片片分离 可惜 他的情况 和林道没有什么区别 更多的手臂像是一根根树枝 甩在了他的身上 张明远怒哼一声 手持断枪 一次又一次砸出 一条条手臂被他砸断 他的实力 比林道和柳青梅都要强 对付黑漆漆的手臂 自然更为厉害 然而 他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攻势 林道和柳青梅所在的地方 所有手臂夹起来 还没有张明远这里多 黑影已经有了意识 而且智慧明显不低 千音魔手 屈空深处 想起一道声音 紧接着 一道道无形的音波 轰击在了林道柳青梅 和张明远的意志世界 林道柳青梅和张明远身形一晃 差点摔倒在地 黑影生前 肯定是一位强大的武者 即便死了那么多年 残存的意志 也是能够战胜林道柳青梅和张明远三人 当然 那么多年下来 他也吞噬了大量的魔魂 两位 现在我们只能联手 否则必死无疑 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 张明远眼神闪烁 表面上询问林道和柳青梅 想要和林道以及柳青梅联手 其实 他的心理已经在盘算 要利用林道和柳青梅摆脱黑影 甚至 若是有机会 他还要暗算林道和柳青梅一把 第37张女疯子 好 我们联手 柳青梅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不得不联手 不管是他和林道 还是张明远 都不是黑影的对手 柳青梅为了带着林道摆脱张明远 已经来到灭魂山脉内部 黑影便是极其强大的魔魂 一条条黑漆漆的手臂 向着他们抓了过来 略是到后面 每一条手臂的威力越大 千英魔手 应该是黑影生前的武学 只是不知道他曾经是什么境界的强者 既然是联手 林道自然不会全力以赴 否则就是为张明远卖命了 柳青梅同样不傻 仅仅对付抓向他的魔手 就算有能力 也不会去帮张明远 张明远想要坑柳青梅和林道 甚至想要暗算他们 只是 他们两人始终和张明远保持着足够距离 张明远只能站在远处干瞪眼 短时间内 无法找到什么机会 黑影又是一声力笑 林道柳青梅和张明远的意志世界 都是晃动了起来 魔魂的能力展现了出来 他们三人全部都是陷入幻景之中 若是无法从幻境中走出 迷失在幻境内 死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张明远双眼紧闭 嘴角擒着笑意 幻境中 他成为银枪盟主大位 执掌整个银枪盟 就连双剑门和万福宗 都得在他面前臣服 因为他后来修成天尊 将银枪盟提升为三品势力 柳青梅睫毛战动 他的幻境里 不仅得到林道 还在全方面战胜雪灵瑶 最终成为万福宗宗主 万福宗在他的领导下 成为燕云州最强势力 就连荒云府的三品势力 都对万福宗争相拉拢 要是现实真的和他们的幻境一样 那他们做梦恐怕都会笑出声来 不是成为银枪盟盟主 就是成为万福宗宗主 都是跺一跺脚 燕云州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林道的幻境和他们则是完全不同 张明远和柳青梅的幻境 都是喜剧 而他的幻境却是悲剧 他回到万福宗便是被各种打压 以他的境界根本没法反抗 最终只能逃出万福宗 燕云州说大事大 说小也小 林道既然已经判出万福宗 那只能前往其他地方 也不知道是注定悲催命 还是怎么回事 林道适时不顺 不是被追杀 就是被打得半死 就算最后 林道修成天尊 也是被子卫圣地的强者 镇压在神剑山下 和前世一样的命运 柳青梅和张明远都是在笑 林道却是双拳紧握 一脸愤怒的样子 嘻嘻哈哈嘿嘿 嘻嘻哈哈嘿嘿 一位年轻女子出现在林道 柳青梅和张明远的不远处 可惜他们三人都是身陷幻境 根本不可能看到 她出现后 黑影便是颤抖了起来 黑影发出了一声声嘀吼 可惜 年轻女子根本不搭理她 也没有其他反应 不得已之下 她只能退去 正因为如此 林道柳青梅和张明远 才纷纷清醒了过来 要不是年轻女子的出现 林道柳青梅和张明远 能不能从幻境里退出 还是葛魏之数 柳青梅和张明远 明显对幻境里的情况 非常满意 林道则是觉得充满了屈辱 要是她真的动物 那就是陷入幻境了 嘻嘻哈哈嘿嘿 年轻女子的声音再度响起 林道和柳青梅对视了一眼 都是不知道 那位年轻女子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 燕云周三大四品势力的强者 又或是来自其他势力 难道是个疯子 不管是林道 还是柳青梅 亦或是张明远 都觉得那位年轻女子的头脑有问题 又是嘻嘻又是哈哈又是嘿嘿的 正常人恐怕不会这样吧 他们都不知道 要不是年轻女子出现 幻境还在继续 那位年轻女子走到近前 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的模样 她面容稚嫩 眼神灵动 想必真实年龄也不大 只是 林道 柳青梅和张明远 都无法看透她的境界 你们看到嘻嘻 哈哈和嘿嘿了吗 她的第一句话 便是让林道 柳青梅和张明远 觉得莫名其妙 可惜了一副好相貌 没想到竟然是个疯子 张明远忍不住痴笑道 那位年轻女子 虽然看起来稚嫩 但已经是十足的美人胚子 只要再过几年 便是倾薄倾城的大美女 可惜是个疯子 再漂亮都没什么用 你才是疯子 你全家都是疯子 那位年轻女子怒声道 张明远脸色一变 倒不是因为被她呵斥 而是觉得胸口一堵 整个人犹如破麻袋 扳倒飞出去 张明远的话 让她不高兴 那自然要付出代价 林道和柳青梅面面相去 看样子那位年轻女子不紧疯 而且实力还非常强横 还没有动手 张明远就被轰飞了出去 要是她对张明远下杀手 那张明远肯定没有半点活路 我忘了说 西西 哈哈和嘿嘿 是我捉到的三个魔魂 只是她们趁着我洗澡的时候逃跑了 西西看起来是个少女 哈哈是个中年女子 嘿嘿则是老太婆 她的解释 让张明远直翻白眼 没想到西西 哈哈和嘿嘿 竟然是三个魔魂的名字 先前的黑影 已经足够强大 都没法凝聚真容 她捉到的三个魔魂 却能够分清是少女 还是中年女子和老太婆 那她的实力 又该强横成什么样子 看她的年纪 应该还没有张明远大 可是十个张明远加起来 都不够她打的 张明远已经是天将近舞者 不管是银枪盟的年轻一代 还是双剑门的年轻一代 肯定都有她的一席之地 你们两个我看着顺眼 就当交个朋友 你们称我妙人便可 要是让妙人知道 林道和柳青梅先前也是认为她是女疯子 恐怕她就不会这么好说话了 妙人小姐 我们没有看到你所说的三个魔魂 林道的回答 让妙人皱了皱眉 好不容易看到三个人 没想到她们也没有看到 嘻嘻哈哈和嘿嘿 都怪她自己太大意 要不然 嘻嘻哈哈和嘿嘿又怎么可能逃走 我想问妙人小姐一句 不知道你可知道魂佬 一个能够在灭魂山脉内部自由行动 并且捕捉魔魂的舞者 实力绝对很强 而且肯定对灭魂山脉有一定的了解 林道来灭魂山脉可不是完的 而是为了完成段长老交代的事情 魂佬好熟悉的称呼 我好像听过妙人眨巴着大眼睛 努力的回想着 只是一时间没有想到而已 她的话让林道觉得有希望 可惜最终她还是摇了摇头 若是她有心 自然记得魂佬是谁 可惜她玩性太重 我一时记不起来 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 对了 要是你们发现嘻嘻哈哈和嘿嘿 也得赶紧通知我 说完后 妙人便是飘然离去 留下林道和柳青梅一阵无语 就算妙人想起魂佬是谁 就算他们发现嘻嘻哈哈和嘿嘿 可他们怎么联系妙人 妙人走得太急 什么都没考虑 便是消失在了场中 她本来就年轻 做事又是风风火火 粗心大意 换成其他人 自然不可能就这样离开 林道只能苦笑 才追到这里 我们便是差点出事 你还要继续吗 林道看向了张明远 妙人只是惩治了一下张明远 那点伤势对张明远来说 肯定为不足道 要是现在动手 林道和柳青梅 依然不是张明远的对手 只不过 他们始终和张明远 保持足够的距离 要是张明远对他们出手 他们便继续逃跑 反正张明远想要追上他们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不呢 张明远咧嘴一笑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她已经有把握 拿下柳青梅和林道 在往灭魂山脉里面追 他们都有可能死在灭魂山脉 好在她已经做好所有布置 别以为只有你才有福转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先前我已经使用净空服转 你们现在想要逃跑 已经成了奢望 对了还要说一句 净空服转是从你们万福宗买的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想 林道和柳青梅都是觉得身体一沉 净空服转已经被激活 短时间内 他们两人都无法腾空而起 就连在地面前进 速度都会大减 张明远提议和林道以及柳青梅 对付黑影的时候 便是已经想好一切 糟糕 我们逃不掉了 唯有一战 再怎么说 柳青梅也是万福宗核心弟子 即便是有性命之忧 也能够保持镇定 净空服转 终究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只要她和林道能够撑上一段时间 便有活命的机会 保持距离 和她一战 听到柳青梅的话 林道确实摇了摇头 柳青梅始终保持着理智 这一点 林道非常欣赏 只是 柳青梅忽略了一点 张明远的远战能力 比他们更强 李站在远处和她交手 我和她进深战 你我联手 虽然不敌她 但自保还是可以的 和张明远进深战 绝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可林道没有半点犹豫 要是只能躲在柳青梅身后 那她还羞什么武道 第38章 嘻嘻 哈哈嘿嘿 林道和柳青梅联手 对付张明远 问题还是在林道的身上 只要给柳青梅足够的距离 足够的时间 激活浮转 那她能够发挥出的战力 绝对不容小区 可是 和张明远近深战的林道 却非常危险 张明远是天将近舞者 林道才天人近后期而已 就算是大帝在天人近后期的时候 也没法靠自己的实力 斩杀天将近舞者 好在林道并非和张明远一决生死 而是竭尽所能抵挡张明远的攻势 一上来 林道便是施展出真龙土剑 守护己身 她双手捏拳 壮若昆衡 黑金色光芒交织 斑斑点点 面对天将近舞者 林道自然不敢有半点懈怠 每一拳都是全力以赴 毫无保留 现在她不能无限制的使用 九转交龙镜 自然不会胡乱使用 唯有到关键时刻 趁张明远没有防备 猛递给她来一下 肯定能够起到惊人的效果 和张明远交战 自然要算好一切 要是一步错 便是满盘皆输 现在她和柳青梅是站在一条船上 要是她被张明远杀死 柳青梅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不管柳青梅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她都是为了林道 才来的灭魂山脉 林道自然不希望柳青梅出事 不自量力 张明远冷笑一声 就算林道和柳青梅联手 她依然有着九成胜算 之所以不敢说实诚 只是因为她不知道柳青梅手里 有没有非常厉害的福传 万福宗的核心弟子素来稀少 一个个都跟宝贝似的 要说柳青梅手里没有保命福传 张明远绝对不幸 断枪猛帝此出 如血般的枪芒 狠狠地向着林道冲击而来 仅仅是瞬息间 真龙图鉴便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天人静后期和天将静的差距 终究是体现了出来 哪怕是林道也无法打破规则 天将静无者已经掌握天龙之力 单单是力量方面 便是可以玩爆天人静无者 一万条飞龙之力 可以凝聚成一条天龙之力 然而 一万条飞龙之力是比不上一条天龙之力的 林道就算使用九转蛟龙镜 力量方面都是不如张明远 好在柳青梅已经激活一枚攻击浮转 正亮的刀芒 陡然乍现 展到了张明远的面前 张明远本想一股作气杀死林道 可是柳青梅的浮转他不得不防 断枪轰击在刀芒上 爆发出一阵惊天巨响 随后刀芒便是暴碎 手持断枪的张明远 则是连连倒退 柳青梅使用的浮转 本身就是地品浮转 再加上他自身的实力 能够发挥出的威能 已经足以威胁到天将近无者 张明远狠狠地瞪了柳青梅一眼 随后便是以更快速度冲向了林道 有林道挡在柳青梅的前面 要是不先除掉林道 张明远很难靠近柳青梅 本来张明远对付林道 并没有出全力 区区天人静后期舞者 还不值得他认真 可是为了拿下柳青梅 他不得不正中出手 断枪凶猛 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 横冲直撞 林道的真龙图鉴 别说挡下断枪 就连减缓一下断枪的速度 都是做不到 张明远就仿佛发狂一般 每前进一步 断枪的力量便是增加一分 张明远本身就拥有两条天龙之力 比起两万条飞龙之力还要厉害 就算林道使用九转蛟龙镜 施展昆鹏拳 也就只能抵挡断枪片刻 好在林道已经为柳青梅争取到了时间 又是一枚攻击浮转激活了出来 咚咚咚一面大鼓浮现 就好像是上鼓时期的战鼓声响起 一个个绝世人杰征战星空 正是柳青梅激活的浮转化成的战鼓 犹如雷鸣一般 就算是张明远都觉得耳骨声痛 仿佛是一只铁骑 向着张明远冲击而去 战鼓撞击在断枪上 使得张明远脸色一白 一口溺血喷出 柳青梅的自身实力 的确不如张明远 可是他现在使用的福转 是万福宗内宗长老炼制的 就算是张明远 稍一碰撞 都是吃了个闷亏 我们走 本来林道还打算趁着张明远受伤的时候 强势出手 要是能够杀死张明远最好 就算杀不死张明远 也要将他打成重伤 可惜 柳青梅焦急的传音 让林道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林道什么都没问 便是和柳青梅一起向着远处奔逃 净空服转的效果 已经越来越弱 根本困不住林道和柳青梅了 他们两人飘然离去 只剩下张明远在怒吼 堂堂迎枪蒙核心弟子 竟然连一个天人进武者 和一个天兵进服修都没有拿下 刚才我已经看到双剑门的一位核心弟子 若是那人和张明远联手 你我难逃一死 仅仅是张明远一人 林道和柳青梅联手 才是勉强可以应付 要是再加上一位双剑门的核心弟子 就算他们两人联手 也是没有什么作用 说到底 还是因为林道的境界太低 如果林道也是天将进武者 那他还怕得了谁 灭魂山脉不是九流之地 我们还是赶紧找到魂佬 然后将其击杀 早早离开此处 林道的话 柳青梅非常赞同 其实他的心里已经在后悔 要是不陪林道来灭魂山脉 他根本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危险 如今 稍有不慎 他便会死在灭魂山脉 他可是万福宗核心弟子 性命比林道一个外宗弟子珍贵得多 魂佬 可能是燕云周某葛势力的老头 不知道什么原因 才在灭魂山脉里生活 大多促进入灭魂山脉的舞者 都是年轻人 他们想要牟利益智 林道想找一个老头 其实目标并不大 还是有希望找得到的 问题是 灭魂山脉越往里面越危险 以他现在的本事 可没法在灭魂山脉里来去自如 他现在已经算是进入灭魂山脉内部了 只是魂佬到底在不在更里面 还是葛魏之术 段疯子到底是什么打算 林道可没有本事猜到 魂佬 魂佬 怎么这么熟悉呢 妙人姑娘眨巴着大眼睛 牡利地回想着魂佬的事情 他明明知道魂佬是谁 可就是怎么也想不出来 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受 所以他一直在想 他的绝脾气上来了 不想清楚魂佬到底是谁 绝不罢休 啊 我知道了 魂佬不就是黑黑吗 突然 他一拍大腿 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他终于知晓魂佬是谁 怪不得他觉得魂佬非常熟悉 他捕捉到的三个魔魂 其中一个老太婆模样的 就是魂佬 林道以为魂佬是燕云洲其他势力的老头 要是他继续那样找 找到死也不会找到魂佬 一来魂佬不是燕云洲其他势力的舞者 而是灭魂山脉里的魔魂 二来魂佬并不是什么老头 而是一位老太婆 妙人姑娘抓到的三个魔魂 分别是少女模样的兮兮 中年妇女模样的哈哈 以及老玉模样的嘿嘿 本姑娘心情不错 就告诉那小子好了 妙人姑娘兴冲冲的跑了回去 可惜 林道和柳青梅已经离开 就连张明远都是不在这里了 她四下搜寻 依旧没有找到蛛丝马迹 林道和柳青梅选择哪个方向离开的 她都只能靠猜 林道自然不知道妙人姑娘在找她 更不知道妙人姑娘已经知晓魂佬是谁 她和柳青梅又要躲避张明远的追杀 又要寻找魂佬 忙得一头使劲 更何况 灭魂山脉里危险重重 越是强大的魔魂 灵智越高 师姐 我好像有种不祥的预感 要不我们换个方向 柳青梅和林道并肩而行 突然 林道停了下来 柳青梅自然也是跟着停了下来 林道闭上双眼 仔细感应 可惜什么都没有感应到 只是 直觉告诉她 要是继续前进 肯定会有危险 那你准备走哪个方向 她来灭魂山脉 本就是陪林道的 自然要让林道做主 反正她和林道 都对灭魂山脉不熟 不管哪个方向 对她而言 都是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 还没有等他们改变方向 便是听到了三种不同的笑声 嘻嘻 哈哈 嘿嘿 林道和柳青梅的前方 出现了三道人影 最左边的人影 看样子应该是个少女 声音稚嫩 婉转清脆 中间的人影 应该是个中年女子 声音洪亮 中气十足 最右边的人影 想必是一位老玉 声音苍老 颤颤唯唯 三道人影 代表的便是三大魔魂 她们正是妙人姑娘 原来抓到的嘻嘻哈哈和嘿嘿 只可惜 妙人姑娘不小心 让她们三个一同逃走 灭魂山脉那么大 妙人姑娘想要找到她们 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强的气息 我们恐怕要倒霉了 柳青梅的眼中 闪过一抹优色 每一道人影 都是带给她非常大的压力 三道人影连眉而来 看起来就知道来者不善 她们什么话都没说 便是对林道和柳青梅出手了 三大魔魂的手段都不一样 她们生前肯定也不是出自一个势力 第39章 对决魂老 西西 最左边的少女 两只玉手捏印 左手为太阳王印 右手为太阴王印 两大王印齐出 风云色变 太阳王印炽热无比 热浪翻滚 空气仿佛都要蒸淡了一般 太阳王印天寒地冻 冰封千里仿佛要将灭魂山脉改造成冰山 她双手向前推动 两大王印滚滚前行 就像是太阳和月亮 从无尽星空中坠落下来似的 天界的星空 远远不止一轮太阳 月亮的数量 比太阳还要多 太阳王印和太阴王印 仿佛能够吸收阳光和月华一般 哈哈 中间的中年妇女 双掌连连拍出 竟然以本源力量 凝聚出一辆古老的战车 她一步踏出 站在了古老的战车上 战车缓缓前行 两只巨大的轮子 从地面上压过 留下了两道长长的车车 古老的战车仿佛从太古时起始来 要将灵道碾成一摊碎肉 灵道能够看出 中年妇女其实掌握着两种本源力量 一种是金之本源 一种是风之本源 古老的战车要重量有重量 要速度有速度 嘿嘿 最右边的老玉也是不甘落后 基本上和前面两位是同时出手的 他们三位都只能发出笑声 想要和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 明显不行 他们能够有现在的本事 自然是吞噬了大量的魔魂 原来残存的意志就不多 现在则是更加混乱 老玉出手 声势比前面两位加起来还要大 她的一双大手施展硬法 头顶出现两朵黑云 每一朵黑云 都是在不断变大 到的后来 将方圆千米都遮盖住了 好似变成了黑夜一般 嗚嗚嗚 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声音响起 老玉的身边 竟然出现了一个个魔魂 单单是一个魔魂 对灵道和柳青梅 造不成什么威胁 可是当魔魂的数量 达到成千上万的时候 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柳青梅和灵道 都是觉得头皮发麻 以多咬死相 成千上万的魔魂 可不仅仅是对他们有威胁 而是能够取他们的性命 少女和中年妇女的手段 已经让灵道和柳青梅 颇为头疼 再加上老玉的杀招 他们两人岌岌可为 昆蓬拳 灵道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当即便是使用九转蛟龙镜 施展出昆蓬拳 她就像是一头人形暴龙 一拳接着一拳打出 仿佛不知道疲倦一般 只是 她的拳头 连太阳王印和太阴王印 都无法打碎 眼前的三个魔魂 实力明显极强 对付天将近的张明远 都是绰绰有余 别说对付区区天人 尽后期舞者了 柳青梅激活的浮转 同样没法破掉他们三位的攻击 只有真正交手 他们才明白 眼前的三个魔魂到底有多强大 既然是灭魂山脉的魔魂 那么他们的攻击 应该最针对异智世界才对 关键时刻 灵道却是双眼一亮 三个魔魂的攻击 的确强横骨架 可他们毕竟不是舞者 而是魔魂 看起来声势浩大的攻击 实则是冲着灵道和柳青梅的异智世界来的 要是他们无法守住异智世界 就有可能死在灭魂山脉 先前那道黑影 施展出的千音魔手 让灵道柳青梅和张明远 都是一阵手忙脚乱 要是打到后来 他们肯定明白 守住异智世界才是关键 可惜 妙人姑娘的出现 吓跑了黑影 想要在灭魂山脉里活命 意志强大可以 意志坚定同样有效 正常来说 境界越高 意志越强 天将近武者已经掌握第九重意志 比起天人近武者和天兵近武者 强出不止一个档次 意志越强 意志世界越坚固 自然很难被打碎 不过 境界低的武者 不是毫无办法 若是武者的意志足够坚定 受到的影响便是会变小 就相当于削弱了魔魂的攻击 灵道的境界 是比不上柳青梅 可他的意志足够坚定 灵道修炼过金刚阵域 也修炼过九尾妖术 哪怕意志境界没有柳青梅高 三大魔魂的攻击 也是仅仅让他意志世界震荡而已 在他的意志世界里 有着一条条巨大的狐狸尾巴轻轻抖动 使得意志世界慢慢地恢复了平静 柳青梅本身就是天兵近武者 又是俯修 已经掌握第八重意志 即便如此 三大魔魂的攻击 还是让他嘴角一血 他的伤势明显比灵道还要重 现在才是三大魔魂的第一波攻击 要是再打下去 柳青梅是生是死 都是葛魏之术 真是憋屈 谁都打不过 遇到张明远 灵道不是对手 只能逃命 现在三大魔魂出手 灵道依然敌不过 想要活命 只能和柳青梅逃走 要不是妙人姑娘的出现 面对黑影 他和柳青梅也只能逃命 他和柳青梅都不知道 三大魔魂先前只是试探性的攻击而已 真正厉害的手段 还没有施展出来 当三大魔魂第二次攻击他们的时候 他和柳青梅才知道三大魔魂有多厉害 他们当中 任何一个魔魂 都能够战胜他和柳青梅 身在剑神大世界的剑修灵道 可以说是无敌天下 六和八荒都是找不到对手 然而身在天界的五修灵道 实力低得可怜 剑修灵道和五修灵道 根本就是两个极端 这样其实也有好处 一方面锤炼他的无敌之心 一方面保证他的敬畏之心 可惜 还没有等灵道和柳青梅逃走 三大魔魂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毒死了他们可能逃走的路线 三大魔魂只是没法和人一样正常说话 他们的智慧可不低 他们两人就算想要逃离 恐怕也得付出代价 老玉出手最是狠辣 已经将一个葛魔魂 凝聚成一柄黑漆漆的魔刀 向着灵道斩来 他不喜欢灵道身上的气息 自然要对付灵道 他可以不管柳青梅 但必须杀死灵道 他已经很久没有如此渴望杀一个人 灵道自然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老玉 反正他现在已经是苦不堪言 老玉出手一次比一次厉害 就连他抑制世界里的狐狸尾巴 都是一个接着一个粉碎 要是始终这么打下去 他就算不死 也得丢掉半条命 突然 他的身体之中 飞出一枚浮转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浮转是哪里来的 他看过浮道真解 研究过一些浮转 自然能够看出 这是一枚雏能浮转 可以储存一位武者的一级之力 当初 天界大势力的天才们纷纷下界 他们就是带着雏能浮转 只不过他们使用的雏能浮转 不是眼前这没能比 他身上飞出的雏能浮转 仅仅是地品而已 肯定不足以储存道君的一级之力 更别说是道主 段疯子的气息 绝对没错 怎么说灵道也和段疯子相处过一段时间 他可以肯定 现在激活的浮转 是段疯子的一级之力 段疯子不是浮羞 不会炼制浮转 这枚雏能浮转 还是万福宗其他长老炼制的 只不过段疯子动了手脚 这枚浮转不需要灵道催动 而是要魂老的攻击激活 只要灵道遇到魂老 等灵道有危险的时候 浮转便会吸收魂老的力量 然后催发出所有威能 一道大手硬猛地拍出 就像是山岳斑砸在了魂老的身上 妙人姑娘记得没错 魂老就是那位老玉 只会黑黑 段疯子来过灭魂山脉 而且还和老玉动过手 可惜 当年他境界太低 没能杀死魂老 即便那样 他还是给魂老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要不然魂老也不会那么厌恶灵道 想要将灵道除掉 他倒不是真的排斥灵道的气息 只是因为灵道和段长老的接触比较多 他想杀死灵道 也是因为段疯子 魂老遭到重创 鲜红的血液 化作一个葛魔魂 向着四面八方而去 他不是真人 只是魔魂而已 自然不会有真正的血液 如今的段疯子 比他强出太多 仅仅是一级之力 便是将他重创 段疯子让灵道杀死魂老 自然是早已准备妥当 利用锄能扶转 打伤魂老 要是灵道不傻 必然能够趁着魂老被重创的时候 杀死魂老 只可惜 段疯子低估了魂老 他的一己之力是重创了魂老 但没有他想的那么严重 现在的魂老 依旧还剩下六成实力 对付灵道自然是绰绰有余 他口中发出的笑声 越来越阴朗 越来越深寒 他的双手仿佛便做两只鬼爪 向着灵道抓了过来 他的一双眼睛闪烁着蓝幽幽的光芒 看起来阴森恐怖 九尾妖术 灵道不会坐以待毙 不管能不能打得过魂老 他都是毫不犹豫地施展出了九尾妖术 一条巨大的狐狸尾巴 显化在了场中 然后便是如同鞭子一般 狠狠地抽在了魂老的身上 九尾妖狐是蛮荒时期 抑制最为强横的种族 哪怕是魂老 都是被灵道抽得不断翻滚 他的笑声更像是在哭一般 可惜 魂老很快便是适应了下来 再度施展手段 将一个个魔魂凝练成魔剑 斩在了灵道的身上 第四十章众妙之门 灵道身形摇晃 亮枪倒退 魔魂凝练而成的魔剑 斩在他的身上 自然不是那么好承受的 好在魂老的攻击 最主要还是对付意志世界 灵道的肉身仅仅是轻伤而已 并不严重 剑斩世界 灵道毕竟才天人静后期 就算远超同境界舞者 也就是才掌握第七重意志而已 一般而言 天人静巅峰舞者 才掌握第六重意志 只可惜 第七重意志依旧不够看 毕竟魂老连天将近 武者都能杀死 他的意志世界 出现了一道道剑痕 仿佛随时都有崩碎的可能 魂老没有丝毫 手下留情的意思 对断疯子的恨 都是发泄到了灵道的身上 以断疯子现在的实力 对付魂老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惜他仅仅只用了一级之力 柳青梅被少女和妇女缠住 自然没法营救灵道 现在能够救灵道的 唯有他自己 要是灵道的意志境界 能够得以突破 便可能拥有自保的能力 可惜 他的意志境界 突破没多久 想要再做突破 何其困难 断疯子的训练方法 本就极为疯狂 雷池火域灵道能够活着出来 其实已经超出断疯子的预料 想到雷池火域 灵道便是眼睛一亮 魔魂肯定惧怕雷霆 他以原始本源演化雷汁本源 在凝聚成衣道道天雷 向着魂老轰击而去 果然 随着一道道天雷劈下 魂老也是忍不住倒退 魔魂 终究是惧怕天雷的 哪怕魂老已经足够强大 依旧无法改变天性 他本就被断疯子的一击打伤 现在又是被天雷狂批 一时间竟然慌乱了起来 不知所措 魂老的智慧已经不低 可是比起雷道 终究是差了一点 面对突然而来的天雷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 他的反应能力 别说和雷道相比 就算和柳青梅那样的扶修相比 都是差了一点 与之相反的 雷道反应极快 发现魂老惧怕天雷后 他不仅使用雷汁本源 还使用雷之拳一施展昆蓬拳 他就像是一尊上古雷神 少年轻狂 浑身雷光闪烁 北前进一步 都有电流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另外两个魔魂 丝毫没有帮魂老的意思 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 只是为了抗衡灭魂山脉内部 更为强大的存在 若是魂老连区区天人 静后期舞者都搞不定 那他们真的没有必要与魂老合作 仅仅是这样 并多是压着他打一段时间 我该怎么杀他 魔魂 仅仅是依靠本能 都会对付近来的舞者 雷道对魔魂没有任何好感 再说魂老本就是他的目标 更何况 先前是魂老他们先出的手 他想做的自然是除掉魂老 仅仅是压着魂老打也就是一时痛快而已 让我来吧 就在这个时候 九人公主和仙玲珑一起跑了出来 仙玲珑的意志本就强横 现在又是有了突破 超越以往 他出来自然是为了帮领导 不向九人公主出来纯属看热闹 龙族肉身无双 可是让他对付魔魂 就有点难了 仙玲珑的意志化为一座玲珑宝塔 当空向着魔魂镇压了过去 据说 玲珑一族拥有一件非常厉害的地兵 便是玲珑宝塔 他虽然没有回过玲珑一族 但传承记忆已经让他知晓很多东西 玲珑宝塔府一出现 便是绽放出无量光芒 魂老本就被天雷劈的到处乱窜 现在又是被玲珑宝塔砸中 一个葛魔魂从他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就好像黑雾一般 魂老发出一声惨叫 本以为收拾灵道 非常简单 没想到差点把他自己搭了进去 现在魂老的确杀不了灵道 可是 灵道想要杀他 也是希望渺茫 故此 魂老根本不需要犹豫 转身就跑 要是少女和中年妇女帮他 他还有获胜的希望 可惜那两个魔魂没有半点帮忙的意思 想跑 做梦 魂老先是被断疯子的一级之力打伤 接着又是被天雷劈得不知所措 再加上玲珑宝塔的攻击 让他变得极为虚弱 要是不趁现在将他击杀 以后再想杀他 肯定难如登天 一条巨大的狐狸尾巴 闪烁着电光 向着魂老打去 就好像是鞭子一般 恐怖绝伦 为了杀死魂老 灵道已经将九位妖术施展到极致 他早就已经修炼到六位的境界 现在将六位化作一位 自然是为了施展出最强威能 与此同时 玲珑宝塔镇压而来 将魂老打的身形虚幻 灵道和先玲珑全力出手 让魂老伤上加伤 现在的魂老 连四成实力都发挥不出来了 趁你病 要你命 灵道没有任何迟疑 再度催动狐狸尾巴抽去 抑制功法手段 本就耗费心神 连续施展九位妖术 灵道也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 可是 好不容易将魂老打成重伤 自然不能放弃如此大好机会 只要另外两大魔魂不出手 他和先玲珑联手 还是有希望杀死魂老的 魂老发出一声力笑 明显是在和另外两大魔魂交流了 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另外两大魔魂竟然有帮忙的意思了 魔魂的交流 灵道不懂 可是想来 魂老应该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少女双手捏印 左手为千山印 右手为万水印 浓郁的黑雾 化作千山万水 向着灵道砸了过来 紧接着 她又是施展出太阳王印和太阴王印 打的一座座山峰战斗 地面都是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裂缝 中年妇女竟然取出一条燃血的鞭子 没想到魔魂还能使用兵器 仅仅是鞭子上的血液 散发出的威压 便让灵道一阵心计 鞭子是什么级别的兵器 灵道不知道 可是能够急杀那样的强者 品级绝对不低 他的鞭法或许不算什么 可是鞭子的威能 绝对不容小觑 灵道闪身避开 鞭子抽中地面 使得地面炸开 一道道裂缝比蜘蛛网还要密集 要是灵道被鞭子抽中 那该会是什么下场 灵道避开了中年妇女的鞭子 却被少女的千山印和万水印轰击在身上 他连连出手 这天大手印拍出 总算是挡住了太阴王印和太阳王印 否则他肯定要遭到不清的创伤 糟糕 他们联手 我根本没有杀死魂佬的可能 三大魔魂联手 整体实力已经超过灵道一方 现在灵道想要杀死魂佬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少女和中年妇女都是在全盛时期 仅仅是他们两大魔魂 便是打得灵道不断倒退 先前是魂佬要逃命 现在恐怕就是灵道和柳青梅逃命了 本来三大魔魂当中的任意一位 便是足以对付天将近五者 要不是灵道的意志坚定 仅仅靠他的第七重意志 压根不是魂佬的对手 嘻嘻哈哈嘿嘿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就在灵道头疼的时候 远处传来了一声娇笑 紧接着妙人姑娘便是赶了过来 妙人姑娘已经捉到三大魔魂 可惜三大魔魂趁着她不备 从她手中逃走 她只是粗心大意而已 论实力 她比三大魔魂可要强多了 妙人姑娘刚刚出现 三大魔魂便是慌乱了起来 她的厉害 三大魔魂已经领教过了 即便是魂佬 都是顾不得灵道了 她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一样 那便是逃走 远远地避开妙人姑娘 上次你们逃了 已经让我生气 这次要是你们再逃了 那我的颜面何在 说话的同时 妙人姑娘已经出手 她的双手不断结印 一座座玄妙的门户出现 将三大魔魂以及灵道和柳青梅 全部围在了里面 每一座门户 都是神秘莫测 更是让三大魔魂惊惧不已 当初 就是这些玄妙的门户 将三大魔魂拿下 纵使三大魔魂有着千般手段 也是拿这些玄妙的门户 无可奈何 然而 她们真的不想被妙人姑娘拿下 因此 只能硬着头皮出手 太阴王印和太阳王印同时出击 砸在了一座门户上 灵道没有动手 而是仔细地盯着眼前所有玄妙的门户 少女魔魂出手 她自然看了过去 当两大王印砸在门户上时 那座门户竟然自行打开了 两大王印打到了门户的外面 自然无法伤到门户 灵道点了点头 没想到妙人姑娘施展出的玄妙门户 竟然有这样的能力 要是所有的攻击 都打到外面 那三大魔魂肯定没有办法逃走 然而 灵道还是低估了眼前的门户 因为紧接着 太阴王印和太阳王印 竟然从其他门户冲了出来 打在了中年妇女的身上 与此同时 中年妇女的攻击 也是打在了少女的身上 这些门户不仅可以将三大魔魂的攻击摸走 还能转而攻击其他魔魂 三大魔魂是这样的下场 换成舞者肯定也一样 妙人姑娘笑盈盈地站在远处看着 一双好看的眸子里 有的只是不屑 她能够抓到三大魔魂 自然有她的本事 要是你们能够急破本姑娘的中妙之门 那本姑娘这么多年 岂不是白活了 第四十一章妙儿的条件 任凭三大魔魂如何攻击 都是无法破掉中妙之门 相反的 越是攻击 他们受到的伤害便是越大 对付中妙之门 要么使用蛮力将其毁掉 要么误误透中妙之门 掌握破解之法 可惜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 三大魔魂都无法做到 与其说他们在攻击中妙之门 还不如说他们三位在自相残杀 灵道和柳青梅倒是闲了下来 按理说如此大好机会 灵道不该放过魂佬才对 只是她不好意思出手 仙玲珑和她是一伙的 和仙玲珑联手对付魂佬 她不觉得有什么 可是她和妙人姑娘不熟 现在妙人姑娘明显是要拿下三大魔魂 妙人姑娘明明有能力 勤拿三大魔魂 要是她出手杀死魂佬 怎么和妙人姑娘交代 中妙之门 柳青梅好像听说过中妙之门 只是一时间没有想起来 她只记得 有一个很强的势力 拥有中妙之门这样的手段 万福宗 迎枪王这样的四品势力 在那样的势力面前 不止一提 妙人姑娘来头很大 不是她们能够招惹得起的 最终 场中仅仅只剩下三道门户 每一道门户 都是犹如一头凶兽 将一个魔魂吞了进去 三道门户逐渐变小 滴溜溜的旋转 回到了妙人姑娘的手中 三大魔魂分别在三道门户里面 已经被她全部拿下 你已经知道黑黑是魂佬了 看样子 你是想要杀她 妙人姑娘看向灵道 先前的战斗 她没有看权 可也能够猜出个七七八八 现在她已经明白 灵道打听魂佬 就是为了杀死魂佬 嘻嘻哈哈和黑黑三大魔魂 是她修炼所需 她来灭魂山脉 就是为了抓她们三个 没错 只是既然已经被你请拿 我也不会强求 一来 妙人姑娘和灵道无冤无仇 灵道不可能抢博妙人姑娘的东西 二来 妙人姑娘实力强大 就算是张明远 恐怕都不是她的对手 灵道和柳青梅联手 哪怕再加上一个鲜玲珑 都是没有胜算 其实 只要你愿意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可以将魂佬送你处置 如果灵道只是一般人 妙人姑娘绝对不会将魂佬送给她 先前灵道和魂佬交手 施展出的这天大手印 妙人姑娘看得清清楚楚 她曾经见过别人施展这天大手印 并且知晓这天大手印 是帝尊殿堂的武学 帝尊殿堂是极为超然的势力 每一个弟子都是精彩绝艳 只要不陨落 日后最低成就都是道主 灵道能够施展这天大手印 妙人姑娘自然以为她 是帝尊殿堂的弟子 使用一个魔魂 教好一位帝尊殿堂的弟子 绝对是大传特传 她没有立刻提条件 一来是想灵道记着她的人情 二来也是因为现在的灵道境界太低 帮不了她什么 要是将来灵道成就道主 那她的人情价值可就大了 到时候她提一个条件 就算是一万两万个魔魂 都比不上 什么条件 妙人姑娘这么好说话 也是超出了灵道的预料 不过她没有立刻答应 万一妙人姑娘提出的条件 她根本做不到 就真的不好办了 魂佬只是段疯子要求她杀死的 倒不是必须做的事情 现在还不知道 以后再告诉你 反正我可以答应你 我提出的条件 绝对不会让你为难 如果灵道一口答应 妙人姑娘 反而要好好地考虑考虑 现在灵道这么说 反而让妙人姑娘放心不少 看样子 灵道应该是一个信守承诺之人 帝尊殿堂的地位 不是她所在的势力能比的 说不得 以后灵道会帮她大忙 好 你我急掌为事吧 灵道点头 随后伸出右手 妙人姑娘轻笑一声 也伸出玉手 和灵道的右手手掌撞击了一下 灵道已经答应她的条件 她自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直接将装着魂佬的门户 交给了灵道 妙人姑娘知晓灵道要杀魂佬 故而让那道门户炸开 里面的魂佬立刻遭到了重创 现在的魂佬 模样极为凄惨 战力还不足全盛时期的一程 即便如此 灵道还是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魂佬除掉 魂佬死亡 一缕缕精纯的意志力量 冲进了灵道的意志世界里 原本 她的意志世界已经出现成千上万道裂痕 可是现在 她的意志世界不仅恢复如初 而且还变得更加坚固 更加恢弘 她的意志得以锤炼 就好像雷池火域可以锤炼她的肉身一样 杀死魂佬后溢出的意志力量 也将她的意志锤炼得远超从前 不管是雷池火域 还是灭魂山脉 都有很大可能要了灵道的命 好在她已经闯了过来 记住你答应我的事情 我们将来再见 将魂佬送给灵道后 妙人姑娘仅仅只剩下两个魔魂 她现在要做的事情 便是在抓一个魔魂 灵道在灭魂山脉里 肯定有危险 不过和她无关 要是灵道死在灭魂山脉 也只能怪她自己没本事 只要灵道活着 便欠她一个条件 要是灵道死了 她也只能自认倒霉 她怎么说也是自家势力的爵士天才 自然有她自己的路 使用一个魔魂交好帝尊殿堂的弟子很划算 要是将她自己搭进去 那就不划算了 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顺利 魂佬已经被杀死 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回去了 继续留在灭魂山脉 不仅要应付强大的魔魂 还得面临张明远的追杀 柳青梅裴灵道前来 目的已经达到 自然想回去了 她怎么说也是万福宗核心弟子 死在灭魂山脉里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管是被张明远追杀 还是差点被三大魔魂灭掉 都让柳青梅后悔了起来 早知道这么危险 她就不陪灵道来灭魂山脉了 她是想从雪灵瑶手里抢走灵道 可没想着用自己的命去赌 嗯 回去吧 灵道才天人静后期 能够掌握第七重意志 已经非常难得 就算留在灭魂山脉 也很难将意志境界提升到第八重 与其在灭魂山脉浪费时间 还不如回去修炼 只要境界上去 意志境界自然会跟着上去 她答应得如此干脆 也是让柳青梅暗暗松了一口气 要是她非要继续留在灭魂山脉 那柳青梅是离开也不是 留下也不是 离开吧 前面所做的一切 都将功亏一篑 留下吧 却有性命之忧 指不定会死在灭魂山脉 燕云洲万福宗 我要求那小子去杀魂佬 是不是太难为她了 万一她死在灭魂山脉 岂不是可惜了 段疯子皱着眉头 竟然替灵道担心了起来 灵道能够从雷池火域里走出 自然是非常了不得的天才 只是她肉身强横 不代表意志也同样强横 和魔魂争斗 肉身强度不是关键 意志才是最重要的 罢了 如果她死了 也是她的命 若是她能够活着 那以后真的好好地培养一下她 万福宗分为内宗和外宗 内宗瞧不起外宗 可是身为外宗长老王的段疯子 一直认为外宗才是万福宗的保障 只有外宗足够强大 才能保证万福宗长胜不衰 如果万福宗旗有内宗 又怎么合营枪王以及双戒门斗 福修强大到一定程度 可以在虚空刻画福阵 可以在瞬息间完成福阵 那样的福修实力厉害无比 只可惜万福宗的福修 没有那样的本事 若是身上的福转用光 他们的实力 恐怕连同境界舞者都不如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的消息 反正万福宗的很多内宗弟子 都知道柳青梅陪着领导前往灭魂山脉了 因为雪玲瑶 已经有不少内宗弟子仇视领导 现在又来一个柳青梅 自然让更多年轻弟子 记住了领导这个名字 林金峰已经失败 穆老 你可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王继堂已经通知穆老 让穆老想办法除掉领导 以林金峰的实力 都没有成功杀死领导 这一次穆老派出的舞者 实力肯定更强 他想要得到雪玲瑶 领导这个绊脚石 自然要早早除掉 穆老做事 蒙记堂向来放心 天兵尽后期的林金峰 没有杀死领导 穆老此次派出的舞者 则是专门从赤云周请来的杀手 他来自死神楼 是死神楼的银牌杀手 连天将近五者都杀过 对付领导 自然是万无一失 林金峰说是暗杀领导 其实他根本不会什么暗杀手段 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 对领导下手而已 来自死神楼的颜丘尘则是不一样 能够用更简单的办法杀死目标 他绝对不会正面和目标交手 颜丘尘没有前往灭魂山脉 而是在灭魂山脉到万福宗的路上埋伏着 守株待兔 要是领导死在灭魂山脉 那他根本不需要出手 便算完成了任务 死神楼可不管领导是怎么死的 只要他接了任务 然后领导死了 便算他成功了 可惜 他没有如愿 因为领导已经带着柳青梅 走在回去的路上 好在他已经做好准备 只要领导走到他的八百步之内 便会深中剧毒 第四十二章 颜丘尘 没死在灭魂山脉 只能算是你的不幸 要是领导死在灭魂山脉 颜丘尘便是可以省却一番功夫 颜丘尘的目标 仅仅是领导一个人而已 领导仅仅是万福宗外宗弟子 死了也就死了 柳青梅不一样 他可是万福宗内宗核心弟子 万福宗死了一位外宗弟子 没多少人会在意 可要是死了一位核心弟子 万福宗的长老们肯定会彻查 要是将颜丘尘这个凶手查出 那他绝对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死神龙和万福宗一样 只是四品势力而已 如果万福宗非要死神龙给一个交代 那他可能就被牺牲了 颜丘尘现在使用的剧毒 不会让领导立刻死亡 而是要让领导经历种种痛苦 全身溃烂而死 领导要是死在灭魂山脉里 肯定不会如此痛苦 不会立刻见效的剧毒 也让他有时间给柳青梅解毒 以免误杀 原本领导和柳青梅有输有效 可是突然间 领导和柳青梅的脚步都是一顿 他们已经走近颜秋晨的八百步以内 剧毒入体 身体都是变得僵硬了起来 颜秋晨是用自身的毒脂本源 炼制的毒药 无色无味 无形无相 领导和柳青梅刚从灭魂山脉里出来 心神放松 根本没有想到会遇到杀手的埋伏 颜秋晨本就是用毒高手 再加上领导和柳青梅没有防备 让他们两人中毒 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能够用毒杀死领导 颜秋晨绝对懒得和领导动手 眼见领导和柳青梅已经中毒 他才从暗中走了出来 他的毒 连天兵境巅峰舞者都可以毒死 对付领导一个天人静后期舞者 肯定不会出什么意外 两位 使心毒的滋味如何 颜秋晨在说话的同时 已经暗中给柳青梅解毒 现在柳青梅虽然能够感受到痛苦 但不会有任何危险 他是死神楼的杀手 对领导动手前自然调查过领导的资料 可惜领导是从见神大世界而来 关于领导的资料很少很少 就好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作为一个杀手 对目标不了解很可能是致命的 好在领导境界很低 颜秋晨不怕领导有什么隐藏的手段 就算领导的天赋再高 能够跨境界杀敌 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因为他们俩的境界差距太大 哪怕少年大帝 都无法跨越这样的鸿沟 其实领导身中食心毒后 蛮荒朱仙镜便是以最快的速度运转起来 开始练化食心毒 领导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痛苦 事实上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 就算不运转蛮荒朱仙镜 使心毒都奈何不了他 因为他的血脉力量太过强横 颜秋晨杀过很多人 可是他杀死的所有人 都没有领导的血脉强横 领导在下界 血脉连连变异 使得他的血脉力量 已经强得变态 只可惜 他不知道怎么运用血脉力量 毕竟他前世的血脉 根本比不上现在的血脉 你是谁 谁要你来取我性命 领导能够看出 颜秋晨的目标是他 而不是柳青梅 别说他来燕云周 没多长时间 就算是来天界 也没多长时间 他绝对不认识颜秋晨 那么颜秋晨很可能是一个 想要杀他的人 找来的杀手 上次在万福宗 便有林金锋出手 想要置他于死地 这次的颜秋晨 比林金锋境界更高 实力更强 而且还是用毒感受 领导猜测 想要杀他的人 肯定就在万福宗 可能就是聂长老 蒙祭堂和方寒宇等人 聪明 可惜没用 我是死神楼的杀手 谁要杀你 不能告诉你 颜秋晨可以说出自己的来历 却不会说出雇主的名字 死神楼做事 还是非常规矩的 作为死神楼的银牌杀手 颜秋晨自然不会乱说 在他眼里 林道已经是一个死人 告诉林道没什么 可柳青梅就在林道旁边 他不知道柳青梅和林道是什么关系 还是小心为妙 眼下四周无人 他完全可以杀死柳青梅 在毁尸灭迹 但他没有冒险 足以看出他是个很谨慎的人 柳青梅亲眼目睹他杀死林道 不过就算柳青梅以后找他报仇 他也不怕 他的境界本就比柳青梅高 而且一心五道 论练制服传 他拍马都比不上柳青梅 可是论战力 或许柳青梅一辈子都比不上他 再说 他是死神楼杀手 行踪飘忽不定 柳青梅能不能找到他 都是葛魏之术 我都要死了 难道还不可以告诉我吗 林道没有开口 而是对颜秋晨抑制传音 颜秋晨的故技 他自然明白 之所以传音给颜秋晨 便是在提醒颜秋晨 可以传音告诉他 那样柳青梅就不会听到 可惜 颜秋晨笑着摇了摇头 依旧没有告诉他雇主的身份 其实 就算颜秋晨告诉领导 要杀他的人是木老 领导也不知道 木老是谁 柳小姐 我已经帮你把毒解了 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雇主没有让我杀你 既然杀你没有零食拿 那我自然懒得动手 柳青梅已经恢复正常 剧毒完全清除 虽然她是个美女 但颜秋晨的注意力 一直都放在领导身上 在颜秋晨心里 美女明显没有零食重药 只要杀死灵道 她便可以得到大把的零食 这小子根本就是葛在心 跟着他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把命丢了 先有张明远 再有黑影 然后是三大魔魂 现在又是颜秋晨 刚才身中剧毒 距离死亡那么近 柳青梅是真的怕了 现在颜秋晨说她可以离开 她自然不需要犹豫什么 转身就走 领导 不是我不想救你 而是我无能为力 留下这么一句话后 柳青梅便是消失在了场中 本来 颜秋晨还在想 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柳青梅离开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如此顺利 仅仅是随口一说 柳青梅便是非常配合的离开了 领导没有中毒 可惜就算她在全胜状态 和柳青梅联手对付颜秋晨 死的也只会是他们 她没有挽留柳青梅 也没有告诉柳青梅自己没有中毒的事情 柳青梅陪她来灭魂山脉 本身就有她自己的目的 现在她有生命危险 柳青梅自然是逃之夭夭 要是有能力救你 我会出手 可惜 我不是她的对手 只是不知道 我这么做 到底是对是错 柳青梅回头 向着领导 和颜秋晨所在的地方看了一眼 然后便是以更快的速度 向着万福宗赶去 她和领导也算同生共死过 可那只是迫于无奈 现在能够抽身而出 也是一件幸事 嘖嘖 真可怜啊你 我还以为柳青梅会拼了命的救你 没想到你在她眼里 压根不算什么 颜秋晨扎了扎嘴 无情地嘲笑道 如果林倒喜欢柳青梅 现在柳青梅决然离开 她绝对会悲伤 会绝望 会心如刀割 不过 她从来没有对柳青梅动过心 且不说柳青梅心性如何 单单是美貌 她便比不上雪玲瑶和蝶舞等人 关你毛事 林倒撇了撇嘴 既然柳青梅已经离开 那只能靠她一个人对付颜秋晨了 境界的差距摆在那里 她想杀颜秋晨 明显不可能 即便如此 她都没有逃命的打算 要是她一心逃命 化身昆蓬 未必没有活命的可能 不对劲 你小子中毒这么长时间 怎么好像没事的样子 按理说 林倒应该已经在地上打滚 拼命的惨叫才对 可是林倒面色红润 精神饱满 根本没有什么中毒的迹象 严秋晨只帮柳青梅解了毒 可没有帮林倒解毒 怎么会是这个情况 台石心毒 就你那也配叫毒 林倒鄙视的看着严秋晨 使得严秋晨气得额头青筋直跳 严秋晨素来认为自己是个用毒高手 没想到连她拿手的石心毒 都被林倒说的一无是处 不是石心毒不行 而是林倒修炼的蛮荒朱先进 号称可以炼化万物 毒自然也算在其中 严秋晨没有接话 而是检查了一番 发现石心毒没有任何问题后 她便是更加疑惑了 她开口询问林倒 可惜林倒什么也不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严秋晨根本不知道 蛮荒朱先进从来只能一个人修炼 她自然想不起来 准确地说她压根没有听过 就算石心毒没能毒死你 你今天也是必死无疑 不再纠结于石心毒后 严秋晨便是取出一柄碧绿色的匕首 她是用毒高手 匕首上自然是涂满了剧毒 只要林倒被她刺中 她可以肯定 林倒会当场死亡 就连同境界武者 都是难以抵抗匕首上的剧毒 反正林倒是不打算告诉严秋晨真相 那严秋晨自然没有必要耽误时间 她的身形连连变换 瞬息间 便是来到林倒身边 绿色匕首闪烁着幽冷的光芒 像是一条毒蛇般 钻进了林倒的体内 不是林倒没有反应 而是严秋晨出手太快 严秋晨的境界 比林倒高得多 林倒没有想到 严秋晨竟然会偷袭 如此近距离的偷袭 是问她怎么避开 第四十三章呼吸裂空 扑斥匕首刺进林倒的左肩 溅起一片血花 好在林倒后退得及时 仅仅是皮肉伤而已 无要紧 持心毒伤不到她 匕首上的剧毒 同样拿她无可奈何 不管是她强横的血脉 还是蛮荒诸仙境 都是剧毒的克星 如此近距离的偷袭 竟然没有杀死林倒 严秋晨也是愣了一下 她的匕首 明明是刺向林倒心脏的 怎么在最后关头 刺进了林倒的左肩 林倒只是天人 静后期舞者而已 怎么会反应那么快 再来 严秋晨的眼中 闪过一抹寒光 然后便是拿着匕首 再度向着林倒刺来 她的身法不仅迅急 而且诡异 变化多端 她的每一步 都不是直线前进 而是要么曲线 要么转折 就算是林倒 也无法看出 严秋晨要从哪个方向过来 林倒能够做的 便是以不变应万变 她的眼神 前所未有的专注 一旦发现严秋晨的所在位置 她便会竭尽所能的出手 严秋晨是从四面八方攻来 林倒则是站在风暴中央 突然 林倒双眼一亮 手捏遮天大手印 轰击而出 林倒拥有至尊黄金铜 就算没有激活 眼力也非常人可比 一道道大手印 拍在匕首上 拍在严秋晨的身上 不可能 她不可能发现我的位置 应该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吧 一直以来 严秋晨对自己的身法 非常自信 就算同境界舞者 都很难看出她的前进轨迹 要说林倒一个天人静后期舞者 可以看出她身法的奥秘 她绝对不幸 她苦练多年的身法 当然有其厉害之处 林倒眼光毒辣 可惜境界太低 就算发现严秋晨的所在位置 也没法对严秋晨造成足够的伤害 碧绿色的匕首就像是一条毒龙般 所过之处 毒气蔓延 一道道大手印纷纷破碎 先前匕首已经刺进林道的左肩 可是 剧毒根本没有影响到林道 严秋晨不知道原因 可她知道 剧毒杀不了林道 想要杀死林道 只能她亲自动手 只要使用匕首 割下林道的脑袋就完事了 林道刚出手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后退 她退得快 可是严秋晨追得更快 严秋晨手中的匕首 像是无物不破一般 可以轻易割开林道的咽喉 匕首还没有碰到林道 她便是感觉到了肌肤生痛 死吧 严秋晨冷笑一声 匕首已经来到林道的咽喉前 只要稍微前进一步 便可以割开林道的咽喉 只不过林道在后退的同时 不断地施展着天大手印 她的攻击无法打伤严秋晨 然而阻碍严秋晨 没有什么问题 匕首和林道的咽喉之间 始终隔着三寸距离 严秋晨不断地前进 可惜 林道施展出真龙图鉴 将她挡住了片刻 匕首的确可以撕裂真龙图鉴 只是需要时间 即便是片刻时间 也足以让林道脱离严秋晨的攻击范围 躲过一次 能躲过第二次吗 没能杀死林道 严秋晨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诧异 好在林道的境界摆在那里 不可能是严秋晨的对手 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概率太小 她就不相信 林道还能发现她的位置 只是 还没等严秋晨得意 她便是注意到 林道的双眼锁定了她 严秋晨有一种感觉 不管她走到哪里 或者从哪个方向进攻 林道都能一眼看穿 想要靠剧毒杀死林道 不行 想要依仗身法杀死林道 恐怕也不行 不得已之下 严秋晨只能正面即杀林道 毒龙钻 碧绿色的匕首陡然旋转了起来 严秋晨已经下定决心 故而没有使用她引以为傲的步伐 就算是光明正大的和林道一战 她都是有着实诚胜算 没必要靠毒靠步法 她以本源催动匕首 足以将天将近前其舞者的身体动穿 独知本源凝聚成龙身 匕首作为龙头 争鸣异常 严秋晨以第九重意志 锁定林道 就算林道想要躲避她的毒龙钻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林道才第七重意志而已 比严秋晨的第九重意志 差了两重 严秋晨的脸上 挂着胜利者的笑容 杀死林道后 她又可以得到大量的灵石 现在毒龙已经成形 只需要片刻时间 便可以将林道绞杀 不管林道是战 还是逃 结局都为有依死 劈里啪啦 就在严秋晨觉得 林道必死无疑的时候 林道的身前 陡然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缝 一道年轻的身影 从空间裂缝里走出 一股强大的气息 向着四面八方弥漫而来 她就像是从上古时期 跨越时空而来的战神 仅仅是气势 便足以撕裂苍穹 呼吸裂空 不管是林道 还是严秋晨 都是脸色狂变 他们两人就算全力以赴 都是无法打破天界的虚空 可是从空间裂缝中走出的年轻人 仅仅是一呼一吸 便可以撕裂虚空 不管是万福宗还是死神楼 肯定都没有这样的强者 不好意思 没有控制住 年轻人微微笑了笑 然后一身强大的气息 便是收敛了起来 仅仅是呼吸 就可以撕裂虚空 倘若他要杀死林道和严秋晨 绝对不费吹灰之力 林道和严秋晨没有想到 会遇到如此强者 现在只能小心翼翼地站在远处 谁都不敢放肆 大师姐说修炼蛮荒诛仙境的年轻人出现了 想必就是他吧 他扫了林道和严秋晨一眼 然后便是将目光锁定在了林道的身上 被这样的强者注视着 林道感觉自己仿佛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就算是前世的他 肯定也做不到呼吸裂空 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境界 绝对高得吓人 懒头黑发整整齐齐 束在脑后 赤色战袍披在他的身上 将他衬托得仿佛一尊魔神般伟案 独知本源凝聚而成的独龙 还没有靠近他的身体 便是逐渐崩碎 化作虚无 消失了葛甘前静静 碧绿色的匕首仿佛遇到了天敌一般 竟然吓得瑟瑟发抖 严秋晨的匕首 怎么说也是地品兵器 自然通灵 现在出现的年轻人太过强大 连兵器都知道恐惧 就算一百个严秋晨联手 肯定也不是他的对手 你们刚才好像在打架 不用管我 你们继续 他没有介绍自己 也没有说明来意 只是毫不在意地说道 然后便是找葛地方坐了下来 灵道和严秋晨面面相去 如此强者前来 总不可能路过吧 只是他们都不认识那位强者 那他来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你们要是继续发呆 那就让我来和你们交手吧 以他的实力 和灵道以及严秋晨交手 那灵道和严秋晨肯定没法活命 严秋晨和灵道对视了一眼 只能继续动手 反正严秋晨有时常把握杀死灵道 既然身披赤色战袍的强者 没打算插手他和灵道的事情 那他当然还要斩杀灵道 真正大战起来 灵道自然也是忘了身披赤色战袍的强者 灵道本来就不是严秋晨的对手 要是再分心的话 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先前的独龙钻被身披赤色战袍的强者挡住 现在严秋晨再一次施展出来 势必要杀死灵道 灵道双手握拳 坤鹏拳轰然打出 棒驳的拳镜轰击在了独龙身上 他已经使用九转蛟龙镜 力量暴涨 再加上凶猛至极的拳翼 瞬间便是让独龙战斗 就算是严秋晨 身体都是晃动了一下 只可惜 坤鹏拳依旧没法打碎独龙 最后独龙还在撞击在灵道的身上 一生生脆响 灵道的体内 起码断了七八根骨头 严秋晨没有放过灵道的打算 眼见灵道受伤 他更是抱着一举击杀灵道的打算 再度施展出独龙钻 裁天人静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实属不易 身披赤色战袍的年轻人点了点头 将灵道先前的表现 全部看在了眼里 他既然已经来到这里 灵道有性命之忧 那他不可能不帮忙 对付严秋晨 他根本不需要怎么出手 仅仅是吹了一口气便渴 他正常呼吸 都是可以撕裂虚空 现在向着严秋晨吹出一口气 自然是让独龙湮灭 正得意的严秋晨 却是感觉到飓风席卷了他 严秋晨的身体 像是断线的风筝般 倒飞出了数百米远 严秋晨的伤势 比灵道还要重 现在他的实力 连全盛时期的一半都没有 让他恐惧的是 一股未知的能量 吸入他体内 大肆破坏着他的身体 要是这么持续下去 不需要别人出手 他都会惨死当场 小子 我已经帮你一把 你还愣着做什么 宰了他啊 身披赤色战袍的强者 笑着对领导说道 领导先是对他抱拳感谢 然后便向着严秋晨冲了过去 严秋晨现在遭到重创 比领导境界高的优势 已经在逐渐变小 现在领导不断施展坤鹏拳 完全可以将严秋晨活活打死 前辈 你不是说让我们交手吗 严秋晨悲愤地说道 如此强者竟然说话不算话 强势插手 岂不是要坑死他 第四十四张龙族 宝宇 是啊 你们交手 我就是不小心吹了口气而已 身披赤色战袍的强者 毫无丢脸的觉悟 反而是得意洋洋地说道 他的实力强得离谱 脸皮也是厚得让人无语 他除了境界高以外 貌似没有半点强者的样子 然而 颜秋晨根本不敢顶撞他 否则只会死得更惨 随便吹口气 就能重创颜秋晨 简直强得无法想象 能够呼吸裂空的强者 是云州的死神楼恐怕都招惹不起 颜秋晨就算在愤怒 也只能忍着 拳头大才是硬道理 谁让他实力弱小 昆蓬拳 领到已经受伤 但颜秋晨的伤势 比他严重得多 昆蓬拳一次又一次打出 颜秋晨起初还能勉强抵倒 到的后来 只能被打得不断倒退 颜秋晨本来觉得杀死领道 是个很简单的任务 毕竟领道境界那么低 可是现在 他竟然被领道狂揍 拳拳到肉 要是对付别人 即便受伤 他也有本事杀死对方 因为他还有毒 只是 领道万毒不清 他的所有剧毒 都是无法对领道造成什么伤害 真是不甘心啊 我竟然会死在一个天人静无者手里 颜秋晨在怒吼 可惜无法改变战局 他体内的伤势越来越重 领道出拳又是越来越猛 最终 颜秋晨就是被领道活活打死 他已进阶压领道 所以他遭受重创后 领道毫不犹豫地将他杀死 如果现在不杀死颜秋晨 以后颜秋晨肯定还会对他下手 短时间内 他都不是全盛时期的颜秋晨的对手 唯有现在解决掉颜秋晨 他才是安全的 堂堂死神楼的银牌杀手 竟然死在一位天人静无者手里 说出去恐怕都没人会相信 多谢前辈 如果不是身披赤色战袍的强者吹了一口气 重创了颜秋晨 那领道根本不是颜秋晨的对手 更别说杀死颜秋晨 领道并不认识这位身披赤色战袍的强者 自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帮自己 没事没事 我也是为了方便自己 他死了 我才好和你一战 身披赤色战袍的强者笑咪咪地说道 却是让领道脸色一僵 可颜秋晨决战 领道就算不是对手 好歹还有一战之力 可是和能够呼吸裂空的强者交手 领道压根没有反抗之力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前辈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现在的我 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 领道苦笑着说道 连他前世都做不到呼吸裂空 也就是说 身披赤色战袍的强者 最差也是一位天尊 和这样的强者交手 没有半分胜算 他吹口气能重创颜秋晨 再吹口气 同样能够重创领道 甚至杀死领道 我敖雨从来不开玩笑 你放心 我会将自己压制在天人静后期 和你一战 身披赤色战袍的强者自称敖雨 瞬间让领道联想起了龙族 众所周知 龙族就是敖姓 敖雨恐怕就是龙族的强者 龙族 本就是蛮荒时期的霸主之一 就算是现在 也是天界赫赫有名的大族 有的势力 仅仅是大帝开创 后来便没有出过什么大帝 可是龙族不一样 从古至今 龙族出现的大帝 没有一百 也有几十 如此强大的种族 就算是现在 也少有势力敢惹 既然前辈想战 那我便奉陪吧 其实 敖雨说压制境界 领道都不放心 谁知道敖雨会不会突然改变主意 然后就不压制境界了 反正敖雨给领道的感觉 就是非常不靠谱的 只不过他没法反抗 敖雨的境界比他高出太多 又对他有救命之恩 他只能答应 好 痛快 敖雨一声长笑 然后便是将自己的实力封印 变成了天人静后期 他没有施展什么武学 仅仅是挥动双拳 向着灵道轰了过来 他肉身强横 近身战绝对不能小区 就算他和灵道境界一样 灵道也不敢掉以轻心 当灵道的拳头和敖雨的拳头 碰撞在一起时便是感受到了敖雨的强大 如果仅仅是压制境界 敖雨的肉身肯定还是原来的强度 可他已经将自己封印 连肉身强度都是变得和天人静后期时一样 就算如此 敖雨的肉身也是强的离谱 不愧是龙族强者 龙族肉身无双 蛮荒时期 万族灵力 都要数龙族的肉身最为强横 敖雨可不是一般的龙族 他的肉身只会更强 若非灵道修炼的是蛮荒诸仙境 恐怕已经被敖雨一拳打残 龙族肉身强横是天生的 灵道肉身强横则是后天修炼的 如果没有蛮荒诸仙境 他的肉身别说和敖雨比 就算比起寻常午休 都不见得有什么优势 蓝荒诸仙境作为最顶尖的炼体功法 自然非同寻常 灵道和敖雨一拳接着一拳打出 就好像是两个不知疲倦的机器 不停地碰撞 敖雨的笑声越来越大 其实他就喜欢这样的对决 只可惜 同境界舞者 根本没几个人敢和他如此一战 就算是龙族的其他强者 和他一样境界时 肉身也是不如他 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对手 修炼蛮荒诸仙境的灵道 同境界肉身不弱于他 要是以后灵道追上他的境界 绝对能够和他痛痛快快地打上一场 真龙变 正在和敖雨大战的灵道 却是鬼使神差地施展出了真龙变 灵道的肉身本来就强 施展出真龙变后 则会变得更强 原本和灵道势均力敌的敖雨 现在竟然落于下风 看着眼前的真龙 敖雨则是脸色古怪 到底他是龙 还是灵道是龙 你会变 难道我就不会变 敖雨的本体 就是五爪金龙 灵道施展真龙变 才可以变成龙 他只要恢复本体即可 让敖雨诧异的是 灵道的身上 竟然散发着纯正的龙威 尤其是灵道身上散发出的真龙气息 更是让敖雨疑惑不已 灵道给敖雨的感觉 分明就是一头真龙 按理说 真龙便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之所以会这样 主要是因为灵道 曾经吸收过九人公主的一滴精血 他的血脉 已经混合了龙族血脉 所以敖雨才觉得他就是龙 两头真龙没有任何废话 当即大站在了一起 他们两人的破坏力本来就大 化身真龙后 更是将方圆十里的地面摧毁得不成样子 偏偏他们都是毫无所觉 已经战道憨处 都是舍不得停下来 灵道有着前世记忆 战斗经验丰富无比 敖雨本身境界就是极高 他只是封印实力 并没有封印记忆 敖雨经历过的战斗 数不生数 论战斗经验 灵道在他面前 可是占不到任何便宜 痛快 痛快 敖雨大呼痛快 足足大战了一个时辰 他才喊停 他和灵道消耗都是极大 再打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和灵道同境界一战 使得敖雨浑身舒坦 要是灵道和他境界一样 不需要封印实力 那肯定就更爽了 你小子很对我胃口 只不过我还有事情没有忙完 以后有缘再见 还有 你记着 以后不要叫我前辈 说完后 暴雨便是撕裂虚空 急匆匆的离开了 他帮灵道解决颜秋辰 只是顺手而为 刚好碰到灵道有难 他自然要出手相助 接下来 灵道遇到什么危险 他可不会管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 灵道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还得看他自己 不叫你前辈 那我叫你什么 灵道大声问道 可邪奥雨已经离开 没有任何回应 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后 便是向着万福宗的方向赶去 要是再遇到 离岩秋辰那样的杀手 他依旧有可能小命不保 因此他故意改变了路线 让路只是麻烦 总比被 离岩秋辰那样的武者杀死的好 柳青梅一个人回来了 王继堂一直派人盯着万福宗的大门 现在有人通报 柳青梅是一个人回来的 瞬间让他松了一口气 柳青梅和灵道是一起离开的 现在回来的只有柳青梅一人 恐怕灵道已经死在外面 他追求柳青梅那么长时间 不说对柳青梅了如指掌 也差不了多少 沐老办事 他向来放心 这一次同样没有让他失望 上次他让林金峰出手 可惜林金峰不仅没能杀死灵道 还彻底失踪了 恐怕早已生死 他原本猜测 灵道的身边 肯定有强者守护 现在看来或许他猜错了 虽然我没有抢到雪灵瑶 心爱的男子 但灵道已经死了 恐怕雪灵瑶也会悲痛万分 想到这里 柳青梅便是没开眼笑 明显颇为开心 灵道的死 对雪灵瑶来说 肯定是非常大的打击 就算雪灵瑶不会因此一蹶不振 肯定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如此一来 雪灵瑶以后在福道上的造诣 肯定不如他 灵道人呢 让柳青梅没有想到的是 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 竟然是方寒宇 王继堂和方寒宇都仇视灵道 只是他们两人不一样 前者想着法子除掉灵道 后者则是要在各个方面战胜灵道 要是灵道死了 那方寒宇找谁比较去 第四十五章一点兴趣都没 方寒宇自认为在各方面 都要远超灵道 他是万福宗内宗核心弟子 灵道只是外宗弟子而已 之所以在意灵道 还是因为雪灵瑶 要不然他连灵道是谁 肯定都不知道 王继堂以前想要得到柳青梅 便是因为他需要和柳青梅联手 才能战胜方寒宇 宗门弟子间的争斗 可不是单单看实力 王继堂就算战力再强 力位上也是不如方寒宇 如今出了得雪灵瑶 王继堂觉得他成为下一任宗主的可能性最大 他将主意打到了雪灵瑶的身上 自始至终 方寒宇都是没有想过得到柳青梅 或者雪灵瑶 其实 以方寒宇的身份 和柳青梅或者雪灵瑶 澄清的可行性更大 要是方寒宇愿意和柳青梅或者雪灵瑶在一起 万福宗的高层 肯定使劲撮合 可惜 方寒宇的好胜心太强 以前他要战胜柳青梅 现在则是要战胜雪灵瑶 他想的是赢其他人 蒙祭堂则是要通过女人 掌控整个万福宗 应该是死了吧 柳青梅叹了一口气 故作伤心地说道 言秋成是天将近舞者 比张明远的实力还要强横 就算他和领导联手 领导都是免不了一死 单单靠领导一个人 必然不是对手 是吗 可惜了 方寒宇摇了摇头 随后便是转身离开 领导身死 对他来说 不是什么好消息 有领导在 蒙祭堂想要得到雪灵瑶的可能 为乎其为 柳青梅和蒙祭堂联手 他不拒 可要是蒙祭堂和雪灵瑶走到一起 他的胜算就渺茫了 大小子死了吗 我只想说 死得好 很快 领导身死的消息 便是传了开来 雪灵瑶和领导关系亲密 柳青梅和领导也是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万福宗很多弟子都是敌视领导 现在柳青梅亲口说领导死了 他们都是觉得快意 他们有的是内宗弟子 有的是内宗精英弟子 比领导一个外宗弟子的身份要高得多 可是他们连和柳青梅或者雪灵瑶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凭什么领导有那么好的运气 怎么死的 是死在灭魂山脉 还是其他地方 谁都没有想到 领导的死 竟然惊动了断疯子 即便是柳青梅 站在断疯子的面前 也是觉得心惊胆战 好在柳青梅知晓断疯子不会乱来 反正除了颜丘尘 没有其他人在场 他所说的 和事实肯定不一样 断疯子貌似极为在意灵道 柳青梅自然不敢说出自几件死不救的事情 在他的描述中 领导和他联手对付颜丘尘 可惜颜丘尘太强 最后领导拼死让他逃离 他才活了下来 我明白了 等我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他必死 先有领金锋 再有颜丘尘 断疯子自然明白 是有人在暗中对付领导 若是领导死在灭魂山脉 那就算了 没想到领导是杀死魂老后 被其他人在半路截杀 不管是雷池火狱 还是灭魂山脉 领导都是成功闯过 段疯子多年来 还没有遇到过如此优秀的年轻天才 他好不容易有希望培养出一位爵士强者 没想到竟然被别人杀死 他的愤怒可想而知 只不过 他没有发疯 因为那只是柳青梅的一念之词 柳青梅毕竟没有亲眼看到领导被杀 段疯子则是在期待 那创造一个个奇迹的小子 才能够活着回来 段疯子刚刚见到领导的时候 领导只有天人进前期 就算和段疯子以前训练过的那些弟子相比 领导的境界都算低的 可是 领导顽强地活了下来 而且境界也是连连突破 果然 领导没有让段疯子失望 一个时辰后 他便是回到了万福宗的大门前 一众万福宗弟子都是仿佛见鬼了一般 柳青梅亲口说领导已经生死 怎么现在他们又看到领导了 第一个知晓领导回来的人 不是盟寄堂 也不是柳青梅 而是雪灵瑶 因为 雪灵瑶早就已经站在门口 近境地等着领导 他比盟寄堂和柳青梅等人都要了解领导 如今的领导 已经是天人进后期 就算天将进武者想要杀他 都不会那么容易 当初 领导才天人进前期 便敢挥拳杀天兵进巅峰武者 现在的领导 要是一心逃命 就算是天将进武者 恐怕都无法杀死他 更何况 雪灵瑶还偷偷地送给领导一枚福转 可以瞬息远遁千里 领导一开始没有逃命 就是打算和颜秋晨一战 真正打不过 他才会使用传送福转 后来敖宇的出现 打乱了他的计划 好在敖宇是帮他的 不然的话 就算有传送福转 在敖宇面前 也是没法使用 你回来啦 雪灵瑶笑盈盈地说道 自从雪佳被灭 他的脸上便很少出现笑容 其他万福宗弟子 无论怎么讨好他 他都是冷漠以对 就算是面对孽长老 他都不怎么笑 只有领导不同 没了雪佳 在他心里 领导已经是他最亲的人了 嗯 让你担心了 领导满寒歉一地说道 柳青梅回来后 肯定带回了他的死讯 要不然 雪灵瑶不会守在此处 好在雪佳的覆灭 已经让雪灵瑶变得极为坚强 而且雪灵瑶相信他肯定还活着 柳青梅说你为了他 愿意拼命抵挡那个杀手 说的你好像很喜欢他一样 反正我是不幸 让领导没有想到的是 雪灵瑶竟然最在意这个 他就知道 柳青梅回来肯定会胡说八道 毕竟柳青梅的所作所为 非常不光彩 要是其他人知道真香 肯定会瞧不起柳青梅 放心吧 我对那样的女人 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果柳青梅愿意和领导 一起对付颜秋晨 甚至就算是表达一下这样的意思 领导都不会对柳青梅有什么意见 可是生死关头 柳青梅竟然完全不顾他 实在让人不齿 然而 颜秋晨毕竟是来杀他的 就算柳青梅见死不救 他也不好指责柳青梅什么 反正他已经认清了柳青梅 以后肯定不会和柳青梅走到一起 他的话 则是让旁边的一个个万福宗弟子 直翻白眼 以前 柳青梅可是万福宗第一美女 不知道多少人仰慕柳青梅 可是如今在林道嘴里 柳青梅就好像路边的大白菜一样 完全不值一提 偏偏领导和雪灵瑶关系亲密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好吧 那我们回去 雪灵瑶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主动拉起了领导的大手 柳青梅的相貌比他也只是逊色一点 可柳青梅诱惑男人的本事 比他要强得多 现在领导提起柳青梅时候的表情 让雪灵瑶明白 领导是真的对柳青梅没有兴趣 站在不远处的万福宗弟子们 恨不得将领导乱拳打死 他们心中的女神 现在竟然主动拉起领导的手 而且还一脸甜蜜的样子 论身份论境界论地位 他们哪一点不如领导了 你说什么 领导又回来了 王继堂不可置信地问道 穆老伴是他向来放心 再加上柳青梅已经亲口说领导生死 为什么领导还没有死 领导封刺杀领导的事情失败 他已经告诉穆老 那么穆老派出的杀手 最差也得是天将近武者吧 现在的领导 也才是天人近后期武者而已 想要战胜天将近武者 没有一丝可能 王继堂猜测 领导的身边 肯定有强者暗中保护 他相信失败后 穆老会仔细地调查一番 什么 他回来了 最不相信领导活着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柳青梅 他不想领导活着 也觉得领导 没有可能在颜秋尘手底下逃命 其实他也有传送福传 可惜只有一枚 他不可能送给领导使用 领导根本不知道 传送福传有多珍贵 就算是万福宗的核心弟子 也就人手一枚而已 如果说领导回来 只是让柳青梅震惊 那么领导说的话 便是让柳青梅愤怒了 什么叫对他这样的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难道他还能对领导有兴趣不成 如果不是雪灵瑶 他会多看领导一眼吗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方寒雨得到消息后 则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继堂追求柳青梅 差点就成功了 可是雪灵瑶的出现 让王继堂将心思放在了雪灵瑶的身上 然后柳青梅又是将主意打到了领导的身上 看来他们两人都不是真心喜欢对方 柳青梅说领导为了他 愿意和杀手拼命 现在看来 只不过是个笑话 如果领导真的喜欢柳青梅 又怎么可能当众说出对柳青梅一点兴趣都没有 该不会是柳青梅见死不救 惹怒了领导吧 臭小子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其实 段丰子也是关注着外面的情况 看到领导安然回来后 他才是放松了下来 雷池火狱 灭魂山脉 都可以说是考验 如今领导已经全部通过 接下来 他便是要真正培养领导了 轮回树 千年一开花 千年一结果 算算时间 轮回国也该成熟了吧 第四十六章十六个名额 燕云州 藏神山脉生长着一株古树 千年一开花 千年一结果 曾经 有舞者坐在那珠古树下休息 然后便是梦入轮回 经历了一世又一世 然后 那珠古树便被命名为轮回树 始终被燕云州最强的四品势力把持着 如今 银枪盟 双剑门和万福宗 便是燕云州最强的三大四品势力 他们能够控制灭魂山脉 自然也能够控制藏神山脉 每当轮回树开花 或者结果 他们便会派人前往藏神山脉 端坐于轮回树下悟道 荒云府 曾经有强者前来 想要搬走轮回树 可惜没有成功 传说 藏神山脉曾经藏过一尊神 上古时期能够在某一个领域称霸的武者 便敢自封为神 即便是已经死了的神 也不是荒云府的强者能够撼动的 轮回树为有在开花和结果的时候 才可以让武者经历一世又一世 也就是说 一千年才能使用一次 荒云府的强者最终也就是放弃了 只不过 三大实力必须要缴纳足够的轮回果或者轮回花 谁让他们实力弱呢 轮回花可以提升武者的意志 轮回果可以提升武者的境界 曾经有天兵进武者服用轮回过 直接就掌握了第九重意志 还有天将进武者服用轮回花 竟然突破了九重意志的范畴 不管怎么说 必须要给臭小子争取一个名额 千年才能使用一次的轮回树 名额肯定有限 三大四品势力加在一起 也才48个名额 也就是说 万福宗旗有16个名额 正常来说 16个名额都是内宗弟子的 外宗弟子想要得到一个名额 都是难如登天 领导先后通过雷池火域和灭魂山脉的考验 已经让段疯子非常满意 要是不给领导争取一个名额 他都觉得有愧于领导了 毕竟不管是雷池火域还是灭魂山脉 都有可能要了灵道的命 段疯则在想法子培养灵道 而灵道此时则是偷偷摸摸的来到了九福时刻的所在地 白天的时候 他在雪灵瑶的住处 又刻画起了福阵 可惜一枚福传都没有炼制成功 现在大半夜 他没有回到段府 而是准备验证一下他心中所想 九福时刻对其他势力的舞者来说 是禁地 对万福宗弟子来说 则是开放的 万福宗高层巴不得更多弟子得到九福时刻的认可 自然不会拦着他们 正因为如此 大半夜九福时刻附近 根本没几个人 灵道的到来 没有引起什么变化 他静止地走到真龙时刻的面前 将手放在了时刻上 能够帮雪灵瑶获得时刻的认可 那他自己能够得到认可吗 嗯 灵道感觉到一股犀利传来 真龙时刻仿佛要将他的右手吸进去一般 他赶紧抽回自己的手 因为他已经看到 真龙时刻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要是持续下去 真龙时刻肯定会光芒大放 到时候肯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他的心思 始终放在武道上 不可能专心福道 要是成为万福宗核心弟子 肯定会被长老们吩咐着炼制各种福传 在万福宗宗主眼里 核心弟子最为重要 自然不能浪费了福道上的天分 再者 他还没有查出 到底是谁在杀他 现在他是外宗弟子 凶手肯定还会继续对付他 甚至有可能亲自出手 若是他成为核心弟子 凶手肯定会小心翼翼 甚至有可能就此罢手 周围的人 诧异地向着领导所在的地方看了一眼 先前微弱的光芒 也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只是当他们看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他们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万福宗弟子一个个巴不得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他们自然不会想到 竟然有人明明能够得到认可 偏偏还要隐藏着 他们大半夜守在这里 还不是为了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吗 领导没有离开 而是再度将手放在了真龙十克上 只不过 仅仅是转眼间 他便是再度收回了右手 这一次 真龙十克还没有来得及发光 其他人自然不会再关注领导 他之所以这么做 自然不是因为无聊 当他的右手放在真龙十克上 便是仿佛看到了一个龙形浮转 只是他还没有看清楚 便是切断了自身和真龙十克的联系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已经得到真龙十克的认可 他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触碰真龙十克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收回右手 每一次他都是看到一点 次数多了 累积起来 他也是逐渐的记下了龙形浮转 直到黎明时分 他才离开 其他八幅十克 只能找其他时间来三物了 仅仅是一幅真龙十克 便够他三物一段时间 贪多嚼不烂的道理 他当然是懂的 扯得回来了 当领导回到段府的时间 段丰子便是睁开了双眼 领导只是个外宗弟子 段府刚好又没有其他人 他便是一直住在段府 从雪玲瑶那里得知 段丰子曾经亲自去柳青梅那里询问情况 他现在看段丰子也是觉得顺眼的多 以前 整个万福宗真心对他好的 也就只有雪玲瑶 现在又多了一个段丰子 雪玲瑶和他同生共死 感情自然不一般 段丰子和他非亲非故 还能如此待他 就好像他的师父一样 魂老已经被我杀死 不知道长老还有什么吩咐 这段时间 领导已经大致摸清段丰子的脾气 因此他没有半点拘束 直接找葛地方坐了下来 段丰子对他的表现 也是没有任何意见 他才不需要别人对他恭恭敬敬的 有 灭魂山脉你已经去过 下一次 你便前往葬神山脉吧 领导翻了翻白眼 只是随口一问 没想到还真有吩咐 他才刚刚从灭魂山脉回来 没想到又要去什么葬神山脉 只可惜 他根本不知道 万福宗有多少弟子想去葬神山脉 可惜去不了 作为燕云州最强大的三大四品势力之一 万福宗的弟子数量实在太多 然而 前往坐在轮回树下悟到的名额 万福宗其有十六个 就算是内宗精英弟子想去 都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不知道前往葬神山脉 又要杀谁 魂老的实力 已经比灵道强出许多 要是葬神山脉 再给他安排一个天将近对手 那他恐怕没法完成任务了 能够杀死魂老 已经非常侥幸 谁知道下一次会不会有那么好运 你个臭小子说的什么话 难道老头子我只会让你杀人吗 段疯子不爽的哼了一声 随后便是接着说道 我让你前往葬神山脉 是送你一场大机缘 葬神山脉有轮回树 千年亦开花 千年亦结果 坐于轮回树下 便可梦入轮回 经历一世又一世 积累五道经验 灵道的眼睛慢慢地亮了起来 没想到葬神山脉 还有如此神妙的古术 天人静后期的他 只能活一千多年 也就是说 轮回树开花或者结果 已经快赶得上他的一生了 自然非常难得 现在能去吗 先前灵道还是一副要死不死的样子 转眼间就是变得龙金虎猛 让段疯子无语至极 别人或许不信轮回 灵道却是信的 因为他真的有前世 若是能够经历一世又一世 积累足够的武道经验 对他以后肯定有大好处 理急也没用 今天你就好好修炼吧 明天宗主应该会召开大会 到时候确定前往葬神山末的名额 你跟在老头子身边就行了 断疯子的眼中 闪过一丝笑意 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在万福宗撒过坡了 说不得 明天就要无赖一把 要不然 临到一个外宗弟子 肯定是得不到名额的 与此同时 万福宗的其他长老 也都在准备 他们都想让自己的徒弟 前往葬神山脉 坐于轮回树下积累经验 武者可以积累五道经验 辅修同样能够积累福道经验 据说万福宗曾经有一位宗主 并没有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然而他坐于轮回树下 经历一世又一世 苦修福道 当他从葬神山脉回到万福宗后 便是展露出了无与伦比的福道天赋 就算是得到十克认可的核心弟子 都是不如他 外宗长老们倒是悠闲 反正他们明白 自己不过是走葛过场而已 三个核心弟子 已经占据三个名额 也就剩下十三个名额而已 两位太上长老各有一个名额 再加上宗主的一个名额 仅仅剩下十个名额 那十个名额给内宗精英弟子都不够分 更不要说还有更多的内宗弟子 外宗弟子的数量 比起内宗弟子只多不少 可惜他们的地位远远不如内宗弟子 当当第二天清晨 巨大的钟声响起 万福宗的大会即将举行 万福宗宗主早早到来 只不过今天坐在最上方的不是他 而是两位太上长老 轮回数的十六个名额 连太上长老都是惊动了 可见有多么重要 第四十七章 脚踢男长老 两位太上 你们闭关多年 如今也好见一见我万福宗的杰出后辈 万福宗宗主笑着和两位太上长老聊天 论辈分的话 两位太上长老是他师祖辈的 论境界的话 两位太上长老都是天君巅峰 而且都是扶修 要不是两位太上长老岁数太大 他想当宗主恐怕都当不上 宗泽 这么多年来 万福宗在你的领导下蒸蒸日上 我们也都是看在眼里 不错 照现在的态势发展下去 超越银枪蒙和双剑门 指日可待 两位太上长老对万福宗宗主多年来的表现 非常满意 他们可以说是看着穆宗则长大的 现在的万福宗 他们辈分最高 当面称呼万福宗宗主的名字 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在说笑的时候 一个葛内宗长老和外宗长老 都是赶了过来 外宗长老们明白没他们的事情 可是如此盛会 他们肯定不会错过 万一16个名额没有用完 他们岂不是可以争一争 历史上 万福宗还是有外宗弟子的到名额的 尽管可能性很小 但他们还是抱着希望而来 他们肯定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徒弟 为了子孙 若是能够坐在轮回树下悟道 将来的成就肯定更高 内宗弟子和外宗弟子早早递来到场中 可惜大部分人过来 都是看热闹的而已 16个名额实在是太少太少 内宗精英弟子都不够分 别说内宗普通弟子和外宗弟子了 他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方寒宇站在下方 满脸的春风得意 身为核心弟子 16个名额 肯定有他一个 柳青梅站在一位长老的身后 同样身为核心弟子 他肯定也是有名额的 能够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在万福宗的地位 根本不是寻常弟子可比 雪林瑶站在聂长老的身边 眼睛一直四处张望 想要找到领导的身影 他得到两福十克的认可 肯定能够获得名额 可惜领导只是外宗弟子 恐怕不能陪他一同前往葬神山脉了 林瑶 你现在已经可以炼制人品福传 应该将心思全部放在福道上才是 叶长老无奈地说道 心里满是对领导的愤恨 他明明将领导交给了段疯子 为什么领导还活得好好的 难道段疯子转性了 是 师父 虽然雪林瑶点头答应 可是聂长老看得出来 雪林瑶根本就是在敷衍 偏偏聂长老拿他这么个宝贝徒弟 没有办法 打不得骂不得 要是惩罚的虫了 恐怕万福宗宗主都不同意 毕竟雪林瑶可是下一任宗主的候选人之一 我说长老 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形象 万福宗圣会 聚集了所有长老和弟子 人山人海 可是 段疯子依旧不修蝙蝠 就连身上的衣服 都是破破烂烂 好似乞丐一般 灵道根在段疯子身后 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再怎么说 段疯子也是外宗长老王 地位不低 我形象邋遢 但我为人正派 别人衣着华贵 但内心丑陋 是问他们谁敢笑我 段疯子毫不掩饰自己的声音 别人不敢笑他 他自然不是因为他说的理由 他年轻时候就是个无赖 做事从来不讲道理 后来岁数大了 才慢慢地收敛了起来 然而 他的实力 却是越来越强 现在都不知道 到了什么境界了 你小子看好了 谁敢笑话我 你就说出来 我保证让他屁股开花 不管是内宗长老 还是外宗长老 都是一脸的苦笑 段疯子不仅不顾形象 还口无遮拦 他们好歹还在乎身份 不像段疯子有什么就说什么 要是他们嘲笑段疯子 或许段疯子真会做出出格的事情 怎么感觉 段长老对他很照顾的样子 段疯子特立独行 领导跟着他的身后 自然是引起了方寒宇的注意 方寒宇第一次见到领导的时候 就想杀死领导 因为他觉得领导不配和雪玲瑶在一起 可是后来 他又觉得领导不能死 因为领导能够阻挡着盟寄堂 雪玲瑶的地位 已经威胁到方寒宇 要是再得到盟寄堂的相助 方寒宇根本没有多大胜算 领导和雪玲瑶联手 总比盟寄堂和雪玲瑶联手的好 反正方寒宇觉得他在各个方面都能胜过领导 今天他就要让领导明白 他得到名额轻而易举 领导却是连名额的影子都看不到 林金峰没有成功 穆老也是失败了 这小子的身边 难道真有什么强者暗中守护不成 王继堂暗中观察着领导 方寒宇是矛盾的 他则是一门心思想要除掉领导 先后两次失败 已经让他非常失望 要是再不行 他唯有亲自出手 反正以他精英弟子的身份 就算被查出杀死一位外宗弟子 也没有太大的事情 外宗长老们看到段疯子现身 则是幸灾乐祸了起来 段疯子只要出现 肯定会有好戏看 同样是长老 他们都会遵守规矩 只有段疯子会乱来 万福宗内宗的地位远远高于外宗 可是段疯子从来不会给内宗长老面子 站着很累的 找个位子坐一下吧 段疯子笑着说道 身为长老王 他肯定是有座位的 只是 他没有坐在外宗长老王的位子上 而是走向了一位内宗长老 他将属于自己的座位 送给了领导 其他外宗长老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段疯子摆明了就是故意找麻烦 他不是真的疯 而是因为眼前的男长老 以前和他作对过 男长老的脸色 当即便是难看了起来 如今当着所有万福宗长老和弟子的面 如果他真把座位让给段疯子了 那他以后还怎么在万福宗立足 然而 段疯子是长老王 起码是天君前期的境界 男长老虽然是内宗长老 但也就是天王境而已 根本不是段疯子的对手 若是动手的话 男长老肯定不敌段疯子 因此男长老将目光移向了万福宗宗主所在的位置 宗主 段长老无理取闹 不知道怎么处置 男长老站起来 对着万福宗宗主恭敬地说道 只要万福宗宗主给他做主 那他根本不用在乎什么段长老 段长老就算再厉害 难道还能和整个万福宗抗衡不成 滚蛋 还没等万福宗宗主有所回应 段疯子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脚踹飞了男长老 一来 男长老没想到段疯子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二来 段长老比长老的境界高出太多 二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正因为这样 段疯子才能一举成功 男长老狠狠地摔了一个狗吃屎 段疯子哈哈大笑 然后便是坐在了男长老的位子上 一众外宗长老也是跟着笑了起来 男长老平时没少欺负外宗长老 有如此下场 也是报应 段长老 我和你势不两立 男长老从地上爬起 双眼之中满是怒火 当着所有长老和弟子的面 出了这么大的丑 自然让他恨不得将段疯子生吞火波 他气得发抖 偏偏不是段疯子的对手 只得再度找万福宗宗主求助 宗主 此人当众羞辱内宗长老 简直罪大恶极 不可饶恕 要是每个外宗长老都像他一样 那我内宗长老地位何在 万福宗宗主本来还觉得段疯子太过分了 可是听到男长老的话后 当即也没倒数 男长老平时挺精明的 怎么现在如此糊涂 当着所有弟子和长老的面 说出那样的话 难道要挑拨内乱不成 其实 男长老说完后便是后悔了 他真的是气糊涂了 完全没有经过大脑思考 外宗地位是远远不如内宗 不过所有人心里明白就好 他当众说出来 简直就是愚蠢到了极点 你俩是丝绸 本宗主懒得管 没座位你就站着去 堂堂天王敬武者 总不至于站累着吧 男长老只能点头应试 如此奇耻大辱 只能以后想办法报复 万福宗宗主前面一句话是惩罚男长老 后面一句话 明显是在表达对段疯子的不满 段疯子不仅抢夺了内宗长老的座位 还让领导一个天人静的小辈 坐在外宗长老王的座位上 万福宗宗主对领导还是有印象的 上次雪灵瑶得到两幅时刻的认可 他便是看出雪灵瑶和灵道的关系极为亲密 只是灵道不是内宗弟子 他没有在意而已 没想到短短时间 灵道竟然得到了段疯子的青睐 他和段疯子是一个时期的 自然明白段疯子的眼光 是何等的高 那么多杰出弟子 都是没有入得了段疯子的法眼 真不知道段疯子到底看上了灵道的哪个方面 不过 灵道终究只是个外宗弟子 不值得他重视 此次召集你们前来 目的想必大家都清楚 藏神山脉 轮回树下 千年遗物道 如今轮回果即将成熟 我万福宗刚好有十六个名额 今日便要确定十六个名额 不知道各位长老有什么人选 第四十八章争夺名额 先说明一下 和以前一样 两位太上长老和本宗主 各有一个名额 三位核心弟子分别占据一个名额 各位长老推荐的人选 仅仅只能争夺剩下的十个名额 轮回树下悟道的好处 本宗主就不用多说了吧 万福宗宗主成功转移了话题 再也没人去关注段疯子河南长老的事情 十个名额 说少是很少 可是内宗精英弟子的机会 还是有的 尤其是那些拥有长老王靠山的内宗精英弟子 机会更是比其他人要大 就算是万福宗 内宗的长老王 数量也是不多 涅长老算是一个 柳青梅的师父陆长老也算是一个 另外还有十六位长老王 加起来也就是十八位长老王 雪灵瑶不占用涅长老的名额 涅长老还可以推荐其他人 长老王的地位 终究比普通长老高上一点 他们十八位长老王每人推荐一个人选 涅长老只有一个徒弟雪灵瑶 不过昨天已经有长老给他好处 让他帮忙推荐一下自己的徒弟 十八位长老王推荐后 其他长老才能推荐 他们十个人加在一起 才可以推荐一个人选 长老王和普通长老推荐出来的所有弟子 进行一场比试 才能确定谁能够得到剩下的十个名额 得到推荐的弟子 全部站出来 本宗主会传你们一枚福转 炼至最好的前十位 便可以前往葬神山脉 听到万福宗宗主的话 站出来的内宗弟子 都是极为兴奋 轮回树下悟道 可以为他们省却很多功夫 让他们以后少走很多弯路 现在能够和他们比肩的天才弟子 要是没有经历轮回树下悟道 日后肯定会被他们甩开 现在 还请两位太上长老 点名你们要推荐的人选 要是两位太上长老 推荐的人选 就在那些弟子当中 那么他们选出的两位 将不需要进行比试 不过 两位太上长老推荐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孙 并不在那些弟子里面 他们的子孙当中 也有优秀人物 推荐出来的资质都是很好 紧接着 万福宗宗主也是推荐了一个人选 是他最疼爱的孙女 两位太上长老的后人和万福宗宗主的孙女 站在了一起 其他万福宗弟子看着他们三人 都是一脸的羡慕 核心弟子能够得到名额 靠的是本事 他们三人能够得到名额 则是因为头抬头的好 方寒宇 柳青梅 雪灵瑶 你们三人身为万福宗核心弟子 理应得到名额 和他们站到一起吧 雪灵瑶 柳青梅和方寒宇点头 然后便是和两位太上长老后人以及宗主的孙女 走到了一起 十六个名额 他们占据六个 没有任何争议 剩下的十个名额 则是要通过比试 才能够确定下来 本宗主要传你们的是瞒相福传 你们能够炼制到什么水平 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瞒相福传 是地品福传 让内宗弟子炼制地品福传 的确是在难为他们 正常来说 能够炼制地品福传 都可以成为万福宗内宗长老了 好在万福宗宗主也没有要他们炼成瞒相福传 只要是炼制最好的前十位 便可以得到名额 王继堂的师父 同样是一位长老王 他当然能够得到推荐 得到万福宗宗主的传授后 王继堂也是开始炼制起了瞒相福传 不一定要炼制成功 但一定要炼制的比其他人好 他在武道上的天赋 可以说是万福宗内宗弟子最好的 福道上的天分虽然不差 但终究比不上方寒宇那样的核心弟子 好在他不需要和方寒宇比试 仅仅是和那些精英弟子比试 他还是有信心的 太难了 我根本炼制不了 一位内宗弟子垂头丧气地说道 他已经很努力地刻画福阵 可惜连十分之意都完不成 蛮象福传可不是一般的地品福传 而是根据神象福传而来 神象福传 是九福时刻之一的神象时刻 威力巨大 激活蛮象福传 可以凝聚出一头巨大的蛮象 越是厉害的蛮象福传 凝聚出的蛮象越是强横 可惜 参加比试的那些弟子 根本没有多大希望 能够炼制出蛮象福传 更别说凝聚出蛮象了 尽我所能 也就仅仅完成九成而已 王继堂长出了一口气 总算是炼制完毕 虽然没有炼制成功 但是看其他弟子的表现 比他好的 应该没有及格 他的表现 想要夺冠 肯定不可能 但是成为前十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了 时间已到 你们将炼制的成果 展现出来吧 先前炼制蛮象福传的内宗 弟子们 纷纷将成果展现 给万福宗宗主看 他们都是非常努力 毕竟轮回树下悟道的机会太难得 千年才有一次而已 他们一辈子也就只有一次机会 若是此次不把握住 以后就没机会了 最终结果 没有超出蒙继堂的预料 前十当中有蒙继堂一个 也就是说 蒙继堂得到了十个名额当中的一个 其余九个名额 分别被其他九位精英弟子得到 剩下的十个名额 正是被瓜分完毕 你们十个小家伙运气不错 千年才有一次的轮回树下悟道机会 被你们给撞到了 鄙视前十的精英弟子 都是笑了起来 核心弟子说是靠本事得到名额 其实还是因为得到了九符十颗的认可 他们才是真正靠自己的能力 得到的名额 就说炼制蛮相符传 雪灵瑶肯定不如他们 当然 要是方寒宇和柳青梅出手 肯定比他们炼制的好 雪灵瑶虽然得到两符十颗的认可 但成为万福宗弟子时间太短 而且太过年轻 要是再给雪灵瑶几年时间 他们就不敢说自己炼制符传的本事 能够超过雪灵瑶了 所有的外宗弟子 都是一脸的遗憾 即便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也难免失望 轮回树下悟道的机会 和其珍贵 可惜他们连争夺名额的机会都没有 就连外宗长老都觉得无奈 他们自然没有任何办法 慢着 五万福宗拥有十六个名额 凭什么都给内宗弟子 我外宗弟子难道连一个名额都没有吗 其他外宗长老任命 段长老可不会 如果没有领导 如此盛会 他来都不会来 可是 领导先后通过雷池火玉和灭魂山脉的考验 让他刮目相看 他决定培养领导 而且已经答应让领导前往葬神山脉 自然不会食言 段长老 本宗主先前已经容忍你的胡闹 你总要适可而止吧 万福宗宗主陈生说道 别的外宗长老都是大体 不会在这个时候给他添麻烦 偏偏段疯子没有任何故技 仅仅是一句话 便是让所有的外宗弟子燃起了希望 就连很多外宗长老 都是动了心思 我可不是胡闹 其他外宗长老争不争我不知道 反正我必须要一个名额给那个臭小子 段疯子指了指灵道 笑咪咪地说道 直到现在 灵道才知晓前往葬神山脉 坐于轮回树下悟道的机会有多难得 偌大的万福宗就十六个名额 而外宗弟子更是连一个名额都没有 他没有想到 段疯子竟然会对他这么好 别看段疯子一口一个臭小子 其实他已经将灵道当成了徒弟看待 甚至当成了后辈看待 只是 他没有收徒的意思 谁让他散漫贯了 大小子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 连段疯子都对他那么好 绝大多数万福宗弟子看向灵道的眼神 都是充满了嫉妒 灵道和雪灵瑶关系亲密 又和柳青梅关系不清不楚 现在段疯子又要给他争夺 前往葬神山脉轮回树下悟道的名额 尤其是外宗弟子 更是忍不住看向了自己的长辈 可惜 他们的长辈 毕竟不是段疯子 根本没有丝毫为他们争夺名额的意思 不仅万福宗内宗长老认为福修比武者重要 就算是外宗很多长老都是那么认为的 外宗的很多长老都尝试过炼制福传 可惜始终没法入门 现在有轮回树下悟道的机会 他们虽然也想给后辈争夺名额 但他们心里明白 一位福修的崛起 对万福宗来说 远比一位武者的崛起更加重要 胡闹 十六个名额已经定下 哪有名额给你 万福宗宗主也是怒了 段疯子当众不给他面子 而且胡搅蛮缠 纵使在好的脾气 他也容不得段疯子放肆 要是每个外宗长老都学段疯子的话 那整个万福宗岂不是早就乱套了 很简单 让那个小畜生死开 不就多出一个名额了 看到段疯子的手指指向自己 王继棠的脸色明显僵了下来 王继棠想要掌控整个万福宗 自然早就研究过段疯子 他知道段疯子不好惹 这么多年来 也都是对段疯子避而远之 他不知道 到底哪里得罪了段疯子 别看段疯子平时疯疯癫癫 然而有时候他精明的过分 领导的事情 他就怀疑到了蒙祭堂的身上 现在他不仅能帮领导 争夺一个名额 还能为领导报复一下蒙祭堂 合了为不畏 第四十九章 段疯子vs堂长老 段长老 你欺负一个小辈 是不是太过分了 王继棠的师父 也是一位长老王 而且还是内宗长老王 他在万福宗的地位 比段疯子肯定要高 他的徒子徒孙数量更是极多 段疯子素来读来读往 连个徒弟都没有 不知道这一次发什么疯 竟然要给领导争取一个名额 那行 不欺负小辈 现在我来欺负你 有种的站出来 和我大战三百回合 每种的话 有多远滚多远 段疯子连万福宗宗主的面子都不给 自然也不会给唐长老面子 蓝长老只是内宗普通长老 连天君都不是 自然不敢和段疯子动手 可是唐长老不一样 身为万福宗内宗长老王 他本身就是一位天君 再加上他的福传 根本不是男长老能比的 打就打 还怕你不成 唐长老怒声说道 随后便是纵身一跃 跨越促十丈距离 来到了段疯子的面前 万福宗宗主没有阻止 一来他想给段疯子一个教训 让他不要无法无天 二来他也想看看 现在的段疯子 到底有多强 坐在段疯子身边的长老 都是纷纷退走 以免被段疯子和唐长老的 战斗波及到 至于那些内宗弟子 更是有多远跑多远 天君级别的强者 随便一招都能要他们的命 他们只能远远地看着 天君的战斗 肯定会对他们有所启发 唐长老成为万福宗的长老王 已经拥有两千个年头 他的年龄 比段疯子大得多 他修炼的岁月 根本不是段疯子能比的 要不是没有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或许他很早就登上了宗主大位 后面就没有目宗则什么事情了 他不仅是一位扶修 同时还是一位强大的剑修 王济堂被称为左剑 便是因为他擅长左手剑 能够叫出蒙济堂如此杰出的土地 唐长老在剑道上的造诣 自然不差 段疯子对付男长老他懒得拐 可是欺负到他徒弟头上 他不得不出手 理在我眼里 也就是个小辈而已 念在同事万福宗长老的份上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还没有动手 唐长老便是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说道 他没有想着如何击败段疯子 而是在想怎么惩罚段疯子 敢当着万福宗所有人的面对他不敬 自然是不可饶恕 起码要将他打落天君修为才行 就算不使用福修的手段 老夫杀你也是易如反掌 唐长老连拔剑的意思都没有 仅仅是并指为剑向着段疯子站来 一道赤金色的剑芒 如同可以劈开千山万月斑 凶猛无比 剑芒如龙如蛇 如光如电 灵动训即 电光火石之间 便是已经来到段疯子的眼前 没想到 唐长老已经是天君后期 只要给他时间 迟早能够成为我万福宗的第三位太上长老 万福宗宗主默默地说道 两位太上长老不仅辈分高 修为也是到了天君巅峰 只可惜 两位太上长老潜力用尽 忠他们一生 恐怕都没法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万福宗想要成为三品师 最少需要诞生一位天尊 指望他们两位是没可能了 而唐长老的寿命 才到大线的一半而已 算是壮年时期 他突破到天君巅峰 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能不能成为天尊 也是葛魏之术 起码他有成为天尊的可能 就算可能再小 也比两位太上长老要好 年纪越大 口气越大 以老卖老的本事 你肯定是万福宗第一人 段疯子毫不留情的激凤 别看他是个邋遢老者模样 实际上他的岁数 相对于他的大线来说 还年轻得很 唐长老的剑芒 已经到了他的眼前 他依旧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 难道他真的疯了不成 竟然到现在还不出手 不管是万福宗的内宗长老 还是外宗长老 都是无法理解 唐长老的剑芒 已经快要斩到段疯子的身体 为什么段疯子还不出手 段疯子向来疯疯癫癫 难道还能被吓傻了不成 他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零到没有为段疯子担心 反而是在猜测段疯子的实力 段疯子的眼神 别人不懂 可是他懂 身为午修 又是修炼了蛮荒诸仙境 他对自己的肉身非常自信 而段疯子明显也是对肉身极为自信 根本不在乎唐长老展出的剑芒 段疯子使用雷池火玉 为灵道锤炼肉身 他自己肯定也是过 连雷池火玉如此疯狂的炼体方法 段疯子都能想得出来 或许他以前还使用过其他炼体方法 唐长老的第一招 根本没有使用权力 段疯子连抬手的意思都没有 你已经老了 就算让你一招 你也没有任何胜算 如龙如蛇的剑芒 狠狠地劈在了段疯子的身上 一声问响 剑芒崩碎 化作满天剑光 将段疯子整得淹没 然而 片刻后 段疯子便是再度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不仅看起来毫发无伤 连半步都没有退后 你别看我衣服破烂 其实我经常洗澡的 你用不着给我挠痒吧 看似无关的一句话 却是让唐长老气得吹胡子瞪眼 其他外宗长老看向段疯子的眼神 都是不一样了 他们只知道段疯子很强 没想到仅仅是肉身 便是已经强到那种程度 就连万福宗宗主和两位太上长老 都是不自觉地多打量了段疯子几眼 段疯子的岁数和万福宗宗主差不多 可是万福宗宗主绝对不是唐长老的对手 即便是唐长老随手发出的剑芒 也能重创万福宗宗主 大言不惭 让你一招 你还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唐长老嘴上说得轻松 其实心里已经重视起了段疯子 从他取出地品剑戏 便是可以看出 他已经将段疯子当成了同等级的舞者看待 当着万福宗所有长老和弟子的面 他不仅要战胜段疯子 还要赢得漂漂亮亮的 九星莲珠伴随着唐长老一剑批出 精知本源凝聚成九颗星辰 悬浮在高空之上 每一颗星辰 都好似真正的本源星辰一般 为他手中的地品剑气灌输力量 让他的剑吞吐锋芒 一往无前 所向披靡 当他的剑尖 距离段疯子不足三尺距离的时候 九颗星辰却是相继砸下 若是能一剑击败段疯子 必然可以在所有万福宗弟子和长老的面前 树立不可侵犯的威严 以他天君后期的实力 整个万福宗除了两位太上长老 恐怕没人是他的对手 那时的名额当中 可以说蒙祭唐的后台最硬 段疯子如果挑软式子捏 或许已经成功 可惜他挑的是最强的一位内宗长老王 现在唐长老已经认真起来 展露出来的实力 足以让内宗其他长老惊悚 师父 唐长老的实力很强吗 雪灵瑶站在聂长老的身边 轻声问道 段疯子怎么说也是帮领导争取名额 他自然希望段疯子赢 可惜他境界太低 只知道唐长老实力强 却不知道到底有多强 以他的眼力 肯定看不出段疯子和唐长老 熟强熟弱 很强 非常强 就算是十和我一起上 都不够他一箭杀的 段疯子找其他长老撒泼也就罢了 找到唐长老头上 真是自寻死路 列长老和段疯子是一个时期成长起来的 他才天君前期而已 段疯子就算强出一点 肯定也强不了多少 唐长老那么多年 肯定不是白活的 尤其是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战力 更是让叶长老心惊不已 这样啊 希望段长老能赢吧 却灵瑶在心里默默地说道 随后他便是担忧地看了灵道一眼 让他无语的是 灵道竟然老神在在地坐在外宗长老王的座位上 好像已经认定段疯子能够战胜堂长老一般 他真的不知道 灵道到底哪来的信心 不错 他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服修 还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舞者 你我毕竟已经老了 万福宗的确需要他这样的人物 扛起大梁 两位太上长老点头 都是对唐长老的表现非常满意 只要唐长老突破到天君巅峰 他们便会同意唐长老成为万福宗的第三位太上长老 和他们两位平起平坐 他们的武道境界不会有所增长 只能将希望放在其他人身上 万福宗宗主的眼珠转了转 若是唐长老成为万福宗的第三位太上长老 便意味着他的头上会再多一人 好在太上长老一般不怎么管事 做主的一般还是他这个宗主 再说唐长老成为万福宗的太上长老 对万福宗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就算心里不舒服 他也只能被动承受 剑法不错 可你的剑 就仅止于此吗 段疯子咧嘴笑道 满头白发飞舞 一双浑浊的老眼 却是在刹那间变得神光战战 他站直身体 挺拔的身躯 仿佛足以支撑一片天使的 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唐长老的地品剑气 一双手掌结印 演化出一座古老的废墟 向着地品剑气镇压而去 第五十章剑道雷霆 段疯子双手向前推动 古老的废墟就像是真实存在的一般 一座座残破的建筑 一些还能够看到战斗的痕迹 有剑痕有权印有掌形 他施展的不是万福宗的武学 故而其他人根本没有见过 当唐长老手中的地品剑气 斩道废墟的时候 便是好似陷入泥沼 想要前进一丝一毫 都是艰难无比 好在九颗星辰及时砸下 他就不信 古老的废墟能够抵挡九颗星辰砸落的大势 轰轰轰一声声俱响 震耳欲聋 九颗星辰先后砸进了古老的废墟之中 即便是短疯子的双手 都是跟着战斗了九次 本就残破的废墟 显得更加凄惨了 原本就残破的古建筑 更是化为了尘埃 然而 古老的废墟依旧在前进 最终依然撞击在了唐长老的身上 即便是地品剑气 即便是唐长老亲自施展的九星莲珠 都是没有破掉废墟 也没有劈开废墟 唐长老脸色一白 随后便是连连倒退 留下了一道道深深地脚印 第一次交锋 他不仅没有漂漂亮亮的击败断疯子 反而还被断疯子占据上风 他已经足够重视断疯子 没想到还是低估了断疯子的实力 断疯子起码比他年轻两千多岁 也就是说 他比断疯子多修炼了两千多年 他成为长老王都有两千年了 只是成为天君后 每提升一个小境界 都是无比艰难 从天君巅峰到天尊 更是一道鸿沟 万福宗历来都没人成功 倒不是说万福宗那些舞者资质都不够 而是他们的气韵不行 如果他们和灵道一样 修炼的是无上帝经 那恐怕早就出现天尊 甚至更为厉害的存在 万福宗如果有帝经 晋升到三品势力轻而易举 再往上一步都是不难 本长老倒是小区了你 接下来便让你见识一下 本长老真正的实力 唐长老神情凝重 已经当着万福宗所有长老和弟子面 输给段疯子一招 如果接下来他还不能打败段疯子的话 那他今天可是把脸丢尽了 毕竟段疯子在他眼里只是个小辈而已 剑道雷霆 天君比天王厉害了不知道多少 因为天王使用的依旧是本源和真器 而天君已经领悟天帝规则 演化出属于自己的道则 先前唐长老施展的剑法 用的仍然是本源 现在才是用出了他掌握的剑道道则 一条条粗大的道则 犹如巨龙一般 盘踞在虚空之中 天君后期的唐长老 一共掌握了六条道则 每一条道则 都像是一柄爵士锋利的神剑 现在 他以六条道则玉使地挺剑气 足以将剑道雷霆这一招的威能 施展到自身的极致 驱空生雷 光芒耀眼 六道紫色剑形天雷 向着段疯子劈了过来 每一道雷霆 都是足以劈死一位前其天君 六道雷霆同时劈下 连中其天君都能重创 甚至遇到肉身不强的中其天君 都可以直接劈死 你又是对本长老不敬 又是让本长老丢脸 现在可怪不得本长老了 连六条道则都是使用出来了 唐长老明显已经全力以赴 他除了服修手段没有使用 剑修的实力已经毫无保留的展露了出来 他倒是要看看 段疯子到底要怎么抵挡他的剑道雷霆 区区雷霆 又有何惧 段疯子仰天咆哮 然后让所有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他没有施展什么武学对付剑道雷霆 也没有任何躲避的意思 而是向着六道剑形雷霆冲了过去 他就像是一头凶兽般 张开了嘴巴 他的嘴里陡然出现一股犀利 将第一道剑形天雷吞到了肚子里 紧接着 他的动作不仅没有变慢 反而更快了 将另外五道剑形天雷纷纷吞下 唐长老用盗则凝聚出来的天雷何其恐怖 他竟然将所有天雷都吃掉了 劈里啪啦 仅仅是一瞬间 段疯子的身上便是出现了一道道电光 满头白发倒树 浑身肌肤焦黑 可是他的双眼欲发明亮了 六道剑形天雷对他来说 不仅无害 而且还是大补 段疯子没有蛮荒诸仙境那般拟天的炼体功法 都是靠着各种残酷的方法 锤炼自己的肉身 现在唐长老送他六道剑形天雷 他肯定不会错过 以道则凝聚而成的天雷 足以将他的五脏六腑锤炼一遍 他在找死吗 真是疯了 不管是内宗长老还是外宗长老 都是不可思议的望着段疯子 一众万福宗弟子或许不了解那六道剑形天雷有多么恐怖 他们确实知晓得清清楚楚 段疯子的所作所为 简直就是没有将自己的性命放在心上 他还是人嘛 这样都没死 就连万福宗宗主都是忍不住低声说道 段疯子生吞六道剑形天雷的场面 实在是太震撼了 段疯子和他是一个时期的人物 只不过他是福休 段疯子只是个武者 他的心里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段疯子 可是现在 连天君后期的唐长老 都不是段疯子的对手 要是一一对决的话 万福宗宗主肯定不是段疯子的对手 幸亏万福宗是以福休为重 要不然他能不能当上宗主 都是两码事 好苗子 可惜 他不是福休 大太上遗憾地说道 两位太上长老和万福宗宗主一样 都觉得福休比武者地位要高 段疯子就算实力再强 在两位太上长老心里 都是不如穆宗则这个得到了一福时刻认可的宗主重要 这 这 即便是唐长老都吓得嘴唇直哆嗦 他引以为傲地见到雷霆 竟然被段疯子当面生吞 现在段疯子在他眼里 根本就不是一个舞者 而是一头绝世凶兽 段疯子的肉身到底该强成什么样子 此战 我败了 两久 唐长老才是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据丧帝说道 比段疯子多修炼两千多年 竟然还不是段疯子的对手 对他而言打击自然不小 其实 如果他使用扶修的手段 胜负还是葛魏之术 只是他已经失去了斗志 他深深地看了段疯子一眼 然后便是转身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的身影 显得那样的落寞 本来他以为他的实力 已经是两位太上长老之下第一人 没想到一个小辈都能赢他 师父 王继堂亲身换道 即便唐长老叫了他这么多年 他也没有真正将唐长老放在心上 之所以现在喊唐长老 倒不是想要安慰唐长老 而是担心他的名额被灵道抢去 放心 你的事情 宗主会做主的 唐长老好像已经恢复了神采 认真地对蒙继堂说道 蒙继堂是他的得意徒弟 不仅是个福道天才 还是个剑道天才 段疯子那般重视灵道 想必灵道也是段疯子的徒弟 唐长老是输给了段疯子 可他相信 他的得意徒弟 肯定不会输给段疯子的徒弟 承让了 段疯子已经恢复了本来的样子 先前的狼狈 不仅没有损坏他的形象 反而将他衬托得更加可怕 就好像一位魔王般 他对着唐长老拱了拱手 然后便是向着万福宗宗主走了过去 宗主 你觉得给领导一个名额的事情 怎么样 唐长老敢于承认失败 也是赢得了段疯子的尊重 所以段疯子没有继续欺负蒙继堂 而是找上了万福宗宗主 毕竟决定大权都在万福宗宗主的身上 就算段疯子战胜了唐长老 也只是增加了段疯子的话语权而已 一个能够战胜堂长老的强者 容不得万福宗宗主不重视 先前万福宗宗主可以随意呵斥段疯子 只是不清楚段疯子的战力有多强而已 现在别说万福宗宗主 就连两位太上长老都得给予段疯子一定的尊重 段长老 你也明白 福休对我万福宗来说 远比武者重要 将前往葬神山沫的名额送给领导一个 未免有些不妥吧 虽然依旧是不打算给领导名额 但万福宗宗主的语气明显是缓和了起来 段疯子和唐长老一战已经树立威严 而且没人能够看出他的极限战力到底在哪 甚至连段疯子具体在什么境界都没人知晓 我早就答应那个臭小子 要送他一个名额 总不能让我食言吧 段疯子咄咄逼人 万福宗宗主心里都要骂娘了 你段长老不能食言 就能让我堂堂宗主当着所有万福宗长老和弟子面 改变先前的决定吗 到底是你的面子重要 还是我的面子重要 更何况轮回数效果有限 境界越低的舞者坐于轮回数下悟道的效果越好 那个臭小子才天人静后期 悟道的效果肯定比那十个人要好 要是宗主真不同意的话 指不定他们十个 谁会死在半路上呢 前一句话算是动之以理 后面一句话则是赤裸裸的威胁 万福宗宗主都是头疼了起来 遇到段疯子这么一个不讲道理 偏偏实力有强的离谱的长老 真是没办法 不如这样 让我们看看那小子的实力如何 第五十一章经刀断骨 好一个剑道雷霆 就算是灵道 都是不得不赞叹唐长老的剑法 他这个身体是武修 另外一个身体是剑修 再加上前世记忆 自然能够看出唐长老的剑道雷霆 已经融入唐长老对剑法的理解 他的法 他的理 他的道 都是表现在他的剑上 不是唐长老的剑法不强 而是段疯子过于变态 能够将剑道雷霆生吞 简直如同人形凶兽 其他长老震惊也是正常的 唐长老的实力 在整个万福宗都是极为靠前的 却拿段疯子没办法 唐长老没有使用 扶修的手段对付段疯子 一方面是他输得喜 另外一方面则是他不知道 段疯子的到底有多强 到现在为止 段疯子都是没有展现出他的道责 唐长老现在罢手 起码还有点长辈的气度 打败唐长老后 段疯子便是开始为领导争取名额 领导坐在长老王的座位上 仔细地听着段疯子和万福宗宗主的对话 万福宗宗主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应该是要找弟子和他动手了吧 那个臭小子是天人静后期 只要宗主能找到可以战胜他的天人静武者 那便说明他没有资格得到名额 反之宗主便给他一个名额 如何段疯子见过领导出手 自然明白寻常天人静武者 压根不会是领导的对手 他对领导信心十足 就算是天兵静前期武者 恐怕都不是领导的对手 现在将领导的对手 固定在天人静 根本就没有输的可能 若是本宗主给他安排天人静巅峰的对手 你也没意见吗 以万福宗宗主的眼力 自然能够看出领导的境界 再怎么说 万福宗也是四品势力 年轻天才自然不在少数 他就不相信 偌大的万福宗 还找不到能够战胜领导的天人静武者 随意 段疯子毫不在乎的答应了下来 然后便是坐在内宗长老的座位上 笑着二郎腿 反正他要做的事情 已经做得差不多 接下来便看领导自己的了 如果领导被别人打败 那只能怪他自己没用 可可 万福宗宗主故意咳嗽了一声 到现在为止 领导都是一直坐在外宗长老王的座位上 实在不成体统 领导只是个外宗弟子 在万福宗 算是下层 外宗长老王就算不如内宗长老王 起码也是比内宗弟子身份高得多 先前段长老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吗 是不是本宗主给你安排什么对手 你都接受 要不是有段疯子给领导撑腰 万福宗宗主连和领导说半句话的兴趣都没有 然而即便万福宗宗主主动询问领导 领导连站起来的意思都没有 更别说恭敬了 只要是天人静 那肯定没问题 当然 要是使用地品福传 必然也不行 和万福宗弟子交手 自然要留个心眼 要是他的对手 使用一枚地品福传 激发出天王一击 那他必败无疑 他毕竟才天人静后期 和天王差距太大 根本没法打 放肆 宗主和你说话 你怎么还做着回话 有没有礼节了 你的长辈是怎么教你的 一位内宗长老站了出来 愤怒地说道 连他回宗主的话 都要恭恭敬敬的 领导一个外宗弟子 竟然比他的架子还要大 自然让他无法容忍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领导的所作所为 成何体统 我就是这么教的 你有意见 还没等领导接话 段风子便是不悦的插嘴道 那位内宗长老当即便是起的脸色长红 他倒是忘了 段风子本身就是个没有规矩的人 难道还能指望他叫出一个有规矩的弟子不成 一众外宗长老轻声笑了起来 万福宗内宗地位高于外宗 可是段风子是个益促 以前段风子就乱来 现在他的实力强得离谱 以后恐怕更加肆意妄为 连唐长老都不是段风子的对手 难道要让两位太上长老出手拿下段风子不成 百里瑞 你和领导站上一场吧 万福宗宗主看似随意地说道 其实百里瑞是他精挑戏选出来的 百里瑞 天人境巅峰 外宗小有名气的年轻天才 据说他和同境界舞者交手 未尝一败 成为天人境巅峰舞者后 他还和天兵境前期舞者交手过 支撑上百个回合才落败 现在的百里瑞 只差半步之遥 便可突破到天兵境前期 他的实力 肯定比以前更强 要是现在的他和天兵境前期舞者交手 到底是支撑三五百个回合 还是已经能够抗衡天兵境前期舞者 亦或是能够战胜天兵境前期舞者 对领导来说 跨境界战斗很简单 可是对万福宗弟子来说 就没有那么容易 他们修炼的功法 比起蛮荒诸仙境 不知道弱了多少倍 他们修炼的武学 比起遮天大手印之类的武学 不知道差了多少仇 更何况 灵道还有前世记忆 他的武道经验和眼力 都不是天人境舞者能比的 以前道建神大世界去的那些年轻天才 之所以也能够跨越好几个小境界杀敌 便是因为他们修炼的也是地精 他们修炼的武学同样不差 是宗主 百里瑞从人群中走出 激动地说道 虽然他是外宗的年轻天才 但也就是小有名气而已 现在被宗主点名 自然是他的运道来了 他一定要好好表现 争取以最漂亮的姿态 战胜灵道 同境界舞者 他向来不惧 更不要说 灵道还比他低一个小境界 他已经不是在想怎么打败灵道 而是在想 到底在十招内打败灵道 还是在五招内打败灵道 亦或是三招内打败灵道 诸位长老稍等片刻 看我拜他 白里瑞一起风发 对着万福宗所有长老拱了拱手 如此大好的露脸机会 自然要好好把握 其实 他都想谢谢灵道了 要不是灵道 他怎么能够在所有人面前展现自己的风采 记住 打败你的人 叫白里瑞 也是你一生都没法超越的目标 现在的白里瑞 也才二十岁而已 可以说非常年轻 灵道已经十九岁 仅仅比白里瑞小一岁而已 看起来其实是差不多大的 剑神大世界二十岁的天人竟巅峰舞者 极其罕见 到了天界 则是稀松平常 我这一招 名为金刀断骨 白里瑞出手的同时 还能得意洋洋的介绍 金刀断骨 正是万福宗外宗的武学 以双手为刀 本源为刃 斩棘对手的身体 天人竞巅峰的白里瑞 已经拥有八百六十条飞龙之力 极断灵道的骨头 向来轻而易举 可惜 白里瑞不会知道 灵道虽然只有天人竞后期 但灵道的力量 早已超越天人竞舞者的极限 八百六十条飞龙之力 在灵道这里 完全不够看 八百六十条飞龙之力 就想对付灵道 只能说异想天开 你到底哪里来的优越感 灵道无奈地说道 白里瑞称死也就只有天兵竞前期战力 可是他就算杀死天兵竞前期武者 都不费什么事 白里瑞想要在万福宗所有人面前表现自己 只能是做梦 白里瑞的双手 画作掌刀 同时向着灵道展来 灵道不需要施展任何武学 仅仅是抬起右手 一掌拍出 穷魂的掌镜 犹如维维厄的山岳般 砸在了白里瑞的双掌上 咔嚓鼓劣声响起 万福宗的大多粗弟子 都是竖起了耳朵 他们本来就不喜欢灵道 现在白里瑞当众教训灵道 他们自然是幸灾乐祸了起来 精刀断骨想必已经击断灵道的骨头 只是不知道断了几根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 给他点教训也是好事 可惜我不能亲自出手 要不然我肯定捏碎他的所有骨头 然而很快他们脸上的笑容便是凝固了 因为灵道好好地站在原地 而白里瑞却是倒飞了出去 白里瑞捂着双手 额头冷汗直冒 口中更是发出了一声声惨叫 仅仅是一次交锋 灵道便是打碎了白里瑞的手骨 灵道已经手下留情 仅仅是手骨破碎 修养一段时间 还是能够复原的 要是他全力出手 别说白里瑞的双手保不住 连白里瑞的命都保不住 不堪一击 灵道摇了摇头 然后便是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外宗长老王的座位 就好像是他的专属一样 他和白里瑞的战斗 段风子连看的兴趣都没有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战斗 朱成泰 米上 白里瑞要是能够胜出 自然在好不过 白里瑞就算失败 也是在万福宗宗主的意料之中 只是他没有想到 白里瑞竟然败的那么利索 看来 他还是低估了灵道 怪不得段风子那么相信灵道 若是有机会 杀了他 这一句话 万福宗宗主是暗中传音给朱成泰的 段风子肉身变态 灵道的肉身肯定也非常强悍 故此 万福宗宗主现在选出的天人 竟巅峰舞者朱成泰 是一位剑修 第五十二章有完没完 灵道能够一招击败白里瑞 想必已经拥有打败天兵竟前期舞者的战力 要知道 他才天人竟后期而已 若是让他成长起来 或许又是一个段风子 不 应该是比段风子更加可怕 因为他一点都不疯 穆宗则毕竟当了这么多年的宗主 论实力 他的确不如段风子 可是论眼力 他绝对不差 如果是天人竟前期打败天人竟后期 他还能接受 可是天人竟后期打败天兵竟前期不一样 同样是两个小境界 后者却跨过了一个大境界 既然已经看出灵道有威胁 那么穆宗则自然不会留着灵道 如果灵道是内宗弟子 他不会动杀星 可灵道仅仅是一个外宗弟子 对他而言毫不重要 段风子强大起来 就敢对他不敬 灵道现在就没有规矩 成长起来后恐怕和段风子差不多 万福宗宗主之所以选择朱成泰 因为朱成泰是一位剑修 既然灵道肉身强横 那他就给灵道安排一位远战的对手 若是灵道无法剑身 肉身再强 也是发挥不出来 只能被朱成泰压着打 反正刀剑无眼 就算朱成泰用剑是死灵道 也可以说是无心之师 有万福宗宗主给朱成泰撑腰 朱成泰自然不怕 朱成泰和百里瑞不一样 因为朱成泰是万福宗宗主的徒孙 朱成泰不仅是剑修 还是福修 他在福道上的天赋 不算突出 在剑道上的天赋 同样不算好 但他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可以在剑上刻画福阵 如此一来 他的实力就得到了值得改变 百里瑞的具体实力不明 可是朱成泰 以前就射杀过天兵境前期武者 甚至还有天兵境中期武者 死在他的手里 倒不是说他的实力 已经足以杀死天兵境中期武者 运气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位天兵境中期武修身法不行 移动速度也不行 没法靠近朱成泰 那便有可能被朱成泰慢慢耗死 刻画上福阵的剑羽射出去 威力其大 即便是天兵境中期武者 也不可能始终抵挡得住 朱成泰对着万福宗宗主点了点头 然后便是取出一张黑色大弓 搭上了一支剑羽 灵道和百里瑞的一战 他全部看在眼里 灵道的实力的确不可小觑 因此 哪怕灵道还坐在座位上 他便是已经出手 现在灵道距离他足够远 他又趁着灵道不被出手 灵道已经落于下风 在一个剑修面前坐着 朱成泰要是不给灵道足够的教训 简直对不起他剑修的身份 修一支剑与击射而出 天人静巅峰的朱成泰 本来射出的剑速度就快 更何况他现在射出的剑 刻画的还是加速浮转 他已经算计好 灵道还没站起来 肯定就会被他的剑射中 无耻身为剑修竟然还偷袭 雪灵瑶愤愤地说道 断疯子和唐长老的战斗 他看不出各所以然 朱成泰只是天人静巅峰 他已经突破到天兵境 自然能够看出朱成泰那一剑有多厉害 就算是他来应付 都是有点麻烦 快则快矣 可惜无用 灵道不急不缓地说道 他的两根手指 已经将朱成泰射过来的剑鱼死死地夹住 他的手指就像是铁钳一般 剑鱼距离他的咽喉 仅仅剩下不到三寸距离 怎么可能 这都能接下 确定不是在逗我 不管是内宗弟子 还是外宗弟子 凡是嫉妒灵道的 都感觉快要崩溃了 灵道先是一招打败白李锐 现在又是夹住了朱成泰射出的剑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厉害 他的肉身到底有多强横 最愤怒的人 莫过于朱成泰 灵道不仅接下他引以为傲的一剑 而且自始至终都是没有站起来 依旧端坐于外宗长老王的座位上 灵道简直就是在藐视他 丝毫不将他放在心上 找死 朱成泰接连取出三支剑鱼 搭在了黑色大弓上 只听三道破空声 三支剑鱼同时击射而出 只不过三支剑鱼的速度 并不是一样快 因为每一支剑鱼上刻画的浮阵 都不一样 第一支剑鱼上刻画的是火域浮阵 就像是一片火海袭来 瞬间将灵道淹没 第二支剑鱼上刻画的是炎龙浮阵 仿佛有着一头火龙冲撞而来 整个广场好似都在龙威下战斗 第三支剑鱼更为厉害 到达灵道身前 竟然变成了满天火箭 每一柄火箭 都像是可以劈开天人 镜巅峰武者的肉身一般 仅仅是瞬息间 临到头顶的天空 便是被染红了 就用你的剑 来破你的招式 临到手里拿着的 正是朱成泰先前射出的第一支剑 他不是剑修 也不会射剑 可他的肉身力量大的吓人 他纯粹就是将手中的剑鱼 当成一根铁棍狠狠地砸了出去 他不懂什么剑术 仅仅是用蛮力攻击 他手中的剑砸出 火龙哀鸣 火海一分为二 漫天火箭崩碎 他依旧坐在外宗长老王的座位上 可是朱成泰射出的三箭 全部被破 怎么会这样 即便是朱成泰 都是吃惊了 领到的实力 强的超出他的想象 他连忙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镇定了下来 身为剑修 战斗的时候 心肯定不能乱 否则的话 他的剑数肯定有所减弱 九剑齐发 朱成泰长笑一声 浑身气势攀升到巅峰 然后便是取出九支剑 每一支剑与上 都是他亲手刻画的浮阵 他现在连续射出九剑 领到总不可能全部挡下吧 身为天人竟巅峰武者 朱成泰也是掌握了第六众意志 现在他使用意志 锁定灵道 九支剑就像是九条火缝般 向着灵道冲击而来 每一支剑羽 都是足以射杀一位天人竟巅峰武者 不愧是朱师兄 九剑齐发 连天兵竟前其武者都要瞬间殒命 我倒是要看看 灵道怎么挡 要怪只能怪他太自大 要是他早点冲向朱成泰 也不至于败的那么惨 九支剑已经来到灵道身前 灵道还和先前一样 握着一支剑羽 当成铁棍砸了出去 这一次 他动用了原始本源 并且演化出水之本源 朱成泰掌握的是火之本源 水火相克 灵道当然使用水之本源 就像是飞流直下的瀑布 瞬间将九支剑淹没 原本是火山 现在则是汪洋大海 灵道依旧计高一筹 别看灵道还坐在长老王的座位上 朱成泰射出的九支剑 已经全部崩碎 已经让你出手三次 可惜你拿我无可奈何 陪你玩下去 也是没有任何意思 灵道猛地站了起来 然后便是施展追星八步 向着朱成泰冲了过去 他每踏出一步 脚下都像是浮现了一颗星辰 他的背后 就像是长出了一双昆蓬式 将他向前推动 速度快的惊人 现在才想过来 是不是太晚了 朱成泰一边后退 一边取出剑雨 向着灵道射了过来 他的乾坤剑内 剑雨多着势 为了战胜灵道 就算使用再多剑雨 他也舍得 因为万福宗宗主让他杀死灵道 如果灵道真的死了 万福宗宗主肯定会有后赏 晚吗 灵道不置可否地说道 随后便是骤然加速 朱成泰前进的速度 都比不上他 更别说后退的速度了 至于朱成泰射出的那些剑 别说伤他 连阻挡他前进都做不到 仅仅是片刻间 灵道便是来到了朱成泰的身边 灵道毫不客气地将手中的剑雨 当成长枪 向着朱成泰捅了过去 朱成泰慌乱之下 只得使用黑色大功底挡 现在灵道已经近身 朱成泰根本没法射箭 自然只能将黑色大功当成兵器 和灵道大站在了一起 可惜 朱成泰根本不是灵道对手 仅仅是三招 便是被灵道打得咳血倒退 你又不是公修 还拿弓和我斗 灵道将手中剑雨一甩 狠狠地刺进了朱成泰的小腿 朱成泰顿时疼得呲牙咧嘴 因为那只剑的剑尖 已经扎进地面 剑尾则是还在他小腿的另一侧 朱成泰和灵道的一战 胜负已分 本来朱成泰还想杀灵道的 结果真正打起来 朱成泰才明白 他压根不是灵道的对手 那些仇视灵道的弟子 都是沉默了下来 如果他们和灵道同一个境界 肯定也不是灵道的对手 田文耀 你出战吧 万福宗宗主陈生说道 百里瑞失败 他还能接受 没想到朱成泰也失败了 朱成泰的实力 本来就比百里瑞要强 再加上他是剑修 万福宗宗主还指望他能杀死灵道 没想到那么不堪 你还有完没完 灵道看着万福宗宗主 毫不客气地说道 先是百里瑞 再是朱成泰 现在又是田文耀 万福宗宗主的做法 已经引起了灵道的不耐烦 只不过他的一句话 让整个广场都是安静了下来 区区一个外宗弟子 竟敢当着万福宗所有弟子和长老的面 斥责万福宗宗主 灵道的胆子 未免太大了吧 他还有没有将宗主放在眼里了 第53章的道明额 原本嘈杂的广场 瞬间急静了下来 鸦雀无声 一个个长老一或是弟子 都是忍不住看向了灵道 要说外宗弟子哪个胆子最大 肯定非灵道莫属 就连内宗也找不到比他胆子还要大的 万福宗宗主更是呆滞了片刻 一时雨色 不知道怎么接话才好 别说是外宗弟子 就连长老都不敢和他这么说话 当然也有长老例外 比如坐在内宗长老座位上的断疯子 就是 你还有完没完 比专挑天人竟巅峰欺负他境界低 我也就忍了 可你竟然使用车轮战 难道要一直这样打下去不成 断疯子赶紧插话 灵道的胆子比他还要大 起码他身为外宗弟子的时候 不敢和宗主那般说话 要是万福宗宗主治灵道的罪 灵道都没有办法 正因为如此 断疯子才接话搅局 最后一个 若是田文要败了 那本宗主便给灵道一个名额 说到底 还是万福宗宗主李亏在先 他已经让三位天人竞巅峰舞者和灵道交手 百里瑞和朱成泰的失败 已经让他丢脸 灵道何段疯子的态度 更是让他心里愤怒不已 只是他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现罢了 田文要是真正的天才 百里瑞和朱成泰两个人加起来都比不上 要不是田文要在福道上的天赋不如武道 轮回树下悟道的名额 万福宗宗主真想给他一个 身为渐修的朱成泰 是靠运气 才将天兵境中旗舞者射杀 然而田文要是可以堂堂正正的 击败天兵境中旗舞者 也就是说 他足以跨越两个小境界战胜对手 让他对付灵道 必然万无一失 此言当真 断疯子的话 差点气得万福宗宗主七窍生烟 穆宗则堂堂万福宗宗主 难道还能在所有弟子和长老的面前说假话不成 尤其是灵道还一脸认真的等着他的回答 难道说他在灵道和段疯子眼里 一点诚信都没有吗 即便万福宗宗主气愤于灵道和段疯子的态度 但还是点了点头 先后出动三位天人竟巅峰舞者 如果都拜在灵道手中 那他真的不好意思再让其他舞者出手 若有可能 替我朱了他 和先前一样 万福宗宗主给田文耀的任务 也是朱杀灵道 灵道先后与白李锐和朱成泰交手 肯定消耗不小 现在更强的田文耀出手 自然有杀死灵道的可能 田文耀点了点头 便是向着灵道走来 你的实力还可以 只是境界太低 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拜吧 田文耀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灵道 连天兵境中其舞者他都可以战胜 自然可以不将灵道区区一个天人 静后其舞者放在眼里 像万福宗这样的四品势力弟子 能够跨越两个小境界杀敌 已经是极限 要说灵道能够跨越三个小境界杀死对手 明显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万福宗宗主如果知道 灵道修炼了无上帝经 肯定就不会这么想了 修炼帝经本身就可以打败境界高于自己的对手 要光 田文耀的双手 仿佛能够发光一般 化成光刃 向着灵道斩来 他掌握的是光之本源 出手速度 自然不是寻常午休可比 再者 他距离灵道很近 换成其他人 肯定来不及出手 好在灵道的原始本源 可以演化成光之本源 有朱成泰偷袭在先 灵道自然早就防着田文耀一手 田文耀的攻击刚刚打出 灵道便是已经抬其手掌 施展出了遮天大手印 既然田文耀的实力 比百里瑞和朱成泰要强 那灵道便打算以碾压性的优势 打败田文耀 田文耀又是午休 又是伏休 肯定有足够的底牌 与其让田文耀使用一个个底牌 还不如一上来便将田文耀彻底击败 一般而言 弟子间的交手 第一招都是试探 田文耀的耀光 只是出手速度够快 威力并不是很大 迎接他的 是光芒万丈的锦绣山盒 灵道的一双大手 狠狠地轰在了他的身上 仅仅是刹那间 田文耀便是脸色大变 田文耀心中大呼糟糕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他双手画长的光刃 瞬息间崩碎 田文耀想要拼命抵挡 可惜根本无法成功 因为轰击在他身上的双掌 强得无法理解 穷魂的力量 肆虐的武艺 眨眼间便是让田文耀 犹如炮弹般 倒飞了出去 田文耀的身体 撞在了一个葛弟子的身上 使得一大片弟子瘫倒在地 田文耀自己则是趴在地上 不断咳血 伤到了肺腑 我去 这就结束了 田文耀的实力 不是非常强的吗 他们两人不会再演戏吧 仅仅是一招 田文耀便是被打成重伤 不要说那些弟子和长老不信 就连万福宗宗主都是不信 万福宗宗主可是将所有的希望 都是放在了田文耀的身上 他可是指望田文耀诛杀灵道 怎么田文耀就这样败了 万福宗宗主想过很多种可能 最差的结果就是田文耀想要杀死灵道 被断疯子拦下 可是现在田文耀别说杀死灵道 连再度对灵道出手的能力都没有了 他看重的田文耀让他失望到了极点 我田文耀想要解释两句可惜他刚刚开口 便是再度喷血随后便是昏倒了过去 不是他的实力不够强也不是他太过大意 而是灵道的实力已经强的超出他的想象 他甚至怀疑灵道的境界根本就是伪装的 现在哪怕是万福宗宗主告诉他 灵道是天人静后期 他都不会相信 天人静后期武者怎么可能有那么伟然的力量 天人静后期武者怎么可能施展出那样的长法 宗主你先前可是说好田文耀就是最后一个 还没等万福宗宗主开口 段风则便是急忙开口道 仿佛生怕万福宗宗主反悔似的 灵道则是已经回到外宗长老王的座位上 连续三场战斗 对他来说也就仅仅是热身而已 根本没有多少消耗 对如今的灵道来说 万福宗的天人静巅峰武者 即便一个葛上都没有战胜他的可能 他不怕车轮战只是不想麻烦而已 当然他也不想曝露太多 谁知道万福宗高层会不会将他抓起来研究一番 幸亏段风子将他的对手限定在天人静 田文耀虽然后称可以打败天兵静终其武者 但是灵道战胜田文耀和战胜天兵静终其武者绝对不一样 现在所有弟子只觉得灵道战力惊人 远超同境界武者 万福宗宗主狠狠地瞪了段风子一眼 可惜段风子仅仅是毫不在意的笑了笑 反正只要给灵道争取到名额 就算得罪万福宗宗主 对段风子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李能赢他们三位足以证明你的天赋极好 不管是内宗弟子还是外宗弟子 都是我万福宗弟子 如今十六个名额便给你们外宗弟子一个名额 李算是个幸运人能够在轮回树下悟道 不知道是多少武者梦寐以求的 其实境界低坐于轮回树下悟道的效果反而更好 像我这样的天君坐在轮回树下根本没法悟道 当然天王却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就算是天将近武者效果都会低很多 也正是因为这样荒云府的三品势力 才没有霸占轮回树的意思 如果轮回树对天王对天君甚至对天尊都有效果的话 那我们燕云州的势力可没拥有轮回树的资格 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万福宗宗主站在上方侃侃而谈 林道和段疯子开心 唐长老和蒙祭唐就不开心了 先前段疯子点名要让蒙祭唐滚蛋 难道蒙祭唐的名额要被林道抢走吗 宗主 祭唐在剑道和福道上的天赋都是不错 如果失去轮回树下悟道的机会 对我万福宗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 唐长老主动开口 让王继唐松了一口气 王继唐可不是林道 自然不敢顶撞万福宗宗主 他只是内宗精英弟子 在如此大会上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 他说一百句都没有唐长老说一句有效果 本宗主明白的先前的比试 谁排名第十谁便下去吧 万福宗宗主缓缓地说道 先前排在第十的那个内宗精英弟子 脸色顿时苦了起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林道和蒙祭唐的仇怨 段疯子和唐长老的争斗 为什么要让他来承担后果 其实排在第十的那个内宗精英弟子也明白 不仅是因为他排在最后 还因为他的师父仅仅是一位长老 在万福宗的地位不够 王继唐的师父是天君后期的唐长老 林道的背后是无法无天的段疯子 为什么是他下去将蒙祭唐排除掉 不是更好吗 林道望着蒙祭唐冷笑着说道 林金峰和颜秋晨杀他的事情 他不知道是谁指使的 不过蒙祭唐的嫌疑极大 更何况 蒙祭唐还想对雪玲摇下手 现在有机会对付蒙祭唐 他又怎么可能错过 第五十四章银枪蒙的埋伏 胡闹 本宗主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难道还要你为我做主不成 林道一而再 再而三的放肆 终于是引起了万福宗宗主的强烈不满 若非忌惮断疯子 万福宗宗主早就将林道拿下至罪 能够打败唐长老的断疯子 要是发疯 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万福宗宗主只能在心里安慰 以他的身份地位 懒得和林道计较罢了 反正以后他有的是办法 神不知鬼不叫的整死林道 堂堂宗主 暗算一个外宗弟子 说出去恐怕会让人笑掉大牙 如果不是痛恨林道到了极点 万福宗宗主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还愣着干什么 难道本宗主说的话 你听不见 先前被万福宗宗主点名淘汰的内宗弟子 被万福宗宗主这么一吼 顿时吓得赶紧跑回了自己师父身后 那位内宗长老看了看万福宗宗主 欲言又止 不管是万福宗宗主 还是唐长老 亦或是段疯子 他都得罪不起 就有你们十六位前往葬神山脉 到时候会有一位太上长老和两位内宗长老 以及八位外宗长老 陪同你们前去 三位核心弟子加上十二位内宗精英弟子 对万福宗来说 尤为重要 自然不能出现什么闪失 陪同前去的不管是内宗长老还是外宗长老 肯定都是长老王 修为最差都是天君前席 段长老 你既然推荐了一个名额 那你便去葬神山脉走上一趟吧 平时 段疯子都是不怎么听宗主命令的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次使唤段疯子的机会 万福宗宗主自然不会错过 段疯子的实力 万福宗宗主已经见识过 如此强大的午休 用来保护万福宗弟子再合适不过 唐长老 你的徒弟也得到了名额 不如你也前往葬神山脉走一遭 天君后期的内宗长老王 就算是万福宗宗主和他说话 都得客客气气的 唐长老点了点头 盟祭堂是他最宠爱的徒弟 自然不能让盟祭堂出现什么意外 年轻弟子的争斗 唐长老不担心盟祭堂 可是万一老一辈强者对盟祭堂出手呢 是 宗主 唐长老不是段疯子 万福宗宗主恭敬他 他自然更加恭敬万福宗宗主 李实立 万福宗宗主的确不如他 可穆宗则毕竟是宗主 地位上要比他一个内宗长老王高 二太上 麻烦您老也前往葬神山脉一趟 以前万福宗可不止两位太上长老 可惜 百年前的大战 让万福宗死了一位又一位太上长老 现在仅仅剩下两位 当然 银枪盟和双剑门的损失也是极大 故而最近百年燕云周才比较平静 嗯 没问题 十二位内宗精英弟子 已经非常重要 更何况还有三位核心弟子 每一位核心弟子 都是万福宗的宝贝 二太上自然要亲自保护 至于外宗弟子领导 在二太上心里 就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了 叶长老其实想跟着前去 可惜两个内宗长老的名额 没有他的份 仅仅是天君前期的他 实力明显不够看 万福宗宗主挑选的内宗长老 则是天君中期的修为 而且实力比涅长老高得多 八位外宗长老 除缺断疯子外 剩下的七位长老 都是忠于万福宗宗主的 如此强大的阵容 想来保护三位核心弟子 和十二位内宗精英弟子 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纵行 万福宗宗主一声呐喊 其他长老和弟子 都是跟着喊了起来 十六位年轻弟子 十位长老 再加上一位太上长老 足足二十七人走到了一起 不能去的弟子 看向领导等人的眼神 都是充满了羡慕 轮回树下悟道的机会 千年才有一次 领导等人的运气都很不错 尤其是现在轮回果即将成熟 虽然要上缴大部分轮回果 但三大四品势力 还是能够留下一部分轮回果的 轮回果对天君毫无效果 对天王的效果 也是可以忽略不计 到时候 轮回果还是给年轻弟子 也就是说前往葬神山末的年轻弟子 还有可能得到轮回果提升修为 燕云州最强大的四品势力 分别是万福宗 银枪盟和双剑门 万福宗拥有十六个名额 银枪盟和双剑门同样如此 万福宗分内宗和外宗 银枪盟和双剑门则是没有 万福宗将最好的资源 都用在了伏修的身上 外宗弟子 就算天赋再好 地位上也是不如内宗弟子 银枪盟和双剑门则是非常重视年轻天才 此次前往葬神山末的名额 全都给了十例惊人的年轻一辈 论炼制服传的本事 银枪盟和双剑门的弟子 拍马也都不及万福宗内宗弟子 然而真正的战斗 才不敢你能不能炼制服传 取得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一般而言 差不多年纪的武者 万福宗内宗弟子肯定是打不过 银枪盟和双剑门弟子的 伏修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练制服传 同时还需要修炼一下武道 要是完全不精通武道的伏修 前期不使用伏传的话 根本没有什么战力 连自保都难 不过 若是一心伏道 或许练制服传的本事 会远超他人 盟主给你们轮回树下悟道的机会 你们不仅要好好悟道 还需要给双剑门和万福宗弟子一个教训 知道吗 银枪盟太上长老望着十六位年轻弟子 忍不住提醒道 百年前的大战 他的师兄师弟 竟皆战死 他对万福宗和双剑门 自然是有着滔天的恨意 如今他带队前往葬神山脉 若是遇到万福宗的人或者双剑门的人 肯定不会手下留情 尊命 十六位年轻弟子都是一脸的亢奋 银枪盟盟主选出的十六位年轻弟子 不仅天赋过人 而是格格都是好战分子 上次追杀林道和柳青梅的张明远 赫然也在其中 不知道能不能杀了他们 断枪张明远冷笑着问道 之所以能够闯下一番名声 便是因为他的杀性极重 其他年轻弟子也是跟着附和了起来 他们最想杀的不是双剑门弟子 而是万福宗的内宗弟子 那些福修一格格都是高傲无比 好像他们天生变高别人一筹似的 若是遇到他们 我肯定要将他们大谢八块 世界如此美妙 你们却如此暴躁 不好不好 别动不动就杀人 我觉得还是将他们抓起来 慢慢折磨得好 十六位年轻弟子当中最小的一位 英臣帝说道 他是银枪盟盟主的直系后辈 才刚刚二十的年纪 已经是天兵进后期的修为 即便是比起其他年轻弟子 实力上也是毫不逊色 英无邪 手握血腔而生 从小便是头脚真容 银枪盟盟主有那么多后辈子孙 最疼爱的还是英无邪 不仅因为他的天赋极高 还因为他的心性很辣 完全可以成为一代枭雄 银枪盟盟主甚至在私下里断言 只要给英无邪百年时间 什么万福宗 什么双剑门 都将被他踩在脚下 他对英无邪寄予厚望 自然是全力培养 凡是拥有的修炼资源 他都给英无邪使用 小师弟说的对 要是直接杀了他们 未免让他们死得太过痛快 又是一位年轻弟子跟着接话道 他们一个个都是将万福宗弟子 当成了代宰羔羊 银枪盟太上长老一点阻止的意思都没有 因为万福宗和他们不一样 随便死一个核心弟子 万福宗宗主恐怕都要跳脚 银枪盟弟子只要天赋好就行 万福宗的核心弟子 还需要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有的内宗弟子 就算辅到天赋再高 也是没法得到九福十克的认可 银枪盟的天才弟子 死了还可以再培养一批 万福宗的核心弟子 死了或许就没了 我得到消息 万福宗又诞生了一位核心弟子 而且还是年轻貌美帝公养 比起以前的柳青梅还要漂亮 他们说的自然就是雪玲瑶 万福宗出现一位核心弟子可是大事 银枪盟得到消息实属正常 若是如此大事 银枪盟都不知道 那银枪盟也就不用再燕云周立足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便是万福宗前往藏神山漠的必经之地 我们埋伏在这里 必然可以杀万福宗那些人一个措手不及 银枪盟的弟子和万福宗弟子 仅仅只是争斗而已 不过银枪盟的太上长老 对万福宗的强者有着深仇大恨 他特地选择这个地方 便是想要给万福宗一个血的教训 百年时间银枪盟已经恢复了元气 现在他们就算欺负了万福宗 万福宗也没有办法 燕云周除了他们 还有一个双剑盟 若是万福宗不顾一切的和银枪盟开战 只会让双剑盟减便宜 太上长老考虑的果然周全 现在我们只要守株待兔即可 银枪盟本来就是要来和万福宗开战的 前来的阵容自然更为强大 足足十八位长老 每一位长老都是天君修为 再加上一位天君巅峰的太上长老 肯定足以让万福宗吃个大亏 第五十五章 因无邪 我们万福宗和银枪盟以及双剑盟都有仇 若是遇到他们两个势力的武者 很可能打起来 到时候你们年轻一辈同样需要出战 我们可能会被老一辈牵制 你们还是要靠自己 二太上生怕万福宗的一众弟子掉以轻心 边走边提醒 万福宗出动一位太上长老 两位内宗长老王和八位外宗长老王 银枪盟和双剑盟出动的长老数量 他们可不知道 不管是万福宗还是银枪盟义或是双剑盟 都是故意隐瞒着各自的阵容 不过现在万福宗宗主 银枪盟盟主和双剑盟盟主 恐怕已经知晓每个势力前往葬神山沫的具体人数 不是三大势力之主不想派遣更多的人 保护十六位年轻弟子 而是他们不敢冒失 若是太多天军陪同 导致势力内部空虚被别人抄掉老巢 那乐则可就大了 万福宗的阵容 没有银枪盟庞大 也是正常的 万福宗的天军数量 肯定是比不上银枪盟的 银枪盟的所有修炼资源 都是给天父出众的武者用的 不像万福宗太过重是内宗 从而轻视了外宗 内宗想要培养出一位天军 比外宗培养出两位天军都难 即便如此 万福宗依旧一如既往的将更多的资源 用来培养内宗扶修 天军级别的扶修 已经可以在短短的一席时间 将福专炼至成功 二太上放心 我们可不是温室的花朵 迎羌蒙的弟子和双剑门的弟子要是赶来 保证叫他们后悔终生 穆婉清自信地说道 身为万福宗宗主的亲孙女 又是扶修 她从小便是得到了最好的培养 她的肉身 她的意志 都是不差 就算是和同境界武者一战 也有九成胜算 更何况 她的乾坤界内 有着大量的福转 万福宗宗主最为疼爱她 自然对她的安危 非常重视 虽然她只有天兵尽后期 但即便是天将尽无者想要杀她 都是难如登天 是吗 一声冷笑 从远处响起 随后领道等人便是听到了一道道破空声 迎羌蒙的长老和弟子 都是埋伏在暗处 现在万福宗的人现身 他们自然是毫不犹豫地 各自取出一杆长枪 远远地投掷了过来 他们投掷出的长枪 肯定不是他们平时使用的兵器 第一波攻击 他们不求杀死万福宗的长老或者弟子 只要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伤害 便是值得了 十位长老再加上一位太上长老 比起我们弱得太多 迎羌蒙太上长老低声说道 其他长老也是纷纷点头 他们比万福宗要多八位长老 每一位长老都是天君 多出八位天君 是什么概念 大家小心 万福宗二太上大吼一声 然后便是取出一枚守护福传 挡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离开万福宗的时候 他的确不知道迎羌蒙的阵容 可是之前万福宗宗主已经通过传讯福传 将迎羌蒙的具体阵容告诉了他 现在看到一杆杆投掷过来的长枪 他自然明白 是遇到了迎羌蒙的武者 只要能够毫法无损地挡住迎羌蒙武者的第一波攻势 他便是不怕了 虽然他们要少八位天君 但他们手上的福传多的是 万福宗内宗地位远远高于外宗 便是因为内宗炼制的福传 在战斗的时候作用极大 不仅内宗福修可以使用福传 外宗武者同样可以使用福传 外宗武者得到的修炼资源是少 用来战斗的福传却是不少 这么多年来 万福宗的外宗依旧能够招收到弟子 自然有其吸引人的地方 偌大的燕云州 有的武者不选银枪王 也不选双剑门 反而选择万福宗 自然是有着他们的想法 通守护福传凝聚而成的屏障 轰然间破碎 好在为其他长老争取到了时间 唐长老和另外一位内宗长老 纷纷出手 激活一枚又一枚守护福传 继续抵挡着一杆杆长枪 银枪王十六位年轻弟子投掷过来的长枪 已经纷纷坠落在地 没有更多的力量支撑前进 不过 十八位长老和太上长老投掷出的长枪 依旧势如破竹 击碎了一道又一道屏障 出手 外宗依为长老接连出手 一招又一招 攻向了投掷过来的长枪 段疯子没有出手 而是冷眼看着从远处冲过来的银枪王武者 足足十九位天君 再加上十六位年轻弟子 的确不容小区 公孙雄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万福宗二太上愤怒地说道 公孙雄便是迎枪蒙那位太上长老的名字 他和公孙雄本来就有仇 百年前的大战 他们还亲自交手过 现在再度见面 自然是分外眼红 没什么意思 就是打算让我们两个势力的年轻弟子交流一下 公孙雄不在乎地说道 先前的一波攻势 根本没有让万福宗的武者乱了阵脚 所以他没有急着出手 而是和万福宗二太上扯淡 万福宗和银枪蒙 都是燕云州最强的三大四品势力之一 年轻一辈的争斗再正常不过 年轻一辈的争斗 先前你们一群长老出手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认为 我们万福宗好欺负不成 先后有两位外宗长老冷声问道 银枪蒙先前的偷袭 明显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如果不是人数上站着绝对劣势 恐怕他们已经向银枪蒙的武者展开了攻击 少了八位天君 由不得他们不小心 好在银枪蒙的长老 忌惮于他们的福转 也是没有强行出手 现在来葬神山漠的 可不仅仅只有他们两大势力 要是他们都得两败俱伤 岂不是要让双剑门剪得大便宜 没什么 就是以武者的方法 和你们打个招呼而已 银枪蒙的另外一位长老 毫无羞耻地说道 反正看样子 老一辈武者是打不起来的 还是先让年轻一辈争锋好了 年轻一辈就算出现伤亡 对他们整体实力的影响 也是可以忽略不计 太上长老 我请站 因无邪第一个站了出来 手握血枪而生的他 天生好战 心性凶残 他本来就看万福宗的服修不爽 现在有和万福宗弟子交手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错过 一一个强者出战 好 你过去叫战 看他们万福宗谁敢接战 公孙雄点了点头 虽然英无邪只有天兵进后期 但他对英无邪非常放心 英无邪的实力 超出他的境界一大截 若是一般的天兵进巅峰武者和英无邪交手 恐怕不是英无邪的一枪之敌 你们万福宗的年轻弟子听好了 我英无邪 天兵进后期 就站在这里 你们谁敢与我一战 英无邪是傲气 可他不傻 故意爆出自己的境界 就是让万福宗和他差不多境界的年轻弟子出战 要是天将近武者和他交战 还没出手 便会理亏 他是可以跨境界战胜对手 不过要是天将近巅峰武者对付他 他又怎么可能获胜 竟然是英无邪 万福宗年轻一辈弟子当中 凡是听过英无邪名号的 脸色都是变了 凡枪盟盟主的直戏后背 手握血枪而生 在枪道上的天赋极为惊人 据说 一年前 他便亲手斩杀过一位天将近武者 天将近之下第一人 之所以听到英无邪的名字 他们便害怕 正是因为英无邪有着天将近之下第一人的称号 英无邪虽然只是天兵近后期 但他已经是天兵近无敌 起码在燕云州 现在还没有天兵近武者战胜过他 若是我出手 必败无疑 还是不要丢脸的好 万福宗的一位内宗精英弟子说道 他和英无邪一样 是天兵近后期 可是他心里明白 若是交手的话 赢的肯定是英无邪 要知道 英无邪心很手辣 败在他手里 就很有可能死在他手里 嘴上说怕丢脸 实际上还是怕死 和他有相同想法的 明显不在少数 只要是天兵近后期舞者 便没有胆子和英无邪交手 指望长老们在关键时刻救他们 明显不靠谱 因为赢枪盟的长老同样会出手 怎么 你们没一个人敢和我一战吗 英无邪的嘴角 微微翘起 双眼之中尽是不屑 万福宗的年轻弟子们 愤怒归愤怒 却没人失去理智 和英无邪交手 有可能丢掉性命 他们才不愿意冒险 嘖嘖 你们万福宗的年轻一辈 真是令人失望 我们迎枪盟最小的一个弟子 便可以吓得你们万福宗 所有弟子不敢出战了吗 公孙雄放肆地大笑着 脸上写满了快意 他和万福宗的二太上本来就有仇 现在看到万福宗的二太上吃憋 他的心情自然是好的不能再好 英无邪名声在外 万福宗弟子小心 也是实属正常 你们不要因为 他是迎枪盟盟主的直系后辈 便不敢和他交手 出了什么事情 本太上给你们担着 万福宗二太上自然明白 那些年轻弟子被吓破了胆 可他只能厚言说道 要是万福宗没有一个弟子 敢和英无邪交手 传出去的话 万福宗岂不是颜面扫地 第五十六张目晚清出手 一群窝囊废 你们也就只能躲在暗地里练制服传了 英无邪毫不掩饰心中的不屑 能够得到坐在轮回树下悟道名额的 肯定都是杰出弟子 然而万福宗那些年轻弟子 一个敢和他交手的都没有 天兵竞无敌 虽然夸张 但起码迎枪盟的天兵竞武者 没一个是他的对手 你们连和小师弟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以后还是看到我们就赶紧逃跑吧 我们迎枪盟和你们万福宗其名 真是一个悲哀 断枪张明远忍不住嘲笑 轮回树对天王的效果 可以忽略不计 身为天将竞武者的他 敢说不惧任何前来的年轻弟子 轮回树对天兵竞武者的效果 肯定要比天将竞好 三大势力之主 肯定都是尽量将名额给天兵竞武者 前来的天将竞武者毕竟是少数 他只有天兵竞后席 我不想欺负他 若是你想战 我奉陪到底 王继堂已经突破到天将竞前席 自然不会和英无邪决战 就算他胜过英无邪 也是理所应当的 要是输给英无邪 那面子可就丢光了 就算赢得很辛苦 丢脸的同样是他 而不是英无邪 和英无邪交手 没有好处 可是张明远不同 张明远早就已经是天将竞武者 王继堂要是能赢张明远 肯定可以名动四方 就算输给张明远 也没有什么 毕竟张明远在他之前成为天将竞武者 好 那就由你我来进行第一战 英无邪妖战 万福宗没有任何一个弟子接战 可是张明远还没有叫战 蒙继堂便是要和他一战了 前者和后者的不同待遇 使得张明远心里急不痛快 既然蒙继堂想战 那张明远非得给他一个血的教训不可 哟 原来你们两个也在 上次没能杀死你们 没想到你们现在又送上门来了 张明远注意到柳青梅和林道后 明显是想起了上次追杀柳青梅和林道的事情 若是杀死了柳青梅 他现在肯定不敢多嘴 毕竟万福宗对和新弟子的生死非常重视 不过柳青梅还活着 他自然敢调侃 少废话 接见吧 柳青梅 林道和张明远之间的恩怨 蒙继堂肯定没有兴趣 蒙继堂要做的便是打败张明远 一方面是扬万福宗之威 另一方面便是展现自己的能力 万福宗对蒙继堂的重视 比起和新弟子可要差得多 唐长老是天君后期 剑法高明 新手教出来的徒弟自然不差 更何况 蒙继堂的剑道天赋 本来就不错 要不然唐长老也不可能尽力培养他 现在蒙继堂也是要让他师父明白 他对得起唐长老这么多年来的栽培 蒙继堂的第一剑便是飘忽不定 犹如比走龙蛇暗流汹涌蕴含杀鸡 左手剑本来就刁钻很辣 现在蒙继堂已经是天将近武者 剑法自然比以前更加凶狠 若是他的对手一个疏忽便有可能被他斩杀 因无邪想着杀死万福宗弟子 蒙继堂自然也不会放过银枪蒙弟子 当然张明远可不是那么好杀的 他早就已经名声在外 又比蒙继堂仙突破到天将近 已经掌握第五层次的本源和第八重意志 本源力量一共就五个层次 第五层次已经是最高的层次 比如说水能克火 但若是一个武者掌握第五层次的火之本源 完全可以灭掉另外一个武者掌握第四层次的水之本源 现在领导掌握的原始本源 才第三个层次 就算是演化出张明远的本源力量 也完全不是张明远的对手 好在蒙继堂同样掌握第五层次的本源 可以说本源方面 蒙继堂并不占劣势 接就接 怕你不成 张明远冷恒一生 手握长枪 横扫而出 犹如秋风扫落叶般 席卷四方 他才不管蒙继堂的剑有多刁钻 蒙继堂的剑刺向哪里 他都不管 也不会去猜测 反正他的枪是全方位的攻击 蒙继堂的剑终就要和他碰撞 不得不说 张明远的方法是对的 长枪与利剑碰撞 坑枪之声 不绝于耳 张明远和蒙继堂对视了一眼后 便是快速出手 枪与剑一次又一次交锋在了一起 他们两人从地面打到空中 又从空中打到树上 看来 你们万福宗也就只有一位有血性的弟子 其他人都是废物 因无邪没有机会出手 自然是极为不爽 说起话来 都是非常歹毒 万福宗那些弟子终究非常年轻 他就不信 所有人都能够忍得住 只要谁敢出手 他便让其有来无回 修得狗眼看人低 我来陪你一战 穆婉青忍不住站了出来 身为万福宗宗主的亲孙女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什么时候被别人当面羞辱过 他和英无邪境界一样 自然不会怕了英无邪 反正他爷爷是宗主 难道英无邪还能杀了他不成 二太上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本来他是想阻止 穆婉青的 可是万福宗如果真的没人敢应战 传出去非常不好听 穆婉青身为万福宗宗主的亲孙女 的确有必要为万福宗的荣誉而战 再者 万福宗宗主那么疼爱穆婉青 肯定会给他不少保命福赚 英无邪就算能够战胜穆婉青 肯定也没法杀死穆婉青 既然穆婉青没有生命威胁 那么让他和英无邪一战 对他来说或许还是一件好事 一戒米流 安敢放肆 看到穆婉青走来 英无邪更加鄙视万福宗那些年轻弟子了 不过 只要穆婉青是万福宗的弟子 那英无邪都不会手下留情 他可没有什么怜香惜玉的心思 一枪刺出 浓郁的血光 染红了天际 英无邪就像是从修罗地狱之中走出的玉血杀神 手持一杆赤血长枪 谁敢挡在他的前方 他便将其捅死 穆婉青是女孩又怎么样 谁让他自己站出来的 穆婉青身穿一袭绿色长裙 看到英无邪持枪刺来 便是连连后退 一条条绿色丝带 从他的袖口飞出 就像是捆线索一般 一半绿色丝带向着英无邪捆了过去 另外一半则是仿佛藤蔓一般 缠绕在血色长枪上 足足八条绿色丝带 其实每一条都是地品兵器 也就是身为万福宗宗主的亲孙女 穆婉青才能够拥有八件地品兵器 绝大多数天兵进武者 使用的兵器 也就仅仅是人品的而已 就算英无邪使劲一阵 都是没有阵断八条绿色丝带 穆婉青开心地笑了起来 然后便是犹如陀螺一般 快速地旋转了起来 八条绿色丝带 都是随着他一起旋转 将英无邪捆得像是葛大粽子 就你还号称天将近之下第一人 实力未免太迅了吧 穆婉青的话 使得远处那些银枪蒙的年轻弟子都怒了 只是他们都没有出手帮忙 号称天兵尽无敌的英无邪 如果真的这么容易被打败 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果然穆婉青刚刚说完 便是一个猎妾 差点摔倒在地 英无邪动了真怒 自然是不再留守 滚滚血气外放 如狼如烟 紧接着 他的身体便是骚然缩小 竟然从绿色丝带里钻了出来 还没等穆婉青反应过来 英无邪便是手持赤血长枪 横空杀了过去 锋利的枪尖 完全足以洞穿天将近武者的肉身 穆婉青只是天兵近后期而已 肉身肯定挡不住赤血长枪的攻杀 一朵鲜花即将凋零 可悲可叹 英无邪假惺惺惺说道 攻击速度不减反增 穆婉青根本来不及抵挡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赤血长枪 刺向他的身体 万福宗二太上想要出手救下穆婉青 可惜他刚刚准备有所行动 便是被公孙雄的意志锁定了 万福宗的二太上非常清楚 只要他一动 公孙雄肯定会对他出手 将他拦下来 二太上本来以为 穆婉青拥有那么多保命福转 肯定没有什么性命之忧 可他没有想到 仅仅是转眼间 穆婉青便是陷入了生死危机 真龙土剑千军易法之际 灵道运用极速 来到了穆婉青的身前 灵道距离穆婉青本就不远 反正他只有天人静后期 英无邪也是没有在乎过他 其他年轻弟子来不及救下穆婉青 灵道却是可以出手相救 张明远和蒙祭堂的决战 灵道插不上手 因为他们都是天将敬舞者 灵道只能将注意力放在 英无邪和穆婉青的身上 不管怎么说 穆婉青和他都是万福宗弟子 他们之间没有仇怨 能够救穆婉青 他当然不会见死不救 巨大的真龙盘旋在前方 一个个古老的文字绽放光芒 赤血长腔本该刺进穆婉青的身体 现在却是刺在了真龙图件上 一声轰响 巨大的真龙身躯破碎 就连那些古老的文字 都是纷纷崩碎 英无邪明显动了杀星 若是没有灵道插手 他相信穆婉青已经是一具尸体 愚蠢 区区天人静后其舞者 也敢和我动手 你可知道死字怎么写 第五十七张 血沙破魔枪 英无邪可是号称天兵静无敌 现在灵道一个天人静后其舞者 竟敢搅乱他的好事 他自然极为愤怒 要不是灵道出手阻拦 他完全可以趁着穆婉青来不及激活浮转 将他一枪扎死 现在灵道帮穆婉青挡下一枪 穆婉青已经有足够的时间 从乾坤戒李取出浮转 然后激活 先前英无邪只是趁着穆婉青大意 才有杀死穆婉青的机会 现在穆婉青吃了一次亏 肯定不会再上当第二次 杀滚滚血气化作一头头血膜 向着灵道撕咬了过来 英无邪连穆婉青都敢杀 自然不会放过灵道 以他的实力想要杀死一位天人静后其舞者 和捏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一般的天兵静后其舞者 灵道丝毫不拒 可惜英无邪本身就是个天才 如今灵道的实力已经很强 只是还无法抗衡天将近舞者 偏偏英无邪已经拥有天将近的战力 灵道的确不是英无邪的对手 不过英无邪想要杀他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先前英无邪的全力一枪 灵道便是使用真龙图剑挡了下来 救了穆婉青一命 现在英无邪再度出手 灵道自然也是不怕 英无邪已经掌握第四个层次的血之本源 即便灵道以原始本源演化血之本源 也是占不到便宜 因为他才掌握第三层次的本源 不过灵道对本源力量的运用 不是英无邪能比的 再怎么说 灵道前期也是一位天君 早已掌握第五层次的本源力量 而且还凝练出专属于自己的剑道道则 要不是他太过莽撞 怒闯紫卫圣帝 也不会死得那么凄惨 昆蓬拳 灵道双手握拳 不断地轰击一头又一头血魔 黑金色的全盲 蕴含毁灭武艺 将一头又一头血魔打碎 毁灭武艺 自然是他根据毁灭建议 推演而来 反正他已经可以使用原始本源 演化毁灭本源 自然让昆蓬权威能大增 这小子难道隐藏了境界 迎枪蒙前来的十六位年轻弟子 不是天兵境就是天将境 万福宗的十六位年轻弟子 竟然有一位天人境后期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现在灵道的实力 又根本不像是天人境武者 难怪英武写起了疑心 你到底是什么境界 连展露真实境界的勇气都没有吗 英武写不信灵道是天人境后期武者 迎枪蒙的其他年轻弟子同样不信 毕竟英武写可是迎枪蒙最厉害的天兵境武者 连续两招都被灵道挡下 灵道怎么可能只有天人境后期 你脑子难道进水了不成 灵道毫不客气的嘲讽 明明他就是天人境后期 为什么英武写不信呢 其实也不能怪英武写 毕竟天人境后期便拥有如此战力 的确不是英武写能够理解的 英武写虽然手握血枪而生 天赋惊人 但他修炼的功法 也就是银枪蒙最好的地品功法而已 连天品功法都不是 万福宗 双剑门和银枪蒙 之所以无法诞生天尊 便是因为他们只有地品功法 而没有天品功法 想要靠地品功法修炼到天尊 难度实在太大 毕竟地品功法也就是天君开创而已 想要靠天君开创的功法 超越天君 简直可以说是痴心妄想 除非将地品功法推演到下一步 成为天品功法 然后才好突破到天尊 又或者 拥有大气韵 得到更高级别的功法 便好突破到天尊 不得不说 在功法方面 灵道是幸运的 不管是蛮荒诸仙境 还是万古青天圣连经 都是无上帝经 凡是修炼帝经的舞者 根本不会有万福宗 双剑门和银枪蒙那些舞者的难题 修炼一门功法 想要超越开创者 本身就是难如登天的事情 修炼蛮荒诸仙境的舞者 从太古时期到现在 也是不在少数 然而 他们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超越蛮荒诸仙境的开创者 如果不是早就认识他 我也不相信他只有天人境后期 一位万福宗的年轻弟子低声说道 他已经是天兵境中期 可是灵道表现出的实力 与其他丝毫不差 甚至更强 灵道能够战胜百里瑞 朱成泰和田文耀 自然是有真本事的 只不过现在看来 灵道还隐藏了实力 银枪蒙的一众年轻弟子呆了呆 那位万福宗年轻弟子说的话 他们自然是听得清清楚楚 灵道竟然真的只有天人境后期 什么时候 万福宗已经有这样的天才了 已找死 灵道的话 激怒了英无邪 再加上灵道表现出来的天赋 已经超越英无邪 现在英无邪已经打算 要不顾一切的杀死灵道 要不然 等灵道和他相同境界 他就不敌灵道了 却杀破魔枪 因无邪连擅长的枪法 都是施展了出来 他的一双眸子里 杀意暴涨 手中的赤血长枪更是仿佛活了过来 赤血长枪的枪身 就好像有一根根血管 里面有血液在流动 现在他刺出的每一枪 都是足以让天兵进武者绝望 如果开始的时候 他就施展血沙破魔枪 和穆晚清交手 就算八条绿色丝带都是地平兵器 穆晚清也别想捆住英无邪 我万福宗怎么会出现如此厉害的年轻弟子 二太上仔细地盯着灵道 先前他没法救穆晚清 其他万福宗弟子则是来不及救 没想到灵道竟然能够将穆晚清救下 要是穆晚清死在英无邪的枪下 回去后他还真的不好和万福宗宗主交代 本来 灵道得到名额 二太上嘴上不说 心里其实是有意见的 在他看来 是灵道耽误了一位内宗精英弟子 他肯定是认为一位外宗弟子 远远没有一位内宗精英弟子重要的 可是现在 灵道表现出来的实力 让二太上震撼了 灵道才天人尽后期而已 就能和英无邪一战 就算落于下风 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若是以后灵道常常起来 必然可以成为万福宗的外宗长老王 不管是内宗还是外宗 都属于万福宗 外宗长老王同样会庇护万福宗 如果灵道成为天君 肯定战力无双 要是他成为天君巅峰 试问整个燕云州 还有哪位天君是他的对手 不过 现在想这些 还未时过早 灵道的战力 的确远超自身境界 可惜 天人尽厉害 不代表成为天君后也厉害 成为天君后 本人意志都只是实力的一部分 还得看到则厉不厉害 追星巴布 面对英无邪的血杀破魔枪 灵道没有正面硬汉的打算 他的身体 在原地留下一道道残影 英无邪的攻击是快 可他躲避的更快 他的脚下 就好像有星辰变换 斗转星移 追星巴布本就是非常厉害的步法 毕竟灵道前世所在的灵家 也是和银枪蒙一样的四品势力 再加上灵道学过昆鹏变 就算没有化身昆鹏 也是可以大大提升自己的移动速度 灵道的武性 本来就高 要不然也开创不出真龙图剑和昆鹏拳这样的武学 昆鹏一族 拥有天下急速 他现在不可能将天下急速的奥秘全部展现出来 但也可以出类旁通 将追星巴布推演得更加完美 怎么 你就只知道躲避吗 英无邪表面上嘲笑灵道 暗地里却是在找灵道的破绽 他也明白 正面交战 灵道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若是他能够计算出灵道的移动轨迹 必然可以给灵道致命一击 血沙破魔枪是厉害 可是赤血长枪连灵道的影子都摸不到 自然没有任何作用 英无邪没有急躁 冷静地记下了灵道的每一步 可惜 他没有发现任何规律 根本无法计算 好厉害的步伐 迎枪萌的一位天兵进后期年轻弟子惊叹道 英无邪的实力 比他强得多 连英无邪都是拿灵道没办法 他若是和灵道斗 肯定也是一样 他毕竟只有天人进后期 等着吧 号下去 输的肯定是他 另外一位迎枪萌的天兵进巅峰年轻弟子说道 打消耗战的话 天人进后期肯定是比不上天兵进后期舞者 天兵进后期舞者的真气总量和本源总量 都不是天人进后期舞者能比的 只可惜 若是真打消耗战的话 就算英无邪体内本源和真气耗尽 灵道都撑得住 灵道的境界是低 可他修炼的蛮荒诸仙境 品阶太高 灵道拥有的真气和本源总量 比英无邪还要多 更何况他恢复速度 也要远超英无邪 幻之世界 一位迎枪萌的天兵进巅峰无者陡然出手 以幻之本源 演化虚拟世界 将灵道笼罩在内 他这么做 自然是为了帮英无邪 让灵道陷入幻之世界 便是阻止了灵道的步伐 让英无邪有杀死灵道的机会 无耻 卑鄙 不要脸 万福宗的年轻弟子 一个接着一个怒骂 迎枪萌的天兵进巅峰无者 竟然偷袭灵道 而且是趁着灵道和英无邪交战的时候偷袭 他们现在就算想救灵道 也是根本没有机会 因为迎枪萌那些年轻弟子 时刻盯着他们 哈哈 我看你还往哪里逃 给我死吧 第五十八章放你一马 天兵进巅峰无者施展幻术 偷袭灵道 就是为了阻挡灵道的步伐 英无邪连血沙破魔枪都施展出来了 偏偏连灵道的影子都摸不到 实在郁闷至极 现在灵道的身体 陡然停滞了片刻 自然是让英无邪大喜过望 英无邪从来没有想过 以他现在的实力 杀一个天人静后期武者 竟然会如此艰难 如果不是迎枪萌那位天兵 静巅峰武者帮忙 他想要一枪捅死灵道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毕竟到现在为止 他都是没有找到灵道的破绽 和我作对 你不死谁死 和灵道交手这么长时间 对英无邪来说 已经是奇耻大辱 毕竟灵道比英无邪低了整整一个大境界 英无邪的双眼 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嗜血长枪笔直地刺向了灵道的胸膛 只需要一枪 英无邪便可以要灵道的命 正常来说 灵道已经陷入幻知世界 短时间内 根本没法清醒 英无邪的脸上 已经洋溢着胜利的笑容 等杀死灵道后 他便趁胜出击 一举斩杀木婉青 仅仅杀死一位天人静后期武者 肯定不能让他满意 然而 嗜血长枪刺进灵道身体后 没有半点血液溅出 英无邪的瞳孔骤然收缩 因为灵道的身体 已经随风飘散 竟然只是一个残影 天兵境巅峰舞者施展幻术偷袭 竟然失败了吗 不好 英无邪暗道不妙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灵道从天而降 双拳犹如巨锤般砸下 传出奔雷般的轰鸣 那位天兵境巅峰舞者偷袭的时候 灵道便是打算将计就计 现在英无邪果然上当 他自然是打出了最强的一拳 灵道的肉身力量 早已突破天人静舞者的极限 再加上九转蛟龙境 即便是英无邪 在力量方面 也比他逊色很多 他已经算计好一切 英无邪毫无防备 只来得及将赤血长枪举起 妄图抵挡灵道的昆鹏拳 坑昆鹏拳砸在赤血长枪上 发出了金属撞击般的声音 穿金烈石震笼发聩 英无邪门横一声 双腿已经陷进大地之中 号称天兵尽无敌的他 竟然被一个天人 尽后期无者打得如此狼狈 实在是头一遭 不过 灵道的攻击 并没有就此结束 准确地说 他的攻势 才刚刚开始 凶猛的昆鹏拳 一招接着一招 好不容易占据上风 自然要尽情一战 英无邪先前吃了个大亏 一时间 只能被灵道压着打 碰碰碰英无邪的身体 不断下沉 直到最后 仅仅剩下脑袋和双手在外 脖子以下 全部陷进泥土中 灵道的攻击还在继续 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真龙般 每一拳的威力 都是丝毫没有减弱 当然 后面的所有昆鹏拳 都没有第一拳凶悍 毕竟九转蛟龙竟不可以无限制的使用 对自身负荷太大 能够将号称天将境之下第一人的英无邪 打得如此狼狈 灵道已经足以自傲 毕竟他只有天人静后期 打得好 让他嚣张 活该有此下场 真是见面不如文明 我还以为英无邪有多厉害 什么天兵竟无敌 连葛天人静后期舞者都打不过 真是太弱了 这就是你们赢枪萌的爵士天才嘛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先前英无邪张狂的腰战 万福宗年轻弟子下的一个葛都不敢出手 英无邪出口讽刺他们 他们敢怒不敢言 现在英无邪被灵道压着打 他们自然是非常开心 他们接连出言嘲笑英无邪 好像正在奏英无邪的是他们一样 好小子 不错 值得培养 万福宗的二太上连连点头 本来灵道争夺名额 其实他是颇有怨言的 毕竟灵道等于是抢了一个内宗精英弟子的名额 不过现在 灵道不仅救了穆婉青 还打出了万福宗的威风 自然是让他心情痛快 现在他倒是觉得 给灵道一个名额 实在是太值得了 灵道有资格的到名额 也非常值得培养 公孙雄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使得二太上没开眼笑 先前的怨气都是一扫而空 公孙雄啊公孙雄 你们赢枪蒙的天才 真是不怎么样 明明比我万福宗外宗弟子高了一个大境界 还被当众活埋 我都替你们丢脸 公孙雄原本就难看的脸色 此时阴沉的仿佛能够滴出水来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英无邪的表现会如此不堪 英无邪的实力 他是相信的 之所以会这样 实在是灵道太过邪门 明明只有天人静后期 为什么战力如此强横 啊英无邪愤怒的大吼着 就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般 一双眸子责人而逝 不管是万福宗弟子们的嘲笑 还是迎枪蒙弟子们的失望 都让他恨极了灵道 以真实实力 灵道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只不过是被灵道算计了一把 他才变得如此狼狈 大家都是前往轮回树下悟道的 没有必要拼个你死我活 今天就放你一马 灵道居高临下 俯视着英无邪 轻笑着说道 如果能够杀死英无邪 他肯定不会手软 可惜他根本不是灵道的对手 就算他攻击到现在 英无邪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只是看起来狼狈而已 要是再打下去 失亏的肯定是灵道 他已经全力出手 都是奈何不了英无邪 还不如在嘴上沾点便宜 然后抽身退开 断疯子实力那么强横 又会护着他 他自然是走到了断疯子的身边 若不杀你 事不为人 英无邪暴怒 浑身血气暴涨 周身泥土纷纷炸开 他从地底冲出 手持赤血长枪 向着灵道攻来 灵道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英无邪 反正他已经说过放英无邪一马 自然不会继续出手 灵道眼力毒辣 早就看出 英无邪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再打下去 输的肯定是他 他比英无邪低了整整一个大境界 完全没有必要和英无邪拼命 现在他站在断疯子身边 自然没什么好担心的 换成万福宗二太上 自是身份 还不好意思对英无邪出手 可是断疯子不一样 他从来不讲什么规矩 只要他乐意 就算是小辈 他也不会有半点顾忌 先前灵道的所作所为 已经为他长脸 为万福宗长威风 他现在肯定会保住灵道 都说放你一马 你难道听不懂人话吗 断疯子一声冷哼 音波化作山月大印 向着英无邪冲击而去 赤血长枪刺在山月大印上 不仅无法前进分毫 被被山月大印挤压的崩如满宫 山月大印还在前进 英无邪只能后退 最终赤血长枪脱手而出 他整个人则是被山月大印 砸进了地底 混账 身为长老 你竟然对年轻弟子出手 先前灵道狂揍英无邪 公孙雄都是没有办法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身为营枪蒙太上长老 他自然拉不下脸 对万福宗一个外宗弟子出手 现在断疯子先对英无邪出手的 他自然是找到了出手的理由 公孙雄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现在直接取出地品长枪 挥枪攻来 万福宗二太上没有丝毫出手的意思 断疯子连堂长老的剑道雷霆 都可以生吞下去 想必已经拥有天军巅峰的战力 只是断疯子的自身境界 到现在为止 二太上都看不出 如今公孙雄对断疯子出手 二太上刚好可以见识一下 断疯子的战力 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万福宗宗主之所以容忍断疯子放肆 便是因为他已经看出 断疯子已经拥有和太上长老 差不多的实力 不坏 断疯子根本没有和公孙雄解释哪怕半句 反而是点评起了公孙雄攻来的一枪 天军巅峰的公孙雄 即便不施展任何枪法 一枪都是足以扎死天军后期武者 他成为天军巅峰 已经有上千年时间 境界无法提升 枪法当然不会原地踏步 这一次 断疯子依旧是双手握拳 向着公孙雄打去 古老的废墟 残破的世界 再度浮现在他的身前 公孙雄的地品长枪 刺进古老的废墟后 便是犹如陷入泥沼 每前进一丝一毫 都变得无比缓慢 怎么会这么强 公孙雄大吃一惊 断疯子的实力 强得超出他的想象 怪不得万福宗二太上 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 他原本还以为 二太上和断疯子有仇 故意让他杀死断疯子 现在看来 万福宗二太上分明是 对断疯子有着足够的信心 难道说万福宗又出现了一位 巅峰天军吗 他放了你们 迎枪蒙弟子一马 做长辈的 自然也要大度一点 我也放你一马吧 随着断疯子的话音落下 古老的废墟蒙地一变 化作滚滚狂潮 犹如泥石流一般 公孙雄还想变招 可惜已经来不及 地品长枪不断摇晃 他的身体却是遭到一股大力撞击 嘴角一血身形倒退 我要你们全部都死 鹰无邪再度从地底冲出 身上沾满泥土 满头黑发乱糟糟 完全没有一开始出现时候的风采 第五十九章 孟神 助手 就在鹰无邪准备发疯的时候 却被公孙雄医生大喝制止了 先前公孙雄和段疯子已经交手一招 结果是公孙雄落于下疯 当然 这并不能说公孙雄的实力比段疯子差 毕竟他仅仅是随手一枪而已 但是公孙雄能够看出 段疯子已经拥有和他一战之力 再加上一个万福宗二太上 仅仅是公孙雄一个 完全没有本事牵制住他们两个 要是让他们其中一个对付银枪盟的其他长老 必然是一面倒的战斗 银枪盟一共来了十八位长老 万福宗其有十位长老 足足少了八位 可是万福宗的长老拥有大量的福传 再加上段疯子 这么一位天军巅峰战力的武者 血拼下去 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只会让双剑门减了便宜 欲奔相争 羽翁得利 他们不想做欲奔 更不想让双剑门做羽翁 鹰无邪从小到大 都是顺顺当当的 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羞辱 他现在双眼通红 已经失去理智 就算是拼着一死 他都要杀死灵道 先前的大战 他被完全压制 一身实力 根本没有施展出来 更何况 他手握血枪而生 还有底牌没有使用 只是灵道一个天人 近后期武者 实在不值得他使用底牌 他没有想到 灵道竟然如此可恶 压着他打的时候狂出手 知道打不过竟然说放他一马 现在鹰无邪满枪怒火 偏偏无处发泄 只能狠狠地瞪着灵道 如果他的眼神可以杀死灵道 恐怕灵道已经死了几百次 他想要出手 可惜身体被公孙雄禁锢住 根本没法靠近灵道 更别说杀死灵道 当然 就算鹰无邪出手 也不可能杀死灵道 断疯子就站在灵道身边 别说是鹰无邪出手 就算是公孙雄出手 都没有把握杀死灵道 断疯子的实力 不仅在公孙雄眼里是个谜 就算在万福宗的长老心里 都是葛魏之术 不管是断疯子的境界 还是极限战力 都没人知晓 反正他可以生吞堂长老的剑道雷霆 也可以一拳打退公孙雄 必然是拥有巅峰天军的战力 灵道选择站在他的身边 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 就在这个时候 蒙继堂和张明远的战斗 也是接近尾声 不管是蒙继堂还是张明远 都是浑身染血 两人都是受到了不清的创伤 他们都还有一战之力 只不过再打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张明远比蒙继堂更早成为天将近武者 不过蒙继堂的天赋更好 蒙继堂还没有使用福转 便可以和张明远搭个平分秋色 张明远就算还有厉害的招数没有使用 也没有和蒙继堂继续打下去的意思 年轻一辈的交手 我们万福宗明显占据上风 你们还要继续吗 万福宗二太上满面春风 无比的色地说道 本来英无邪的叫战 让万福宗威风扫进 好在灵道强势出手 将英无邪暴揍了一顿 尽管灵道的攻击 没有打伤英无邪 但是终究让英无邪颜面尽尸 竟然如此热闹 看来我们来得晚了 还没等公孙雄接话 远处便是又来了一群武者 现在赶往葬神山漠的 又是有老一辈武者和年轻一辈弟子的 自然就是双剑门的长老和弟子们 双剑门一共来了一位太上长老和十六位长老 年轻弟子同样也是十六位 银枪蒙 双剑门和万福宗总共有四十八个名额 每个势力都是十六个名额 双剑门的长老和弟子们 其实早就已经到了 只是他们躲在暗处 没有现身而已 本来他们就是想做渔翁 可惜银枪蒙的长老和弟子 没有和万福宗的长老以及弟子 发生大规模的战斗 我刚刚好像远远地看到 号称天兵静无敌的英无邪 被一个天人静后期的小子暴揍 不知道我是不是眼花了 双剑门的一位年轻弟子 阴阳怪气弟说道 英无邪曾经和他交过手 并且胜他一招 现在看到英无邪出丑 他自然是非常开心 今天的事情 肯定会传遍整个燕云州 以后提起英无邪 肯定不是说什么天兵静无敌 更不会说什么天将静之下第一人 和林道的一战 对英无邪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污点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如此惊人的事情 肯定会成为整个燕云州的热门话题 英无邪仿佛已经听到 一个个年轻弟子小声地议论着他被林道暴打 如果真的不是林道的对手 英无邪也就认了 偏偏他的实力明明比林道还强 却被林道狂揍 让他憋了一肚子的火 现在双剑门的年轻弟子当面嘲笑他 自然是让他火冒三丈 手下败将 也敢嘲笑我 要是有种 你便和我一战 没种就滚 公孙雄已经解开对英无邪的禁锢 英无邪本身就不是什么莽撞之人 先前只是气昏了头 如今英无邪已经冷静下来 自然不会再对林道出手 对林道的恨 已经压在英无邪的心底 以后有的是机会报仇 战就战 还怕你不成 双剑门的那位年轻弟子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英无邪 现在的英无邪连天人 静后其舞者都解决不掉 想来实力进步肯定不大 他没有任何犹豫 双手握剑 杀到了英无邪的面前 英无邪正愁无处发泄 双剑门的年轻弟子送上门来 他自然不会客气 暴怒的英无邪 实力强的恐怖 别说是天兵静后其舞者 就算是天将近前其舞者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那位双剑门年轻弟子 本来还以为英无邪实力不行 真正打起来他才明白 不是英无邪静不小 而是临到太过邪门 仅仅是十招而已 他便是败下了阵来 不敌英无邪 逃到了双剑门长老的身后 废物而已 也敢嘲笑我 总算是出了一口气 英无邪的脸色 也是恢复了正常 就算是看灵道 他也已经将杀意 隐藏在了眼底 略是这样 灵道越是小心 英无邪就好像是一条毒蛇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狠狠地咬他一口 英无邪没有继续挑衅 双剑门的其他年轻弟子 反正不管他现在表现得多么神勇 都是无法洗刷先前的耻辱 他不要战 双剑门的年轻弟子 也是没有和他一战的打算 毕竟他表现出来的实力 着实强横的可怕 既然我们三大势力都到齐了 那便一同前往轮回数所在之地吧 万福宗的二太上主动开口 虽然万福宗的年轻弟子 没有和双剑门的年轻弟子交手 但万福宗年轻弟子胜过 赢羌蒙年轻弟子一筹 赢羌蒙年轻弟子又胜过 双剑门年轻弟子一筹 等于说万福宗年轻弟子 比双剑门年轻弟子胜了两筹 真实情况肯定不是如此 不过万福宗终究是占了大便宜 最大的功臣便是领导 他比鹦鹉鞋低了整整一个大境界 还能将鹦鹉鞋暴打一顿 实在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就连万福宗的其他年轻弟子 看领导都是觉得顺眼了起来 我们一群老家伙反正就是过去凑个热闹 真正得到好处的还是他们一群小家伙 先前的争斗只是热身而已 轮回树下悟道才是你们真正争锋的开始 轮回果数量有限想要得到轮回果 就得看你们的本事了 使用轮回果提升境界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境界会非常稳固扎实 可惜大部分轮回果都要上缴给荒云府的三品势力 他们能够得到的轮回果只是小部分而已 肯定不够四十八颗 两千年前三大势力也就得到九枚轮回果而已 四千年前三大势力则是得到十二枚轮回果 如今能够得到多少轮回果式的未知数 不过估计也不会到二十枚 也就是说三大势力的四十八位年轻弟子 仅仅只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可以得到轮回果 能不能得到轮回果 靠的是本事是能力是运气 老一辈武者不会干预 全凭年轻一辈弟子自己争夺 三大势力相互监督 无论是哪的老辈强者 都不会有机会暗中出手 否则只会被群洗而攻之 大家意见一致那便出发吧 公孙雄严肃地说道 银枪蒙的长老和弟子们都是跟在他的身后 万福宗的二太上和双剑门的太上长老 也都是带着各自势力的长老和弟子们 向着轮回树所在的地方赶去 藏神山脉 传说曾经藏着一尊神 轮回树可能就是吸收了神的养分 才有了如今的能力 其实他们猜测的没错 藏在此处的便是梦神 上古时期的梦神掌握梦之本源 幻道道则以梦悟道 梦神就算在睡觉也是在修炼 他还擅长培养弟子以幻道道则 构建一场场梦境 让他的弟子在梦里经历轮回 在梦中悟道 现在轮回树的能力便是和梦神一样 只是没有梦神亲自施展的那般神庙而已 第六十章选择树叶 轮回树枝繁叶茂 无比粗壮 每一片树叶 都是有着一间房屋大小 也就是说 一片树叶上 占几十个人都没有问题 每一根枝杆 都像是巨蟒般延伸了出去 仅仅是枝杆 便要比其他古树的主干粗大 梦神 上古时期的强者 死后葬在此地 也不知道多少年后 诞生了轮回树 反正轮回树存活的时间 比万福宗 银枪蒙 双戒门的历史还要漫长 指不定上古时期就有轮回树了 藏神山脉 古树林立 可是其他的古树 和轮回树一比 就像是小草一般 轮回树已经高耸入云 即便是天兵进武者 都飞不到轮回树的顶端 而且平常时候 武者根本无法靠近轮回树 也就在轮回果成熟或者轮回花开的时候 轮回树才好接近 银枪蒙 双剑们和万福宗所有前来的武者 在轮回树面前 都显得无比渺小 灵道是第一次看到轮回树 如此巨大的古树 着实让人震惊 若是将轮回树斩断 不知道有多少道年轮 你们每个人选择一片树叶坐下 便可以开始悟道 略是靠近轮回果的树叶 悟道的效果越好 我们帮不了你们 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万福宗二太上对着十六位年轻弟子说道 轮回果就算最低的都在白云附近 天兵境巅峰武者都是没法飞到那么高 只能选择最接近轮回果的树叶 以前就有天军想要带着年轻弟子 踏上轮回果附近的树叶 可惜全部以失败告终 万福宗二太上就算想帮那些年轻弟子 都是根本没有能力做到 谁能够踏上靠近轮回果附近的树叶悟道 是谁的本事 天将境武者肯定比天兵境武者飞得更高 不过天将境武者在轮回树下悟道的效果 要比天兵境武者差上不少 就算天将境武者比天兵境武者更加靠近轮回果 也是占不到丝毫便宜 我不管你们能够踏上哪一片树叶 反正你们一定要比万福宗和双剑门的年轻弟子表现得好 公孙雄严厉地说道 先前因无邪和张明远和万福宗的领导以及蒙记唐教授 结果已经非常丢脸 若是在选择轮回树的树叶方面 不能胜过万福宗的年轻弟子 真的就没法挽回颜面了 你们一定要全面超越万福宗和银枪蒙的年轻弟子 不仅是为了双剑门的荣誉 也是为了你们自己好 双剑门的太上长老同样郑重地交代着 年轻一辈的争锋 现在才是开始 踏上越高的树叶便代表着实力越强 不需要苦战便是可以分出胜负 双剑门的年轻弟子先前被阴无邪压了一次 现在自然要找回场子 万福宗 银枪蒙和双剑门的年轻弟子们 都是卯足了劲 准备在接下来的较量中 战胜其他势力的对手 从某种程度上说 飞得越高 实力便是越强 或许不是很准 但终究算是个依据 在场的48位年轻弟子 肯定都不想输给其他人 天兵敬舞者没法和天将敬舞者争 不过天将敬舞者就算选择更靠近轮回果的树叶 悟道效果也不见得比他们好 也算是让他们得到了安慰 所谓的轮回树下悟道 其实是端坐于轮回树叶上悟道 经历的轮回次数越多 效果辨识越好 有的舞者只能在梦中经历一世轮回 有的却可以经历两世轮回 甚至是三世轮回四世轮回 天界广袤无边 即便是在荒云府的燕云州 最低的白云 距离地面也有十万丈高 也就是说 起码要飞到十万丈高 才能接触到轮回果 天兵境巅峰舞者 想要飞到十万丈高 根本就是做梦 我先来 一位双剑门的天兵境后期舞者 最先开口 然后便是向着上方冲去 他的身体不断地拔高 很快便是超过一万丈高 不过他上升的速度 并没有减慢 直到四万丈高度的时候 速度才减了下来 他运转功法 全力向上冲刺 最终到了五万丈高度的时候 实在没法上升 只能选择一片树叶坐下 他距离轮回果 还有大概五万丈距离 不是他不想靠近轮回果 而是根本做不到 看我的 银枪蒙走出一位天兵境中期舞者 他的境界比先前那位双剑门 年轻弟子还要低 不过他信心十足 最终 他的表现 比起先前那位双剑门弟子 也是毫不逊色 同样是在五万丈高度 选择了一片树叶坐下 紧接着 万福宗也是走出一位年轻弟子 他的自身实力 或许不如先前那两位天兵境舞者 可是 他在半空中使用浮转 硬生生的达到了五万八千丈的高度 选择一片树叶坐下 银枪蒙和双剑门的长老 脸色明显都不是很好看了 万福宗的年轻弟子每次都使用浮转 然后到达更高的树叶 他们两个势力的弟子 只能够靠自身本事 自然会吃亏 三大势力的年轻弟子 一个接着一个 向着轮回树的上方冲去 万福宗的年轻弟子选择的树叶高度 整体上明显要超过银枪蒙和双剑门的年轻弟子 他们使用的浮转 可不是他们自己炼制的 而是长老送给他们的 我倒是想看看 区区天人静后期舞者 能够到达什么高度 张明远瞥了灵道一眼 阴阳怪气底说道 连天兵静后期舞者 都只能到达五六万丈高度的样子 灵道一个天人静后期舞者 恐怕只能到三四万丈 甚至更低 随着轮回树的树林越大 下方的树叶也是越来越少 以前三四万丈的高度 还有树叶 现在这个高度 基本看不到什么树叶了 轮回树始终在生长 自然不是以前能比的 我猜 他连一片树叶都踏不上 不知道师兄可敢与我一睹 鹰无邪立马接嘴 先前被灵道暴打一顿 已经让他对灵道狠之入骨 现在有羞辱灵道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过 灵道能够压着他打 只是因为他被灵道算计了而已 现在选择轮回树叶 灵道可没有办法取巧 以灵道的境界 或许真有可能一片树叶都选不到 只能坐在地上悟到 就算灵道境界再低 距离轮回果十万丈 也肯定没有多大效果 我肯定不敢和你赌啊 因为我也觉得他连一片树叶都踏不上 和你对赌 我岂不是必输无疑 张明远和鹰无邪你一言我一语 已经将灵道损得体无万夫 可惜 让他们郁闷的是 自始至终 灵道的脸色 都是毫无变化 灵道就好像将他们当成空隙 完全给无视了 怎么 被我们说得哑口无言 压根不敢反驳了吗 鹰无邪走到灵道面前 一脸不屑的问道 现在不管灵道说什么大话 都是没用 等下灵道开始冲刺 肯定就会出丑 现在最低的舞者 都在五万丈高度的树叶上 不管是鹰无邪还是张明远 看到灵道到现在都是没有行动 便是猜测 灵道根本没法到达五万丈的高度 鹰无邪觉得无比解气 灵道让他出丑 现在算是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李在下面看着吧 我上去了 鹰无邪跃上高空 俯视着灵道 一脸的蔑视 随后 他便是开始冲刺 仅仅是片刻间 便是已经到达五万丈的高度 他的速度 不减反增 就好像火箭一般 六万丈了 七万丈了 不愧是我赢枪萌的天才弟子 哈哈哈哈 公孙雄畅快地大笑着 就算是七万丈 也不是鹰无邪的最终高度 因为鹰无邪的身体 还在上升 直到八万一千丈 才停了下来 然后鹰无邪便是选择一片树叶坐下 八万一千丈 距离轮回果 已经不足两万丈 鹰无邪只有天兵进后期 选择如此高度的树叶悟道 效果肯定极好 最少都能经历三四世轮回 他没有立刻悟道 而是想要看看 其他年轻弟子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我来到现在为止 最高的一个 便是迎枪萌的年轻弟子 天兵进后期的鹰无邪 王继堂作为万福宗的精英弟子 自然要为万福宗争光 现在他全力冲刺 自然也是超越了先前那些万福宗的年轻弟子 八万丈了 看样子 他的高度 肯定会超过鹰无邪 万福宗二太上欣喜地说道 能够压过银枪萌年轻弟子一筹 自然再好不过 可惜的是 蒙祭堂的境界太高 已经是天将进前期 鹰无邪只有天兵进后期罢了 慕婉卿也是天兵进后期 可惜即便使用符传 都是只能达到七万丈的高度 和鹰无邪根本没法比 雪灵瑶虽然是核心弟子 但他的境界 实在太低 就算使用更多更好的符传 也就是六万八千丈的高度 你们万福宗最好的成绩 恐怕就是那位天将进的小子了 可是我们银枪萌 还有张明远 甚至还有比张明远更厉害的年轻弟子 是问你们万福宗拿谁来比 难道指望那个天人尽后期的小子不成 二万 一万 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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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万